第380章 要输了 河里奥菲磊结束了通话后,黄小龙便站起来对苏小曼道。 小曼姐,我临时有点事,今晚就不陪你吃饭了。 那是啊,上次,我不是说,要帮你把那个变大吗? 我已经找过小白鼠吃药了,现在我就去看看效果。 小曼姐你等着,用不了几天,你的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火辣了。 文言,苏小曼连耳根都红透了,低垂着头道。 小龙,反正今天你和小强也见过面了,你有事的话,先去忙吧,咱们,咱们下次再一起吃饭。 姐夫慢走。 苏小强异常乖巧地站起来恭送黄小龙。 从酒店里出来,距离晚饭时间,还有一会儿,黄小龙就准备自个儿逛逛,然后打电话给柳飞蕾问一下见面地点。 十几分钟后,柳飞蕾打电话过来了。 飞蕾,我让你帮我查的名单怎么样啊? 还有,晚上咱们去啥地方吃饭啊? 黄小龙问道。 小龙,330路公交车失踪人员资料名单,我帮你打印了一份。 柳飞蕾急匆匆地道。 我人到了春华广场,本来是过来订吃饭的地方,不过现在遇到点麻烦,有个讨人厌的家伙要挑战我,我先把他打发了再说,要不,小龙你现在到春华广场这边来。 挑战?黄小龙愕然道。 飞蕾,你这是要跟人打架? 不是,就下棋,下象棋。 柳飞蕾解释道。 原来啊,柳飞蕾是一个象棋爱好者,下象棋会给他一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王者气概。 他本人亦是一名百战不败的象棋高手。 参加过滨海市举办的许多业余象棋大赛,拿冠军拿到手软。 后来呢,因为柳飞蕾奇迹太高了,也没人愿意陪他玩,被他虐了。 高手寂寞的他,为了解决其隐,激励挑战者,便是宣布了一件事。 他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只要在棋盘上赢了他,那他就答应对方一件事。 不过,挑战者陆陆续续地出现,但貌似从来没有人赢过他。 今天有个男人,倒是直接向柳飞蕾发起了挑战。 据说是见他的胸完成了第二次发育,变得硕打无棚,所以起了侧心,信心满满地说要赢柳飞蕾一次。 只要这男人赢了,柳飞蕾就得答应,陪他去开房,啪啪啪。 柳飞蕾对自己的奇迹,那是极为自负的,再说以前他赢过这个男的,所以浑然不将其放在眼里。 毅然接受了这次挑战。 两人决战之地,就是春华广场的一个棋牌娱乐士。 卧槽,飞蕾也是个不安分的人啊。 挂了电话,黄小龙无语地叹了口气。 要是今天他阴沟里翻船,可就要被人带去酒店啪啪啪了。 旋即,黄小龙也是准备过去看看热闹,立马开车,直奔春华广场。 此时,春华广场的一间棋牌室,一男一女,正对坐着博弈。 里外三层,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有的是在看棋,有的是在看下棋的女人。 下棋的女人,自然就是柳飞蕾了。 她已经成为了整个棋牌室的焦点。 因为,她的胸太大了。 简直就是波涛汹涌嘛。 就活像是在衣服里塞了两个椰子。 上身随意一动,就一抖一抖的,太吸人眼球了。 再加上,柳飞蕾人长得本来就很卡哇伊,很清纯,很漂亮,今天化了点淡妆,下班后又换了一双鱼网丝袜,一对高跟鞋。 整体来说,真的太够位了。 以前那个骨子里有点自卑的飞机场妹子,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现在的柳飞蕾,就是个神采飞扬的女神级游物。 可以说,黄小龙给她的几颗疯胸药,改变了她的人生,这和舒青男友异曲同工之妙。 坐在柳飞蕾对面,挑战她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肌肤有黑,长相绝对谈不上英俊,反而长了一对三角眼,很有点猥琐。 此时,这男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柳飞蕾的胸,时不时就吞眼一口口水,更显得猥琐了。 黄小龙一进棋牌室,看到柳飞蕾,人也呆住了。 我乐个去,不是吧,这是鸟枪换炮了呀,不过,也太大了点吧,飞蕾一口气吞了四颗药,看样子,其实吞两颗就差不多了。 与之同时,黄小龙便是听到,围观的奇迷,又得在议论着。 这一步棋,这姑娘已经考虑了足足二十分钟了,还是没想出来怎么解,多半是输定了。 不是吧。 闻言,黄小龙愕然不已。 飞蕾处于劣势,要输了,她不是号称滨海象棋界的女皇吗? 黄小龙从人群里挤了进去。 只见柳飞蕾秀眉紧锁,那清纯且带着卡哇伊风格的脸上,固满了胶着和紧张的表情,水汪汪的大眼睛死死盯着棋盘,额头上已是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 呵呵呵呵,嘞嘞,这一步棋,你已经足足思考了二十几分钟了,怎么,还没想出来,我看啊,你干脆认输算了。 柳飞蕾的对手,那个三脚眼猥琐男人,盯着柳飞蕾的胸,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别急,我还没输。 柳飞蕾怒声道。 他忍不住抬眼看了看对面的男人,心里泛起一种难以描述的害怕和恶心。 完了呀,妈的,这家伙因我,不知道他去哪儿学来的棋局,把我引入圈套,这回,我,我是输定了。 草,我真要陪他去开房,喝他啪啪啪,我乐个去,这么错的男人,老娘我还是处啊。 完了呀,完了呀,老天爷,你赶紧帮帮我呀,我的清白可不能毁在这种男人手里呀。 哈哈哈哈,累累,你就不要在这儿拖延时间了。 好了,最后给你三分钟。 男人眼中浮现出极不可耐的表情。 三分钟之内,如果你没办法反败为胜,那就是你输了,然后,你亲口答应下来的踩头。 哈哈哈哈。 这男人,盯上柳飞蕾已经很久了。 以前柳飞蕾还是飞机场的时候,他就有那个意思了。 毕竟柳飞蕾的五官长相身高,都是蛮不错的。 可柳飞蕾根本不给他机会。 他知道柳飞蕾爱其成吃,并且放出话,只要在棋盘上能赢他,就可以让他答应一件事。 因此,这男人筹划了许久,花重金聘请了国内一名退役的职业棋手,教他下棋。 时间不长,他便齐力大尽,而且还从那退役职业棋手的手中,拿到了一局当时几乎无人可解的棋局。 这棋局是那退役职业棋手根据古代的一个名局,加以精心改良,自创出来的一个局,可以说打遍当今棋坛无敌手。 仗着这个棋局,这男人自然稳稳吃定了柳飞蕾。 现在的柳飞蕾,弥补了飞机场这个天生缺憾之后,魅力更是大了数倍不止,这男人都恨不得立刻把他拉去开房,尽情地纳杀。 勒勒,你还剩下一分钟,哈哈哈哈,只剩下一分钟了。 男人激动不已地低吼着。 我要赢了,勒勒,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女人了,太爽了。 第381章 失踪人员名单 这个时候,柳飞蕾可以说,简直是快要急死了。 汗如雨下 他在和每一名挑战者对弈的时候,都会拟定一份合同,双方签名。 也就是说,在和这个三角炎猥琐男人下棋之前,同样也签订了一份合同。 合同里分明写着,若是三角炎猥琐男人赢了他,那么,他就必须得陪他去开房。 当然了,这种合同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这个值得商榷,可他柳飞蕾却从来不是一个食言而肥的人。 况且,不守诺,撕毁合同,对他的名誉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我完了,这回真心完了,刚刚才成功丰兄,即将迎来美丽的人生。 没想到,就遇到这种破事。 哎,也不是说不愿意和男人开房,但至少得是小龙那一款的男人吧。 柳飞蕾的心,渐渐跌入谷底。 他有些绝望了。 黄小龙其实早就看出这一局棋的问题了。 事实上,柳飞蕾在前面第七步棋的时候,就已经落入了三角炎猥琐男人的圈套。 他这个棋局,的确布置得非常精妙,起初让对手不知不觉, 可当对手发现杀鸡的时候,却是万万难以破解,只能够隐恨收场。 不过,黄小龙在地府中,和一些古代的阴魂,象棋国手,学过几天。 在他看来,这个棋局,其实也有很多破绽,要破解,简单得很。 好了,累累,时间到。 三角炎猥琐男人,得意洋洋地看着柳飞蕾。 你输了,等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开房。 不过呢,你这个人很倔,我知道你肯定不服气。 这样吧。 我很仁慈,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嗯?柳飞蕾愣了一下。 听着,累累,我允许你毁棋,就毁五不棋吧。 如果说,你在毁了五不棋之后,依然输给我,那不好意思,除了今晚你要陪我开房之外,明天,你和我去民政局,领结婚证。 三角炎猥琐男人,用贪婪的目光,盯着柳飞蕾。 这家伙厉害了。 柳飞蕾波涛汹涌之后,就彻彻底底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游物。 他就不仅仅满足于,和柳飞蕾开一次房了,他准备长期霸占柳飞蕾,和他结婚,夜夜新郎关。 你去死吧,我他妈一辈子不嫁人,也不会嫁给你的。 柳飞蕾艳恶地骂道。 旁边围观的人,也都是哗然。 你在棋盘上赢了人家姑娘,就想让人家做你老婆了? 你这丑模样,不是癞蛤蟆吃天鹅肉吗? 不过,有的棋迷却是另有看法。 下象棋,如果是双方较真,有赌注的,一般是不允许毁棋的。 因为,如果水平接近的棋手,往往毁一步棋,就能够逆棋,反败为胜。 如今,三脚炎猥琐男人,允许柳飞蕾连续毁舞不棋。 这简直就是白给柳飞蕾发起绝地反击的机会啊。 妈的,这家伙也太看不起人了,他现在的水平,也不见得就比我高,让我毁舞不起,我特么不弄死他。 其实,柳飞蕾也是怦然心动的,他是死也不愿意陪这个三脚炎猥琐男人去开房的。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毁舞不起,如果我能反败为胜,那之前的合同,也,也能作飞。 柳飞蕾试探地问道。 啊哈哈哈哈,行,我们一言为定,现在,累了你毁其五步,如果你能反败为胜,那合同就撕掉吧。 但你再输给我,明天,咱们去结婚吧。 三脚炎猥琐男人,眼中释放出猎人般狡猾的光芒。 柳飞蕾一咬牙,就要答应下来。 黄小龙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棋局的杀机是在七步之前就设置好的,挥舞不起有个毛用了,要毁其就得毁个七步八步的才行,但三脚炎猥琐男人,肯定不会给柳飞蕾这样的机会。 这么玩下去,柳飞蕾得被那猥琐男人玩坏掉的。 飞蕾,你不要毁其,我来指点你。 你听我的。 黄小龙运用传音入密,对柳飞蕾说道。 柳飞蕾全身一震,下意识地朝围观的人看了看,就看到了黄小龙。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对他点了点头,继续传音入密道。 好了,飞蕾,你听我的没错,现在,你保持冷静,别毁其,也别朝我这边看。 按照我说的走棋就好。 赢他,就特么跟玩似的。 经过上次在出租屋里抓鬼的事,以及那几颗疯凶药,柳飞蕾在潜意识里,已经非常崇拜和相信黄小龙了。 听到黄小龙这么说,他也就豁出去了,心头莫名地产生了一股子信心。 不用悔其了,我们继续。 什么?不悔其? 你,雷雷,你简直就是死称。 行,你走棋啊,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输的? 那三角颜猥琐男人脸上,浮现出来浓浓的胸利之色,按道,居然不上当? 好,好,好,今晚,开房是开定了,我不会怜香惜玉的,我要玩的你知叫唤。 很快,黄小龙的声音,又在柳飞蕾耳朵里响起。 包八平五。 柳飞蕾想也没想,就按照黄小龙说的走了一步。 这一步,其实恰好是将自己的泡,送给对方吃掉。 嗯?这是什么招住? 三角颜猥琐男人,都直接愣了一下。 雷雷你这是求宿死啊? 这步棋走出来,围观的棋迷们,也都纷纷摇头,认为柳飞蕾是太紧张了,出了昏招。 柳飞蕾自己看着棋盘,也傻了。 三角颜猥琐男人,当然不会客气,直接把送到嘴里的泡给吃掉了。 马三进四。 黄小龙继续道。 事已至此,柳飞蕾只能一步步按照黄小龙的指点来了。 不过,当那个炮送给三角颜猥琐男人吃掉之后,柳飞蕾遭到的压力,竟然缓解了。 其实第一步就是弃子,破而厚利。 此后,从黄小龙指点的第二步开始,柳飞蕾就直接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接下来,竟是摧哭拉朽一般,十几步就反败为胜,将三角颜猥琐中年男子给灭杀了。 柳飞蕾胜了。 哇塞。 柳飞蕾宛如绝后余生一般,直接跳了起来,不容分说地就冲上来抱住了黄小龙,巴唧一口,就在黄小龙脸上留下了一个唇印。 春华广场一家西餐厅。 黄小龙和柳飞蕾,竟然吃起了烛光晚餐。 柳飞蕾喝了点红酒,翘脸泛起一丝丝烟红,非常迷人,再加上他那对风鸾,几乎都要呼之欲出了,让他坐在他对面的黄小龙,都有些心生杂念,心缘一码了。 见黄小龙盯着自己出神,柳飞蕾甩了一下头发,对着黄小龙放电脑。 小龙,我现在好看吗? 呃,是蛮好看的。 黄小龙实话实说道。 刚才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现在就跟死鱼一样,躺在宾馆的床上,被那个恶心的男人那儿杀。 柳飞蕾的魅眼,都快滴出水来了。 小龙,你这药真带劲儿,你看看,我现在的本钱,可足了,大吧。 嗨嗨。 黄小龙干咳了几声。 尼玛,柳飞蕾说话的风格,还真是有些让人受不了。 太奔放了,是挺大的。 黄小龙是个老实的农村孩子。 小龙,我告诉你,我这还是没脱衣服,要是我脱了,准把你给吓死。 柳飞蕾兴奋地道。 赶紧吃,吃完了去我家,我好好给你看看。 不是吧。 黄小龙无语了。 怎么,小龙你想摸摸是不是真材实料? 柳飞蕾一脸仗义的表情,那行。 等等,飞蕾,我今天主要吃那啥,你给我打印的名单呢? 黄小龙着实是有些吃不消了。 柳飞蕾扑斥一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黄小龙。 诺,滨海三百三十路公交车失踪人员的名单和资料。 小龙,你要这玩意儿干吗? 这可是一起悬案,据说里面的水可深了。 黄小龙赶紧接过柳飞蕾递过来的纸。 仔细看了起来。 第382章 女鬼找上门。 黄小龙仔细看着手中名单。 事实上,这份名单里的遇害者,有可能尽数都变成了厉鬼,此时正在滨海四处谋害生人呢。 陈一峰,男,41岁,失踪330路公交车司机。 在其驾驶生涯中,一共出过三次特大交通事故,撞死过四人。 其中有一次交通事故,一次故意伤人,被警方调查过半年,因证据不足而未能起诉他。 周璇,男,26岁,失踪330公交车乘客,又偷到案底。 马伟宗,男,56岁,失踪330公交车乘客,曾因故意伤人罪,入狱12年。 朱刚,男,34岁,失踪330公交车乘客,已确定为在逃抢劫杀人犯。 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这份名单中,居然有不少失踪乘客,都不是善理。 有好几个,都有犯罪前科,甚至还有一个在逃的抢劫杀人犯。 黄小龙微微醋眉。 一般来说,生前坐监犯科的人,业力很重,死后基本上可以肯定,是90%会变成厉鬼的。 而且,这种厉鬼,生前的内心深处的残暴和戾气,会被唤醒,甚至被放大数倍,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 他们应该不会老是留在鬼车上,平时,有可能躲在他们生前的家和工作单位附近,伺击骇人。 名单上有失踪人员的详细资料,包括了家庭住址。 黄小龙找到了那名在逃抢劫杀人犯朱刚的赞助地,那是在城隍街的一个老小区。 上网查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城隍街果然发生着不少离奇的凶杀案。 比如有打工仔下了夜班回家,在巷道里被残忍分尸,手法不像是人类所为,更像是什么野兽干的。 看样子,多半是那个猪刚变成厉鬼后,藏匿在城隍街附近杀人,黄小龙眼角肌肉跳动了一下。 嗯,这家伙遇到我,死路一条,今晚,我就去把他打个魂飞魄散,顺便调查一下,那天晚上,那辆330公交车,到底是怎么出事的,到底是谁干的。 小龙,这份名单有什么问题吗? 柳飞蕾好奇地问道。 哦,没什么问题。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将名单收了起来。 啰啰啰。 这时,喝了些红酒的柳飞蕾,焦脸被酒气熏蒸地泛出眉红之色,魅眼如丝,喃喃道。 小龙,我有点醉了,能不能送我回家啊? 呃,黄小龙致了一下。 你醉了? 醉个屁。 黄小龙一眼就看出来,柳飞蕾根本就没醉,别提多清醒了。 这女孩尺度非常大,别看长相挺清纯挺卡哇伊的,但骨子里却是重口味。 太奔放了,我可是胖子的男朋友,他是知道的,居然一点也不收脸,主动勾搭我。 黄小龙舔了舔嘴唇,他不是一个石骨不化的人,况且,进城之后,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柳飞蕾这种风格的女孩子。 挺刺激的。 嘿嘿嘿,这药,你是第一个使的。 黄小龙笑了笑。 行,反正时间还早,我就送你回家,看看这药到底有没有副作用。 是哟,小龙,你得好好检查才行。 千万不要有什么副作用。 柳飞蕾又惦了黄小龙一眼,然后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道。 小龙,你赶紧送我回家吧。 别看柳飞蕾这么奔放,事实上,他从小到大,还真没谈过恋爱。 平时无非就是口哗哗有点,实际行动没有。 之所以主动勾引黄小龙,无非就是喜欢上黄小龙呢。 而黄小龙也得的确确是柳飞蕾第一个真正喜欢上的男人。 出租屋抓鬼,那种超凡的手段,冷静从容不乏睿智的表现,成功地打动了柳飞蕾。 今天又帮他解围,让他免遭侮辱,毁掉一生。 再说,赠药之恩,不止于再生父母,让他终于可以骄傲地昂起胸,堂堂正正地做女人。 柳飞蕾又不是傻子,这种男人,他能不爱? 在柳飞蕾的世界观里,只要是自己真心爱上的男人,不管最后有没有结果,他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先得到这个男人再说。 就算得不到他的心,也要得到他的人。 柳飞蕾,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直接泼辣,火爆而奋不顾身的女孩子。 她那青春中带有卡哇伊的面孔,充满了欺骗性。 两人离开西餐厅。 黄小龙开着车,送柳飞蕾回家。 黄小龙也纳闷啊。 不是吧,难道我的第一次,要被飞蕾给夺走,剧本有点不对啊,飞蕾不是我女朋友啊。 心念及此,黄小龙忍不住用眼角余光瞟了柳飞蕾一眼,颜值颇高,不输给大老婆宋宇如如,苏小曼,崔飞烟等人。 况且,现在本钱又太特么足了。 算了,今天我认栽了,黄小龙认输地摇了摇头。 回到柳飞蕾家。 小龙,回了家,柳飞蕾似乎是更加肆无忌惮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黄小龙,恨不得把黄小龙给吞了似的。 你是现在给我检查呢,还是等我去把澡洗完凉,再检查呢?今天啊,我都听你的。 嗨嗨,飞蕾,这个…… 黄小龙心说,来也来了,麻蛋,不把事儿办了,岂不是白来了? 你先去洗澡吧。 嗯,今天,我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噗。 柳飞蕾抛了个魅眼给黄小龙。 要不,一起洗咯? 这样也行。 黄小龙愕然。 有什么不行的呀? 柳飞蕾理所当然的道。 节约用水,节约时间嘛。 黄小龙点了点头,就准备和柳飞蕾一起去浴室。 就在这时, 一股股阴风,由外而来, 竟是打着旋卷入柳飞蕾这个出租屋。 屋里的温度, 骤然下降。 而屋子里的电灯, 似乎也是受到了不明能量的干扰, 变得一闪一闪的。 这, 这是咋了? 柳飞蕾郊区一哆嗦, 不由就往黄小龙怀里依靠。 黄小龙脸色变得有些阴沉, 看向了大门方向。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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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敲门的声音响起。 请问, 苏小强在不在? 屋外, 传来一把让人渗得慌的女人声音。 卧槽, 他居然来找老公了。 黄小龙极度无语。 苏小强是谁? 柳飞蕾一脸迷惘。 你找苏小强做什么? 黄小龙有些不耐烦地吼了一声。 啰啰啰, 苏小强是我老公, 我找他, 有什么不对的? 女人的声音有点怒意了。 苏小强,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想躲着我, 你戴了我的戒指, 就是我的人了。 话音刚落。 喷。 屋子里的电灯, 直接爆炸。 紧接着。 呜呜呜隆隆中, 有一道苗条的鬼影, 卷着一股浓重的阴气与煞气, 从门外直接钻了进来。 阴风吹拂, 她的长发飞卷,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一双血红的眼眸。 第383章 灭杀女鬼 一只女鬼, 就这样直接出现在了柳飞蕾家里。 虽然已经在家见过一次鬼了, 但柳飞蕾再次撞鬼, 也是吓得不轻, 死死搂住黄小龙, 瑟瑟颤抖。 呃, 两人贴合太紧了, 那对山包挤压着黄小龙, 让那黄小龙心头涌起一阵销魂滋味。 不过黄小龙心情也不太好了。 眼看着就能仔仔细细检查一下柳飞蕾的身体, 顺便再干点其他有意义的事, 可在这个节骨眼上, 苏小强的鬼老婆, 却是找上门来了。 黄小龙给苏小强做了一张替身符, 又把那枚金戒指拿了过来, 所以女鬼不会再去找苏小强了, 只会找携带着替身符的黄小龙。 黄小龙倒是不介意女鬼来找她, 可是, 这来得也太快了, 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 苏小强呢? 我男人呢? 女鬼一进屋, 却是没有发现苏小强, 便是极为狐疑地看着黄小龙, 那对星红的鬼眼中, 溢散出冷酷而残忍的利己。 黄小龙一看着女鬼, 一袭血红的衣衫, 显然已经是进化到了红衣厉鬼的程度, 其隐藏在长发后面的脸蛋, 倒是挺精致的, 生前应该是个漂亮姑娘, 年龄也不大。 可惜了, 腰褶变鬼了, 还害过人, 变成了红衣厉鬼。 如果不是黄小龙的出现, 苏小强就将是他害死的下一个人。 小强不在这里啊, 你别找他了。 黄小龙心头杀鸡一动, 脸上却是笑眯眯的倒。 不行, 他必须出来见我, 他拿了我的东西, 他接受了我的定情信物, 那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女鬼阴惨惨的道。 你说的是这破烂玩意儿吧? 黄小龙把那枚金戒指拿了出来。 这特么还是你最珍贵的东西, 我看就一垃圾。 我的戒指, 我的金戒指, 怎么, 怎么在你手上? 女鬼立声咆哮, 四面八方阴气滚滚。 顿了一下, 他忽然语气柔缓了一些。 既然定情信物在你手里, 不如, 就你做我老公吧。 这话一说, 柳菲磊麻起胆子偷看了女鬼一眼, 忍不住他。 小龙, 这女鬼长得挺好啊, 你会不会动心, 和他啪啪啪啊? 额, 菲磊, 你以为, 我像你一样, 那么重口味? 黄小龙无语地摇了摇头。 你说他长得好, 行, 你看仔细了再说。 说完, 黄小龙拿出一张现行符, 斗手之间, 符转自然, 一道金光在屋里闪过。 顿时, 女鬼就变化了模样。 他现在这个样子, 是用来迷惑生人的, 被现行符一照, 他临死前的模样就暴露了出来。 只见他满脸都是现血, 脸颊上插满了玻璃碎片, 脖子上和咽喉上, 也插了好几块丰瑞如匕首的玻璃片。 血流如注。 啊…… 柳菲磊被吓得尖叫了起来。 哦, 看起来你应该是死于车祸, 车窗碎了, 玻璃碎片插了你一脸一身。 脖子上的血管被扎破了, 流血过多致死。 黄小龙煞有解释地道。 关你什么事? 女鬼眼中凶光毕露。 你到底做不做我的老公? 你要是拒绝我, 我就要杀了你, 杀了你。 你这枚金戒指给多少男人戴过了? 换言之, 你害死过几个男人了? 黄小龙将手中金戒指, 直接往窗外一扔。 死, 你, 你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弄丢了, 我要你死, 你是第十三个。 女鬼勃然大怒, 身形一闪, 直接就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五指如钩子, 直插黄小龙头部。 黄小龙不屑地冷笑了一下, 右手一翻, 掌心雷声轰鸣, 闪电盘绕。 天雷神, 地雷神, 五百蛮雷任我用, 急急如律令。 一甩巴掌, 一道道掌心雷轰杀了出去。 轰。 女鬼的魂体, 直接被轰得四分五裂, 抱成了满地的碎肉, 不停地蠕动。 不过, 黄小龙明显留守了, 他没有直接把女鬼轰得魂飞魄散。 屡屡残魂, 在艰苦地重新凝聚着, 女鬼的头颅滚到一边, 嘴巴诡异地开合, 开始声泪俱下地哀求起来。 饶命, 饶命, 赏仙饶命,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是婚礼当天, 遭遇车祸死了, 我心里有怨气, 我不甘啊, 所以我做了鬼, 才会不停地找老公, 吸他们的氧气, 赏仙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别特么废话。 黄小龙冷笑道。 刚才你不是挺拽的吗, 现在知道错了, 你闭嘴, 我来问你, 你回答。 是, 是, 是。 女鬼惊骇恐惧。 那辆330路鬼车是怎么回事? 黄小龙问道。 哦, 那, 那辆车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它是让我们鬼坐的车, 其他的, 我不知道, 赏仙, 您放过我吧。 女鬼的头颅, 流着泪求饶道。 哦, 你不知道。 黄小龙心头略微有些失望。 邪髓, 你已经害死了十几个男人, 虽然我很善良, 但也放你不过, 灰飞烟灭吧。 黄小龙又是一甩手, 又是一道道龙蛇般的闪电 劈了出去, 彻底将满地的碎肉 烘成鸡粉, 湮灭消散。 屋子里只剩下一丝丝刺鼻的臭气, 但却再也没有半点阴气和杀气的存在了。 哇塞, 小龙, 你, 你把这个吓人的厉鬼消灭了, 你好帅啊。 柳飞雷一脸花痴地看着黄小龙, 看着黄小龙秒杀厉鬼, 无一风凛凛的样子, 柳飞雷简直动心到了极致, 区区区红衣厉鬼而已, 想杀就杀。 黄小龙满不在乎地说道, 不过, 这个红衣女鬼虽然解决了, 但330路公交车这桩灵异事件, 还悬之未绝。 我得立马去城隍街才行, 说不定能够找到当晚消失那辆330路公交车上的载逃抢劫杀人犯, 朱刚, 这家伙一定已经变成厉鬼了, 而且, 城隍街最近发生的一些分尸案, 一定和他有关。 被这只女鬼一闹腾, 黄小龙就看到, 柳飞雷眼睛里的春情和魅意, 明显地削弱了许多。 看来, 他的兴趣, 也是受到了影响。 黄小龙便不准备再留下来陪柳飞雷了, 笑道。 飞雷, 我现在有点事, 先走了, 等过几天我再来给你做个全面体检。 看看你那, 嘿嘿, 你那里, 是不是真材实料? 说完, 黄小龙转身就去。 柳飞雷赶紧追了上来。 小龙, 我和你一起去。 呃, 飞雷, 你别闹了好不好, 你知道我是去干吗? 我要去抓鬼。 黄小龙故意恐吓道。 柳飞雷有点怕怕地道。 小龙, 今晚我屋里闹了鬼, 你要是走了, 我实在是害怕得很。 我哪敢睡觉啊, 我和你一起去。 小龙, 别扔下人家不管吗? 第384章 那晚发生了什么? 黄小龙也没劝阻柳飞雷, 他要当根替虫就游的他吧。 从柳飞雷家里离开, 时间倒是不算晚, 也就不到11点的样子。 黄小龙开着车前往城隍街。 所谓的城隍街, 在滨海属于一个贫民窟, 比荔枝区的环境还要差一些, 基本上是一个龙蛇混杂之地。 所以说, 那个在逃的抢劫杀人犯朱刚, 生前才会在城隍街租房藏匿。 小龙, 你这三更半夜地去城隍街抓鬼, 是抓什么鬼啊? 柳飞雷坐在副驾时, 一脸好奇地问道。 不过, 倒是有点刺激哈。 抓厉鬼, 一直生前就是逃犯, 死后更是自意杀人分尸的厉鬼。 黄小龙一脸笑嘻嘻的表情, 而且, 眼神之中, 还透露出来一种好玩的表情。 越凶残的厉鬼, 带给黄小龙的乐趣也就越大。 逃犯变成的鬼啊。 柳飞雷不寒而栗。 那, 那是够恐怖的。 把车停好。 两人走在街道上, 时间是晚上11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城隍街治安不太好的原因, 在这个时间段, 街道上冷冷清清的, 除了黄小龙和柳飞雷之外, 也不见有其他人。 柳飞雷索性就一把抱住黄小龙的胳膊, 这姿态亲密得好像热恋情侣一般。 小龙, 鬼在什么地方啊? 鬼呢? 黄小龙眼中幽光一闪, 四下里扫尸了一遍, 街道上只有零零散散几个面色惨白的小鬼在闲逛着, 时不时朝着黄小龙和柳飞雷这边看看, 但也不太敢靠近。 也就是一些孱弱的孤魂野鬼罢了。 朱刚的阴魂在啥地方呢? 黄小龙心头微微一动? 我这大晚上的, 专程跑来灭他, 他不会不出现吧? 我去! 走着走着, 前面出现了一条很长的巷子。 月光都照不进那条巷子, 显得十分幽暗。 巷子长达百米, 通往一个破破烂烂的老小区。 黄小龙在网上查到的资料表明, 最近在城隍街发生的几起恶性杀人分尸案, 基本上案发地点全部都是在这条巷子里。 呃, 小龙, 这个, 这个巷子有点, 有点恐怖的样子, 鬼, 鬼就藏在巷子里吗? 柳飞雷牙关打战。 嘿嘿嘿。 黄小龙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飞雷, 巷子里到底有没有鬼, 咱们进去瞧瞧不就知道了? 说完, 黄小龙抬脚就朝那条幽深的旱道走去。 柳飞雷郊躯哆了一下, 更是死死抱着黄小龙胳膊, 麻着胆子和黄小龙一起走了进去。 走到一半, 忽然, 在巷子两边的高墙上, 挑来了几个惨兮兮的孤魂野鬼, 坐在那儿怯怯思议地聊天。 又有两个生人要被分尸了。 嘿嘿嘿, 这一男一女, 搞不好是想在这条巷子里亲热, 可他们没想到, 他们活不长了。 那, 那老哥真是太, 太凶残了, 每天晚上藏在这里害人, 还特么分尸, 把人的肠子内脏都弄出来玩, 真是变态啊。 别说了别说了, 那位老哥要来了, 咱们不要看热闹了, 要不然, 把我们也给弄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巷道里骤然阴气密布, 地面下, 不断有浓浓的血水往上翻涌, 腥臭的气息, 冲天而起。 趴在高墙上看热闹的孤魂野鬼, 惨叫了几声, 就逃之夭夭了。 黄小龙的脚步, 也是停顿了下来, 眼中浮现出来一丝丝亢奋之色。 柳飞蕾颤声道, 小龙, 你, 你是不是发现厉鬼了? 黄小龙还没回答, 只见向道的一端, 也就是他和柳飞蕾面朝的方向, 一道阴煞之气滚滚而来, 并伴随着一种在地面上 咔嚓咔嚓摩擦式声音。 阴气来得极快, 幽暗的环境中, 只见一条壮硕的身影, 身上卷起阴气, 一步步地朝黄小龙和柳飞蕾走了上来。 仔细一看, 这家伙身穿成衣, 是个男人模样, 头盖骨掀掉了, 有一些白色的脑浆在咕咕咕地冒着抛, 口鼻一斜, 脖子歪在一边, 看样子是颈椎都折断了, 腹部还插入了一块铁片, 肠子都拖拽了一地。 黄小龙在网上找过朱刚生前的照片, 他可以确定, 眼前这个成衣厉鬼, 就是朱刚。 这时, 朱刚手里握着一把气淋淋的东营武士刀, 刀尖触地, 他一走就发出卡卡卡的摩擦声。 小龙, 柳飞磊发出一声短促的哀嚎, 人就躲在了黄小龙身后, 吓得眼睛都闭了起来。 忽然, 那成衣厉鬼朱刚眼中浮现出来一抹戏虐之色, 挥动着手里的武士刀, 宁笑了起来。 抢劫, 不许动, 现在是抢劫, 把你们的肠子, 心脏, 胃, 统统给老子浇出来。 那杀, 你先别吆喝, 你就是朱刚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道, 你生前就杀过人, 业力深重, 死后更是躲在生前租住的小区附近, 疯狂骇人, 因此, 你已经进化成成衣厉鬼了。 嗯? 你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朱刚愣了一下。 对了, 我想问问, 那天晚上, 你坐330路公交车,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是谁把你和车上的其他人害死了? 黄小龙问道, 我看你的死状, 头盖骨被掀飞了, 脑浆泵裂, 颈椎折断, 肚腹处遭到铁片切割, 是车祸而死。 那天晚上, 成衣厉厉鬼朱刚的面容, 骤然有些心计, 好像是回忆起来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他并没有回答黄小龙, 而是癫狂地吼叫道, 抢劫, 抢劫, 不要说废话了, 我喜欢抢劫, 去死吧。 下一秒, 朱刚提刀朝黄小龙杀了过来。 他那口武士刀上, 陷血滴落, 并散发出让人窒息的煞气。 作为一只成衣厉鬼, 朱刚还是极其凶残的, 话音刚落, 他的鬼体就闪到了黄小龙的身前, 手起刀落, 直砍黄小龙的脖顶。 这一刀太厉害了, 躲在黄小龙身后的柳飞蕾, 只觉得全身如坠冰窖, 每一个毛孔细胞都被冻结了起来。 黄小龙嘻嘻一笑, 随手一拳打了出去。 拳头之上, 包裹着三色火焰, 壮如天神。 轰。 权味道, 朱刚身上的阴气, 就好像破布一样, 被撕了个粉碎。 砰。 一拳打实了, 将朱刚打出去十几米, 手中五十刀掉落, 鬼体凌空迸发出不绝鱼耳的嗤嗤声, 焚烧了起来, 轻烟鸟鸟。 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小龙一个闪身冲了上去, 在朱刚的鬼体摔落在地的同时, 一脚踩在他的胸口。 我没有耐心, 快说。 第三百八十五章 上车。 成衣厉鬼朱刚, 被黄小龙踩在了脚下。 他的鬼体被焚烧着, 散发出焦臭的气味, 依然是奄奄一息。 赏贤, 求饶命, 我, 我说, 我说。 朱刚不敢再忤逆黄小龙, 一边哀求一边诉说了起来。 原来, 那天晚上, 朱刚搭乘三百三十路公交车, 本来是准备去荔枝区附近蹲点, 下车之后, 便进行策划好的抢劫行动。 结果, 中途上了一女二男。 然后呢,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公交车司机, 居然不顾乘客的贺旨, 开着车直接来到了一片荒山, 然后把车往悬崖下面开。 公交车坠崖, 司机和车上的乘客, 当场就死光了。 朱刚死后, 魂体脱壳而出, 然后就听到, 中途上车的一女二男在对话。 女的啰啰啰娇笑道, 江晨熙, 你现在满意了, 又是一起磕大车祸, 死了这么多人, 你开心了? 那个叫江晨熙的男子, 却是阴着脸冷笑道, 这算什么? 对于你们来说, 一个鬼遮掩, 把司机迷住了, 轻而易举就能制造这一切。 说着说着, 那一女二男便从公交车里钻出去, 一边笑一边扬长而去。 后来, 这一车惨死的人, 包括司机和所有乘客, 除了几个生前良善之辈, 自觉地去地府投胎之外, 其他尽数变为厉鬼。 朱刚因为生前杀的人不少, 业力太深重, 死后直接变红衣厉鬼了。 这群厉鬼将那辆坠崖的 330路公交车, 变成了鬼车, 每天晚上在市区里开着。 遇到有鬼要搭车的, 他们便停下来。 如果有生人碰巧看到鬼车, 要上来, 他们也不会介意。 只不过, 误上鬼车的生人, 多半是被他们给害死了。 那天苏小强之所以幸免于难, 还亏得那红衣女鬼, 给了她一枚金戒指, 提前把苏小强内定为她的猎物。 否则, 苏小强根本下不了车。 江晨熙? 黄小龙目光闪烁。 也就是说, 害死你们这一车人的, 是三只鬼, 一女二男三只厉鬼。 不是, 不是。 朱刚摇头道, 上线, 那三个中途上车的, 有两个是鬼, 还有一个是生人, 就是名字叫做江晨熙的那家伙, 并不是鬼, 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听到这里, 黄小龙心头微微一沉。 也就说, 一个男人, 带着一男一女两只鬼, 在夜里上了三百三十路公交车, 故意制造了一起车毁人亡的祸事。 有趣, 难道, 这个江晨熙有仇人恰好在那辆三百三十路公交车上, 所以, 他让两只鬼帮忙, 将这一车人都弄死了。 黄小龙心念转动, 便是对朱刚问道, 你们那一车人里面, 有江晨熙的仇人? 没有啊, 死了之后, 我们都怨恨得很, 极度不甘, 我们就是白死的。 江晨熙, 我们没有一个人, 生前认识那个什么江晨熙, 晕了, 上线, 我们死得太冤了。 朱刚音策策地嚎哭了起来。 好怪, 既然车里没有仇人, 那名叫江晨熙的家伙, 为什么要制造这一起特打交通事故? 难道是吃饱了没事干? 亦或者, 本身就是个心里扭曲的变态杀人狂。 不过, 不管如何, 他和鬼在一起, 还能让鬼帮他杀人, 这人不简单。 呵呵呵, 道士, 江晨熙是个道士。 黄晓龙咕弄着, 他对那江晨熙,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后, 黄晓龙拿出纸笔, 根据朱刚的描述, 把那江晨熙的画像给临摹了下来。 画像中, 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 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五官匀衬, 鼻梁微高, 倒是丝丝纹纹的样子。 只不过, 那眼睛片后面的眼睛, 却是给人一种阴森诡秘的感觉, 让人看久了就会对画像中的人, 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 黄晓龙又问清楚了那辆鬼车行驶的时间段和路线。 每一天晚上, 鬼车都会按照330路的线路跑几趟, 时间也就是在11点之后。 当晚车祸死亡的鬼, 譬如朱刚, 每晚都会在临死前上那辆330路公交车的站等车, 然后搭车。 了解到这些情报之后, 黄晓龙一挥手, 一团三昧真火从掌心喷勃而出, 将朱刚的鬼体焚烧成一撮黑灰, 让它彻底魂飞魄散。 飞磊, 你现在是要回家还是继续和我一起玩? 黄晓龙笑着对柳飞磊道, 我, 我当然是和小龙你一起啦, 我可不敢单独回去, 今晚也不敢一个人睡觉了。 柳飞磊黏着黄晓龙, 三两步跑过来抱着黄晓龙的胳膊, 感受着黄晓龙身体传来的温度, 心里特别有安全感, 还不停地拿黄晓龙的胳膊去蹭他那柔软的山包。 那随便你啦。 黄晓龙带着柳飞磊就从巷道里退了出去。 小龙, 我们现在要去啥地方啊? 柳飞磊问道, 还有鬼要抓吗? 呃, 现在去坐三百三十路公交车。 黄晓龙咧嘴一笑。 那是啊, 这个时间段, 收车了吧。 柳飞磊狐疑不定。 黄晓龙笑了笑, 并没有深入解释。 他拿出手机, 把江晓曦的画像拍个几张照片, 然后给林静发了几条微信。 静姐, 睡觉了吧? 有空帮我查查这个男人, 名字叫江晨曦。 发完微信, 黄晓龙带着柳飞磊驱车来到三百三十路公交车必经的一个站。 把车停到路边, 黄晓龙和柳飞磊站在站牌下面, 孤零零地等了起来。 夜风吹得满街的纸械飞扬, 街上珍珍就没有一个人影, 冷清得很。 我说, 小龙, 如果让人知道,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还还在等公交车, 一定一定会笑死人的。 柳飞磊感觉到了一丝丝凉意, 双手环抱着, 侧头看着黄晓龙笑了一下。 嘿嘿, 是啊。 黄晓龙目光左顾右盼,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辆鬼车。 十几分钟之后, 只见, 公路上, 一辆公交车, 以不快不慢的速度, 朝这边开了过来。 车来了。 黄晓龙精神一震。 他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一辆330路公交车。 没有啊, 小龙, 公交车呢? 我怎么看不见? 柳飞磊愣证道。 黄晓龙拿出一张现行符烧了, 柳飞磊顿时看了个一清二楚。 只见, 那辆330路公交车, 通体包裹在一层层黑色的阴气之中, 车已经破烂不堪, 前面的荡风玻璃和四周的车窗, 都已经碎掉了。 车身上, 斑斑勃勃的, 尽是血迹。 这就好像, 是一辆从地狱中, 开来的公交车。 小龙, 这, 这玩意儿就是鬼车, 造型太诡异了, 吓尿了。 柳飞磊吓得缩脖子, 把黄晓龙的手抓住了。 黄晓龙远远地就开始招手, 那辆330路公交车, 开始减速, 靠站。 车门打开, 一股阴风嗖的一下就吹出来了。 飞磊, 上车。 黄晓龙拉住柳飞磊的御手, 兴奋莫名地上了车。 尼玛, 终于找到失踪已久的滨海330路公交车了。 第386章 江晨熙的资料。 一上车, 在车内绿惨惨的光线映照下, 黄晓龙就看到了司机, 只见他一脸鲜血, 左眼珠子还悬挂在外面, 脸上和额头上插了两块玻璃, 此刻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目不斜视的样子, 像是一个很严谨的老司机。 黄晓龙拉着吓软了的柳飞磊便朝车内走去, 忽然, 那司机阴测测地道, 还没投币呢。 哦, 忘了, 不好意思。 黄晓龙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叠明纸, 尽数塞进投币箱。 司机这才满意地笑了笑。 只不过, 这笑容, 真是要多甚人有多甚人。 飞磊, 坐车玩。 黄晓龙兴致勃勃地拉着柳飞磊, 在车里随意找了个两个座位, 坐了下来。 黄晓龙一观察, 车厢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好人, 鬼, 进阶默默地低着头, 看不清楚他们的样子。 车门一关, 鬼车继续遵循着 三百三十路公交车的线路, 朝前方的站开去。 就在这时, 坐在黄晓龙和柳飞磊前面的一只鬼, 身子没动, 脑袋却卡擦卡擦地一转, 来了个旋转一百八十度, 一张猙獰恐怖的鬼脸, 直盯着柳飞磊。 这家伙是只男鬼, 满嘴的鲜血, 牙齿都尽数崩断了, 一根铁钉插在了他的脖子里面, 鲜血像是喷泉一样往外喷着。 你们这是到哪儿下车呀? 那只鬼咧嘴一笑, 柳飞磊只觉得有一股冷风在他身上打转, 冷得他连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 哈哈哈哈, 好了, 这辆车从今天开始报废了。 你们呐, 以后到晚上的也别出来溜达了, 该去什么地方, 就去什么地方吧。 黄晓龙朗声一笑, 咔! 文言, 那司机手牵一脚刹车, 把车给停了下来, 然后转头恶狠狠地瞪着黄晓龙, 似乎是恨不得将黄晓龙咬碎了吃掉。 与之同时, 车厢里的鬼, 一支支的, 尽数站了起来, 都用怨毒而邪恶的目光, 看向黄晓龙和柳飞磊。 阴风惨惨, 鬼气七七, 这场面, 比任何恐怖片还吓人的不知道多少倍。 黄晓龙也懒得再和这群厉鬼消耗时间了。 随手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大把浮转, 直接扔出。 浮转在车厢里飞旋, 一张张好似长了眼睛, 分别贴在了每一只厉鬼的脑门上。 天雷地火, 地雷烽火, 阳雷神火, 阴雷金火, 土雷真火, 威震八方, 五月催青。 哄哄哄哄。 浮转禁术自然, 一道道惊雷无中生有, 仿佛是从冥冥中劈了出来, 直直地劈在这些厉鬼身上, 刹那间就把他们劈得魂飞魄散, 化为一缕缕烟尘。 秒杀? 毫无悬念。 极度震撼的秒杀。 原本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的柳飞蕾, 此时却是被黄小龙的绝世风姿震惊得无以复加。 在他看来, 此刻的黄小龙,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战神下凡。 刚才黄小龙灭杀群鬼的画面, 就跟好莱坞的大片一样, 看得他又过瘾又痛快, 目眩神迟。 好了, 飞雷, 鬼车里的鬼都灰飞烟灭了, 这辆鬼车也…… 黄小龙正在说话, 赫然, 柳飞蕾玉壁直接搂住黄小龙的脖子, 那张很是清纯的小嘴, 却是直接把黄小龙的嘴给堵住了。 呃, 黄小龙, 被抢吻了。 十分钟之后, 两人从鬼车上下来。 黄小龙摸了摸有些发麻的嘴, 不满的道。 飞雷, 过分了, 我嘴都被你亲麻了。 柳飞雷眼波如水地站在黄小龙跟前。 抱歉, 小龙, 实在是情难自禁, 你太帅了, 你太有形了。 不过, 你怎么那么会稳? 黄小龙有点怀疑地看着柳飞雷。 别误会, 小龙, 这可是人家的初吻, 至于你说技术很好, 你难道忘了我是干嘛的? 柳飞雷扑闪着精灵一般的眼睫毛。 人家可是剑黄狮啊, 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片, 自学了几十种姿势, 上百种玩法。 小龙, 人家可不只是会接吻, 还会, 嘻嘻嘻,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还真是挺好学的。 黄小龙咕弄了一句, 然后看了看鬼车。 此时, 鬼车散发出来的阴气已经荡然无存, 它也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一辆遭遇了重大交通事故, 破烂不堪的公交车。 车身上, 除了斑驳血迹之外, 还有不少的泥沙, 青苔, 乌痕。 这辆车我就不管了。 明天有人看到后, 就会报案, 警察会过来处理的。 呵呵呵, 不知道, 失踪已久的330路公交车, 重建天日, 会在滨海引起多大的轰动, 又不知道有多少灵异爱好者, 会由此编造出各种精彩的故事。 黄晓龙笑了笑,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到江晨熙。 那个制造这起交通事故, 造成多人死亡的罪魁祸首。 在江晨熙身边, 还跟着两只鬼呢, 这家伙会不会是道士? 黄晓龙正准备带着柳飞蕾离开, 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这么晚了, 谁打电话给我呢? 黄晓龙拿出手机一看, 是林静打过来的电话。 黄晓龙接听电话。 静姐, 你怎么还没睡? 小龙, 你在外面吗? 林静那充满了女人味的声音, 让得黄晓龙心里暖乎乎的。 嗯啊, 静姐, 我在外面玩一会儿。 不过马上就准备回家了。 黄晓龙笑道, 那啥? 小龙, 你刚才发微信给姐, 还发了几张照片, 让姐替你查一个叫做江晨曦的人, 对吧? 姐给你查到了。 林静笑道, 这么快, 就查到了。 黄晓龙愕然。 对啊, 因为, 这个江晨曦, 她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经历, 姐也是关注这个人一段时间了。 因此, 一看你发的照片, 基本上不用查, 便能将她的一些资料告诉你。 林静的声音里, 也是充满了好奇。 小龙, 你查她做什么? 呃, 静姐, 我怀疑这家伙和滨海失踪的330路公交车有关。 黄晓龙也不隐瞒林静。 毕竟是自己的未来老婆嘛, 一般的事, 也不必瞒她。 什么? 林静在电话那边, 骤然一惊。 滨海330路公交车, 有一辆在开夜班的时候, 突然失踪, 整个滨海市找了个遍, 居然找不到。 这起案件, 已经被归为灵异事件了。 小龙, 你, 你难道发现了什么线索? 呵呵呵呵, 静姐, 你先别问, 你快告诉我, 那个江晨曦的事, 你说她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经历, 到底有多奇怪啊? 黄晓龙急忙问道, 嗯, 小龙, 姐这就将此人的可疑之处, 尽数告你你, 你听好了。 林静的语气, 越来越严峻。 第387章 锁定位置 电话那边, 林静整理了一下头绪, 飞快地说道, 江晨曦, 男, 28岁, 滨海本地人。 她出生于一个极为普通的 工心家庭, 从小学习成绩一般, 毕业于滨海一所三流大学。 可以说, 从履历上看, 江晨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 她的未来, 也将会是极端平凡的。 可是, 改变来自于两年前, 林静的语气, 变得有些慎重了。 不得不说, 黄小龙的兴趣, 也是野来越大了, 听得津津有味。 境界, 两年前发生什么事情了? 两年前, 江晨曦, 遭遇了一场车祸, 一场极为严重的车祸。 林静凝重道, 黄小龙心头一动, 车祸, 又是车祸。 那一次, 江晨曦是参加一个旅行团, 去外省玩。 可是, 在途中, 满载游客的大巴车, 坠落悬崖。 林静的声音变得沉重。 那是一起非常惨烈的交通事故。 车上, 司机导游乘客, 一共是48人, 几乎尽数当场死亡。 可是, 江晨曦, 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住院三个月之后, 江晨曦辞去了工作。 她开始自主创业。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 她便是获得了让人难以相信的成就。 如今, 她拥有一家市值十几亿的大公司, 并被市里多次评为杰出青年。 小龙,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古怪吗? 在电话那边, 从林静的声音来看, 相信她此刻的表情, 亦是充满了疑惑。 小龙, 商场如战场, 生意是很难做的。 俗话说, 寒门难出贵子。 江晨曦的履历太平凡了, 她没有大富大贵的亲戚, 没有当官的朋友, 可以说是纯草根。 而且, 她自身也没有过人的能力, 学历也不高。 车祸之前, 她供职的公司, 对她的评价是很低的, 老板有好几次, 都差点炒她的鱿鱼。 就这么一个人, 在车祸之后, 短短一年多时间, 居然白手起家赚到了十几亿, 在滨海商界,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奇迹了, 更可称之为一个神话。 在创业的过程中, 江晨曦的许多竞争对手, 都莫名其妙地倒霉, 生病, 甚至猝死, 我们警方当然有怀疑是江晨曦做的。 可是, 找不到任何证据, 表明是她在作祟。 总而言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她的所有竞争对手, 纷纷出现各种难以理解的状况。 也难怪林静会关注江晨曦这个人, 根据以上描述来说, 她问题很大。 如果说, 江晨曦是一个道士, 会屈神弄鬼, 那么, 发生在她身上的一系列疑问, 就能解释得通过了。 不过, 不对, 黄小龙心念电传。 从江晨曦的履历来看, 车祸之前, 她就只是个普通人, 和道书是沾不上关系的。 她也不可能在车祸之后, 住院的几个月, 摇身一变, 成为道士。 静谏, 那啥, 车祸前和车祸之后的江晨曦, 判若两人, 你是不是怀疑, 那场车祸出了问题? 黄小龙一边思考一边问道, 对, 那场车祸,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一定是有什么非比寻常的事, 发生在了江晨曦身上。 或许, 林静沉吟了一下, 发生在江晨曦身上的事情, 或许, 是用科学无法解释的。 小龙, 在这个领域, 你可是大能啊, 要不, 你好好查一查江晨曦。 那啥, 你怀疑她和滨海330路公交车失踪事件有关,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呃, 静姐, 我正好要查江晨曦, 等我把事情搞清楚了, 再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吧。 黄小龙咕弄着, 车祸, 车祸, 对了, 静姐, 江晨曦出车祸的地方, 具体是啥地方啊? 是在省道上。 林静回答道, 车祸现场也没什么特别的, 哦, 我想想, 翻车的地方很荒屁, 好像是一片乱葬岗。 乱葬岗? 黄小龙心中忽然一动, 已是有了一些猜测, 一些很大胆的猜测。 小龙, 要不你明天开始, 盯住江晨曦。 林静反而怂恿道,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 不过没关系, 明天让子聪用卫星定位, 把他的具体位置发给你。 啊, 卫星定位? 黄小龙一致。 啰啰啰, 是啊, 子聪有军方的一些人脉, 这很容易的。 好了, 小龙, 时间不早了, 你快点回家休息吧, 别在外面瞎逛, 小心有什么女鬼看上你, 把你抓去当老公。 啰啰啰, 小龙, 挂了, 拜拜。 林静在银铃般的欢笑声中, 挂了电话。 哼, 女鬼是没有, 可女人就有一个。 黄小龙看了看站在他身旁的柳飞蕾。 飞蕾, 我准备回家睡觉了。 柳飞蕾兴演韩波, 春情妩媚地看着黄小龙。 他的长相本来就是青春玉女类型的, 但此刻透露着如此撩人的眉眼, 这就形成了一种莫大的吸引力, 让黄小龙心痒难挠。 暖沙, 小龙, 今晚家里闹了鬼, 我是没办法回家住了。 要不, 收留我一晚上拜, 放心吧, 明天一大早我就去上班, 不会给你添麻烦, 我也会保密的。 柳飞蕾用可怜巴巴的眼神, 凝望着黄小龙。 那好啊, 飞蕾, 去我家住一晚上吧。 黄小龙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柳飞蕾想干嘛, 他还不清楚。 啊,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今晚注定要发生一些事情啊。 当下, 黄小龙开着车, 把柳飞蕾带回了家。 哇塞, 小龙, 原来你家住在海港别墅小区啊, 太有钱了呀。 柳飞蕾站在黄小龙别墅的客厅里, 眼镜直勾勾地打亮着金币辉煌的装饰。 这别墅原来是滨海第一凶宅, 被我搞定之后, 就成我家了。 买过来的时候其实很便宜。 黄小龙笑道, 再便宜也得几百上千万吧。 柳飞蕾嘖感叹道, 玄机势然一笑。 不过想想也没什么, 小龙你那么厉害, 那么有本事, 赚钱还不简单。 飞蕾, 我看你这个胸呢, 大得有点离谱了, 好像假的哟。 黄小龙笑嘻嘻地看着柳飞蕾。 噗, 小龙, 我摸过了, 真的, 绝对真的。 来来来, 你来摸一下看。 柳飞蕾直接朝黄小龙黏了过去, 眼睛放电。 这一晚, 黄小龙从少年变成了男人。 农村孩子, 终于走出了这一步。 太奇妙了。 而且, 体验很棒啊。 柳飞蕾把自己从片里学到的知识, 尽数都运用上了。 什么藤云蛟龙啊, 蜘蛛结网啊, 旋转木马啊, 统统来了个遍。 第二天一大早, 黄小龙看着洁白被担上, 那一团妖艳的红色, 心头也是涌起一丝丝难言的柔情, 一把将柳飞蕾抱了过来。 此刻, 他身上布满了淡淡的烟红, 他的皮肤本来就如同穷枝一般白嫩, 染上了这一层红韵, 更是好看到了极点。 小龙, 好疼耶。 柳飞蕾微微醋眉, 昨晚你也太狂了, 要不是我多年看片, 积累了不少经验, 肯定被你给弄死了。 哈哈哈哈, 疼, 没关系, 要不我给你贴一张纸痛符。 黄小龙嘻嘻一笑, 不用了啦。 柳飞蕾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 让我疼吧。 昨晚, 快乐是你给我的, 痛苦也是你给我的。 我要记住你给我的所有, 嘻嘻, 小龙, 我好爱你啊, 你放心吧,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也是最后一个, 我发誓。 我说你还挺文艺的。 黄小龙紧紧地把柳飞蕾抱住了。 早上九点半, 林子聪在书房里, 拿出手机, 拨出了一连串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长达二十几个数字, 非常的复杂。 电话打通之后, 密码, 口令是, 请求使用卫星, 追踪目标的手机号码为, 挂了电话, 林子聪开始操作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界面不断变化, 最后, 出现了一幅滨海市的卫星地图。 然后, 地图不断地缩小。 最终, 精确地定位到了滨海市某区, 某个住宅小区。 在这个住宅小区的一套独栋别墅中, 出现了一个红点, 锁定目标位置了。 林子聪满意地笑了笑, 江晨熙, 既然我帮老师锁定这家伙的卫星定位, 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得罪老师了? 哈哈哈哈, 如果是, 那我只能说, 自求多福了。 得罪了我老师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 哈哈哈哈。 书房里, 传来林子聪幸灾乐祸的大笑声。 第388章 方昭雪, 危险。 折腾一夜之后, 柳飞磊还是坚持忍着疼去公安局上班了。 黄小龙躺在床上回忆着昨晚那些销魂的细节, 倒也是挺甜蜜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 林子聪给黄小龙打了个电话过来。 老师, 你让我监控的那个人, 目前离开了住处, 正开车在市区里瞎逛呢。 呃, 监控的人? 哦, 你是说江晨熙吗? 黄小龙愣了一下, 旋即心头浮出浓浓的兴趣。 对于江晨熙这个人, 黄小龙现在的确很感兴趣, 并想要迅速与之接触。 呵呵, 一个在乱葬岗经历了车祸的唯一幸存者。 一个在一年之内, 白手起家, 创造了滨海商业神话, 资产十几亿的杰出财俊。 一个令所有竞争对手, 统统陷入各种困境的高手。 一个和鬼做朋友, 制造出330路公交车失踪悬案的幕后黑手。 这一切, 不得不让黄小龙急于去调查个究竟。 对对对, 老师, 就是江晨熙, 他惹到老师您了。 林子聪的声音里, 蕴满了讨好之意。 这个嘛, 你就别多问了。 黄小龙笑道。 呃, 那行, 老师, 我继续监控他。 目前他的位置还不固定, 等会他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把坐标发给老师。 林子聪赶紧道。 一直到黄小龙吃过了晚饭, 林子聪那边, 才将江晨熙的坐标位置, 发到了黄小龙微信上。 这家伙目前在新, 区的一间咖啡馆。 黄小龙马不停蹄地开着车, 直奔江晨熙所在的咖啡馆。 嘿嘿, 说不定, 今晚就能揭晓答案呢。 黄小龙满心期待。 美丽会咖啡馆。 这是一间逼格极高的咖啡馆。 优雅的音乐在咖啡馆中徜徉着, 适宜的灯光和微暗的主体, 会让置身其中的人, 感到极为的舒服惬意。 当然了, 这间咖啡馆的消费也是极高的, 一杯普通的咖啡, 就要比其他咖啡店的贵几倍, 走的是高端路线。 这时, 在咖啡馆的一个精美包间内, 一男二女, 正坐着一边喝咖啡, 一边聊天。 那男子, 大约二十来岁, 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五官匀衬, 鼻梁微高,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 穿着也极为的奢华。 不过呢, 在那眼睛片后面, 一对瞳孔却是偶尔会浮现出英质的表情, 如果盯着他的眼睛看, 看久了就会产生一些厌恶与害怕的感觉。 如果黄小龙在这里, 就一定可以辨认出来, 这男子, 便是他要寻找的目标, 江晨熙。 坐在江晨熙对面的两个女孩, 齐年玉帽, 眼值都极高。 其中一个身穿白色绒裙, 如墨的青丝有些随意地落在肩膀上, 显露出一些柔美的样子, 而他的翘脸上, 却没有一丝化妆品的痕迹。 可以说, 这女孩子是天生丽质。 这女孩, 黄小龙也认识, 便是, 方昭雪。 滨海市场方世杰的独生爱女, 方昭雪。 此时的方昭雪, 神色间明显便是有些不耐, 她咕弄道。 之前我说过, 吃完晚饭就回家的。 噗, 昭雪,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不如多玩一会儿啊。 有我陪着你, 你还担心江总吃掉你吗? 好了啦, 再玩一会儿, 这间咖啡馆的环境真的很棒呢。 坐在方昭雪身旁的红衣少女, 颜值略输给方昭雪一筹, 这次便是在极力劝说方昭雪留下来玩。 说话见, 红衣女孩也是给江晨熙连连递着眼色。 江晨熙伸手扶了一下眼睛, 彬彬有礼地笑道。 昭雪, 你就这么不待见我, 呵呵, 没什么, 坐一会儿, 我送你回家。 叔叔不也是鼓励你经常出来玩, 多结交朋友吗? 江晨熙口中的叔叔, 自然便是方昭雪的父亲, 市长方世杰。 近年来, 江晨熙的锋芒泰盛, 成为了滨海年轻一代中, 炙手可热的人物。 方世杰的意思, 也是让自己的爱女, 多多接触这一类人中龙凤, 对于她毕业之后的发展, 自然大有必义。 不可否认地说, 方世杰还是很看好江晨熙的潜力。 而江晨熙, 心中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那就是, 掠夺方昭雪的身心, 成为滨海市长的女婿。 一旦成功, 可是说, 江晨熙的平台就稳稳上升几个档子。 她也是个有野心的人呢。 只不过, 方昭雪比她想象中, 更难搞定, 别说夺得她芳心了, 就连单独约她出来, 也不是容易是。 今天, 江晨熙是买通了红衣女孩, 也就是方昭雪的好朋友, 才如愿以偿地约方昭雪出来吃了顿晚饭。 可是, 晚饭后带方昭雪来咖啡馆, 她却是急着要回家, 这让江晨熙, 大为地恼火。 不是啊, 我, 其实我也不喜欢喝咖啡的, 况且, 最近我身体比较虚, 我想早点回家休息了。 方昭雪坚持要走。 说实话, 江晨熙固然优秀, 但给方昭雪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她在面对江晨熙时, 心里总是有点发毛, 有时候还会起鸡皮疙瘩。 哼, 方昭雪, 你还真是傲娇呢, 我想用正常的手段, 征服你的身心, 你却端架子, 不是抬举的女人, 如果不是看在你是市长爱女, 有利用价值的份上, 我早就让你滚蛋了。 哼哼哼, 既然你明弯不灵, 就别怪我玩阴招了。 江晨熙眼中, 掠过一抹毒蛇般阴狠的光芒。 赫然, 在江晨熙的身上, 冒出一大片黑色的怨气, 不停翻滚, 在这些怨气中, 浮现出来了一张张鬼脸。 这些鬼脸,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小, 尽数都是争鸣咆哮着, 可怕到了极致。 下一秒, 一只几岁大的红衣小鬼, 直接从江晨熙身上的乌云般的怨气中, 挑了出来, 落在了方昭雪的肩膀上, 并且伸出两只枯瘦如柴的鬼手, 把方昭雪的眼睛给遮住了。 呃, 顷刻之间, 方昭雪胶躯便是轻轻一抖, 眼前朦朦胧胧地看过真切, 在她恢复了视觉之后, 就看到, 坐在她对面的并不是江晨熙, 而是黄晓龙。 方昭雪大喜道, 是你啊? 呃, 显然, 方昭雪是被鬼遮掩了, 她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幻想。 也就是说, 坐在她对面的只不过是江晨熙而已。 但是在她看来, 变成了自己心里最想见到的男人, 黄晓龙。 呵呵, 是啊。 昭雪, 等会喝完咖啡, 我开车带你去兜兜风。 江晨熙用魅惑的声音道, 好呀。 方昭雪几乎是考虑都没有考虑, 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脸蛋上面, 还浮显出来醉人的焦红。 呵呵呵呵, 今晚, 我就要得到你的身体。 哈哈哈哈。 方昭雪, 你不是很傲娇吗? 到最后, 还不是要在我江晨熙的胯下, 婉转成欢? 哈哈哈哈。 江晨熙心中, 爆发出得意的狂笑声音。 与之同时, 缠绕着她的许多阴魂, 也是节节怪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 哼, 包间门被推开了。 黄晓龙把脑袋探进来。 那沙, 没打扰到你们吧? 说话间, 黄晓龙眼瞳收缩如针囊, 直接凝视向了江晨熙。 第389章 给我废了它。 黄晓龙根据林子聪提供的坐标, 来到了这间咖啡馆, 一进来, 便是感觉到了极为浓烈的鬼气。 咖啡馆里, 有鬼。 不但有鬼, 还是厉鬼。 不但是厉鬼, 而且数量还不少。 所有的厉鬼, 都集中在一个包间内。 黄晓龙二话不说, 直接冲入包间, 恰好便是遭遇了他正在寻找的目标。 江晨熙? 或许在普通人看来, 江晨熙丝毫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在黄晓龙的火眼金睛之下, 江晨熙原形毕露。 此人黑雾附体, 一张脸宛如可不鬼脸, 他的脸孔, 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时而变成一只女鬼的样子, 时而变成老鬼的样子, 时而又是小鬼, 如丝循环往复, 连连变化了几十次,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鬼脸。 哦,原来是这样啊, 这家伙不是道士, 也不懂道法, 是有不少的厉鬼, 寄宿在了他的身体内。 江晨熙这样的情况, 说白了, 厉鬼就好像寄生虫一样, 生长在了他的体内。 换言之, 就是这些厉鬼, 把江晨熙的身体, 当成了一个可以容纳自己的容器。 当初, 那辆旅游大巴, 在一片乱葬岗翻车, 全车人都死翘翘了, 就剩江晨熙一个。 他没有死的原因, 便是乱葬岗的不少阴魂, 钻入了他的体内, 保护了他。 鬼上身很容易, 但是让鬼寄生在一个生人的体内, 这基本上就是千年难遇的事情了。 要让鬼寄生, 除非是极端特殊的体质。 恰好, 江晨熙就拥有这种体质, 可以说, 这种体质, 天生就是容纳鬼的极品容器。 遭遇车祸后, 江晨熙垂死边缘, 阳气所剩无几, 身体几乎不设防, 恰好就给了乱葬岗不少厉鬼, 趁虚而入, 进入他身体的机会。 因此, 在这场车祸之后, 江晨熙就变成了一个怪物。 一个体内寄生了几十只厉鬼的怪物。 也难怪他白手起家创业,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 就飞黄腾达。 一般的人, 根本玩不过这种怪物啊。 江晨熙只需要将寄生在体内的厉鬼, 放几只出去, 无论什么竞争对手, 都得倒大霉, 轻则生病住院, 重则猝死暴毙。 当然, 此刻的江晨熙并不知道, 黄晓龙已经看穿了他的底, 他脸色轻利, 对着黄晓龙嘶吼道, 你是谁, 你闯进来做什么, 给我滚出去。 黄晓龙看了方昭雪一眼, 心说, 方昭雪怎么在这里? 而且, 他居然还被江晨熙耍手段鬼遮掩了。 黄晓龙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昭雪, 我是来找你的。 在黄晓龙靠近方昭雪之后, 身上散发出一丝丝让阴魂十分忌惮的气息, 趴伏在方昭雪肩膀上的红衣小鬼, 用怨恨恶毒的目光, 瞪了黄晓龙一眼, 而后便是飘回到了江晨熙的体内。 方昭雪脑袋微微一蒙, 神志恢复正常, 看了看对面坐着的并不是黄晓龙, 而是江晨熙, 他心中又是疑惑, 又是慌乱, 怎么回事, 刚才, 刚才小龙大师, 他就坐在我对面, 邀请我晚上去兜风, 可, 难道我产生幻觉了? 虽然不清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方昭雪却是莫名地对江晨熙, 又厌恶害怕了几分。 他只想迅速逃离此地, 一个也不愿意逗留了。 当他发现, 此刻黄晓龙站在他身旁, 一脸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方昭雪如同看到了救星, 心头暖乎乎地, 说不出舒服受用。 一种强大不可思议的安全感, 注入到了方昭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就好像, 上次在春天酒吧, 差点被一群恶徒灵, 黄晓龙却是从天而降, 宛如战神一般, 将他从魔鬼手中拯救。 啊, 小龙大, 小龙。 方昭雪明媚地大眼中波光淋淋, 声音糯匿地对黄晓龙道, 小龙, 你来了啊, 那, 那我们, 我们走吧。 说着, 方昭雪站起身来, 有些抱歉地看着江晨熙。 江总, 不好意思, 我和, 我和小龙是约好了要去看电影的。 看电影? 江晨熙眼中, 闪过一抹狠毒的神色, 阴森森地盯着黄晓龙。 你是谁, 你和昭雪是什么关系? 这语气, 就像是在质问。 黄晓龙还没答话, 方昭雪抢着道。 我们是, 我们是, 朋友。 说话间, 方昭雪下意识地低下头, 两颊运红。 好吗, 这表情, 这神态, 傻子都能看出来, 所谓的朋友, 其实就是男朋友嘛。 对此, 黄晓龙真是哭笑不得。 挡箭牌? 方昭雪居然把我当成的挡箭牌。 不过嘛, 挡箭牌就挡箭牌嘛, 毕竟方昭雪也是女神级别的清诚游物, 做她的挡箭牌也不亏, 再说, 要挡的, 可是一个怪物哟。 哈哈哈哈, 是啊, 看电影。 黄晓龙点头承认道。 嗯, 江晨熙的眼角, 很明显地抽搐了一下。 黄晓龙观察到, 江晨熙脖子上面的一条青筋, 蟒蛇斑鼓了一下, 这明显就是怒气爆发, 心跳加速, 血液上涌的状态。 方昭雪也感觉到江晨熙是恼羞成怒了, 她一咬牙, 直接抓住黄晓龙的手。 小龙我们走吧, 时间快到了, 我们走。 说着, 方昭雪竟是拽着黄晓龙, 像逃难一样, 走出了包间。 哎, 我说你, 你别急啊。 黄晓龙无语了。 你那么怕她干嘛? 包间呢? 哼。 江晨熙一脚将木制的茶几踢飞了, 整个人处于一种暴怒的状态中, 脸上浮现出浓浓的胸利之色, 五官扭曲, 宛如恶魔。 那红衣少女都吓得色缩在一旁, 不敢吭声了。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继续对方招雪鬼遮掩? 江晨熙极为不满地用心声, 同那只红衣小鬼交流起来。 姐姐姐, 江晨熙, 你急什么急, 那小子身上, 有一种让我忌惮的气息, 他应该是佩戴了什么护身的浮转或法器。 红衣小鬼阴惨惨地笑道。 妈的, 江晨熙低声咒骂着。 很快, 他就拿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老八, 从咖啡馆里出去的一男一女, 女的是方昭雪, 你见过的? 那男的, 你让兄弟们盯住他, 只要他落单, 就给我废了他, 对, 给我废了他。 这间咖啡馆, 也是江晨熙名下的一个产业。 咖啡馆原来的主人, 突发心脏病猝死, 被江晨熙以一个跳楼架, 收购了这间利润不错的咖啡馆。 当然, 所谓的心脏病猝死, 也是江晨熙亲手导演的谋杀。 只不过, 没有人可以抓住他的把柄。 他让寄宿在体内的厉鬼, 替他杀人, 简直就是万无一失, 想杀谁就杀谁, 想灭谁就灭谁。 江晨熙在咖啡馆附近, 也是养了一大批打兽, 替他解决一些生意上的纠纷。 小子, 敢和我江晨熙抢女人, 你会死得很惨的, 不但你要死, 你全家都要死光光。 江晨熙一双眼睛, 都变成了恐怖的赤红之色。 数十只厉鬼, 在他的身遭咆哮着, 张牙舞爪。 第三百九十章 小子,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方昭学把黄晓龙 拉出了咖啡馆, 走了一段路, 这才如是重负地出了口气, 然后飞快松开黄晓龙的手, 低垂下头, 脸上全部都是焦羞烟红。 谢, 谢谢你了。 小龙, 小龙大师。 方昭学极为腼腆地道。 哦, 大家也算是老熟人了, 不必那么生分, 你直接叫我小龙就好。 黄晓龙笑嘻嘻地道。 嗯。 方昭学大喜过望。 对了, 你为什么那么怕那个谁啊? 黄晓龙笑问道。 哦, 小龙你说江晨熙啊,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见到他, 我心里自然而然就很不舒服, 那种感觉, 就好像。 方昭学整理了一下措辞。 在小时候, 有一次, 我在路上, 看到了一条毒蛇, 吓得我全身冷汗, 那种恐怖的感觉, 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 在面对江晨熙的时候, 我就有那种感觉。 黄晓龙心里笑了笑。 看来, 方昭学还是很敏感的, 本能地害怕江晨熙。 这种全身是鬼的怪物, 普通人与之接触, 肯定还是会感到害怕和毛骨悚然的。 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真是变态, 必须尽早消灭掉才好。 黄晓龙心头暗倒。 倾心而论, 江晨熙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是绝必要超过一般厉鬼的。 因为他有野心, 有欲望, 而他所掌握的邪恶力量, 又将让他无法无天, 肆无忌惮。 也不知道爸爸怎么想的, 居然对江晨熙很看重。 方昭学嘟囔着小嘴, 低声埋怨起来。 明天晚上, 爷爷, 爷爷的寿宴, 爸爸还邀请了江晨熙, 哎? 说到这里, 方昭学的表情, 很是忧愁, 又有些伤感。 嗯? 寿宴? 黄晓龙愣了一下, 方昭学解释道, 晓龙, 我爷爷今年九十高瘦了, 可是, 他的身体状况, 非常的, 非常的差。 医生说, 我爷爷他, 他可能过不了今年了。 说到这里, 方昭学渲然欲涕, 爸爸和妈妈就准备, 给爷爷办一个寿宴, 就算是, 就算是冲冲洗。 不过, 爸爸邀请的客人并不多。 前几天, 高家的高老爷子, 八十大寿, 那场面可真隆重。 明天我爷爷的寿宴, 却是相反, 很低调。 哦, 黄晓龙恍然点头, 还邀请了江晨熙。 对啊, 方昭学无奈地点了点头。 江晨熙和我家, 不是亲戚, 关系也并不是那么的密切, 只不过, 他会医术。 医术, 黄晓龙恶然不已。 玄机似乎明白了什么。 方市长是想请江晨熙出手, 看看能否替你爷爷延长寿命, 对吧? 嗯。 方昭学点头道, 其实医生都说过了, 我爷爷没有生病, 他就是大腺将治, 身体内部的许多器官, 都已经衰竭了。 我爸爸他舍不得爷爷走, 于是就主动邀请了江晨熙。 江晨熙的医术很厉害。 黄晓龙其道, 据说是很厉害。 方昭学深以为然地道, 我爸爸亲自见过江晨熙 给人治病, 好像是中西医结合, 手段挺高明的。 哦, 知道了, 寄宿在江晨熙体内的厉鬼中, 又生前是明医的, 因此, 江晨熙也就掌握了一些医术, 有意思, 这人有意思。 平心而论, 在黄晓龙接触过的人里面, 不乏优秀者。 譬如林子聪, 林静, 甚至高天祥在普通人眼里, 也是手段通天的存在。 更有艳天天这种鼓舞宗师。 但迄今为止, 最邪门的一个, 还是江晨熙。 毕竟此人身体内部, 寄宿着数十只厉鬼, 就等于是有了一群鬼打兽。 若真是斗起来, 恐怕林子聪, 甚至于艳翩翩, 还不一定斗得过江晨熙。 小龙, 如果, 如果江晨熙明天晚上, 成功替爷爷延长了寿命, 我爸爸, 我爸爸说不定, 会, 会让我做, 做他的女朋友。 方昭熙一脸黯然之色, 又是担心, 又是焦虑。 呃, 我倒是理解方市长的想法。 黄晓龙点了点头, 江晨熙年龄并不大, 却是坐拥十几亿的身家, 况且又会一数, 多才多艺, 在滨海, 这种人几乎也是凤毛麟角。 方市长要挑女婿, 江晨熙必定进入他的法眼。 是啊, 我爸爸和妈妈都说, 偌大一个滨海, 很难找出比江晨熙还优秀的才俊。 方昭雪一脸不愤。 我爸爸对江晨熙的评价, 真的太高了, 甚至, 甚至还说, 滨海四少, 都, 都不如江晨熙呢。 顿了一下, 方昭雪脸蛋微红, 低声道, 不过, 我爸妈对你的评价也很高, 我爸说, 你, 你和江晨熙, 可以并称滨海双交。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文言, 黄小龙狂笑了起来, 就好像是听到了这个世界上, 最荒诞, 最离奇, 最好笑的一个笑话。 我乐个去, 方市长, 你什么眼神, 你可不把我和江晨熙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相提并论, 还并称滨海双交? 你眼瞎了吗? 黄小龙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他可是堂堂的地府掌控者呀, 阴天子啊, 他是神啊。 江晨熙有什么资格和我比较啊?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看着方昭雪。 噗。 方昭雪被黄小龙的表情逗乐了, 娇笑道。 对呀对呀, 小龙, 你比江晨熙优秀, 真的, 你比她好。 小龙, 明天晚上, 你, 能过来吗? 我爷爷的寿宴, 我要请你, 反正, 寿宴就在我家里举办, 我们是邻居, 你过来可方便了。 方昭雪一脸殷切地看着黄小龙。 既然江晨熙要去, 那我也去吧。 黄小龙点头开着玩笑道, 我也得为自己证明啊, 让方市长看看, 我和江晨熙, 谁是蛇, 谁是龙。 就让这怪物, 多活一天吧。 明晚, 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圆形毕露, 然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这时, 黄小龙注意到, 附近有一些鬼鬼祟祟的壮汉, 隐匿在街角, 用充满了敌意和杀鸡的眼神, 在朝这边张望着。 黄小龙心中一动, 对方昭雪道, 那沙, 昭雪, 你是自己开车出来的吗? 是啊, 我的车就停在咖啡馆门口。 方昭雪奄然一笑, 那你现在自己开车回家吧。 我还有点事。 黄小龙笑道, 哦, 方昭雪点了点头。 小龙, 那我回家了, 记住, 明天晚上, 你要来参加我爷爷的九十大寿, 不要忘了, 好吗? 好, 我一定准时到。 黄小龙笑嘻嘻地搭运道。 很快, 方昭雪就自己开着车回家了。 天色已黑,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在附近瞎逛。 然后, 走进了一条很僻静的巷子里。 骤然, 月光之下, 只见巷子的一头, 出现了十几条彪悍黑影, 一个个手中都提着砍刀或钢管等武器。 回头一看, 后面也有十几人堵住了。 呃, 这是什么意思啊? 黄小龙故作惊讶地道, 抢劫吗? 小子,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有人让我们来把你的双手双脚卸掉, 以后招子放亮点。 一把凝恶的男子嗓音, 不懈地哼哼道。 下一秒, 巷子两头, 各有十几名提着武器的壮汉, 朝黄小龙逼近。 第391章 黄小龙, 江晨熙 黄小龙被前后涌来的打兽, 堵在了一条巷子内。 他们手持着武器, 在月光下, 泛着冷芒。 突然, 有树人朝着黄小龙一仰手, 一大片白色的粉末, 便是朝黄小龙铺天盖地撒了过来。 黄小龙稍微一闻味道, 便知道, 撒过来的石灰粉。 说是持那是快, 刚刚撒出石灰粉, 这群凶徒便是扬起手中的砍刀和钢管, 朝黄小龙攻了上来。 好吗, 先撒石灰粉, 再扑杀, 挺有套路的, 也很娴熟, 看起来,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也不知道用这一招, 阴死了多少人。 黄小龙眼中金光一闪, 双脚一瞪, 整个人便是如同坎坷一般, 冲入人群。 他信手将这些凶徒的手脚拆断, 抑或着肋骨打断, 就好像是一个暴脾气的人, 撕掉了一堆玩具。 三分钟后, 黄小龙闲停信步地从巷子里走了出来, 喃喃自语。 江晨熙, 还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了, 呵呵, 我才见他一面, 他就找人砍我, 哈哈哈哈, 好玩, 真是好玩。 罢了, 明天, 明天晚上, 我会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以为体内寄宿了几十只厉鬼, 就能只手遮天了, 呵呵。 黄小龙冷笑着离开, 他也没有把那些凶徒击毙, 尽数都是扯掉手脚, 统统废掉, 令其生不如死。 开车回家, 洗澡, 躺床上, 玩了一会儿微信, 柳飞泪给黄小龙发了很多语音消息过来, 说着情道浓食的肉麻话, 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 已经彻彻底底爱上黄小龙, 至死不渝。 当然了, 对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人, 黄小龙也是蛮喜欢的。 第二天, 傍晚, 海港别墅小区, 方式结家。 别墅前的草坪中, 亮起灯光, 摆放了几张餐桌和一些椅子。 十几名宾客, 正在窃窃私意地交谈着。 方昭雪和母亲一起, 从厨房中将可口的珍修佳肴端出来, 放在餐桌之上。 今天, 是方昭雪的爷爷, 也就是市长方式结之父, 九十大寿。 老人家是军人, 荣马一生, 也是颇有威望之人。 不过, 年近古兮, 身子古却是一天不如一天, 如今, 也几乎是到了游进灯窟的时候了。 过来败寿的宾客, 心中也都清楚, 老人家是过不了今年了。 不过,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老人家并不是身患绝症恶疾, 无法治愈, 而是寿终正寝, 因此, 悲伤的气氛并不浓。 唉, 老爷子这一生, 堪称传奇啊。 咱们好好陪着老爷子, 过最后一个生日吧。 人哪, 终归是有这一天的, 老爷子今年九十高龄, 什么没见过, 这一走, 恐怕也是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只不过, 老爷子这么一走, 对于方市长未来的仕途, 颇有些不利啊。 对, 老爷子在, 方方面面的人, 都要给些面子, 可如今, 唉, 据说省里有一个长尾的位置, 空了出来, 本来, 世杰是十拿九稳了, 可这个节骨眼上, 老爷子的身体却不行了, 事事无常啊, 老爷子若能再多熬几年, 对于世杰来说, 那可是意义深远了。 这个时候, 方世杰亲手推了一个轮椅出来, 轮椅之上, 坐着一个瘦弱的老者, 老者脸上, 布满了老人斑鱼褶皱, 年事已高。 他的眼神, 已然是有些浑浊了。 这便是方世杰的父亲了。 唉, 爸, 今天是您的生日, 您看见没, 好多人来给您拜兽呢。 方世杰在老爷子耳边, 轻声说道。 嗯, 老爷子的意识并没有模糊, 只是精神极度虚弱, 他绽放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好, 好, 很好, 世杰, 以后啊, 就靠你自己了。 可惜, 你上吊省委的事, 八字已经有一撇了, 你爸我要是还能多活两年, 那就是板上钉钉。 可惜啊, 岁月不饶人。 爸, 咱不谈这些。 方世杰的声音, 有些哽咽。 爸, 其实只要您身体好, 我们一家人就会很开心。 官场上的事儿, 顺其自然吧。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当官的想升官,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方世杰何尝不想上调。 只是, 父亲现在这种状况, 实在是不适合再谈这个话题了, 以免给父亲的心情, 造成影响。 时日无多, 就让老爷子好好的走完最后几个月吧。 忽然, 方世杰眼中, 闪过一抹西迹之色。 爸, 今天啊, 我还给您请到了一位客人, 您也见过, 江晨曦, 小江, 这人啊, 颇有才干, 在医术方面, 造诣也高得很。 小江答应, 今晚过来看看您, 说不定, 他妙手回春, 能够让您再想几年轻浮。 小江, 老爷子面露回忆之色, 旋即, 便是有些不悦。 这小伙子, 我不喜欢。 总感觉怪怪的, 斜斜的。 爸, 您对小江也不要有什么成见, 小江这人啊, 出身背景很普通, 不是什么二世族, 他能够奋斗到今时今日的地位, 全凭自身能力, 虽然说, 社会上对他, 有些风言风语, 可谁也拿不出证据, 证明小江心术不正。 看来, 方世杰对于江晨曦, 还是颇为推崇的。 爸, 我也算是见过一些才俊了, 在滨海, 比小江更有能力的年轻人,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当然, 也不是没有。 说话间, 方世杰的目光, 不由地看向了黄小龙住的那栋别墅。 这个时候, 宾客们都轻手轻脚地走上前来, 柔声细语地对老爷子送上最真诚的贺词。 就在这时, 方叔叔, 阿姨, 昭雪, 老爷子, 我来了。 一把儒雅的男子声音响起, 只见, 江晨曦一身白衫, 静止走来。 在场的人, 基本上都是认识, 或者在报刊新闻上看到过江晨曦的, 近数都是对这个近年来会星般崛起的传奇人物, 心怀好奇与佩服, 一时间, 许多人都是对着江晨曦点头致意, 或是打着招呼。 昭雪, 小江来了, 你过去招呼一下吧。 方母对方昭雪笑了笑, 妈, 我才不去呢? 我和她一点都不熟。 方昭雪不一道。 同时, 她的目光, 也是看向了黄小龙所住的那栋别墅。 方母扑斥一笑, 忽然压低嗓音说道, 小江是你爸为你挑的男朋友人选, 乖女儿, 你不中意? 妈, 你再说这个, 我就要生气了。 方昭雪一脸不悦。 得了得了, 妈不说了, 你是妈生出来的, 妈养大的, 当妈的还不知道你的心思, 看上小龙大师了。 方母眼嘴一笑。 妈也感觉小龙大师比小江靠谱, 可人家小龙大师, 不是没理睬过你吗? 哪像小江追你追得那么狠? 女人呢, 能够找到自己爱的男人, 固然是最好的。 不过呢, 有时候找一个爱自己的, 也能过得一生幸福。 那边, 方世杰也是赢了上来, 脸上也极为热情。 小江, 你来了, 来来来, 过来瞧瞧老爷子。 江晨熙礼貌地笑道, 方叔叔, 您放心, 今天我一定竭尽所能, 让老爷子再快快乐乐地多活个七八年。 就在这时, 黄小龙却是悠哉悠哉地走进了这块草坪。 小龙, 你终于来了。 方昭雪一见黄小龙, 眉眸就大亮了起来, 然后直接就朝黄小龙跑了上去。 这孩子啊, 方母颇有深意地看着方昭雪的背影, 摇了摇头。 完了, 完了, 看样子是认准小龙大师了。 方世杰一看到黄小龙, 眼睛也是发光, 直接拍了拍江晨熙的肩膀。 今天倒是巧了, 来, 小江, 你先过来, 我给你引荐一下。 哈哈哈哈, 今天, 滨海最被我看好的两位年轻人, 居然碰面了, 好, 好, 很好。 江晨熙一回头, 就看到方昭雪像一只欢快的云雀, 在黄小龙身旁翩翩起舞, 他心头渡火狂烧, 摘下了眼睛, 揉了揉眼睛, 而后, 眯缝啄眼, 盯住黄小龙, 眼神如复仇的毒蛇一般可怕。 第392章 让你们看看庐山真面目。 方世杰并不知道黄小龙和江晨熙之间的仇怨, 他还非常主动热情地, 把二人介绍给对方认识。 作为滨海市的父母官, 方世杰是爱财的, 滨海市涌现越多如此优秀的年轻人, 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 都是极为有利的。 爱着方世杰的面子, 江晨熙主动和黄小龙握起手来。 哈哈哈哈, 小龙大师, 小江, 你们都不是池中之物, 多多亲近一下。 方世杰大笑道, 呵呵呵, 小子, 昨晚我出动那么多人, 居然都没有干掉你, 反而被你把我的手下, 尽数废掉了, 你很有手段啊。 江晨熙握着黄小龙的手, 一脸真挚的笑意, 但眼眸之中, 却是泛着阴森怨毒的光芒, 压低了声音说道, 嘿, 一些土鸡娃狗罢了。 黄小龙乐呵呵地说道, 我低估你了。 江晨熙依旧低声说道, 不如, 我给你一条路走。 呜。 黄小龙喷笑了出来, 你能够单枪匹马, 废掉我二三十人, 这等手段, 我是佩服的。 因此, 你可以投靠我, 做我的心腹, 以后, 你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 江晨熙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就好像是在施舍什么。 我的能力, 超乎你想象, 什么滨海四少, 在我看来, 就是一群垃圾。 我迟早会踩在他们头上, 你做我的心腹, 是你的荣幸。 另外, 以后不要再纠缠昭雪了, 她是我的女人。 的确, 江晨熙有了一种拉拢黄小龙的想法, 这不是合作, 她就是想要黄小龙跟在她身边, 做她的走狗。 黄小龙怒急而笑, 如果我不答应你呢? 愚蠢, 对, 你是很能打, 不过, 你现在的势力, 根本不足以同我对抗, 而且, 我的手段, 你是无法想象的, 触怒了我, 你会死的, 我保证, 你会莫名其妙地死去, 谁也查不到我头上。 江晨熙音笑着, 她全身阴气翻滚, 一张张的鬼脸在冲着黄小龙痴痴地笑。 我的理念是打蛇不死, 蛇臂伤人, 蝉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最后给你三个呼吸的考虑时间, 如果你不答应, 我只好弄死你了。 还有你的家人, 也全部都要死, 不要怀疑我说的每一句话。 方氏杰在一旁, 看着黄小龙和江晨熙一直握着手在低声交谈, 还以为两人是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 她也感到欣慰。 哼, 滨海最优秀的两位年轻人, 如果能够强强联手, 那就有意思了。 然而, 咔嚓, 一声爆响, 这是骨头爆碎的声音。 啊, 江晨熙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她和黄小龙握手的那只手, 其骨骼, 尽数都被黄小龙直接捏碎了。 黄小龙轻轻松开手, 扑斥一笑道, 我说你傻不傻, 当面威胁我, 威胁我的家人, 还把手交给我握着, 我不把你的手捏碎, 我都感觉不好意思了。 剧烈地痛楚, 让她江晨熙弯下腰, 她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已经被黄小龙捏成一团, 五根手指都尽数折断, 绞在了一起。 废了, 这只手是彻底报废掉了。 虽然江晨熙体内寄生了几十只厉鬼, 是个怪物般的存在, 可她的身体, 还是人类的身体, 甚至于, 她的身体素质, 连一般的军人都不如。 黄小龙要捏碎她的手掌, 就跟玩泥巴一样轻松容易。 这时, 寄生在江晨熙体内的厉鬼, 一个个都嗷嗷嚎叫了起来, 呲牙咧嘴, 就要朝黄小龙扑上来, 将黄小龙撕成碎片似的。 可是, 黄小龙身上, 那隐隐约约一攒出来的气息, 让得这些厉鬼, 颇为忌惮, 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安静的夜晚, 江晨熙蹲在地上, 那如丧考彼的惨叫声, 的确是让人心头有些发麻。 你, 你把我的手废掉了,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你全家, 我要你死, 我要强女干你全家的女性, 我要, 我要杀光你家里的人, 你的亲戚, 我要让你魂飞魄散。 江晨熙发出 世间最为恶毒的诅咒。 虽然说, 江晨熙如此恶毒的诅咒, 让在场的人, 都有些大感意外, 也有些鄙视他没有风度, 甚至连方氏节都眉头大皱。 可是, 黄晨熙一来就把人家的手给捏碎了, 这, 这都是故意伤害了。 就连方昭雪, 都认为黄晨熙这么粗暴的行为, 在这种场合下, 似乎是有些过火了。 一时间, 四下里议论纷纷, 这, 这少年是什么来头, 也太暴躁了, 你们看, 江晨熙的手废掉了, 就算是找最好的外科大夫, 也治不还原了。 也就是说, 江晨熙以后就是个残疾人了, 这不像话呀。 今天是老爷子的九十大寿, 方市长认识这个少年, 可是, 这个少年丝毫不给方市长面子, 跑到这里捣乱, 恐怕, 方市长会严厉打击他吧。 的确过分了, 动辄致人伤残, 这可是法治社会啊。 小龙大师, 你, 你这是…… 方市杰气得直哆嗦, 他赶忙一步抢了过去, 掺住江晨熙。 小江, 这, 你们到底, 到底有什么仇怨? 一向沉稳的方市杰, 现在也是慌乱不已。 他万万没有想到, 事情会突然发展成这样。 而且, 江晨熙不但是他看好的青年才俊, 更加是今晚替老爷子延续生命的希望。 而现在, 废了。 小龙大师, 你, 你过分了。 方市杰怒瞪黄小龙。 市杰, 我们报警吧。 宾客中, 立刻就有人拿出手机。 方昭雪急得大叫道。 等等, 不要报警, 一定是误会, 一定是误会啊。 昭雪, 你别管这事了。 方母一把拉住昭雪, 旋即柔声道。 小龙大师是在家的恩人, 你放心吧, 虽然今天小龙大师有些不可理喻, 但是, 但是, 相信你爸还是会留一些情面的。 这时, 黄小龙笑嘻嘻地看着四周对他口诛笔伐的人。 你们先别急。 这个什么江晨熙, 没什么可同情的。 他那, 就是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闻言, 江晨熙全身俱阵。 他抬起怨毒而略微有些慌乱的眼神, 瞪着黄小龙。 你, 你,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 你血口喷人? 嘿嘿, 你就是个怪物。 黄小龙淡笑了一下。 你这种怪物, 就应该魂飞魄散, 今天, 我就是来收拾你的。 江晨熙全身冷汗, 滂沱而下。 他用心声传递想法, 让体内的厉鬼, 去对付黄小龙, 至少来个鬼遮掩, 鬼上身什么的。 结果, 这些平时百事百灵的招数, 面对黄小龙, 却突兀失效。 体内的所有厉鬼, 竟然都忌惮黄小龙。 江晨熙隐隐约约知道, 自己的秘密, 有可能真的被眼前这个家伙看透了。 小龙大师,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方世杰脸色越发清理, 黄小龙当着他的面把人弄残了, 而且还口口声声说别人是怪物, 还想赶尽杀绝, 这, 真的太猖狂了。 四周的人, 也是七嘴八舌地指责了起来。 笑话, 怪物, 这种理由太荒谬了, 以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子? 致人伤残, 理由却是, 对方是怪物, 长见识了, 这回, 真的长见识了。 我看, 他最好还是去警察面前解释吧, 看看警方会不会相信他这个理由。 嗨嗨, 得了呀, 你们都不相信, 对吧? 行, 今天, 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 看一看这个所谓滨海商界天才的庐山真面目。 黄小龙咧嘴一笑, 已是取出一张献行符。 第393章 诛杀怪物 黄小龙今晚来到方家, 就是要亲手除掉江晨曦这个怪物, 此时此刻, 也不磨叽, 烧了一张献行符, 夺目金光, 将这块草坪照耀的极量。 在献行符之下, 江晨曦的本来面目, 便是再也无法遁形了。 轰, 阴气炸开。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江晨曦全身腾起一层层黑色的雾气, 在这些雾气之中, 阴晕着一张张猙獰恐怖的鬼脸, 有一些厉鬼, 看起来年头已经很久了, 周身鬼气沸腾, 面孔如同食物般逼真, 丝毫没有阴魂该有的虚无感。 红衣厉鬼, 成衣厉鬼, 还有少数两三只黄衣厉鬼。 这下子, 把四周正在谴责怒骂黄小龙的人, 给震得静若寒蝉, 旋即, 龙卷风般的冷气寒流, 将他们全身包裹, 源自于灵魂深处的恐惧, 让得他们尽数都牙关打战, 全身筛糠式地抖动起来。 怪, 怪物, 怪物。 方世杰意识脸色苍白, 惶恐后退, 电光火石之间, 方世杰脑子里, 闪过许多念头。 这一年多的时间, 江晨熙从一个一鸣不闻的草根, 摇身一变, 击身滨海上流圈子, 她的所有竞争对手, 都莫名地遭到重创。 怀疑江晨熙有问题的人极多, 但谁也拿不出丝毫证据。 今天,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这家伙就是怪物。 正如黄晓龙所说, 她就是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结结, 结结。 事已至此, 江晨熙意识完全地豁出去了。 她用怨毒至神的目光, 盯着黄晓龙, 面上竟是凶利歹毒的神色。 好, 好, 原来, 你早就知道我的秘密了。 看来, 你身上是携带着什么辟邪的宝物, 所以, 你才有恃无恐, 对吧? 不过, 结结, 你以为, 我就会束手就擒? 哈哈哈哈, 都是你逼我的。 这一切, 都是你逼我的。 好, 看我的。 江晨熙一声低吼, 旋即, 身体一震, 羞, 羞, 羞。 顷刻之间, 寄宿在江晨熙体内的数十只厉鬼, 便如发了风式的狂飙了出来, 分别扑向在场的每一个人, 除了黄小龙之外的每一个人, 连方老爷子都没放过。 一时间, 鬼影动动, 阴风乱刮, 鬼煞之气肆虐, 四面八方, 呜呜作响。 更有一阵阵浮尸般的恶臭之气, 席卷向众人。 上身, 上他们的身。 江晨熙眼中, 有着变态的笑语, 并且, 有一种稳操胜券的味道。 对, 他身体内的鬼, 似乎是拿黄小龙没办法, 但其他人呢, 方世杰, 方昭学等人呢, 只不过是普通人, 厉鬼要上他们的身, 太容易了。 只要控制了在场的人, 黄小龙算什么? 直接就能利用世俗的权势, 将黄小龙碾成碎片。 这近乎唯唯救赵的一招, 就是江晨熙最后的手段, 也是助他完成逆袭的杀手锏。 这时, 方世杰等人, 只感觉迷迷糊糊, 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 然后全身毛孔打开, 就好像是要迎接什么东西, 进入到自己的身体中来。 一旦被厉鬼上身, 这群人就废掉了, 基本上就是被夺折。 说是迟那时快, 黄小龙嘴角一咧, 浮现出来一抹戏谑的笑语。 这就是所谓的最后一搏吗? 下一秒, 黄小龙嘴巴一张, 轰, 一个巨大的定字, 悬浮在了空中。 这个定字, 大约半亩地大小, 堂堂黄黄, 到法无边。 让人看了, 就像跪地膜拜, 沈着磕头。 紧接着, 砰的一声爆响, 大大的定字炸开, 化为无数细小的定字, 雪片般飞旋着, 纷纷烙印在了每一只厉鬼的额头之上。 半空中, 数十只厉鬼, 就好像雕塑一般, 被强行定在了半空之中, 动弹不得。 方氏节台幕四顾, 宛如瞻仰神迹。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在场的每一个人, 心中都清楚, 刚才的情况, 极为危险, 动辄与命, 是黄小龙, 施展神一般的手段, 拯救了他们。 江晨熙那奸计得逞的诡异笑容, 直接僵死在了脸上, 就好像是佩戴了一张捉猎的小丑面具。 喉咙之中, 也是迸发出来含糊不清的怪叫声。 他用极度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你,你,你究竟是谁? 呵呵,现在你不要问我,我来问,你答 黄小龙云淡风轻地看着江晨熙 我没什么好说的 江晨熙吏声叫道 哦,黄小龙微微一笑,随意一脚踢出 脚边的一粒石子被黄小龙踢飞出去 石子撞在江晨熙左边肩膀上 将其肩胛骨状的粉碎 啊 江晨熙痛得双膝跪地,全身抽搐不已 我来问,你答 黄小龙依旧笑得很和蔼可亲 我,我,我,我回答 江晨熙毕竟是血肉之躯 吃痛之后,再也不敢硬撑了 330路公交车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故意制造车祸 黄小龙慢条思理地问道 我,我出过车祸 虽然,虽然没死 但身体内住进来几十只厉鬼 我,我其实很痛苦 我知道,我不是普通人了 虽然,这些厉鬼 为我带来了非比寻常的能力 让我在商场无望而不利 可是,一天24小时和鬼屋在一起 我,我其实,其实很痛苦 没有人明白我的痛苦 只是看到我的风光 所以,我喜欢故意制造车祸 让人在车祸中死去 我,我是在发泄 去年,滨海有十几起特大交通事故 都是,都是我,我做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动机 黄小龙点了点头 今天你准备过来给招雪的爷爷治病 你能治? 老头子,他是油尽灯窟 寿远已尽 我没办法治 我,我的计划 是让一只厉鬼 进入老头子的身体 夺舍,这样 老头子的躯窍 就会被厉鬼控制 他死了 也没有人能看出来 如此 我就能控制方家 此话一说 方是结一家几口人 吓得亡魂皆冒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这些年你做生意 应该害死过不少人 黄小龙微微点头 好了 我送你一程 话音刚落 黄小龙又是一踢脚 一粒狮子抱射而出 直接把江晨熙的咽喉打碎 他歪倒在地上 净乱了几下 便是死透 白色魂体从他天灵盖冒了出来 被黄小龙用阴魂筒收了 接着 又把凝固在半空中的所有厉鬼 尽数收了 并对阴魂筒中的鬼王 迎可心道 可心 把这些厉鬼统统吞噬掉 干完这一切 方家别墅周边 一切恢复如故 月光融融 只是草坪上躺着的一具尸体 有些杀风景 第三百九十四章 神仙 神仙啊 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畜生 这时 方世杰对着江晨熙的尸体 咒骂了起来 居然想 想让厉鬼 上我爸的身 而且 这一年多来 还制造了那么多起重大交通事故 甚至于 所有生意场上的对手 暴毙猝死的 统统都是他在搞鬼 一边说着 方世杰心头也是阵阵发寒 简直就跟劫后余生差不多 今天如果不是黄小龙及时赶来 后果真的不敢去想象 江晨熙这怪物 太可怕了 就是活在人世间的魔鬼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方世杰心悦诚服地看着黄小龙 微微欠身 小龙大师 刚才 我们错怪您了 希望 您不要放在心里 黄小龙将腰除魔的绝世手段 让得今晚亲眼目睹的人 都对他静如天神 想到刚才对黄小龙的出言无状 他们都惶恐得很 也悔恨不已 生怕黄小龙会报复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对黄小龙连连地服软道歉 黄小龙倒是不会和这些人计较什么 无非就是一群蝼蚁罢了 妈 你看 小龙 小龙他真的太神了 他 他是神仙吗 方昭雪一脸花痴壮地看着黄小龙 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场 他都恨不得抛弃矜持 扑进黄小龙怀里 表达爱慕之情了 是啊 小龙大师 就是活神仙 方母也是有感而发 这时 黄小龙打了个哈欠 就准备回家睡觉 突然看了方老爷子一眼 方世杰趁机说道 小龙大师 医生说我父亲 他 他老人家是大腺僵致 身体各个器官 已经衰竭 几次三番目睹了黄小龙的神奇手段 方世杰也是将黄小龙视为了神仙之流 因此 他便是小心翼翼地将方老爷子的情况 告诉黄小龙 看看黄小龙会不会有什么手段 黄小龙不由地走向了坐在轮椅上的方老爷子 一边走一边说道 医生说的没错 老爷子的确已经年迈 身体内部的器官 完全地衰竭了 这不是病 也不是什么药师可以治愈的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听黄小龙这么一说 方世杰心头一背 看来 老爷子是回天无力了 就连黄小龙这种神仙之流都如此说了 世界上 恐怕就再也没有人能够让老爷子多活哪怕一天了 哈哈哈哈 小伙子 轮椅上的方老爷子盯着黄小龙 那浑浊无神的目光却是罕见地暴闪出金光 行 有本事 天大的本事啊 扶你 老头子扶你 哈哈哈哈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老头子没什么好遗憾的 老头子今年九十岁 啥没见过 当初也是枪林弹雨过来的 哈哈哈哈 临走的时候 能够见识小伙子你这种活神仙 老头子那是开心得紧啊 方老爷子 豁达得很 呵呵 黄小龙笑了笑 老爷子 我就住在附近 咱们算是邻居了 以后 我有空就过来看您 今年您九十大寿 我来得比较匆忙 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明年 您九十一岁生辰 我再准备一些薄礼吧 这 文言 方式结身体微微一阵 在场其他人 也是有些疑惑 老爷子的情况 是熬不到九十一岁生日的呀 小龙大师 您的意思是 方式结颤声问道 我能帮老爷子续命 黄小龙若无其事地道 什么 方式结又是激动又是疑惑 小龙神医 您 您刚才不是也说 医生的判断是对的 我 我父亲大欠将至了吗 这 这 这要如何续命 医生是这样说 可我不是医生 黄小龙咧嘴一笑 我是神医 蒙逼了 方式结蒙逼了 事实上 方式结并不清楚 黄小龙的本事 他也不知道 其实黄小龙医术通神 四周一片安静 我呢 有十几种方法 替老爷子续命 现在就用最简单的一种吧 黄小龙用平淡的口气说道 小龙神医 最 最简单的续命方法 那 那是什么 方式结颤生倒 用针灸吧 黄小龙从随身翻步包包中 取出一盒银针 还阳 九针 与天争命 我给老爷子扎几针就行了 老爷子的内脏器官是衰竭了 所谓的衰竭 就是因为生命精气干涸了 可是呢 在老爷子的身体其他地方 比如血管 经脉 肌肉 骨骼 甚至于头发肌肤上面 都还残存着一些生命精气 我用还阳九针 将这些生命精气集中起来 注入老爷子的五脏六腑 各个衰竭的器官 如此呢 就能确保老爷子 在健健康康的多活五年左右 对 用针灸 调动方老爷子身体内 残存的生命精气 至少可以让他多活五年 这就是与天争命 其实还有一些方法 比如将健康人的生命精气 转嫁给老爷子 又比如 直接将一道真气 打入老爷子体内 这些方法 甚至能够让老爷子活到百岁 可是 稍微复杂一些 黄小龙与方家 倒没有太深厚的交情 就随意扎几针 让他多活个五年吧 话音刚落 黄小龙双手飞快地动了几下 没有人捕捉到他出手的轨迹 仅仅也就是三个呼吸之内 老爷子身体上 就扎了九根银针 随后 黄小龙双手像是弹奏琵琶一样 在每一根银针的针尾掠过 这样的一连串动作 不沾丝毫烟火气息 缥缈如神 顷刻之间 老爷子四肢百孩残留的生命精气 便是如涓涓细流般 融入到了他那早已干涸的五脏六腑 他的脸色 也是慢慢地变得红润起来 浑浊的眼神 恢复了不少的神采 旁边的人 看得目瞪口呆 几分钟之后 黄小龙拔掉银针 哈哈哈哈 舒服 哎呀 神了 神了 我这精神 咋 咋就这么好 方老爷子忽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有力气了 有力气了 刚才身子还须得很呢 神医 神医 不不不 神仙 小伙子 你绝对是神仙转世啊 不说别的 大家一听到方老爷子说话的声音 都被震住了 很洪凉啊 中气充沛 黄小龙收好银针 对方是节道 多买些人餐鹿绒之类的不品给老爷子吃 没事了 至少活到九十五岁 说完 黄小龙朝方昭雪打了个招呼 有对方老爷子点了点头 便告辞道 我回家睡觉了 看着黄小龙转身离开的背影 在场的人 尽数都是产生了顶礼膜拜之心 活死人肉白骨 斩腰除魔 逆天改命 神仙 神仙 方是节心神激荡 难以自控 第三百九十五章 怀必其罪 黄小龙悠哉悠哉地往家里走去 今晚干掉了江晨熙 破解了滨海三百三十路公交车失踪的真相 又给行江救墓的方老爷子成功续命五年 可黄小龙倒是没有什么成就感 毕竟这些事 对于黄小龙来说 也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罢了 走到家门口 拿出钥匙 黄小龙却是微微一愣 旋即 嘴角扯出一抹戏谑的笑容 呵呵呵 今晚还有得玩 喃喃自语着 黄小龙打开屋门 走了进去 顺手把门关上了 别墅里一片漆黑 哈哈哈哈 三个人出来吧 黄小龙嬉笑了一下 下一秒 啪啪啪 鼓掌的声音传来 然后 房间里的所有灯都亮了起来 首先 从二楼的书房 走出来一个人 哈佛在楼上的雕花栏杆上 笑着对黄小龙道 没想到 你还有点本事 说话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一身黑衣 长相可称平凡 但眼睛却是锐利非常 他打了个响指 右手却是魔术般的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对着楼下喊道 大雄 猴子 都出来吧 人家发现我们了 一楼 厨房里走出一个身高达到两米的壮汉 也是三十来岁 手里正握着一只烤鸭 大口大口地吃着 这是黄小龙为自己买的宵夜 放在冰箱里 却是被这壮汉偷来大块朵鱼了 在壮汉身后 跟着一个身高只有一米六不到 枯瘦的男子 双手正在把玩着三把飞刀 手指修长 灵动如蛇 少年 请原谅我们的不请自来 二楼耍弄着左轮手枪的男子 笑嘻嘻地看着黄小龙 表情十分地和善 首先呢 请允许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哈哈哈哈 黄小龙一脸笑意 顺势坐在了沙发上 把二郎腿瞧起 从我开始吧 我呢 被称之为子弹 二楼的男子 非常有礼貌地对黄小龙介绍道 我来自于神话佣兵团 三岁开始玩枪 我指的是真枪 我手里这把枪 没打出一发子弹 就会带走一条生命 从来没有落空过 他是大雄 出自于西伯利亚训练营 曾经徒手杀死过 十七名围攻他的武装分子 在米国的地下黑拳擂台上 过六十四名对手 子弹用枪口指着 那个正在大口大口 吃着烤鸭的壮汉 最后轮到猴子了 这家伙 是我们三人中 最难对付的一个 他的飞刀 哦 对了 你看过小李飞刀吗 猴子的飞刀 也号称猎无虚发呢 况且他有三把刀 那枯瘦的男子 对着黄小龙 用手中的飞刀 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 然后戏谑地笑了笑 呃 这半夜三更的 你们偷偷跑到我家里 来做什么啊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问道 旋即 脑子里也是随意地想了一下 这三人 在普通人眼里 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了 他们自然不可能是来偷窃的 是谁花了这么大的价钱 请他们过来呢 在灭掉高家之后 黄小龙在滨海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仇人了 小伙子 你知不知道怀必其罪的故事 子弹笑了笑 怀必其罪 黄小龙愣了一下 嗯哼 雇主和我们很熟 所以呢 我们也知道一些情况 子弹慢条斯理地道 据说 在你手里呢 掌握着一个古药的秘方 这个秘方 可以让人骤然报复 这话一说 黄小龙自然心头亮堂 你们是从江南市来的 对吧 黄小龙眼睛眯封 一抹杀鸡闪过 江南市 陈家 陈子环 哈哈哈哈 子弹 大雄 猴子 进阶笑了起来 小伙子 你反应很快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绝对不会泄露 雇主身份信息的 子弹爽朗一笑 不过呢 考虑到这次是把你活着带回去 因此你迟早都会知道雇主是谁的 不是吗 哦 抓活的吗 黄小龙玩味地笑了笑 对 好了 小伙子 我并不想对你开枪 你还年轻 就这么死了 也很可惜 因此 希望你配合我们 跟我们走一趟吧 江南市 子弹伸了个懒呀 江南市 黄小龙笑了笑 如果 我说不行呢 不 小伙子 不要挑战我们的耐心 否则 你会后悔的 子弹吃笑道 事实上 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出马 就能够把你带回去了 陈家之所以让我们一起来 就表明了一个态度 势在必得 那个古药的秘方 陈家是一定要拿到手的 所以 你千万不要存有任何幻想 够了 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做决定 要么乖乖地 跟我们一起去江南市 要么 我们会把你的手脚打断 再带你走 不用三个呼吸了 嗯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黄小龙缓缓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嗯 实时务者为俊杰 那就走吧 子弹满意地笑了笑 哈哈 我做出的决定 是 干掉你们 黄小龙全身杀鸡爆起 下一秒 黄小龙身形移动 直接朝大熊撞击过去 哄 屋内迸发出狂风呼啸的恐怖声音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大熊那两米高的庞大身体 已然是倒飞了出去 直接撞在身后的墙壁上 巨大的撞击力 让他的身体 瞬间扭曲变形 五官都受到了挤压 两颗眼珠子都抱了出来 跌落在了地上 只见大熊的身体 已经相入墙壁之中 蹊跷流血 死得不能再死 让人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骂的 二楼 子弹那优雅的表情 终于变了 变得猙獰恐怖 他抬手 就对准黄小龙的胸口 准备开枪 电光火石之间 扑 黄小龙随意抓起墙壁上 脱落下来的一颗石子 如暗器一般投掷出去 子弹握枪的手 其手腕被打得粉碎 左轮手枪脱手掉落 啊 子弹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失手 第一次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废掉了握枪的手 猴子 这家伙 这家伙把我废了 杀了他 坏 是个高手 不要活的 直接杀了他 子弹癫狂恼怒 已经彻底不顾陈家要活 不要死的要求了 咻 刀光一闪 猴子手中的一口飞刀 如流星一般劈来 直取黄小龙的咽喉 与之同时 猴子双手一扬 手中剩下的两口飞刀 也是暴闪而出 将黄小龙的退路 尽数封死 第三百九十六章 人若犯我虽远必诛 猴子的确是三人中 威胁最大的一个 他抛出的飞刀 速度七快 角度精准 而且他的飞刀杀人无算 在飞刀之上 甚至都附着了一种 令常人胆寒的杀气 不过呢 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黄小龙来说 简直比过家家很不如 随手接住 抛过来的三把飞刀 再也至少快了几倍的速度 扔回去 扑扑扑 猴子心脏和咽喉各种一刀 二楼的子弹 额头上中了一刀 直眉至柄 眼见不活了 干掉这三人之后 黄小龙从阴魂筒中 放出几只厉鬼 让他们清理现场的尸体 他奶奶的 黄小龙坐回沙发上 眼神之中 傻机狂闪 居然跑到我家里 伏击我 这简直就是 瞪鼻子上脸了 忍不了 这事忍不了 那杀 鬼差不能辱 堂堂地府的掌控者 当时的殷天子 居然被几个 骂着一般的小人物 搞到家里来了 起因无非就是 黄小龙给舒青兰 吞了几颗古药 让那陈子环 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陈家更是心生际余 老子的东西 也敢眼红 得了 江南市陈家 老子灭了一个 滨海高家 正不过瘾 居然主动挑衅 老子的威严 陈家 我看也应该要抹去了 黄小龙眼眸中 透射出来可怕的金光 站了起来 目光看向了 远处的夜空 那里 正是与滨海 毗邻的江南市 呃 滨海也有些玩够了 不如 去江南市转一圈吧 黄小龙 难难自语 反正灭一个陈家 用不了几天吧 正所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虽远必诛 陈家既然 触怒了黄小龙 那这个家族 就不应该 留存在世界上了 杀鸡一闪而过 几只利规 已然是替黄小龙 收拾好了残局 黄小龙 打了个哈欠 便是若无其事地 去洗澡 睡觉 第二天 黄小龙在家里上网 查了一下江南市的 大概情况 江南市 经济方面 略好于滨海 面积也是比滨海 大一些 陈家 几乎被公认为 江南市最大的家族 在江南市 执掌牛耳 只手遮天 在京城 也有陈家的靠山 若论底蕴 陈家不但不输 给滨海四大家族 甚至吻压一头 在了解到 这些情况之后 黄小龙反而兴致勃勃 要去摧毁 这样一个百年家族 真的好过瘾 黄小龙亢奋不已 心头涌起一种 强烈的破坏欲 吃过午饭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黄小龙拿出手机一看 是孙薇打过来的 白虎妹妹 好久不见了呀 黄小龙接听电话 笑嘻嘻地说道 上次 在四大家族慈善拍卖晚宴上 黄小龙当众将孙薇 从林子聪手中 抢了过来 甚至于 孙薇一个女孩子 还当着滨海上流圈子的 诸多权贵 亲口说道 愿意做黄小龙的女人 从今以后 三从四得 温良贤惠 不会水性洋花 绝对不会和不相干的男人 眉来眼去 眼睛里 心里 都只有黄小龙一个 也就是说 事实上 黄小龙和孙薇 基本上已经确定关系了 换言之 孙薇可是黄小龙 名正言顺的老婆呀 呃 小龙 那个 今晚有没有空啊 电话那边 孙薇的声音 含情迈迈的 又有些羞涩 有空啊 黄小龙喜滋滋地道 白虎妹妹要和我约会 嗯啊 孙薇爽快地道 想约你吃个晚饭啊 咦 白虎妹妹 今天你倒是很主动嘛 黄小龙笑道 孙薇扑斥一笑道 我啊 从来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更加不会对任何男人主动 你就是个例外 一直以来 我都对你很主动啊 黄小龙一想 还真是如此 小龙 是这样的 我最近要出一趟远门 离开滨海一段时间 所以啊 我想着 我这趟出门 好久都见不着你了 所以我今晚想约你出来吃饭 和你聊天 孙薇解释道 孙薇心里却说 想你了呀 但他脸嫩 这种情话 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这样啊 黄小龙笑道 那好啊 白虎妹妹 晚上我们 约 嘿嘿 你要离开滨海一段时间 去什么地方 哦 准备去江南市 孙薇回答道 文言 黄小龙 黄小龙心中一动 江南市 白虎妹妹 你去江南市做什么啊 是家族的事 小龙 等会儿见面 我们再详聊 好吗 孙薇柔情 似水道 黄小龙自然搭云 两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接触通话 不是吧 这么巧 白虎妹妹也要去江南市 黄小龙 狐疑不定 她去江南市旅游吗 算了 等会再问她 傍晚 黄小龙开着比亚迪 来到了和孙薇约好的见面地点 一家高档的法国餐厅 停好车 黄小龙站在餐厅外等了起来 不得不说 在黄小龙认识的女孩子里 孙薇的家世背景 算是很强了 滨海四大家族之一 孙家的公主 这等身份 名副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女神了 比崔飞烟的背影 还要硬了几分 不多时 一辆兰博基尼风驰电车般驶来 停在黄小龙身前 车门打开 首先伸出来的 是一只杨之美玉般白的黄眼的超级美 粉红色的高跟鞋 将这只美更是衬托得性感而无瑕 本来 兰博基尼 就已经很大眼了 加上这从车里伸出来的美 顿时 四周的行人 都将目光抛了过来 并再也无法挪开 很快 这条美的主人 就从车里钻了出来 只见他一张清秀水灵的方言 柳叶弯眉 美眸如琉璃宝石 腰弱约素 盈盈一卧 穿着一袭香奈儿套裙 有点职场女孩的味道 但眉宇间却是有着 撒爽英姿 会让人产生一种 止渴远观 仿佛走近一些 都是在亵渎他的心态 不是孙薇又是谁 孙薇一出现 周围驻足的行人 便是无比的惊艳 女的羡慕妒忌 自残行贿 男的基本上都色受魂语 难以把持 什么是女神 这就是 孙薇一见黄小龙 脸上就笑开了花 然后一脸讨好的 朝黄小龙跑了过去 笑道 我来了 说着 还主动去轻轻挽住 黄小龙的胳膊 小心翼翼地抬眼 看了黄小龙一下 似乎是很怕 黄小龙不高兴 以前 孙薇要是对黄小龙 有什么过分的行为 黄小龙是会直接呵斥的 所以弄得孙薇有些心里阴影 这回 黄小龙没说啥 反而笑嘻嘻地看着她 孙薇如是重负 更是挽紧了黄小龙的胳膊 生怕黄小龙逃跑了似的 周围的人 大跌眼睛 我乐个去 苍天啊 为什么 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女神 居然倒贴一看 穿着那么寒酸的男人 还主动献媚 这 这是在拍戏吗 一时间 四周传来不少非议的声音 孙薇很是可爱的皱了皱眉 心说 你们懂个屁 这可是我的男神呢 白虎妹妹 好多人在围观我们啊 我们还是进去吃饭吧 黄小龙有点无奈地道 嗯嗯 我已经定了位置了 你放心 都安排好了 走 吃大餐去 孙薇挽着黄小龙的胳膊 两人亲密地朝餐厅内走去 第397章 孙家危机 还得说孙薇这种富家女会享受 她老马实处地带着黄小龙 来到了这家高端法国餐厅 最贵的一个至尊包间 单单包间费 就要花8888块 弄得黄小龙直咋舌 两人吃着烛光晚餐 喝着红酒 包间内有乐师在拉奏小提琴 那舒缓而优雅的音乐 真是让人无比陶醉 孙薇吃着牛排 时不时抬眼偷偷看黄小龙 一下脑子里闪过的 全部都是黄小龙无敌的身姿 小龙 你真的好厉害 天神下凡 孙薇无比心动地感叹道 那天晚上 四大家族磁闪拍卖晚宴 你真的是吊打一切啊 什么滨海四少 跟你比起来 简直就是渣渣嘛 西西 白虎妹妹 我说过 我是最厉害的 那天晚上 你当众说了什么来着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道 孙薇扑齿一笑 然后拿起自己的叉子 亲手喂了一块牛排给黄小龙 我说要做你的小女人 黄小龙一口把送到嘴边的牛排绝了 对了 白虎妹妹 你要去江南市做什么 打拳啊 孙薇笑道 打拳 你要和人打架 黄小龙心头微微一沉 虽然孙薇从小习武 天赋不差 又从自己这儿拿到了完整版的孙并拳 拳术中的破绽也尽数修补 可是 打一般的武夫没问题 和真正的高手较量 准得吃亏啊 黄小龙可不想看着自己的老婆吃扁 哼 小龙 你紧张我呀 孙薇柔情似水地看着黄小龙 你紧张我 我好开心啊 心里甜蜜蜜的 说正经的 白虎妹妹你到底去江南市做什么 黄小龙追问道 真是打拳 不过 我可能不会出手 孙薇给黄小龙来了个猪筒到豆子 原来啊 孙家作为一个鼓舞家族 每一年都会去江南市 与来自全国的其他鼓舞家族 打上几场拳 在华夏 武林是一直存在着的 以前有 现在也有 自古以来 武林纠纷 不论对错 统统都是在擂台上一决胜负 如今 每一年在江南市举行的全赛 不但是全国各大鼓舞家族 解决纠纷的比赛 更将确定各家在全国开办武馆的份额 譬如 孙家如今在全国开设的武馆 大概有一百多家 这些武馆 每年都能够为孙家 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 不过呢 这不代表 孙家就一直能够把武馆开下去 这其中 存在着惨烈的竞争 华夏藏龙卧虎 诸如孙家这一类传承的古武全数的家族 并不少见 大家都想开武馆 广收门徒 杨威明 赚大钱 那必然出现竞争 为了规范行业竞争 每一年 这些古武家族 便会汇聚于江南市 在擂台上一笔高下 决定市场份额 譬如 一场全赛 便会决出 是哪一家有资格在某市或某区 开设武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黄小龙恍然大悟 白虎妹妹 你们孙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不好不坏吧 孙微笑道 反正这些年 在全国范围内 总能维持住一百家左右的份额 今年或许也差不多 爷爷让我今年去江南市见见世面 其实我很想上台打呆 孙微自小其武 虽然是女流之辈 但也极为好动 况且 在补全了孙并全之后 他自认为全数大尽 更是摩拳擦掌 想要找人过招 小龙 爷爷说了 你把我们家的孙并全补齐了 我们孙家的人 胡练一年 在明年的擂台赛上 一定会大方一彩 说不定会多拿一些市场份额 到时候 在全国每个地方 都有我们孙家的武馆了 孙微神色激动地道 小龙 爷爷很感激你呢 呼 他还不知道 真正的高手 就是你 爷爷一直以为 你背后 还有一个神秘的师父呢 在孙微的忽悠下 孙家上下 都以为黄小龙只是 那位前辈 的真传弟子 那沙 白虎妹妹 我看你就别上台打啊 黄小龙 这种擂台赛 会打死人的吗 打死人很正常的 孙微如是说道 每年都会打死人的 上台打拳的人 事先都会牵生死状 拳脚无眼又无脑 特别是实力在 伯仲之间的人 谁留守 就是谁死 黄小龙心说 这不就和打黑拳 性质差不多吗 既然如此 黄小龙就更加不放心 孙微上擂台和人打拳了 既然我要去江南市 灭陈家 白虎妹妹也要去江南市 我不如和她一起去 黄小龙心念电转 还有 每年一度 全国鼓舞家族风云际会 蜂拥前往江南市 作为江南市第一家族的陈家 不可能不参与 而且 艳翩翩所说的十大鼓舞家族 什么鼓舞太子轩缘霸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哇 好刺激啊 孙家 孙家那占地上千亩的祖屋 一个祠堂中 此时 祠堂中 占立着数十人 以孙老爷子为首 尽数都是孙家当代的 基石栋梁人物 空气很沉闷 就好像要滴出水来 孙老爷子 手中握着一封信件 正摊开了读着 他的双手 不停地发颤 额头之上 冷汗沉沉 父亲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丰之父 孙家第二代中的 得力干将孙虎 此时神情恼怒不已 在场的孙家其他人 也个个都义愤填膺 只见 祠堂中摆放的一个铜顶 已然是被人破坏掉了 铜顶一分为二 像是被什么力气剖开 切口处光滑平整 连一点毛刺都没有 来了 终于 终于还是来了 孙老爷子颤声不已 目光看向了倒塌在地上的铜顶 眼神之中 浮现出来了一抹恐惧之色 这世上 能够让孙老爷子 产生恐惧的事情 并不多见 父亲 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家另一名第二代人物 连忙问道 孙老爷子深吸了一口气 强压下心头的惶恐 足足沉默了一分钟 才开口说道 四十年前 我正直壮年 血气方刚 在一年一度的江南市擂台赛上 我 我在台上 与一名对手交锋 那人非常强 实力竟然比我高出一线 缠斗了上百招 我靠着运气 将其击毙 说来惭愧 那等较量 我根本难以做到收方自如 不得已 将对手打死在擂台上 当时的情况 十分凶险 我若不杀他 必然被他所杀 后来 后来他的族人 后代 当众跪地 对天发誓 要 要灭我孙家满门 直到今日 我仍然忘不了 他 他的儿子 以及族人们 那种怨毒的眼神 孙老爷子满脸心悸 眼角肌肉 不停地抽搐 上台之前 我们都签了生死状 又有大人物主持全局 他的族人 倒不至于当场寻仇 后来 这个家族 竟然神秘地消失了 有人说 整个家族都迁徙到了海外 往后的日子 也不见这个家族的族人现身 如今 四十年过去了 他们回来了 这是挑战书 孙老爷子 扬起了手中的信件 在今年的江南市擂台赛上 他们要 要 灭我孙家满门 报当年之仇 一听此言 就有孙家的人吼叫起来 擂台之上 各安天命 说什么报仇 况且 我们孙家未必就怕了 你们懂什么 孙老爷子颤声道 这封信件 今天傍晚 出现在祠堂内 要知道 我们孙家祖屋 戒备森严 外人难以进入 这信件是怎么来的 此言一出 祠堂内的孙家族人 尽数都沉没 祖屋区域居住的 都是孙家的族人 还有多年忠心耿耿的仆人 忠诚度方面 都不会出现问题 那么 这封信件 不可能是内奸 放在祠堂里的 一定就是仇家 偷偷潜入 放好了信件 但是 普天之下 能够越过孙家祖屋 重重绍下 潜入祠堂 放好信件 然后又飘然离去的 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我 我已经盘问过了 没有谁发现 有人潜入祠堂 孙老爷子双手抖动更加剧烈 你们 你们看 这个铜顶 被从中剖开 是 是用的什么武器 铜顶高接近两米 要对半剖开 不但需要巨大的力量 还需要趁手的武器 可是 无论是刀还是剑 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父亲 您的意思是 孙虎的声音 也是开始颤抖不停 真气 孙老爷子 全身发软 仇家 仇家 仇家中 有人 有人凝炼出了真气 砍金碎铁 隔空 隔空杀人 一种极为恐惧的感觉 攀爬上了在场每一人的心头 父亲 每年一度的江南市擂台拳赛 我们不可能缺席 而仇家 扬言要在擂台赛上 灭我孙家 如果 仇家有鼓舞宗师级别的强者 的确 的确能够在弹指间 灭掉我孙家 孙虎口唇干燥 不过 如果 如果我们 请来那位前辈 也许可以 化险为夷 那位前辈 孙老爷子的眼睛 亮了起来 第三百九十八章 我出马不行 黄小龙和孙薇 享受着二人世界 烛光晚餐 你弄我弄好不快活 不过在吃饭的时候 黄小龙一直没有告诉孙薇 他也要去江南市 呃 这是打算给孙薇一个意外惊喜 吃完饭 两人手牵着手从餐厅里走出来 漫无目的在曼妙的夜色中散步 恋爱的味道太浓了 女神孙薇 和坠入爱河的一般女孩子 没有什么分别 低着头 脸上有着发自内心的甜蜜笑容 眼波如水 里面全部都是暖洋洋的幸福 黄小龙也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回忆起和孙薇相识的一幕幕 除了黄小龙和孙薇之外 在大街上 稀来攘往的人群之中 也有其他不少的恋人 一些卖花的小姑娘 在兜售着鲜艳欲滴的玫瑰 帅哥 买几朵花送给你女朋友啊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 跑到黄小龙和孙薇面前 手里捧着一束玫瑰 啊 黄小龙看了一眼玫瑰花 然后摇头道 我不买 帅哥 你女朋友这么漂亮 身材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送一束玫瑰花给她呀 小姑娘没有放弃这笔生意 孙薇其实也很想 黄小龙能送一束玫瑰给自己 但她不好意思开口 便是满眼期待地看着黄小龙 我还是不买 因为她太漂亮了 这些花一点也配不上她 黄小龙实话实说道 噗 孙薇笑了 就这句话 可比送她玫瑰花 还让她开心 晕 卖花小姑娘一跺脚 她对此猪不怕开水烫的黄小龙是没办法的 转而对孙薇道 女神姐姐 那你买一束花 送给你这个高冷的男神吧 哦 孙薇一脸认真地看着买花小姑娘 对呀 她是我的男神 不过 我已经有礼物要送给她了 不是花 话音刚落 孙薇一个转身 玉壁一身 搂住了黄小龙的脖子 然后在月光下 闭上美眸 那晶莹润泽的唇 却是直接贴上了黄小龙的嘴唇 这就是孙薇送给黄小龙的礼物 少女的吻 四面八方的路人 一个个驻足呆滞 看着被女神抢吻的黄小龙 心里那个羡慕妒忌恨啊 呃 白虎妹妹的嘴好甜啊 黄小龙只顾享受 不由地伸手 揽住了孙薇那杨柳细腰 呃 江湖儿女嘛 就是如此的不拘小节 哈哈哈哈 不过 就在这时 孙薇的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她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和黄小龙这个吻 从包里拿出手机一看 啊 爷爷亲自打电话给我 孙薇愣了一下 旋即 孙薇也不敢怠慢 接听电话 喂喂 你 你现在 在学校还是什么地方 电话里 孙老爷子的声音 有些发颤 充满了惊恐 爷爷 出什么事了 您别急 到底出什么事了 孙薇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 立马紧张不已的道 威威 我 我孙家有难了 孙老爷子 恍然道 威威 虽然 虽然此事唐突 可 可 你能否联系一下那位前辈 如今 能够立晚狂澜 让我孙家不用惨遭灭顶之灾的 就 就只有那位前辈了 啊 他就在我身边 不 不 他的真传弟子 就在我身边了 孙薇用祈求的目光看向黄小龙 黄小龙耳目聪明 也是听清楚了孙老爷子在电话中所描述的话语 黄小龙直接对孙薇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可以陪他回家 爷爷别急 我现在就和那位前辈的弟子 他的弟子小龙 一起回家 孙薇快速说道 结束通话 小龙 我本来准备陪你看一场电影的 现在 孙薇为难的道 白虎妹妹你家里出事了 我陪你回去啊 黄小龙无所谓的道 嗯嗯 小龙 要不要告诉爷爷 你的真实身份呢 那个无所不能 通天彻地的高手 就是你本人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前辈 孙薇问道 呃 这个嘛 暂时别告诉他们吧 因为 就算是说了 或许他们也不会相信 黄小龙笑气气地道 也对 孙薇所描述的那个大杀神 精通狮子吼 传音入密 以气欲针 躲避子弹 隐身 等等等等 层出不穷的无敌存在 怎么可能是一个二十出头 一脸轻松的少年呢 那我们回家吧 孙薇也是有些神色匆忙 黄小龙握了握孙薇的手 满不在乎的道 白虎妹妹 你别急 天下之大 没有什么麻烦 是我解决不了的 无论制造麻烦的人是谁 只要惹到了我 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就是阎王 我想要一个人三更死 绝对不会留他到五更 嗯 孙薇对黄小龙的话 深信不疑 夜 孙家祖屋 祠堂 孙老爷子陪在黄小龙身旁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了 祠堂内 还有孙家第一代元老 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精锐 岂有此理 在擂台上打拳 生死有命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 还想报复我们孙家 孙薇在一旁 也是气愤得很 这段仇恨 足足埋藏了四十年 今年 终于要做一个了结了 黄小龙站在那个被剖开的铜顶面前 随意地看了几眼 心中暗倒 大概就是咽翩翩翩这个极数的武道宗师吧 隔空一击 劈开铜顶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遇到我 一个眼神就能瞪死他 西西 白虎妹妹家里人 也太胆小了 小龙大师 这等手段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鼓舞宗师了 孙老爷子颤声道 要劈开一个铜顶 至少得有数千斤力量才行 况且 这铜顶的断口处 光滑平整 没有一丝毛丝 想必 那人出手一定极快 瞬间就砍开铜顶 这 这应该就是捕风围刀的手段了 嗯 黄小龙点了点头 孙老爷子继续说道 这种人 力量已经超过了人体极限 达到非人的地步 普通人 甚至普通武者 再多也不够他打的 哪怕是用枪指着他 他也能在你开枪之前 将你击杀 那杀 挑战舒适约你们在江南市的擂台上 一决胜负对吧 黄小龙问道 是 孙老爷子恭敬回答 那好 我陪你们去一趟江南市 黄小龙笑着道 文言 孙微大喜 心花怒放 心头所有的阴霾 一扫而空 只要他去 就算我孙家惹上了天王老子 也不用害怕了 孙微粉拳紧握 激动发颤 同时 心中也是感动得不行 看来 他的男神 是对他上心了 然而 孙家其他人 却是有些发慌 小龙大师 我们的意思 是 是想请您的师尊出马 一名孙家第二代人物 聂如着嘴道 哦 你们认为 我出马不行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 看了那人一眼 第三百九十九章 陈家 老子来了 我出马不行 面对黄小龙的质疑 孙家人连忙说 不敢 不敢 可是 他们的神色 还是有些不以为然的 孙家一些人 在当初的四大家族慈善拍卖晚宴上 见识过黄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手段 一招打败孙丰 枪法玩爆林子聪 在林建峰面前侃侃而谈 从容不迫 可以说 这些 都是普通人终其一生 都只能仰望的手段 而且 愚人一种名师出高徒的味道 但是 这一次的敌人 乃是鼓舞宗师 捕风为刀 隔空碎人 抬手就是几千斤的力量 连铁人都能打碎 黄小龙就算是 那位前辈 得真传弟子 可年龄不过与孙薇相若 哪怕是从娘胎里就修炼鼓舞 也不可能是一个宗师的对手啊 黄小龙陪孙家去江南市 说白了 遇到仇家 基本上就是送死 此事 还是要请黄小龙背后的师尊出马 才有周旋余地 只不过 碍于情面 孙家的人 不好意思直说 怕得罪了黄小龙 哼 你是很强 我不是你对手 不过 这一次的仇家 几乎可以称之为陆地神仙之流 你去了也是白大 滨海四哨中的孙峰冷淡的道 你有本事 也把一个这样的铜顶劈开试试 上次 孙峰被黄小龙害得双手双脚被打断 虽然涂抹了药膏 已然痊愈 但他对黄小龙也还是有些怨恨的 当然了 知道黄小龙的身份背景后 他不敢造次 顶多也就是嘴巴上来几句 呵呵 黄小龙随意看了孙峰一眼 你皮子又痒痒了 又想断手断脚了 孙峰一接触到黄小龙的眼神 整个人就有些起鸡皮疙瘩 静若寒蝉 咕弄道 我 我 我的意思 你 你再厉害 也 也批不开一个铜顶吧 黄小龙也不去和孙峰纠缠 看着孙老爷子道 一句话 我去 保管你孙家无忧 说实话 孙老爷子也有些不看好黄小龙 这次本来就是想要求 那位前辈 亲自出马的 可黄小龙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孙老爷子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了 那 那就有老小龙大师了 孙老爷子陪着笑脸道 来 小龙大师 我们去大厅喝茶 一个中式风格的厅堂内 黄小龙被请上了首座 孙老爷子 孙薇 以及孙家不少族人做陪 有仆人 有仆人奉上香名 对了 每年去江南市参加擂台拳赛的 都是些什么人 有没有鼓舞宗师呢 黄小龙 幸违盎然地问道 孙老爷子亲自解答道 小龙大师 鼓舞宗师 不是那么容易现身的 江南市的擂台拳赛 大多都是将肉身修炼圆满的武者 少部分是能够在拳脚上 附着一些真气 在对打时 一旦触及到对方的身体 就能够将这一道真气 打入对方身体内部 催枯拉朽 震碎经脉内脏 这就已经是顶尖高手了 真气离体伤人的宗师 这么多年的擂台赛 还没出现过 不过 今年 今年或许就有了 又想到了仇家 孙老爷子忧心忡忡 黄小龙点了点头 如孙老爷子所说 拳脚上能够附着一些真气 并且在接触到敌人身体的时候 将真气打入敌人身体内部 这种被称之为 半步宗师 因为真气的质量并不高 又不能隔空杀人 所以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鼓舞宗师 当然了 对于寻常人来说 半步宗师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存在了 与之接触 瞬间就有可能被打死 毕竟 上千斤的力量 一下子轰入体内 不死是不可能的 但黄小龙却是略微有些失望 看来 这江南市的擂台拳赛 含金量并不是很高 一大群只修肉身的五夫肉搏 然后少数几个半步宗师 就是压轴人物了 我听说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十大鼓舞家族 比如什么燕家 轩元家 这些家族 有没有族人参加江南市的擂台拳赛呢 黄小龙发问道 十大鼓舞家族 孙老爷子脸色居然变化 眉宇之间 充满了惊恐 膜拜 惧怕 仰望 就好像是听到了什么神知的名字 小龙大师 十大鼓舞家族 乃是我华夏鼓舞传承的极致 譬如京城的燕家 据说家族中 鼓舞宗师就不少 孙老爷子颤声道 与十大鼓舞家族相比 我们这些就只是小打小闹罢了 十大鼓舞家族 追求的是更高的层次 国内开设舞馆的份额 他们不感兴趣 否则 哪里还会有我们这些一般家族的份呢 十大鼓舞家族是天上的大雁 翱翔云霄 一般的鼓舞家族 就是地上爬的蝼蚁 孙老爷子一脸认真的说道 不过 组织每年一度 江南市擂台拳赛的 是十大鼓舞家族中的赢家 这赢家 传说是秦朝时候的皇室 赢家的武学 都是从秦朝传承下来的 由善建树 自然 赢家只是监督拳赛 族人不可能参与 孙老爷子在诉说赢家的时候 眼睛里面的膜拜 简直不能用语言去描述 传承自秦代的古老家族啊 皇室家族啊 这底蕴 真真就是乌话可说了 在孙老爷子看来 即便是黄小龙背后的 那位前辈 黄小龙的师尊 恐怕也是无法同赢家相提并论的 两者 也根本不是一个级数 哦 好好 全赛居然是十大鼓舞家族的人主办的 赢家 我收了一个鬼王丫鬟 迎可心 生前据说也是皇室中的人 大秦第一剑客 不知道和传承到今天的鼓舞世家赢家 有没有什么关系 黄小龙对所谓的十大鼓舞家族 轩原家 轩原爸 都很感兴趣 现在得知 全赛的主办者正是十大鼓舞家族中的人马 黄小龙自然就必须去江南市走一趟了 陈家什么的 随随便便灭掉就可以了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黄小龙问道 小龙大师原本计划是三天之后动身 前往江南市 不过 事情有变 那就明早动身吧 孙老爷子道 距离擂台全赛 还有一段时间 但我们必须先过去 打点一下江南市场面上的一些人物 应酬一番 毕竟在江南市 我们孙家也开设了好几家武馆 有生意在那边 必须和江南市本地的权贵 疏通好关系 现在 仇家献身 我们更要提前过去 踩踩点了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不知小龙大师 何时有空 我倒是随时都有空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那就明天吧 我和你们一起动身 去江南市 我也准备熟悉熟悉江南市本地的权贵 譬如 嘿嘿嘿 陈家 说着 黄小龙眼中的杀鸡和戏剧 一一闪而逝 陈家 你们不是想要我的古药秘方吗 你们不是想把我绑架到江南市吗 行 老子来了 第四百章 酒店有鬼 和孙家商定好明天便起身前往江南市之后 黄小龙便是告辞 离开孙家祖屋 孙薇一直将黄小龙送出很远 这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小龙 我超级感动啊 你是为了我 才 才会去江南市的吗 孙薇用饱含深情的目光凝视着黄小龙 黄小龙嬉嬉一笑 将他搂入怀中 又啃又轻 不多时 便将孙薇弄得呼吸粗重 全身发软 孙薇用戏若文娜的声音道 小龙 那次 那次你用传音入密指点我 并单挑鹰找门少门主一群高手的时候 我 我其实就喜欢上你了 是啊是啊 白虎妹妹 这次我真的是为了你才出手哦 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呢 黄小龙嬉笑调侃道 孙薇柔情似水道 你 你想要我怎么报答 我就 我就怎么报答 黄小龙又占了一些手足便宜 这才与孙薇分开 开车回家 黄小龙 黄小龙用微信 通知了林静 苏小曼 大老婆宋宇如 崔飞烟 楚婷婷 武珊珊 柳飞磊 一干人等 自己最近要去江南市走一趟 不过用不了多久便会回滨海 让他们不必挂念 黄小龙自然也不用担心他们有失 毕竟 紫衣鬼梦瑶会全程保护他们 谁要是感动他们 那才是真真找死 一只紫衣厉鬼 要杀人 那就跟闹着玩似的 第二天一大早 黄小龙就被孙薇一个电话叫了起来 迷迷糊糊爬起床洗漱 然后带上随身帆布包包就出了门 站在海港别墅区大门口 没多久 孙薇就开着他的兰博基尼 出现在了黄小龙的面前 下车 只见孙薇今天穿着一身运动服 卖着修长美 就朝黄小龙跑来 笑颜如花 手里还提着一份早餐 小龙 你还没吃早餐吧 孙薇一脸乖巧地将早餐递给黄小龙 黄小龙一边吃着可口美味的早餐 一边上了孙薇的车 这次有孙薇开车 黄小龙就不开他那辆比亚迪了 江南市毗邻滨海 从滨海出发 走高速路的话 也就是一个小时不到的车程 很是方便 孙薇将车开到了高速路口 只见 在一旁已然是停着不少豪车 兵力 揽胜 汉马 大切诺基 木马人 在这些车旁 站着不少身穿练功夫的男子 少数几名女性 黄小龙就看到了孙虎 孙峰等人 孙薇把车靠边 和黄小龙一起走了下去 小龙大师 早上好 孙虎等人 连忙客客气气地 给黄小龙打招呼 黄小龙笑嘻嘻地点了点头 这次 孙家派去江南市的 有几个第一代的元老 另外第二代人物有十二个 第三代包括孙薇在内 一共三十四人 可以说是阵容鼎盛了 孙老爷子坐镇祖屋 并没有前来 根据孙虎介绍 届时上台打拳的 大概就是第二代的几人 第三代的孙峰和几个同辈也会出场 去这么多人 并不是每一个都会上台打拳 也就是撑撑场面 抑或着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 黄小龙看了一眼 站在孙峰身旁的几名孙家 第三代精锐 应该都是要上台代表孙家打拳的 一个个都是满眼凶狠好斗的神色 就好像浑身精力无处发泄似的 体魄也强壮得很 双手布满老茧 这时 孙家不少人 看着黄小龙的时候 却都有些不以为然 毕竟黄小龙看起来 太过年轻了 一脸人畜无害 还细皮嫩肉的 不像是习武之人 甚至有一些孙家第三代的族人 还咕弄道 就这人 怎么替我们抵挡仇家 他该不会是和我们结伴 一起去江南市游玩的吧 对于这些质疑的态度 黄小龙不以为意 在孙薇耳边低声道 白虎妹妹 看来你们孙家有很多人 都不服我呀 小龙 你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这些人井底之蛙 哪里知道你的厉害 孙薇有些不屑地看了看族人 心说 你们迟早会被小龙的绝世手段 吓得说不出话来 既然人都到齐了 大家这就驱车前往江南市吧 孙家一名第一代元老 朗声发话 众人分别上车 出了高速路收费站 开往江南市 孙薇的兰博基尼上 就只坐了他和黄小龙二人 他一边开着车 一边对黄小龙道 小龙 你去过江南市吗 哦 没去过 白虎妹妹 你去过吗 江南市怎么样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道 我去过好几次了 江南市要比滨海繁华一些 孙薇认真地回答道 因为每年都会在江南市 举办鼓舞擂台拳赛 历时已久 所以江南市的民风 要比滨海彪悍很多 这是江南市最大的特点 简单来说 就是江南市舞风即胜 范夫走足里面 说不定也有一些练舞的 不过一野路子居多 在江南市的小学课程表里 也有武术课 哦 这样啊 黄小龙点了点头 孙薇继续说道 除了每年一度 全国鼓舞家族的擂台拳赛之外 江南市还有很多地下拳赛 不少江南市本地的老板 非常喜欢看拳赛 并且开盘口下注 还有外地的老板过来赌钱呢 打拳 在江南市 就是一种赌博 有时候赌池里面的赌金 都会达到数千万 甚至上亿之多 在江南市 赌拳绝对要比赌球更流行 根据孙薇的描述 黄小龙对江南市 大概有一个粗浅的了解了 开了一个小时的车 车队开始下高速路口 算是进入了江南市的地界 车队在市区里行驶着 黄小龙绕有兴致地透过车窗 观望外面的景色 江南市果然是顶级的大城市 街道宽敞 干干净净 车水满龙 一栋栋摩天大厦拔地而起 大气磅礴 果然就是一眼能够看出 江南市要比滨海至少领先好几年 黄小龙心想 陈家被称为江南市的第一家族 看来无论哪方面 或许都要比被自己灭掉的滨海高家 胜出一筹 车队在市区里兜了一小圈 便来到了事先预定好的酒店 嘉年华大酒店 这是一个标准的五星级酒店 坐落在近郊 闹中取静 与人一种安逸的住宿休闲环境 孙家的人来到江南市之后 暂时就在这 嘉年华大酒店 落脚 下车 黄小龙抬眼看着这规模不小的五星级酒店 眼瞳之中 却是浮现出一抹异样的光芒 这还是大白天的 酒店上空 就有浓浓的阴气沉浮 一看就知道这酒店里面不干净 而且 还不是一般的脏 呵呵呵呵 五星级酒店 这酒店里面不但有厉鬼 而且 为数不少 有意思 刚刚一来江南市 就遇到这档子事 看来 这次江南市执行 不会很枯燥呢 第401章 赢家族人 孙家的人陆陆续续进入酒店大堂 黄小龙和孙薇也是连妹而入 不过黄小龙没有告诉孙薇 这酒店不干净 一进大堂 嗖嗖嗖的阴风穿堂而过 吹在人身上 不禁抱起一层鸡皮疙瘩 小龙 这酒店冷气开得真足合 孙薇缩了缩脖子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孙家一名第二代人物 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黄小龙也是凑了上去 只见 几名漂亮的前台小姐 都有一个特征 她们的眉心极恶功 晦涩无光 这是典型的灾恶之下 说白了就是长期和脏东西接触 身上都沾染了阴气 事实上 孙家在来到江南市之前 就已经在嘉年华大酒店 订好了房间 现在只不过是领取房卡 小龙大师 这次我们订的是28楼 也是顶楼的房间 呵呵 顶楼住着舒服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那名孙家第二代人物 对黄小龙倒是极为客气 不过 顶楼是28楼 黄小龙一愣 刚才在进酒店之前 黄小龙数了一下 这家五星级酒店 最顶楼 分明就是29楼 是啊 先生 我们嘉年华大酒店的最高楼层 是第28楼 一位前台小姐对着黄小龙 非常职业化的温婉一笑 哦 黄小龙点了点头 也没多说 看来 这酒店的第29楼 被鬼遮掩了 普通人根本看不到 就连酒店的工作人员 都认为只有28层 这个五星级酒店的29楼 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先生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前台小姐笑道 哦 没问题了 黄小龙笑了笑 忽然扫了其他几名前台小姐一眼 你们几位 是不是有职业班啊 先生 我们都有轮流职业班的 那位前台小姐笑道 你们在职业班的时候 是不是每过凌晨零点 就特别犯困 怎么样也打不起精神 黄小龙笑问道 好几名前台小姐都听到了黄小龙的话 然后异口同声地道 是啊 先生您怎么知道 黄小龙点头道 没什么 不过记住 晚上你们尽量不要打瞌睡 如果听到有陌生人叫你们的名字 千万不要东张西望 更不要回头 黄小龙从那名孙家第二代人物手中 拿了一张房卡 因为你们身上的三把火 都已经灭了一把了 前台小姐们呆若木鸡 28楼 黄小龙的房间 黄小龙单独住一个房间 这房间极为的宽敞 装饰风格堪称奢华 从落地长窗往外望去 如果是在天气好的晚上 便能够饱饱江南市的美丽夜景 不过 房间里好像老是有一些东西 藏在暗中 盯着黄小龙看似的 诶 这酒店的29楼有问题 到了晚上 我上去看看 顺便把鬼祟给灭掉 黄小龙笑了笑 咚咚咚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黄小龙走过去开门 孙薇一脸兴奋地冲进房门 黄小龙一边关门 一边顺势就把孙薇给搂住了 白虎妹妹 今晚你干脆到我房间里睡吧 黄小龙的魔爪 大字地在孙薇曼妙的郊区上缩寻着 小龙 别闹啊 我有正事告诉你呢 孙薇被黄小龙的手 弄得啰啰啰花枝乱颤的 啥事啊 要去打拳了 黄小龙黑黑笑道 打拳 那倒没有 孙薇连忙抓住黄小龙的手 阻止他继续使坏 小龙 我们孙家提前过来 就是为了拜访江南市的场面人物 地方上的权贵 黄小龙点头 虽然孙家是鼓舞家族 但如今基本上已经商业化了 在江南市 孙家开设了好几个舞馆 每年的纯利润 小几百万是有的 既然是做生意 就免不了要和江南市的地头舌套交情 黄小龙明显对这个不感兴趣 全赛开始之前 他宁愿在江南市好好唱玩一番 哦 白虎妹妹 你们要去拜访江南市的本地权贵吗 那你们去忙吧 我就不去了 黄小龙笑道 小龙 你不去 这次你不去会后悔的 孙薇眼睛发亮的道 刚才几位叔叔得到消息 赢家的赢澳山小姐 她目前就在绿柳山庄盘缓 目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多 咱们赶紧去见识 见识赢澳山小姐的风采吧 赢澳山 黄小龙听孙老爷子说过 赢家是华夏十大鼓舞世家之一 也是江南市擂台全赛的组织者 说白了 赢家就相当于这场 大规模全赛的裁判 现在得到了赢家族人的消息 诸如孙家这种要参加全赛的家族 还不眼巴巴地跑过去跪舔 如果能够侥幸和赢家的人 攀上一丝丝关系 对于之后的全赛 说不定都是大有弊意之事 再说了 赢家是传承自秦代的古武世家 高手辈出 就是孙家这一类古武家族心目中的神旨 能够瞻仰赢家族人的风采 那可是朝圣一般的大事 既然是十大古武世家的人 黄小龙自然也来了兴趣 那好 白虎妹妹 现在就去嘛 我陪你去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赢澳山 是不是很漂亮啊 呃 漂亮 这个 应该是很漂亮吧 孙薇愣了一下 这才说到 几位叔叔说 赢澳山小姐很是神秘 她痴迷于音律 喜欢以音律会友 可是呢 她从不以真面目是人 除非 有人用音律打动了她 这样才有资格 单独与她会晤 看看她长什么样子 但是至今没有听说过 有谁见过赢澳山小姐呢 晕死了 故弄玄虚嘛 估摸着是个丑女 不敢见人 所以才搞出这种花样 黄小龙不屑地笑了笑 如果像我家白虎妹妹这么漂亮 哪有不敢见人的 还巴不得让世人欣赏自己的美丽呢 哼 小龙 你真会说话 可我哪里比得上 赢澳山小姐呢 那可是赢家的族人啊 传承了几千年的家族 族内的鼓舞宗师都不少呢 孙薇奄然一笑 还有小道消息说 赢澳山小姐 就是今年擂台全赛的裁判之一 得了 白虎妹妹 你是不是很想看看 赢澳山长什么样子 那我今天你满足你的愿望 哈哈哈哈 我也看看 他究竟是美女还是丑女 黄小龙哈哈一笑 第402章 再看 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黄小龙和孙薇从房间里出来 乘坐电梯到了酒店一楼大堂 只见孙家的族人们 除了第一代的几名元老不在 其他的近处都已经换了身衣裳 坐在大堂的沙发上议论纷纷起来 尤其是以孙丰为首的孙家第三代 都是年轻人 嗓门很大 据说赢澳山小姐 最喜欢听人演奏各种乐器 如果打动了她 就会被她带之以礼 不知道这传闻是不是真的 赢家的小姐啊 这身份可厉害了 风哥多才多艺 也学过乐理 会弹钢琴和吉他 说不定能够博赢澳山小姐一笑啊 是啊 风哥 你要是被赢澳山小姐看上 单独会晤 那我们孙家的面子可就大了 呵呵 孙丰神色很是得意 脸上的笑意根本绷不住 对 钢琴和吉他 我算是拿手的 等会去了绿柳山庄 如果有机会 我便弹奏几首曲子 看看能否入营澳山小姐的耳 吐 你不是有一个绿茶表女朋友吗 好像叫什么柳燕来着 怎么 现在建议辞签了 想去勾打营澳山了 黄小龙带着孙薇走过去 笑嘻嘻地对孙丰调侃道 孙丰神色一怒 但不敢和黄小龙顶嘴 孽如道 营澳山小姐 那就是天上明月 我们只不过是萤火之光 怎么可能心存妄想 若能见他一面 已经是万幸的事了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道 我看营澳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等会儿我就看看他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们想看 我让你们也瞧瞧 噗 孙家一名第三代的少年 忍不住扑吃一笑 然后掩住嘴 但脸上的表情 已是憋得极为辛苦 大部分孙家族人 都用一种讽刺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你想见营澳山小姐的面 你以为你是谁啊 虽然你有个很厉害的师尊 可人家营澳山小姐 那是赢家的人 人家需要给你面子吗 你要是造次 直接把你撵出去 说不定还会招致杀身之祸 好了 都别说了 抓紧时间 我们这就去绿柳山庄吧 孙虎站起来说道 赢家族人 神龙见首不见尾 咱们去晚了 说不定赢澳山小姐就走了 当下 众人开着车来到了绿柳山庄 这是江南市郊区的一个依山傍水之处 环境优雅的不像画 就好像是画中的仙境一般 把车停好 众人步行进入山庄 绿柳山庄里 不但有许多杨柳树 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绿竹丛 迎风摇曳 雅致天然 不多时 便来到一处花团紧簇 鸟语花香 小溪缭绕的巨大园林中 一看 园林中已经有不少人席地而坐 这些人 大多数都是筋骨强横 气息饱满 明显就是练过鼓舞拳法的 其中有的两边太阳穴微微突出 眼神凌厉 分明就是高手 可现在 这些人坐在草坪上 大气也不敢吐一口 翘首以盼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在园林的一角 放了大量的乐器 有民族乐器中的琴 瑟 柱 琵琶 胡琴 笛 销 石 排销 管子 等等 也有西洋乐器中的钢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吉他 贝斯 架子鼓 等等 嘖嘖 这尼玛就好像来到了一个乐器博物馆吗 黄小龙一脸看热闹的表情 孙家的人 也是在园林中 找了一块空旷草坪 坐了下来 小龙 不知道今天迎奥山小姐 会不会给机会 让想见他的人弹奏乐器 孙薇一脸好奇地道 对了 小龙 你会玩乐器吗 黄小龙还没答话 忽然 坐在左侧方的一名二十来岁男子 目光瞪了过来 厉声道 这里是绿柳山庄 迎奥山小姐方家在此 你们喧哗什么 不过 当这男子看到孙薇的样貌之后 眼中的怒火见面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贪婪的表情 更是肆无忌惮地在孙薇那惊艳的脸蛋儿 以及玲珑有致的身段上扫描着 孙薇一个黄花大闺女 再说自己的男神就坐在身旁 哪里忍得了被一个陌生男子 如此大胆地扫视 她愿怒道 关你什么事 还有 你看什么看 呵呵呵 怎么 我为飞扬看你几眼 你还不高兴呢 那男子眼皮子微微一掀 看了看孙风等人 玄机不屑地道 我以为是谁 原来是孙家的人 孙风 一年不见 不知道你的功夫长进了没有 哈哈哈哈 这位飞扬将声音压得很低 但语气之中 却满是嘲讽和鄙视 似乎孙家在他眼里 非常渺小 你 喂 喂飞扬 你 你不要太过分了 在滨海可以说是 凹张跋扈的孙风 滨海四少之一 如今却是一脸敢怒不敢言的表情 显然是在眼前 这个魏飞扬手里吃过大亏 孙虎坐在黄小龙和孙薇身旁 他低声道 小龙大师 喂喂 这家伙是魏家的人 去年在江南市的拳赛擂台上 一名惊人 连拜十几名对手 小风他也拜在魏飞扬手中 说起来 很是丢人 仅仅一招 小风就落败了 而且肋骨都被打断了几根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 才好的 我看 魏飞扬今年的气度 更胜去年 他或许已经踏入半步宗师的境界了 可以将真气附着在拳脚上了 那 那就厉害了 说话见 孙虎也是语音发颤 明显对于魏飞扬十分忌惮 孙虎自己也就是把肉身练到圆满了 可远远没有达到半步宗师的境界 要是让他和魏飞扬打一场 多半也是输 甚至有可能被打死 因此 孙虎也是警告孙家族人 不要去顶撞魏飞扬 以免遭殃 任气吞声便可 这就是所谓的武林 谁的拳头大 谁就能骑在别人头上 自以羞辱 其实黄小龙稍微一眼看去 就知道魏飞扬的实力了 对 就是半步宗师 在他体内 有着一道真气在游走 但是这道真气并不茁壮 也不活泼 无法离一体伤人 充其量就是附着在拳脚上 在和人交手的时候 通过肢体的接触 轰入敌人身体内部 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这情况 和林子聪也就差不多 黄小龙打入一道真气 到林子聪体内 林子聪只要花时间 温养这道真气 也能踏入半步宗师的行列 这位飞扬不到三十岁 就成为了半步宗师 从天赋上来讲 算是不错了 在普通人眼里 便是难以逾越的存在 终其一生都只能够仰望 可是在黄小龙看来 也就是个垃圾啊 尼玛 一个垃圾 还敢盯着老子的老婆 色眯眯地看 简直就是找死 那啥 你再看我老婆一眼 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黄小龙朝着魏飞扬笑了笑 闻言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刹那间 魏飞扬的脸上 便是浮现出一层浓浓的凶利之色 眼中杀鸡狂闪 右手微微一抬 掌缘卷起一层气流 就好像 这层气流要脱离而出 飞一盏黄小龙 这下子 孙家族人都大感不妙 黄小龙若无其事地道 我说你在看我老婆一眼 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 你是笼子吗 听不清楚我的话 草坪上坐着的其他人 看到黄小龙一来就和魏飞扬针锋相对 眼中便都是浮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魏飞扬在去年的全赛上 就是最大的一匹黑马 如今苦练了一年 只有更厉害的 几乎可以说 在今年的全赛上 魏飞扬都是最难对付的人之一 魏家除了魏飞扬之外 还有几个高手 他们在今年 势必要拿下 更多的武馆份额 孙家要是惹怒的魏家 恐怕会遭到重创 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堂装的老者 一脸和气 走到了草坪中 笑道 各位 我家傲山小姐说 既然大家伙都来了 那么 喜好乐器的 便弹奏一曲吧 如果我家小姐喜欢哪一位所淡的曲子 便会发出邀请 共进午餐 这一说 草坪里的人 都将注意力转移了过去 有一些人眼中 闪过亢奋的光芒 跃跃欲试 孙风也是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和迎奥山共进午餐 对于草坪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无上荣耀的事情 当然 黄小龙除外 暴怒的魏飞扬 这时也是飞快收敛的怒意 脸上笑盈盈的 十分优雅 只不过 却是对黄小龙冷笑道 你是孙家的人吧 好 今天我就不收拾你 只要你还在江南市 我魏飞扬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 魏飞扬转过身去 活动了一下手指 目光看向了草坪一角的乐器 似乎他也精通音律 准备挑选一件乐器来弹奏 小龙大师 您 您这是把魏飞扬给得罪了呀 孙虎一脸忧愁 这家伙牙字必报 虎说 您别害怕 小龙一根手指就能戳死他 孙薇不以为意地道 是啊 我一根手指就可以了 黄小龙笑得更是欢畅 孙虎却是摇头叹息 一根手指把魏飞扬戳死 人家有可能是半部宗师啊 除非是你师尊亲自来 否则 就你 怕 怕不是魏飞扬的对手啊 哎 小龙大师 你还挺能惹事的 各位 那边有各种乐器 请各位自便 唐庄老者温言一笑 不善音律的 全且当个听众吧 不要喧哗过早 打扰我家傲山小姐清静就好 自始至终 内营傲山都没有出现过 而黄小龙却是看到 眼前这唐庄老者 身体内部 已经凝练出足足十一道真迹 是鼓舞宗师 而且战斗力比艳翩翩还要强一些 我 我会弹钢琴和吉他 孙风第一个站了起来 面皮账得通红 急于献祭 请 唐庄老者 对着孙风笑了笑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第403章 凤囚黄 看来 为了目睹 赢阴奥山的绝世方姿 在场这些人里面 但凡会弹奏乐器的 都卯足了劲 滨海四少之一的孙风 第一个上场 他满脸亢奋地走到了草坪的一角 挑选擅长的乐器 孙家之人 进阶充满了激动与难以描述的期待 他们都盼望着 孙风能够通过演奏 打动阴奥山 得到青睐 如今 大敌当前 多年前的仇家 已然是诞生的古武宗师 孙家万万难以抵挡 虽然这次黄小龙随行 但孙家的人无不认为 除非是黄小龙的师尊亲自出马 否则 凭借黄小龙这少年 恐怕也是白搭 但目前看来 黄小龙太过玩世不恭 目空一切 他的师尊 并没有现身的迹象 那么 孙家不得不为自己做一些打算 今天迎奥山举办的小会 就是默打机缘 能够与迎奥山攀上一些关系 那仇家自然不可能把事情做绝了 甚至于 如果迎奥山能够对孙风产生男女方面的感情 那孙家就升天了 很快 孙风便是坐在了一架钢琴后面 小风 并且杂念 好好弹奏 孙风之父孙虎 语音发颤的道 小龙 风哥以前学过钢琴 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还拿过奖呢 孙威笑道 不知道风哥能不能打动 迎奥山小姐为我们孙家争光 嘿嘿 黄小龙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不是他看不起孙风 要是迎奥山那么容易打动 早特么被男人给玩烂了 哼 那位飞扬本来想第一个下场的 没想到被孙风抢了先 他用残忍的目光看着孙风 手指头动了动 杀机浮现 孙风开始弹奏钢琴 他弹奏的是贝多芬名曲 至爱丽丝 旋律优美 技法娴熟 在演奏的时候 与人一种感觉 好像是有一个欧洲中世纪的少女 来到了草坪中 欢快地翩翩起舞 不得不说 孙风的钢琴技巧 还是不错的 至少已经达到了专业的水准 草坪中 众人都安静地聆听着 有的还忍不住连连点头 也有一些男子 眼中浮现出来了近乎猙獰的妒忌表情 尤其以那位飞扬最甚 这些人都害怕 担心 孙风的音律 打动营奥山 如果被孙风拔得头愁 其他人就要抓狂了 一曲终啊 孙风满含期待地看着那唐庄老者 脸皮发光 刚才的弹奏 依然是孙风超水准的发挥了 是他学会弹奏钢琴以来 最为优美的一曲 也是最淋漓尽致的一曲 以至于 孙风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信心 这一曲 足以在国际钢琴大赛上拿奖 相信 迎奥山小姐听到之后 芳心会有所触动 前辈 不知道晚辈这一曲 能否入奥山小姐的耳 孙风非常绅士地站立起来 孙家的人 各个平住呼吸 不光是孙家的人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很揪心 也就是黄小龙 微微摇头 咕弄道 这么难听 也敢跑出来弹 人家弹琴是要钱 你特么弹琴是要命呢 抱歉 唐庄老者摇了摇头 请坐回原位 啊 什么 我 我这一曲 孙风全身上下 涌起一种巨大的失望 孙家的人 一片唏嘘 呵呵呵呵 魏飞扬却是如是重负地笑了笑 孙风不甘地走回到了孙家的坐席区域 闷声坐下 口中还不停地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已经超水平发挥了 无论多么挑剔的人 都应该很欣赏我才对啊 还有哪位 惊善于音律呢 唐庄老者何须发问 话音刚落 魏飞扬直接站了起来 他长身而立 顾盼之间 竟是风神俊朗的味道 尊贵的澳山小姐 在下魏家魏飞扬 自幼也是痴迷于音律 甚至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也都颇有涉猎 近日 恰好新学了几首鼓曲 这便在澳山小姐面前献丑 抚琴一曲 聊以助兴 魏飞扬这话说得极为漂亮 加上近年来在鼓舞圈子里威名颇盛 人也儒雅 因此草坪中 许多人都自残行贿 嘿嘿 黄小龙不懈地笑了笑 孙薇也是低声骂道 这家伙倒会演戏 刚才还凶巴巴 像是要吃人的样子 还色眯眯盯着我看 现在摇身一变 好像书生的样子 说话也温柔柔的 真恶心 托 白虎妹妹 她玩不出什么花样的 不信你走着瞧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音律这东西 明心显性 直指本心 这个魏飞扬为人凶残 应是狼固 又是个欺凌弱小的人 她能弹出什么打动人的乐趣 咦 小龙 你 你还真懂音律啊 孙薇大祈祷 虽然我不懂你说的什么 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哈哈哈哈 音律啊 我懂 都是他们教我的 黄小龙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这时 魏飞扬已然是坐在了一架鼓琴后面 目光一扫 草坪内 众人都不由地安静下来 她开始弹奏 只将魏飞扬五指轻轻拨弄琴弦 蹭蹭蹭的琴声悠然响起 情质缠绵 古运盎然 虽然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魏飞扬弹奏的是什么曲子 但不由都是听得心神皆醉 不得不说 魏飞扬真的就是温武双全 一代天骄 或许 这样的人物 值得赢家神女鹰傲山青睐吧 一曲终啊 鱼音却是阴晕在草坪区域 啪啪啪啪啪 人们发出情不自禁的鼓掌声 很快 整个草坪上 便是响起了如雷贯耳的掌声和喝彩声 呵呵 多谢大家 魏飞扬施施然站了起来 风度翩翩 极为自信地看着唐庄老者 笑道 前辈 在下这一曲凤求黄 不知道奥山小姐 意下如何 哼 我这一曲 几乎当事无敌 况且 我弹奏的是古曲 迎奥山小姐 她本就是孤武家族的小姐 恐怕夕阳热气 她会不屑一顾 而我弹奏古曲 无双无对 我还不相信 打动不了她 哈哈哈哈 我为飞扬风流倜傥 若是能够得到迎奥山小姐的爱慕 从此之后 入赘到赢家 那我的未来 无可限量 在场之人 基本上都相信 迎奥山会选中尉飞扬 做入目之宾 呃 不 共进午餐 毕竟 魏飞扬的古琴技巧 着实太高明了 两相对比 刚才孙丰的钢琴技巧 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魏家公子 请稍等 老朽去问问奥山小姐 唐庄老者 也对魏飞扬的琴技 极为动容 第四百零四章 黄小龙出场 唐庄老者匆匆离去 魏飞扬站在古琴后面 傲然看向草坪中的人 就好像是一只骄傲的公鸡 草坪里坐着一些女性 听完魏飞扬刚才的演奏 如今也是对魏飞扬深深的痴迷 满眼花痴状 此子的确是才华横溢 比一般的什么富二代顽固子弟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古武家族培养出来的才俊 的确是人中龙丰 太可恶了 难道迎奥山小姐 真的会邀请这个狂妄虚伪的家伙 共进午餐 不要啊 孙薇低声骂道 他是恨透了魏飞扬这种人 很快 草坪中就响起 此起彼伏县魏拍马屁的声音 魏少的琴声 真是太打动人了 意境相当不俗 不是音律方面的天才 根本不可能弹奏出来 如此美妙的乐曲 啊 是鼓曲吧 现在的人 对鼓曲还有研究 还能研究得这么透彻 真是非凡啊 此曲指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文 刚才那一曲 不得不说 让我仿佛穿越回到了古代 恭喜魏少 能够获得殊荣 与迎奥山小姐 共进午餐 真是献杀旁人 哈哈哈哈 魏少 等会儿能否告诉我们 迎奥山小姐 究竟长什么模样啊 呵呵 魏飞扬 十分享受这种 被人恭维讨好 仿佛站在云端 俯视一切的优越感 他含笑点头 十分疯雅 这些肉麻的话 听得黄小龙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忍不住倒 没用的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听到黄小龙的话 魏飞扬双瞳收缩如针狼 隔空看向黄小龙 气机牵引 就好像由两口匕首 直刺过来 黄小龙淡然一笑 迎奥山不会欣赏你的音律 你消停吧 不要在这里奢望 可以和他一起吃午饭 嘿嘿嘿 这话一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黄小龙的身上 哈哈哈哈 你 妒忌了 魏飞扬将胸残和嗜血压住 对黄小龙讽刺道 你弹这首凤球黄 乍一听是花团锦簇 有比翼双飞的意思 但是情绪方面太平实了 曲子里表达的浓烈爱意 被你弹出来根本就没有嘛 而且 你过分地追求炫技 滑而不实 总而言之 你弹这首曲子 蒙一下不懂行的人 那是可以 但真正懂得音律的人 只会越听越恶心 那啥 刚才我都差点土了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你 在 说 什么 面对黄小龙的诋毁 魏飞扬简直就是恼羞成怒 眼睛里面 都瞬间充斥起来血丝 如果这里不是绿柳山庄 恐怕他早就冲上去 把黄小龙撕成粉末了 对于黄小龙这种说法 草坪里的人 一个个都是不以为然 心想 你懂个屁 张嘴就来 完全就是为了污蔑打击人家魏飞扬 人人都不是龙子 刚才魏飞扬弹奏的曲子 宛如仙音一般 却被你说得一文不值 你这妒忌心也太强了 孙家的人 心里忐忑得很 早知道就不让黄小龙来绿柳山庄了 尼玛 这下倒好 硬生生把魏飞扬给得罪透了 这可是半步宗师的存在啊 就你这穷酸的样子 你还懂得阴律了 魏飞扬怒急而笑 身上散发出冷峻气息 直卷黄小龙 就在这时 那唐庄老者 却是快步朝草坪这边走了回来 魏飞扬整理了一下情绪 对黄小龙冷笑道 本人暂且不理会你 与尹奥山小姐共进午餐之后 再来炮制你 唐庄老者走到草坪中 目光看向魏飞扬 魏家公子 嗯 魏飞扬朝着唐庄老者走去 笑道 劳烦前辈带再下去见迎奥山小姐 呃 见状 唐庄老者微微一愣 旋即摇头道 等等 魏家公子 恐怕你是误会了 是才 老朽询问过我家奥山小姐 小姐说道 魏家公子这一曲凤秋黄 并未能打动小姐 什么 魏飞扬脸上的得意非凡的笑容 顿时凝固 整张脸都阴沉了下来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之事 刹那间 魏飞扬怒火冲天 整个人就好像是受到了什么欺骗一般 要发作出来 身体都因为愤怒而不停地抽搐 唐庄老者不疾不虚地道 我家奥山小姐说道 魏家公子你弹这首凤秋黄 乍一听是花团锦簇 有比翼双飞的意思 但是情绪方面太平时了 而且 你过分地追求炫技 滑而不实 思 营奥山对于魏飞扬的评价 居然和刚才黄小龙所言 如出一辙 所有人的目光 都呆滞地看向了黄小龙 甚至大家都怀疑 黄小龙是不是和营奥山提前串词了 当然了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魏飞扬终于爆发出来了怒火 目次欲裂 情绪完全失控 魏家公子 请注意言行举止 唐庄老者冷笑了一下 目光中爆发出晴天霹雳般的光芒 一个眼神 就让得魏飞扬全身发寒 不敢造次 要知道 唐庄老者乃是真正的鼓舞宗师 体内凝练出来了足足十一道真迹 远非魏飞扬这种半部宗师可比 一个眼神 气场笼罩 破人心灵 直接就把魏飞扬给吓软了 魏飞扬不敢多说半句 却是用那无比怨毒 充满了杀鸡的眼神 看向了黄小龙 就好像 营奥山不欣赏他的琴迹 全都是黄小龙的过错 全部都是黄小龙造成的 魏家公子 请回到你的位置坐好 唐庄老者淡默道 是 魏飞扬灰溜溜地走到自己的座席坐好 请问 那位还要弹奏乐曲给我家奥山小姐听呢 唐庄老者目光四顾 这时 在场的人 都万念俱灰 含个屁 就连魏飞扬这等神乎奇迹的古琴曲子 都被迎奥山说得一文不值 其他人纵然会弹曲子 也绝对比不过魏飞扬 上去弹 不是自取其辱吗 足足三分钟 在场没有人站出来 唐庄老者略微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罢了 既然如此 今日小会 就此结束 各位请便吧 唐庄老者 下了逐客令 许多人也垂头丧气地站了起来 准备走人 就在这时 呃 等一下 不如让我来弹一曲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站起来 朝着草坪那边的乐器走去 啊 小龙你 你真的会弹琴啊 孙薇大吃一惊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黄小龙 哼 就你这样子 你也懂音律 装模作样的 魏飞扬宁笑道 唐庄老者愣了一下 然后还是说道 请大家安静 听这位少年弹奏 黄小龙走了过去 挑了一架新的古琴 盘膝而坐 将古琴放在双膝之上 微微一笑 酝酿情绪 忽然 黄小龙气质大变 他变得人如风拂玉树 血果穷包 充满了灵气 食指放在琴弦之上 便要开持抚琴 第405章 白鸟嘲讽 看到黄小龙气定神贤地坐在了古琴的面前 许多人也都是纷纷投意不屑的眼神 毕竟 黄小龙穿着平凡 甚至在富贵之人看来 太过寒酸了 他年龄意识不大 在鼓舞圈子中 也没有这一号人物 标准的名不见经传 就他 难不成还能够超越魏飞扬的琴迹 有了魏飞扬这个朱玉在前 并没有什么人 会看好黄小龙 弹出美妙曲子 准备离开的人也都是坐了下来 玩味看着黄小龙 眼神之中并没有什么欣赏的意味 有的全部都是调侃 嘲笑 幸灾乐祸 看热闹 唯有孙薇 倒是两眼放光地看着黄小龙 他知道 自己的男神是无所不能的 这时 黄小龙按照地府中 那些古代琴师的教导 平复心情 心如止水 双手在琴弦上面 浮动了起来 黄小龙专注于古琴 双手十分地清零 顷刻间 那行云流水般的美妙音符 便是活泼泼地飞扬了出来 琴韵叮咚 连绵不绝 那些满脸不屑和幸灾乐祸的人 现在 表情完全地凝固了 很快 眼睛也发直了 魏飞扬的神色 骤然凝固 眼神变得阴森森的 好像要吃人 孙薇美眸发光 深情款款地看着黄小龙 琴音如行云流水 黄小龙整个人更像是阴晕 在了一片浮动的鲜雾中 起初的时候 听着还会刻意拿黄小龙演奏的曲子 去和魏飞扬刚才所奏的凤秋黄比较 但是听到后来 人人都浑然忘了比较 全身心地沉浸在漫妙空灵的琴声中 那唐庄老者 眼睛眯起 摇头晃脑 无比陶醉 脸上的表情 时而变化 若有所悟 渐渐地 黄小龙的琴声之中 开始夹杂无数鸟语 这 赫然 众人陷入了一种难以描述的震惊之中 黄小龙琴声里面的鸟语 并不是用琴声模拟出来的鸟叫 而是 真正的鸟鸣 只见 这片园林的鸟雀 竟然纷纷被琴声引来 只听得空中震意之声大作 东南西北各处 飞来数百只雀鸟 好嘛 不仅仅是园林中的鸟雀被琴声引来了 竟然好像是整个绿柳山庄的鸟雀 都蜂拥而至 画眉 黄鹰 杜鹃 喜鹊 鸽子 麻雀 群鸟齐来 发出周秋鸟鸣 和黄小龙的琴声 相互应答 一场一鹤 这场面 简直堪称神迹 无数鸟雀 竟然和琴声一问一答 或其声合唱 宛如和弦 在曲子最为高 潮之处 鸟儿们纷纷降落了下来 或是站立在黄小龙身旁的树梢上 摇头晃脑 叽叽叫 或是落在芳草地上 甚至干脆就落在黄小龙的肩膀上 头上 手上 这一刻 草坪中的所有人 包括对黄小龙恨之入骨的魏飞扬 都如痴如醉 被眼前这微微奇观的场面 震得心持神迷 人人都感觉 自己置身于一个童话梦幻的世界 又好像是进入了一张田园山水画卷里面 唯美飘渺至极 此时此刻的黄小龙 空灵如仙 整个人寺中天地之灵会 秦升隐然透出王者之意 无数的鸟儿 围着黄小龙上下偏飞 翱翔 五颜六色的羽毛 缤纷闪耀 最后 秦升若有若无 终于万籁俱寂 黄小龙站了起来 一挥手 去吧 所有雀鸟一起发出鸣叫 然后骑骑朝东南方向飞去 宛如一团彩虹 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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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坪中的人才回过神来 竟没有人鼓掌 他们不敢鼓掌 生怕稍微一点点声音 就把这诗歌画卷般的意境破坏掉了 呵呵呵 黄小龙目光看向了东南方向 笑嘻嘻地道 迎奥山小姐 我这一首白鸟嘲讽 恐怕你闻所未闻 我这人 也不轻易弹琴 今天一时兴起 算是你的福气了 这话 说得太狂妄了 弹奏此曲 迎奥山能听到 居然是他的福气 可是 黄虽狂 在场的人 居然没有一个 能够反驳黄小龙半句 音律引来白鸟 琴声宛如鸟中王者 这的确是奇迹 奇迹中的奇迹 如果 黄小龙以此曲 全球巡演 那么 他必然将成为轰动世界的音乐家 引来无数疯狂的膜拜 啊 赫然 那唐庄老者 爆发出一声狂吼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是被他引了过去 只见唐庄老者 面目赤红 全身焕发出来一种 近乎大彻大悟的味道 呵呵 黄小龙 黄小龙扫了唐庄老者一眼 他体内的十一道真气 已然是变成了十二道 很显然 刚才黄小龙的琴音 让得唐庄老者顿悟 打碎了五道修炼上的瓶颈 白鸟嘲讽 白鸟嘲讽 哈哈哈哈 好一个白鸟嘲讽 唐庄老者 目中金光暴闪 他是鼓舞宗师 可修炼方面 已经卡在瓶颈十年之久 无法突破 就在刚才 黄小龙一曲 白鸟嘲讽 居然触动到了他的心灵 让得他击穿枷锁 终于诞生出来了 第十二道真气 这位公子 今日大恩大德 老朽日后必有后报 唐庄老者 竟然是对着黄小龙一个鞠躬 他 吓惨了 在场的人 脸都下绿了 几乎人人都知道 这唐庄老者 厉害非凡 至少都是鼓舞宗师 就连魏飞扬在他面前 都只有低头的 可是 他在此时此刻 居然对着黄小龙行鞠躬大礼 孙家的人 又惊又喜 甚至已然是被震惊得魂不附体 无妨 是你自己机缘到了 不必谢我 黄小龙老神在在地道 这就请公子 去见我家傲山小姐吧 唐庄老者发出邀请 不 魏飞扬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好像受伤了野兽 他何德何能 也配去见迎傲山小姐 况且 迎傲山小姐 并没有认可他的琴记 不 就在这时 草坪的上空 响起一把极为空灵 极为梦幻的少女嗓音 公子神人 秦韵极秦 如梦幻一般 这实在是 奥山毕生所听到 最为美妙 最为打动人心的乐曲 奥山恳求公子 共进午餐 公子说的没错 这等神曲 奥山有生之年能够听到 的确是莫大的福气 公子 奥山五体投地 扫踏相迎 公子是奥山所邀请的第一位男子 这女生 说到最后 竟是有些哽咽 仿佛是被击穿了心灵最柔软的部位 感动到了极点 公子 奥山小姐有请 唐庄老者 毕恭毕敬地对黄小龙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嗨嗨 黄小龙看了魏飞扬一眼 笑嘻嘻地道 我饿了 吃饭去了 嘿嘿 第406章 扬长而去 黄小龙随着那唐庄老者去了 事实上 黄小龙倒是对那个极其神秘的 英奥山 有些好奇 更为好奇的 是鬼王丫鬟 英可新 到底是不是这一个孤武家族 赢家的先祖 孙家的人 都是振奋不已 黄小龙得到了 赢奥山的青睐 如此 孙家也有了种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感觉 孙薇倒是没有什么促意 只是用小女孩 崇拜盖世英雄的迷恋目光 目送黄小龙 这时 魏飞扬和魏家的人 则都是怨读很深 尤其是魏飞扬 死死盯着黄小龙的背影 双眸之中 充满了仇恨与杀鸡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 恐怕黄小龙早就被灵池处死了 小子 我记住你了 魏飞扬咬牙切齿 然后凶狠地瞪了一眼孙家的人 尤其是看到孙薇的时候 眼睛里面有掩饰不住的贪婪 他暗暗道 臭小子 既然你拔了赢奥山小姐的头筹 那你身边这个女人 我就要好好玩弄一番了 如此美丽的少女 正对我的胃口 魏飞扬野心极大 近年苦练琴记 就是为了投其所好 追逐盈旺山 祈求一步登天 如今 在音律方面一败涂地 输给黄小龙 他尤为不甘 决心要报复黄小龙 我们走 魏飞扬帅众离开 秦记高又如何 一拳就打死了 走着瞧 唐庄老者领着黄小龙 穿过一片帽竹 来到一间小舍中 小舍内 陈设极为简单 桌椅几踏 无一不施竹制 墙上悬着一幅墨竹 笔式纵横 墨迹淋漓 颇有森森之意 桌上放着一具摇琴 一管冻箫 此时 木桌旁 坐着一名年龄二十出头的少女 黄小龙一眼看去 便涌起一种惊艳感 她穿着浅黄丛螺衫 披浅黄银泥云披 配翼芙蓉冠 五色花螺裙 五色螺小扇 泥巾鞋 身段修长曼妙 鲜幼的蛮腰 修美的玉相 洁白的肌肤 灰影间更觉妩媚多姿 明艳动人 毛子又深又黑 顾盼时水灵灵的采盲照耀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位美女 这一身装束 类似于汉服 但又有些不像 公子 傲山的先祖 乃是秦代皇室 因此 平时多喜穿秦石装束 缅怀先祖 希望公子不要觉得太过突兀才好 少女微微一笑 仔细打量着黄小龙 眼神之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钦佩 吹弹可破的翘脸上 还有没干的泪痕 看来刚才的确是被黄小龙的一举 白鸟嘲讽 感动到了落泪 这就是迎奥山 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古色古香 并不是黄小龙之前所猜测的那样 是个丑八怪 而且 黄小龙发现 这个迎奥山的眉皂眼角 倒还真有点像鬼王迎可心 公子请坐 堂庄老者请黄小龙 坐在迎奥山对面 并从桌上一把桃茶壶中 倒出一碗碧绿清茶 说道 请用茶 还没请教公子尊姓大名 迎奥山语音诺匿 不要看这少女穷穷弱智的模样 其实是个鼓舞宗师 黄小龙一眼看出来 他体内凝练了十五道真气 比那堂庄老者还厉害 更是远远超过了艳家的艳翩翩 哦 你们十大鼓舞家族的人 说话怎么像古代人呢 黄小龙嘻嘻一笑 端起茶杯就喝了口茶 我呢 就叫做黄小龙 这次是跟着滨海孙家 一起来江南市的 听说迎奥山小姐 你是今年江南市擂台拳赛的裁判 迎奥山没想到黄小龙说话这么直接 他愣了一下 旋即微微点头 对 这次奥山代表赢家 主持江南市一年一度的擂台拳赛 裁判员倒不是奥山 而是云伯 滨海孙家 哦 想起来了 传承孙并全的孙家 那唐庄老者 便是迎奥山口中所说的云伯 他眼中掠过一抹不屑之色 沉吟了一下 旋即笑道 黄公子放心 在规则之内 老朽一定给予滨海孙家 最大程度的照顾 呃 照顾 这个不需要了 到时候我会代表孙家打拳 任何人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需要什么照顾 黄小龙理所当然的道 黄小龙知道云伯不屑孙家 他不以为然 反正有他在 今年的擂台拳赛 孙家只会是最大的赢家 文言 云伯和迎奥山对视了一眼 这两人都是鼓舞宗师 眼光自然独辣得很 在他们看来 黄小龙根本不像是 凝练出来了真气的宗师 而黄小龙的体魄 也显得比一般的拳师还孱弱 就这么一个单薄的少年 居然放出豪言 要横扫江南市拳赛擂擂台 这就有些夜郎自大了 这 这少年 难道只不过是琴技出色 其他方面普普通通 却喜欢吹嘘 须有其表的人吗 不由的 云伯对于黄小龙的感恩与赞赏 也是削弱了几分 在舞者看来 实实在在的武力 是最重要的 若是喜欢不切实际的吹牛 那就会惹人厌恶 云伯不动声色地道 黄公子 据说今年的拳赛擂台上 会出现凝练出真气的宗师 千万不可拖大呀 宗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黄小龙理所当然的道 这 云伯终于有些恼怒了 公子 做人要低调内敛 一山还比一山高 云伯是感恩黄小龙 才直言不讳 正所谓忠言逆耳嘛 像黄小龙这种性格 真要是到了比武的擂台上 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的 这时 就连迎奥山也有些不悦了 他和云伯都是传承了 真正鼓舞的宗师 黄小龙这样在他们面前大放厥词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黄公子 我们共进午餐吧 云奥山的热情 也是消退了两分 本来还想请教黄小龙琴记 这时看到黄小龙不可一世的样子 他的心也淡了 他拍了拍手 立刻就有几名俏丽的少女 穿的也是琴服 端着托盘 迎迎走来 将一些色香味俱全的菜品 放在桌上 黄小龙并不傻 他是看出来 云奥山和云伯 对他产生了反感 嘿嘿嘿 你们以为 和我一起吃个午饭 我就应该受宠若惊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其实正好相反 我肯陪你们吃顿饭 你们才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那是你们祖坟上冒了清烟 极有可能 你们的先祖 都可么是我身边的一个小丫鬟呢 拽什么拽 迎奥山小姐 云伯 看来 你们对我很不屑呢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道 旋即直视迎奥山 你快要死了 还不知道 不过 幸好你遇到我 可以救你 什么 迎奥山和云伯 身形狂震 下一秒 云伯全身气场迷散 脸色铁青 黄小龙公子 老朽感恩你的琴记点拨 让得老朽突破五道壁垒 而你 却当面羞辱我家 奥山小姐 天下狂事极多 可是 黄小龙公子 你想在我家小姐面前 倦戒狂放 却是有些不妥了 迎奥山 翘脸生寒 淡然道 黄公子 何出此言 迎奥山 乃是凝练出 十五道真气的 鼓舞宗师 基本上就是 百病不生的状态 连毒药也毒不死他 黄小龙居然说 他快要死了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哈哈哈哈 黄小龙站了起来 这样吧 等会你找一个空碗 打一碗水 然后吐一口口水 到这碗水里 如果你的口水下沉 就说明你命不久矣 如果口水浮到水面上 则说明我看错了 另外 你在嘴巴里含几颗黄豆 半分钟后吐出 如果黄豆发胀 豆一脱落 那也说明你快死了 反之 如果黄豆不会烂 也不会脱衣 那是我眼捉 看错了 嗯 就这样 我先走了 也不稀罕你们这顿饭 想要活命 记得来求我 哈哈哈哈 说完 黄小龙扬长而去 黄小龙公子 你太狂了 云伯甄甄发怒了 这么多年来 还没有谁 敢在赢家的人面前 如此的无礼 如果不是因为黄小龙 对他有恩 他绝对会留下黄小龙 惩戒一番 算了 云伯 我看这位黄公子 似乎并不简单 云澳山想了一想 对一名俏丽少女道 给我打一碗清水 准备几颗新鲜的黄豆 小姐 你还真信他呀 云伯无奈得很 试试也无妨 云澳山笑了笑 第407章 失踪的兰克尔 黄小龙回到了那片草坪中 终究还是没有和云澳山 共进午餐 但黄小龙根本就不在乎 云澳山谷子里 还是有些盛起凌人 有些大家族的优越感和气场 说话温柔柔的 像是古代人 黄小龙并不太喜欢与他打交道 再说了 要靠弹奏乐曲 被他选中 才有资格共进一餐 他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或许其他人会眼巴巴的跪舔 但黄小龙何等身份 自然不屑 咦 小龙 这么快就吃完饭了 孙薇一脸好奇地跑了上来 这时 依旧逗留在草坪内的 就只有孙家的人了 其余人等 尽数都散去了 孙虎等人也很快围了上来 小龙大师 您这才进去多长时间呢 怎么去而复返了 孙虎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 没什么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和盈澳山谈崩了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我这还没吃饭呢 我们走吧 谈崩了 孙家的人 静若寒蝉 不是吧 大哥 您在搞什么啊 英家可是这次江南市擂台全赛的组织者与裁判啊 您这是把英家给得罪了 走了 黄小龙嬉皮笑脸地搂住孙薇的小蛮腰 便是往绿柳山庄外走去 你们别担心 盈澳山我见过了 还算漂亮 不过活不了多久了 他不想死 就只能来求我 黄小龙的话 真真是差点把孙家的人给下滩在地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一群人簇拥着黄小龙 离开绿柳山庄 小扯内 黄小龙和孙家的人离开后不久 下人已经为盈澳山找来了一碗清水 一把黄豆 盈澳山微微一笑 拿起那碗水 转身过去 往水里吐了一小口口水 下一秒 正如黄小龙所说 那口口水并没有浮在水面之上 反而诡异地沉到了碗底 这 这 盈澳山胡疑不定 小姐 这 的确有些奇怪了 云泊脸色也是一紧 正常人往水里吐口水 那口水绝对会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断然不可能沉底 不急 一澳山将碗放下 然后抓起一把黄豆 放在嘴里 含了足足半分钟 吐出黄豆时 只见这些黄豆 都膨胀变大 呈现出来了一种腐烂的样子 豆衣尽数剥落 甚至于 还隐隐散发出一丝丝恶臭的气味 终于 盈澳山的脸色变了 与 与黄公子所说 果然 果然是 果然是完全吻合 盈澳山有些失神 甚至产生了一丝恐惧之意 难道 我 我真患有什么不治之症 快要 快要死了 小姐 不要 不要着急 云伯也是语音发颤 孙家 黄小龙公子 是随滨海孙家一起来江南市的 老朽马上去查孙家落脚的酒店 事情还有转机 而且 小姐你未必就是患上什么病症 恐怕 恐怕是 是那黄小龙公子 故意威严耸听 恐吓小姐 云伯 也许 我们都看走眼了 盈澳山悠悠一叹 能够弹奏百鸟嘲讽 以琴声俱琴的人 又岂能轻易被我们看透 云伯心头一惊 涌起一种莫名的紧张 难道 他一生跃人无数 这次 真的看走眼了 黄小龙随孙家的人 离开绿柳山庄之后 先找了个餐厅吃午饭 下午 一群人在江南市闲逛 黄小龙还陪着孙薇 去商场大肆采购了一番 孙薇出手极为阔绰 不但自己添置了 不少名牌衣服和包包 还给黄小龙买了许多新衣服 什么阿玛尼 范思哲 迪奥 尽数都是奢侈品牌的男装 一个下午 孙薇就在黄小龙身上 花去了近百万之多 这让黄小龙感觉 自己好像被包养了 真是哭笑不得 吃过晚饭 回 嘉年华大酒店 下车 黄小龙站在酒店大门口 一眼看去 夜幕下 整个酒店的最顶楼 也就是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第二十九楼 简直就是阴云密布 死气沉沉 这酒店 给黄小龙一种鬼宅的感觉 啊 小龙 在商场逛了一圈 好累哦 孙薇挽着黄小龙的手 赶紧回房间洗澡 然后好好地休息 呃 白虎妹妹 黄小龙看了一眼阴气森森的酒店 若有所思地道 今晚你还是到我房间里睡吧 扑 孙薇扑斥一笑 小龙 你就这么急不可待地想吃掉人家辣 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呢 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女孩子 没等黄小龙答话 孙薇飞快地左右看了看 然后低声道 那 那 那我洗完澡 偷偷地过来 这表情 这神态 真是可爱到了极点 一群人进入酒店大堂 不过 这个时候 在大堂内 一名年轻的男子 正手舞足蹈地对着几名前台小姐嘶吼 他的神色 极为地紧张 愤怒 甚至暴躁如雷 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和前台小姐撕打起来 旁边有不少人在围观 啊 小龙 好像出事了 孙薇 孙薇祈祷 嗯 黄小龙应了一声 心里却道 这种脏兮兮的酒店 能不出事 妈的 这家伙是谁 居然这么无理 孙峰看到几名前台小姐年轻漂亮 那男子居然粗鲁地大吼大叫 还想动手打人 因此涌起了一种想当护花使者的冲动 撸起锈管 就冲了上去 孙峰一把将那闹事的年轻男子拉开 怒声道 你想干什么 孙峰乃是习武之人 屡历其大 抓住那男子之后 就好像是在他手腕上套了个紧箍咒 眼神再一瞪 那个男子便有些怂了 但仍是狂叫道 我的未婚妻失踪了 就在这个酒店里 我的未婚妻失踪了 仿屁 人在酒店里 还能失踪 我看你是故意找茬 孙峰冷笑了一下 那沙 你松手 黄小龙也是带着孙薇 挤了上来 黄小龙扫了孙峰一眼 孙峰立刻就把那男子放开了 怎么回事 黄小龙对那男子问道 我的未婚妻不见了 刚才 我先洗澡 我 我未婚妻说 说他 他到酒店附近随意逛逛 可是 我洗完澡 他一直没回来 我打电话 居然是无人接听 我的未婚妻失踪了 他是不是被绑架了 这男子显然对自己的未婚妻非常宠爱 如今方寸大乱 我要求看酒店的监控视频 哦 不要急 黄小龙拍了拍男子的肩膀 又略微问了前台小姐几句 这男子的未婚妻叫做兰可尔 是个孕妇 已经怀胎六个月 自男子发现兰可尔失踪 找到前台来大闹 酒店的所有保安 集体出动 将整个酒店找了个遍 竟是没有发现他的下路 先生 刚才我们调出兰可尔女士失踪那个时间段的监控视频看过了 没有发现他进出酒店大门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离开过酒店 不过 我们在 我们在电梯口 还有电梯里 发现了兰可尔女士的行踪 他 他 从监控画面中看 他 他的行为 很 很是诡异 一名前台小姐 语音发颤 就好像通过监控画面 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哦 有监控视频吗 我看看 黄小龙竟是抢在兰可尔的未婚夫之前 绕了一圈 来到那位前台小姐身旁 看向了他正在操纵的一台电脑 电脑上面 是一些监控画面 第408章 他在29楼 黄小龙看着前台电脑上播放的酒店监控画面 这是一段半个小时之前的监控录像 片长近4分钟 在监控画面中 一个有些混血长相 二十来岁的女子 舔着个大肚子 明显怀胎好几个月了 她正在乘坐电梯 先生 这位 这位就是兰可尔女士 前台小姐颤声道 果然 在监控画面中 兰可尔做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 譬如 在电梯里 她把每一个楼层的按钮 统统按了一次 从一楼到二十八楼 然后 每当电梯停下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她都会小心翼翼地藏在从电梯外面看不见的死角 脸上的表情 极为的诡异 就好像是在和人捉迷藏 一直到了第二十八层 兰可尔跑出电梯 手舞足蹈地叫着 行为极端怪异 与灵异电影情节极为相似 令人毛骨悚然 到了二十八楼之后 兰可尔便是朝走廊尽头跑去 很快就离开了监察录像机的范围 先生 如果 如果说 兰可尔女士真的失踪了 那有可能 是在第二十八楼失踪的 前台小姐吞咽了一口口水 可我们实在无法理解 她那些怪异的动作 代表了什么 而且 整个监控画面里 就她一个人在自说自话着 根本没有第二个人 难道 难道 顿了一下 前台小姐看向兰可尔的未婚夫 抱歉 请问 兰可尔女士 是否有精神病史呢 或者 或者她是饮用了锅量的酒 闭嘴 兰可尔的未婚夫 愤怒地咆哮了起来 我的 我的未婚妻她 她绝对没有患有过精神病 她也从来不喝酒 该死 她怀了我们的孩子 她 她不见了 这个时候 酒店保安队长 已然是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整个酒店的每一间房 都已经找遍了 特别是第二十八楼的房间 近数都地毯式地搜索了 并并没有发现兰可尔女士 什么 你们擅自搜查了我们的房间 孙家的一名第二代人物 怒气勃发地低吼道 孙家在这 嘉年华酒店 开的房间 统统都在二十八楼 显然 酒店保安在未经允可的情况下 擅自拿月池搜查过孙家之人住的房间 抱歉 抱歉 前台小姐连连陪布市 这个时候 大堂里围观的许多客人 也都是有些坠坠不安了 这么大一个活人 居然在酒店里莫名消失了 连尸体都找不到 这就有些吓人了 难道 酒店里隐藏着一个变态杀人狂魔 也有一些客人低声议论了起来 我看 这个酒店是有点不干净 昨天晚上 我和我老婆都做噩梦了 梦见几个人在我们房间里面晃悠 你说这邪门不 我和我老婆做的梦是一样的 妈的 还真别说 我也做噩梦了 我梦见 我梦见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 跑到我床边坐着 还问我要不要来一发 晕死了 我告诉你们 我有内幕消息 就这个酒店 半年前也失踪过一个女人 也是个孕妇 怀胎六个月的孕妇 孕妇 黄小龙微微沉吟 那是啊 小龙 刚才那段视频也太奇怪了 那个失踪的孕妇兰可尔 她究竟在笔划什么呢 她是想通过监控视频 告诉别人什么线索吗 孙危机零零打了个寒战 呵呵 黄小龙玩味地笑了笑 她是在玩捉迷藏 捉迷藏 孙危愣了一下 旋即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可是小龙 自始至终 监控画面里 也就出现了兰可尔一个人 根本没有其他人的身影啊 最后 她在二十八楼下了电梯 手舞足蹈 自言自语的 我真怀疑她是个神经病 黄小龙笑了笑 心中却倒 她不是和人在玩捉迷藏 而是和鬼玩 那段监控视频 在普通人看起来 也就是兰可尔行为诡异 像发癫似的在演独角戏 可是 在黄小龙看来 在黄小龙看来 监控画面中 除了兰可尔之外 还有 一个脸色惨白兮兮的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脸上血肉如动 自然 这个小男孩并不是人 而是一只小鬼 在二十八楼 小鬼在朝兰可尔招手 然后朝走廊镜头跑去 兰可尔比划着 是在喊小鬼 小鬼并没有听她的 她才朝小鬼追去 最后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这个时候 酒店外警笛声大作 几辆警车已经停在了酒店大门口 冲进来十几名警员 好了 白虎妹妹 我们回房间睡觉了 黄小龙打了个哈欠 嗯嗯 虽然我不认识那个兰可尔 但我希望警察可以找到他 孙薇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呵呵 他们找不到的 就算是江南市 所有的警察都集中过来 甚至把这个酒店给拆了 都找不到兰可尔 生不能见人 死不能见尸 黄小龙淡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倒 因为 我知道 兰可尔他 在第二十九楼 普通人绝对看不到的一个楼层 对了 今天好像是阴历十六 黄小龙忽然看了看酒店外面 夜色极为阴沉 好像有一团团的大雾 将整个酒店包围了起来 嗯 对啊 小龙 今天是阴历十六 孙薇祈祷 有什么问题吗 俗话说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圆月 是修道之人的大计 因为在月圆之夜 月之灵力最是充沛 阴气浩荡 鬼魅最容易出没 因此 因此 每个月的阴历十五 十六 在修道人看来 又叫做小鬼节 白鬼夜行 人心惶惶 黄小龙 二十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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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隐藏着什么邪恶的秘密呢 细细 今晚 说不得 我得上去看看了 对了 白虎妹妹 今晚你到我房间里睡 你单独一个房间 我不放心 黄小龙非常认真地对孙薇说道 嗨嗨 孙薇尴尬地咳嗽了一下 电梯里 还有孙家其他人呢 大家都用一种暧昧的目光 看向了孙薇和黄小龙 啊哈 小龙大师是见那个什么 兰可尔莫名失踪了 所以紧张微微吗 很正常的 孙虎赶紧出来打圆场 叮 一声响 二十八楼到了 电梯门开 浓烈的阴气 扑面而来 第四百零九章 去二十九楼 众人走出电梯 只觉得冷嗖嗖的很不舒服 黄小龙看来 整个二十八层 都阴晕着一缕缕黑色的阴气和怨气 而且 走廊里的灯还一闪一闪的 这条走廊十分长 而且越往里走 阴气就越盛 这个 该不会是有什么 问题吧 孙家的一名第三代年轻女子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咕弄了一句 那个孕妇兰可尔 就是在这一层失踪的 脑子里浮现出 刚才那段监控视频里的场景 那兰可尔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 孙家不少的人 都有些怕怕的 孙薇更是贴紧了黄小龙 弱弱地道 小龙 我心里有点发毛 都是从小练武的人 胆破如此之小 哼 孙虎瞪眼训斥道 各回各的房间吧 黄小龙拉着孙薇 就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如今 还没到凌晨零点 还不是阴气最重 鬼魂齐齐现身的时候 黄小龙就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至于那个失踪的兰可尔 九成九已经被厉鬼害死了 现在去二十九楼 也救不回来了 顶多能见到他的阴魂 你住的尾房 要格外小心点 黄小龙对孙峰笑了笑 嗯 孙峰停下脚步 愣睁看向黄小龙 一般情况下 住酒店不能住头房和尾房 因为酒店的房间对着楼梯 在风水角度上讲 就是青龙白虎味 这两个房间的阴气是最重的 是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最常光顾的地方 所以一般来说 晚上住在酒店的头房和尾房 都会感觉到一种 莫名的压抑感和紧张感 甚至失眠 窒息 睡到半夜鬼压床 黄小龙对孙峰笑了笑 且 我是习武之人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孙峰嘴硬道 黄小龙也不再去管他 黄小龙带着孙薇 来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 今晚发生了兰可尔失踪事件 孙薇也不敢单独住了 巴不得和黄小龙住一间房呢 至于流言蜚语 呵呵呵 在四大家族慈善拍卖晚宴上 孙薇自己都承认是黄小龙的女人了 现在就算住一个房间 也不怕人背后乱嚼舌根 黄小龙拿出房卡一刷 房门应声而开 突然 黄小龙的双耳 抖动了几下 就听到房间里 有细碎的脚步声 但是当他搂着孙薇走进去 把灯打开之后 却发现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是窗帘无风自动 飘扬了几下 呵呵 还敢跑到我房间里玩耍 做辞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 然后不动声色地把门关上 小龙 好累啊 一进房间 孙薇就跑到床上 一点没有淑女风度的 四样八叉倒了下去 黄小龙单独和孙薇在一个房间 这三更半夜的 孙薇又是那么的爱自己 她也是有些心愿意马 恨不得立刻将孙薇给就地正法了 嗨嗨 毕竟在柳菲蕾身上尝到了鲜味 黄小龙颇有些食髓之味了 白虎妹妹 来 过来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朝孙薇一招手 孙薇脸蛋红彤彤的 眼波如水 听话地站了起来 跑到黄小龙跟前 玉壁一环 揽住了黄小龙的腰 将头轻轻贴在黄小龙的胸口 感受着黄小龙的强而有力的心跳 心中尽是踏实的安全感 以及无边无垠的爱意 小龙 今晚 今晚你真要吃掉我 孙薇抬起星眸 含情迈迈地看着黄小龙 一脸千啃万啃的样子 心里在欢呼着 天哪 今晚 我就要真正地做她的小女人了 我好幸福 黄小龙玩着孙薇的青丝 笑嘻嘻地道 白虎妹妹 吃掉你是肯定的 你跑不掉 不过不是今晚 呃 孙薇愣政了一下 她心里疑惑得很 这都进房间了 孤男寡女的 今晚不吃 你能忍得住 不由的 孙薇竟是有些心慌 甚至对自己的魅力都产生着怀疑 小龙 我 我是不是不够漂亮 没有 没有宋语如和那个什么崔飞烟漂亮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了起来 白虎妹妹 你在说什么呢 你很漂亮了 我喜欢你这一款啊 不过 今晚我有正经事要做 正经事 孙薇更是有钱摸不着头脑了 白虎妹妹 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酒店问题很大 说白了 这个酒店有鬼 黄小龙咧嘴一笑 等会儿 我就要去抓鬼 白虎妹妹 想不想一起玩 啊 有鬼 孙薇焦躯一颤 虽然他平时并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 但是对于黄小龙的话 他可是堪称迷信的 就算黄小龙说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 他也会相信 小龙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兰可儿的失踪 是 是和鬼有关 我家白虎妹妹就是聪明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看了看时间 来 我们先把灯关了 等会儿你就会看到 鬼 黄小龙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然后把房间里的所有灯 全部关掉 安安静静地搂着孙薇的小蛮腰 两人坐在床沿上 一个多小时后 小龙 这么等 真能看见鬼 孙薇小心翼翼地问道 夜已经深了 可孙薇此时却半点睡意也无 呃 当然能看见 那啥 白虎妹妹 准备好 她来了 黄小龙眼瞳中幽光一闪 赫然 房间的窗帘掀起 一道白色的影子 直接从窗外钻了进来 房间里顿时阴风凛冽 只见 这白色的影子 是一个惨兮兮兮兮的长发女鬼 翻着两只白眼 眼角还有一丝丝的鲜血在渗出 她跑到黄小龙的房间 蹦蹦哒哒的 好像是在自娱自乐地玩耍着 这只鬼是孤魂野鬼 还没有达到厉鬼的程度 基本上也不会主动害人 充其量就是捉弄一下人 或者是让人在睡觉的时候 梦见他 真把我这儿当游乐场了 黄小龙嬉嬉一笑 说是吃哪吃快 直接烧了一张现行符 金光一闪 晦暗的房间里 顿时一亮 孙薇 也是看到了长发女鬼 顿时 孙薇背脊发冷 额头上的虚汗 滑一下就往外涌 她牙关打颤 紧紧抱住黄小龙 竟是说不出话来 呃 长发女鬼 也是知道 黄小龙和孙薇 已经看到她了 赫然 长发女鬼那张鬼脸 变得阴森恐怖 眼神幽怨 鬼眼也是变成血淋淋的 形象极为骇人 别特么吓唬人了 你是从哪儿飘进来的 黄小龙立声道 那个兰可儿呢 被你们害死了吗 咯咯咯咯 我凭什么告诉你们 长发女鬼丝毫不买账 阴惨惨地笑了几下 然后张嘴一吐 一团鬼气 直接朝黄小龙和孙薇 吹了过来 虽然长发女鬼 还没有进化成厉鬼 但这种程度的鬼气 普通人稍微沾染一点 就能被她给迷住 算了 你不告诉我 我也知道 你就是从29楼下来的 对吧 居然跑到我房间里玩 作死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 随手一挥 一枚金色符纹 从掌心炸出 将长发女鬼 轰了个魂飞魄散 干掉长发女鬼之后 黄小龙将孙薇拉了起来 白虎妹妹 我现在就带你去玩个痛快 嘿嘿嘿 你敢不敢去 刚才虽然被鬼吓了一大跳 但看到黄小龙灭鬼的绝世手段 他心头的恐惧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 对黄小龙更深层次的膜拜 哇塞 小龙 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本事 和你接触越久 越看不透你 好像你每一天都会有惊喜耶 我太幸福了 孙薇一时激动 竟然在黄小龙脸上亲了一口 我敢去 我敢去 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敢 黄小龙哈哈一笑 异性传飞 当下便是握着孙薇的手 离开房间 外面走廊阴气浮浮沉沉 安静地可怕 灯光一闪一闪的 黄小龙拉着孙薇 来到了走廊的尽头 啊 小龙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这是走廊尽头 无路可走了呀 孙薇其道 白虎妹妹 你看 黄小龙又烧了一张现行符 破掉鬼遮掩 刹那间 一条古旧斑斑的木楼梯 出现在了二人眼前 这条楼梯 直通向上面的楼层 我的天 孙薇眼嘴惊呼 眼睛瞪大 居然 居然 居然还有一层 白虎妹妹 我现在 就带你去这个酒店最好玩的地方 也就是二十九楼 去看看 黄小龙笑了一下 第四百一十章 找到兰可尔 在现行符的照射之下 嘉年华大酒店的第二十九楼 最为神秘诡异的楼层 终于是显现在了黄小龙和孙薇面前 楼梯的上方 阴森森漆黑黑鬼甚甚 就好像是通往 九幽地狱 浓烈的尸臭味扑面而来 几乎是要把人熏得昏过去 小龙 好臭耶 孙薇直醋眉 白虎妹妹 你先等等 上去之前呢 我给你点东西 黄小龙笑了一下 然后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个灯笼 这是一个大红灯笼 上面画了十几个符传 散发着红艳艳的火光 啊 小龙 你这个包到底是什么宝贝啊 好像里面能装不少东西呢 孙薇奇道 黄小龙笑道 是啊 白虎妹妹 这个包包其实是一件法器 对了 灯笼你拿着 这是我自己做的通灵灯笼 你拿着通灵灯笼 就可以屏蔽生人的气息 鬼魂看不到你 嗅不到你 灯笼的光还能抵挡阴气和湿气 破解鬼遮掩 还是蛮有作用的 哦哦 孙薇从黄小龙手中 接过灯笼 两人手牵着手 沿着木楼梯 向二十九楼走去 这个楼梯看上去非常老旧了 就好像是八九十年代 那种童子房的楼梯 两边的墙壁 油漆都剥落了 还藏满了霉斑 走上楼梯 是一条狭长的走廊 在走廊的两侧 有着一间间的房 原本漆黑的环境 在孙薇手中的通灵灯笼照耀下 也是能够试悟 走廊两侧还贴了一些明星海报 什么四大天王的 什么小火队啊 另外还有一些楼盘的广告宣传海报 江南市明珠区翡翠公园 每平米三千九百九十九 孙薇惊叉道 小龙 这个不对啊 江南市的房价 军价早就破四万了 这个 嗯 大概是十几年前的广告吧 黄小龙笑了笑 阴沉晦暗的走廊上 阴风阵阵 好在孙薇手里提着通灵灯笼 因此不会影响到身体 但他仍然感觉到全身毛骨悚然 哭 一阵歌声传来 就好像是老师唱片机里发出的声音 我想忘了你 不愿不悔 难有相同的感情给谁 对与不对 有时间体会 谁不是这样以为 我用情付诸流水 爱比不爱可悲 挺山蒙海事 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 小龙 是 是一首老歌耶 孙薇颤声道 就好像是穿越到了八 九十年代 好恐怖 噗 白虎妹妹 别怕 这些都是鬼制造出来的幻象 我倒是感觉蛮好玩的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现在我们就找一个房间 敲门进去问问 看能不能发现那个兰可儿的下路 说完 黄小龙就随意找了一间房 咚咚咚地敲门 并笑道 有人吗 不多时 里面传来一把小孩子的声音 没有人 只有鬼 谁啊 进来吧 黄小龙推开门 这是一间三 四十平米的屋子 一绿的老式家具 写字台上放着一个黑白电视 正在播放着九十年代 比较流行的一部动画片 几个浑身是血 穿着红衣的小鬼 聚精会神地围坐在一起 看着电视节目 偶尔发出鬼气森森的圣人笑声 我想问一下 兰可儿在这里吗 黄小龙笑道 哦 一个小鬼转过头来 脸上的血肉在如冻 一块块皮往下掉落 我不知道 我们一直在看电视 你去问别的鬼吧 谢了 黄小龙拉着孙薇 转身离开屋子 然后又去敲第二个房间门 一连进了几个屋子 里面的情况都差不多 老旧的环境 屋子里统统都是八九十年代的风格 甚至还有缝纫机 凤凰排自行车这种 现在已经绝技的玩意儿 每一个房间里 都有鬼邪 黄小龙问了好些鬼 都没有打听到兰可儿的下落 终于 在一间房里 在一间房里 请问 兰可儿在吗 黄小龙敲门进去 这间房子里 床上坐着一只成衣女鬼 全身上下不停地滴落着一滴滴 浓稠的血水 脸孔猙獰扭曲 尤其是两个眼球 不但悬挂在外面 而且完全充血 就好像两颗熟透了的荔枝一样 哦 你说的是它吗 成衣女鬼 伸出干枯的鬼爪 往床下面一抓 直接抓出来一个魂体 一个白残残的魂体 应该是刚刚才变成鬼不久 这个魂体有些混血长相 年龄不大 赫然便是黄小龙 在监控视频中 见过的孕妇兰可儿 但是 此时此刻 蓝可儿那鼓起的肚子 已然是扁扁平平 其当部 血水鼓鼓而流 小龙 蓝可儿怀 怀的孩子 孙薇脸色发白 又是愤怒 又是惊惧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被他们拿掉了 我的孩子啊 蓝可儿爆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这声音简直就是杜鹃提携员哀鸣 十分的悲惨 哭什么哭 老吃点 成衣女鬼 坚声威胁道 再哭一口吃了你 说完 成衣女鬼 看向黄小龙 节节怪笑几声 圣人 居然敢闯到我们的地盘来 死 吃了你们 话音一落 成衣女鬼双手挥舞 直接就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一团阴气如龙卷风般扫荡而至 黄小龙右手一抬 掌心对准成衣立鬼 五百雷神掌中存 推开地裂天野崩 惊邪鬼怪若逢此 请客之间化灰尘 踢趴 五雷咒一出 一道掌心雷轰出 那成衣女鬼 骤然爆发出一声惨叫 雷电一角 鬼体便是化为一缕缕飞烟 魂飞魄散 蓝可尔 我知道你死的冤 连孩子都被拿掉了 你现在告诉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别怕 我会超度你 让你去投胎转世 黄小龙柔声对蓝可尔的魂体说道 就在这时 房间外面的走廊之上 阴风呜呜作响 无数的鬼哭狼嚎声响起 夹杂着万鬼的尖叫声 有生人来了 有生人来了 杀了他 杀了他 吃了他 哄哄哄 哄哄哄 楼道之上 都有密集的脚步声在踩踏 整个二十九楼都在抖动 宛如地震一般 小龙 貌似 貌似是捅了马蜂窝了 孙薇握着黄小龙的手 掌心全部都是虚憾 哈哈哈哈 白虎妹妹 别怕 这些家伙太可恶了 我现在立刻灭了他们 黄小龙拿出阴魂筒 将蓝可尔的魂体收了 然后拉着孙薇 朝房间外走去 眼神之中 杀气堂疼 第四百一十一章 九英万邪阵 黄小龙拉着孙薇 从这个房间里出去 刚一出房门 只见外面的走廊上面 一团团的血水 从地板里渗了出来 浓得化不开的阴气 凝结成了雾气 布满了整个楼道的 每一寸空间 雾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四面八方 鬼气沸腾 无数的鬼邪 朝黄小龙和孙薇扑了上来 孙薇吓得尖叫一声 提着通灵灯笼的手 也是有些发颤了 赶忙躲在了黄小龙的身后 黄小龙冷笑了一声 口中念诵出火龙咒 足足七七四十九道火龙 从黄小龙身体内部冲了出来 火龙爆燃 映照出如雾般阴气中 那折服着的一张张 凶残鬼脸 这些鬼大多数都是厉鬼 最差的都是红衣厉鬼 甚至还有厉害的 黄衣厉鬼 绿衣厉鬼 这些鬼的死相各异 有烧死的 坠楼死的 砍死的 铜死的 毒死的 上吊死的 一个比一个凶 一个比一个残暴 但黄小龙明显更凶 更狠 七七四十九道火龙 齐声咆哮 口吐金色符文转字 将一只之厉鬼 震得化为青烟 魂飞魄散 黄小龙拉着 孙薇的小手 一路走来 鬼当杀鬼 无数的厉鬼 惨叫着灰飞烟灭 走廊上雾霾似的阴气 不断地被火焰烧灼 蒸发 孙薇渐渐也不怕了 看着黄小龙全身金光 宝像庄严 简直都把他给看湿了 太帅了 天神下凡啊 这一刻 孙薇发现自己简直爱死了这个无所不能的男神 能够做他的小女人 简直就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很快 黄小龙就把这二十九楼的厉鬼 尽数地消灭掉了 剩下一只极数较高的绿衣女鬼 吓得跪在黄小龙面前 不停地磕头嚎哭 上千饶命 上千饶命 嘿 暂且留你 我还要些话要问你 黄小龙微微一笑 将这只绿衣女鬼收入阴魂筒 搞定 白虎妹妹 我们现在回房间 好好拷问那只绿衣丽鬼 看看这嘉年华大酒店 到底有什么猫腻 还有 也问问兰可儿遇害的经过 黄小龙嘻嘻一笑 拉着孙薇就从二十九楼下来了 他暂时也没有去破解二十九楼的鬼遮掩 毕竟二十九楼还有不少尸体 堆积成山 黄小龙不想亲自去处理 等以后让警察来办吧 暂时不让这些尸体现实 以免制造出更大的混乱 回到房间 黄小龙和孙薇坐在沙发上 黄小龙拿出阴魂筒 把兰可儿的魂体 还有那只绿衣女鬼 都放了出来 兰可儿雾字呜呜地哭泣着 简直就是伤心到了极点 孙薇皱了皱眉 安慰道 你别哭了 小龙刚刚都为你报仇了 把二十九楼的鬼遂 都杀绝了 兰可儿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说说 黄小龙问道 呜呜呜呜 今天 今天晚上 我未婚夫在洗澡的时候 我就出去随便逛逛 刚一出房间 就有个小朋友跑过来 要和我玩捉迷藏 兰可儿音音哭泣着 语气之中 渐渐充满了怨恨 我见那个小朋友很可爱 我 我就和他一起玩 我藏在电梯里 让他来找我 最后 在二十八楼 我一出电梯 他就笑着对我说 他已经找到我了 然后 换他藏 我来找 他 他跑到二十九楼了 我迷迷糊糊也跟着跑上去了 然后 然后 他们就把我害死了 还把我的孩子都拿掉了 我的孩子啊 我可怜的孩子啊 黄小龙算是听明白了 事情非常非常简单 兰可儿就是被鬼迷住了 被引到了二十九楼 当场惨死 现在 唯一的疑问就是 为什么鬼要把兰可儿的胎儿拿掉 而且 据说这个酒店 失踪的孕妇 不止兰可儿一个 这中间 应该另有玄机 心念及此 黄小龙将目光看向了那只吓得全身筛糠抖动 跪在黄小龙脚下的绿衣女鬼 你居然进化到了绿衣厉鬼的程度 看来你是害死了不少人 说吧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不要有什么隐瞒 否则 是 是 是 上线 我说 我说 我统统都说出来 绿衣女鬼见识了黄小龙那神乎奇迹的道法 根本不敢隐瞒什么 直接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知无不言 上线 我 我本来是芙蓉招待所的一个服务员 绿衣女鬼说道 芙蓉招待所 就是九十年代的一个 一个宾馆 我们的老板 他懂道术 懂洋葵 原本芙蓉招待所有五层 他把最上面一层用鬼遮掩给遮住了 然后 然后他把我们这些服务员都杀死了 并把我们的阴魂都封印在招待所里 平时 我们就待在第五层 一到晚上 老板就让我们出来害人 就是害住店的人 基本上都是害外地人 出差的呀 来江南市旅游的呀 把外地人害死之后 就把他们身上携带的现金和金银首饰 还有存折给拿了 老板就靠这个 赚了好多钱 在九十年代 老板都很有钱了 而且 死的都是外地人 一般也不容易查出来 再说了 就算警察来查 尸体都在五楼 鬼遮掩遮住了 警察也根本查不出任何的线索 后来 老板又建了不少酒店 每建一个酒店 就把我们封印在最顶层 并且顾忌重施 用鬼遮掩把最顶层给遮住 比如这个酒店 其实有二十九层 但是一般人看不出来 以为二十八楼就是最顶层了 听到这里 黄小龙恍然大悟 好变态啊 原来 这一切 都是这个 这个嘉年华大酒店的老板做出来的 人面授心 为了钱 居然害死了那么多人 孙薇一愤填膺 至少来说 刚才黄小龙在二十九楼消灭掉的那些厉鬼 都是直接或间接死在嘉年华大酒店老板手里的无辜人 赏钱 饶命啊 饶命啊 其实我只是芙蓉招待所的一个服务员 我也是被老板害死的呀 这些年我 我是害过不少生人 可这些 都是老板逼我的 如果我不这样做 老板就要把我打得魂飞魄散 呜呜呜呜 就因为她是孕妇 这也是老板让我们做的 今年 老板要 要搜集九个孕妇 而且 都必须是怀胎六月的 绿衣女鬼 呜呜呜的道 九个怀胎六月的孕妇 黄小龙心中一动 旋即眉头促起 九英万邪阵 原来是为了布置这个歹毒的阵法 九个怀胎六月的孕妇 还差几个 黄小龙神色有些严峻了 呜呜呜呜呜呜 就只差一个了 绿衣女鬼惨兮兮的道 第412章 羊鬼王 小龙 什么是九英万邪阵呢 看到黄小龙神色发生变化 孙薇忍不住问道 这是一个歹毒阴邪的阵法 需要用足足九个六个月大的婴孩布置 黄小龙眼中杀鸡浮动 其实这个阵法 一般是用来养鬼的 养鬼 孙薇不懂 对 养出一只等级很高的鬼 黄小龙快速说道 选用九个六个月大的婴师 埋在酒店四周 将整个酒店困住 胎儿死在腹中 本来怨念就极为强烈 六个月大的胎儿 他们的视觉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健全 就好像瞎子一样 当他们被害死之后 就会仇视一切 根本不管是谁害的 见人杀人 见鬼杀鬼 怨念增幅到极致 再加上这个阵法本身对怨气的增幅就很大 一旦阵法开启 九个婴师的怨念和煞气 仇恨 连成一片 再扩大数倍 数十倍 那么 位于阵法中的所有生灵都会死绝 也就是说 九英万邪阵一城 嘉年华大酒店里面的所有人 统统都要暴毙猝死 说到这里 孙薇简直就是全身颤抖 如坠冰窖 太可怕了 这简直太可怕了 一个五星级大酒店 入住的人 该有多少 居然 居然全部都要被害死 难道 这个嘉年华酒店的老板 是个魔鬼 孙薇只觉得难以置信 不 他是个狠人 绝世狠人 黄小龙笑了笑 我说过 之所以布置这样一个万恶的阵法 并不是单纯为了杀人 为了敛财 最终的目的 就是养鬼 因为 当九英万邪阵一开启 酒店里的生灵统统灭绝 那一刻 怨气和阴气会达到一个峰值 在这时 让一只鬼吞噬掉这些冲天的怨气 阴气 煞气 那么 这只鬼就会瞬间成长到一个堪称恐怖的地步 这家伙 是将嘉年华大酒店里的生人 当成了猪 养肥了就宰杀 统统用来补肥他喂养的鬼 然后养出绝世厉鬼 黄小龙心里明镜似的 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绿衣女鬼 你们老板准备养一只什么鬼出来 是 是紫衣鬼还是鬼王 是 是鬼王大人 绿衣女鬼 显得极为的惊恐与慌乱 老板要亲手养一只鬼王出来 是 是方方小姐 她 她已经是紫衣厉鬼了 还差一步 就 就能登临鬼王宝座 只要九英万邪阵一成 方方小姐 惊吞万魂怨气 请客之间 就能成为至高无上的鬼王 养鬼王 哈哈哈哈 狠 狠人 太狠了 黄小龙咧嘴一笑 一将功成万古枯 厉害 真是厉害 倘若 真能够养一只鬼王出来 那么 再大的代价 都是值得的 嘉年华大酒店的客人和工作人员 全部死光 那又如何 一般人根本查不出死因 事后无非就是赔偿的问题 这嘉年华大酒店的老板 都可以装可怜 装无辜 装成受害者 吃亏的只能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罢了 一旦养出鬼王 基本上在九方十地 就是头面人物 只手遮天了 鬼王是什么概念 就如黄小龙的丫鬟迎可欣一般 相当于陆地神仙了 什么燕珊珊 云伯 迎奥珊 这一类的鼓舞宗师 遭遇鬼王 几乎就是被秒杀 不可能有什么反抗的机会 由此推知 嘉年华大酒店的这个老板 表面上的身份 是江南市的大豪 而骨子里就是个枭雄 可惜了 今天他的好事 注定要被黄小龙破坏掉 如果黄小龙不去灭杀29楼的厉鬼 恐怕这阵法也就成了 酒店里的人全部死翘翘 现在还差一个孕妇 黄小龙沉吟了一下 那绿衣女鬼邀功地道 上线 刚才我们得知 在 在一个小时前 酒店住进来了一位孕妇 恰好怀胎六个月 如果 如果不是您插手 我们早就把 把那个孕妇的胎儿给拿掉了 我晕 好险 孙妇吓得冷汗都出来了 小龙 这么一说 如果我们稍微吃半步 那悲剧就酿成了呀 哈哈 其实无所谓 就算是九英万邪阵真的开启了 我也有办法解决 只是稍微麻烦一点点罢了 黄小龙无所谓地道 话虽如此 黄小龙还是本着能省事就省事的心态 最好还是把这个阴谋 扼杀在摇篮里 上线 老板很重视最后这一个英尸 所以 就算 就算你把我们都 都杀掉了 今晚 老板还是会派其他的阴魂 来娶那位孕妇的胎儿 说不定 还会派方方小姐 亲自过来 绿衣女鬼颤声道 所谓的方方小姐 就是嘉年华大酒店老板养的准鬼王 本身也已经是紫衣厉鬼了 在厉鬼这个层面 是食物链顶端 非常凶残 得了 还得保护一下那个孕妇 黄小龙直接站了起来 从绿衣女鬼那里 问清楚了孕妇的名字 房间号 然后便将兰可儿的魂体 以及那绿衣女鬼 收入阴魂筒 小龙 你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孕妇吗 孙薇紧张问道 使不宜迟 我马上过去 至少要抢在阴魂来害她之前 把她保护好 黄小龙直接就朝房间外走去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也不忍心看着一个大赌坡 被人害死 还把胎儿给拿掉 这多惨啊 嗯嗯 小龙 你太善良了 走走走 我陪你去 孙薇也是慌忙道 两人离开房间 此时 时间已然是凌晨一点多了 黄小龙透过走廊的落地长窗 向外望去 只见在酒店外 厚厚的雾气 风都吹不散 在四面八方阴晕着 将这嘉年华大酒店 包裹得密不透风 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一些婴儿的啼哭声 非常恐怖 绿衣女鬼所说的孕妇 住在二十三楼 来到房间门口 孙薇抢着敲门 快开门 赶紧开门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剧烈的敲门声 在静谧的楼道里 显得格外刺耳 不过 敲了半分钟 房间里 居然没有任何回应 孙薇的脸都下白了 小龙 该不会是我们来迟了 那个孕妇 已经 已经惨遭毒手了吧 那样的话 九个英尸凑齐 那邪恶滔天的阵法 就 就能启动了 那样一来 这个酒店的所有人 全部死绝 还会 还会有鬼王出世 咚咚咚 咚咚咚 第四百一十三章 鬼来了 孙薇一边疯狂敲门 一边揪心地念叨着 黄小龙却是拍了拍孙薇的肩膀 笑道 白虎妹妹 别急 那九英万邪阵还没有开启 而且 这间房里 有生人的气息 黄小龙早就判断出来 房间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 呼吸均匀 暂时没有危险 果然 孙薇又敲了半分钟 屋子里传来拖鞋在地上拖动的声音 以及骂骂咧咧的声音 门开 借着屋里的灯光 只见一个裹着浴巾的落腮湖男子走了出来 头发凌乱 睡眼惺忪 但五官因为愤怒而扭曲起来 显得十分猙獰 冲着孙薇就怒吼道 半夜三更的 敲个屁啊 骂的 你们是什么人 屋里是不是有个孕妇 你们赶紧出来 最好是离开这个酒店 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孙薇一口气说道 什么 我们的处境很危险 还要我们离开 落腮湖男子愣了一下 旋即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竟是一拳朝孙薇脸上打来 孙薇柳叶眉一蹴 轻而易举地伸手 抓住了落腮湖男子的拳头 好心提醒你 你居然敢动手 信不信本小姐废了你 孙薇自然也不是好惹的 黄小龙却是笑了笑 好了 白虎妹妹 让我来 说完 黄小龙直接伸手 轻轻一推 将那落腮湖男子推进房间 下一秒 黄小龙已是拉着孙薇 一起进了这个房间 反手把门关了 我乐个去 干嘛 入室抢劫 你们究竟是谁 落腮湖男子吓得瞌睡都醒了 不过仔细一看 进屋的是一个女神般的游屋 以及一个人畜污害的少年 他心中一定 别 别特么乱来 老公 出什么事了呀 床上 一个女人爬了起来 肚腹处高高的隆起 显然是怀胎好几个月了 别怕 我们不是坏人 黄小龙嬉嬉一笑 你看看我们的样子 像是入室抢劫的人吗 那倒不像 落腮湖男子也是不由自主的 点了点头 玄机仍然不满地道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这都几点了 敲门敲了几分钟 你怀胎刚好六个月对吧 黄小龙没有再去理会那喋喋不休的落腮湖男子 他看向孕妇问道 咦 你怎么知道 孕妇其道 来不及解释了 你 对 就是你 现在很危险 等会有厉鬼来害你 要拿掉你的胎儿 黄小龙快速说道 文言 这两口子对望一眼 旋即 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得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 原来是两个神经病 我警告你们 马上滚出去 否则 我叫保安了 落腮湖男子恶狠狠地道 你们还真是狗咬吕洞兵不是好人心呢 孙薇怒道 如果不是因为 这件事太凶险 会影响到整个酒店生灵的安危 孙薇早就拂袖而去了 之前酒店里有个孕妇兰可儿失踪了 你们听说了吧 她也是恰好怀胎六月 黄小龙还是耐着性子解释了起来 这个倒是听说了 孕妇点了点头 嗯 你们看好了 黄小龙烧了一张现行符 然后把装在阴魂桶里的 兰可儿魂体给放了出来 阴风一起 兰可儿那惨兮兮的鬼体 出现在房间里 当不还在不断渗出鲜血 我好惨啊 我真的好惨啊 我的胎儿被拿掉了 呜呜呜 我的孩子啊 这下子 把洛塞湖男子和孕妇吓得不轻 那洛塞湖男子的脚都软了 麻痹 我 我特么信了 原来 原来真的有脏东西在害孕妇啊 小伙子 哦 不大师 刚才对不起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啊 我老婆好不容易才怀上的 不要急 黄小龙心头早有打算 现在你们去我的房间住 我留在这个房间 小龙 你留下来 会不会很危险呢 孙薇一脸担心的道 等会儿那个紫衣鬼 叫什么方方的 有可能亲自过来娶胎儿 我在这里守住带兔 顺便把他给灭了 黄小龙咧嘴一笑 啊 小龙 不是说 紫衣鬼是很厉害 很凶残的吗 孙薇急道 噗 我亲爱的白虎妹妹 在我面前 紫衣鬼简直就是垃圾 哈哈哈哈 就算是鬼王 遇到我也得跪 不用担心我 黄小龙朝孙薇挤了几眼睛 然后他拿出两张护身符 交给洛塞湖男子 还有那个孕妇 这是我亲手画的符传 你们一定拿好了 两人死死攥着符传 生怕弄丢了事 然后 黄小龙又拿出一张黄纸 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了符 写上孕妇的名字 农历生辰八字 并取了孕妇的一滴热血 滴落在黄纸上 扯掉他几根头发 将黄纸绑住 我做了一张替身符 等会儿鬼会把我当成是你 黄小龙对孕妇笑了笑 旋即 落塞湖男子和孕妇 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房间 拿着黄小龙的房卡 去了二十八楼 黄小龙留了下来 孙妇死活也留下来做陪 白虎妹妹 你现在去把房里的灯关了 然后 我们上床睡觉 安安静静地等他来 黄小龙笑了笑 哦 孙妇跑过去关了灯 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 两人钻到床上 一上床 孙妇就用两条玉璧把黄小龙缠住了 方唇凑到黄小龙耳边 尼喃道 小龙 我好怕怕呀 等会儿 那个紫衣鬼就要来了吗 你一定要保护好人家呀 人家是你的小女人吗 听着这细软缠绵的情话 黄小龙哪里还忍得住 直接就把孙妇给吻了 一番激吻之后 黄小龙并没有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他可不想在和孙妇办事的时候 窜出一只鬼来打断他们 那未免大杀风景呢 好了 白虎妹妹 你的嘴真甜 改天我一定吃掉你 那杀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黄小龙拍了拍孙妇的脸蛋 孙妇乖乖地把头扶在黄小龙胸口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哗 窗帘一下子被掀起 阴气如寒流一般涌入房间 嘻嘻嘻 白虎妹妹 她来了 黄小龙手握替身符 神情激动不已 第414章 挖鹰尸 窗帘啪啪啪地甩动 代表那鬼东西已经来了 整个房间阴气凛冽 并且开始有浓浓刺鼻的血腥味在浮动 孙妇吓得全身陡颤 粉壁更是死死缠住黄小龙的腰部 羞 一道阴风终于是从窗外飘了进来 黄小龙仰头一看 在天花板上 如壁虎一般贴着一只红衣女鬼 其面孔猙獰可怕 全身上下都在滴血 粘稠的鬼血 滴答滴答地掉在地板上 我去 黄小龙感觉有些无语 她本来是想在这儿等那个紫衣鬼芳芳 亲自来娶胎儿的 结果紫衣鬼没来 只是来了一只虾兵蟹匠般的红衣女鬼 能够在这里消灭紫衣鬼芳芳 不让她顺利进化成鬼王 那自然是一劳永逸的事 可如今来了个替死鬼 黄小龙就有些不满意了 这时 在红衣女鬼看来 手持替身符的黄小龙 就是那个怀胎六月的孕妇 红衣女鬼阴侧侧的怪笑了一下 然后直接从天花板上扑了下来 直取黄小龙的腹部 滚你麻痹 黄小龙冷笑一声 右手一抬 一道掌心雷轰了出去 踢啪 一声巨响 房间内电光一闪 那红衣女鬼极惨 被轰得四分五裂 鬼体炸成一块块碎肉 掉落到了房间各处 不停蠕动 想要重新拼凑到一起 啊 你是谁 你是谁 一张星红的嘴唇 在地板上一边蠕动爬行 一边发出尖锐的怪声 显得极为愤怒 极为的怨毒 我说你们老板呢 还有那个紫衣厉鬼方方呢 怎么没来 叫了你这种垃圾过来 黄小龙搂着孙薇从床上爬起来 并顺手把床头灯打开了 结结 结结 老板说 嘉年华大酒店有道士在 果然没错 居然破掉了老板的鬼遮掩 把老板养在二十九楼的厉鬼都消灭了 那张星红嘴唇 发出幽冷的声音 笑道是 你想破老板的九英万邪阵 你真是太幼稚了 没有人能够阻止方方大人 登临鬼王宝座 今晚 方方大人 就会成为 至高无上的鬼王 结结 来这里取最后一个胎儿 并不是老板的首选 方方大人 已经亲自去了医院 现在 说不定 方方大人已经取到了最后一个胎儿 大阵就要开启了 你们都要死 今晚 你们都是方方大人的养料 结结结 妈的 黄小龙心中一怒 随手烧了一张灭邪符 将房间里的鬼体碎肉 都烧成了灰烬 红衣女鬼魂飞魄散 小龙 这个 这个嘉年华大酒店的老板 可真是狡猾呀 原来 他一方面让一只鬼来酒店取胎儿 另一方面又让紫衣鬼 方方亲自去医院里寻找 怀胎六月的孕妇下手 孙薇大急道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不用担心 黄小龙目光一闪 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了起来 白虎妹妹 你现在去把孙家的人 全部叫起来 让他们在一楼大堂集合 说完 黄小龙拿了一张护身符给孙薇 然后当先跑出房间 一楼大堂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 几个只夜班的前台小姐 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显然已经是困到了极点 他们身上的三把火 已经灭了一把 如果这时候有鬼来害他们 必死无疑 碰碰碰 黄小龙冲了过去 用手拍打着吧台 啊 先生 您 您有什么事情吗 前台小姐们醒了过来 强打起精神站了起来 马上通知入住这家酒店的每一位客人 让他们统统起床 然后来大堂集合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不是吧 先生 您 您这是 这是 一名前台小姐 脸上浮现出韵怒之色 她本来想对黄小龙说 您这是疯了吧 不过终究只是一个打工的 这种得罪客人的话 还是没有说出口 但很显然也不会听从黄小龙的指挥 开玩笑 这凌晨二 三点了 打电话把酒店里所有的客人都叫醒 让他们来一楼大堂集合 干出这种事 不是砸酒店的招牌吗 这个时候 电梯打开 孙家的一群人 一个个穿着睡衣 分别从几部电梯里走了出来 小龙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啊 巍巍说 您让我们立刻来一楼大堂集合 出事了 孙虎迷迷糊糊地道 搞什么搞啊 孙风一脸不满 大哥 你要玩 你可以自己尽情地玩 没必要拉着我们一起玩啊 呵呵呵 我在玩 我看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黄小龙看了看酒店大门外面 这时 阴气已经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了过来 夜空中乌云密布 有一种要下雨的味道 外面时不时就传来一两声 洪亮的婴儿啼哭声 其实 九鹰万邪阵 开启了 黄小龙也没事 就是这酒店里的生灵 免不了要遭殃 如果黄小龙暴露出鬼差的威严和气场 自然也能够庇护酒店生灵 但那动静就有点大了 而且有点耗费精气神 所以黄小龙就准备以最小的代价 阻止这场人间厄运 现在紫衣鬼方方 随时有可能把最后一个婴尸埋入阵眼 也就是说 九鹰万邪阵 随时有可能开启 现在黄小龙要做的 就是提前破掉这个阵法 都听着 现在按照我说的做 黄小龙的神色 也变得冷峻起来 要不然 等会被弄死了 别怪我不救你们 这个 小龙大师 到底出什么事了 看到黄小龙如此严肃 孙虎心里也是一个灯 另一名孙家第二代人物 也是正色导 小龙大师 出门前 老爷子叮嘱过了 咱们孙家的人 为您马首是瞻 您有什么安排 尽管吩咐下来吧 孙家的几名第一代元老 迟疑了一下 便都是齐齐点头 当下 黄小龙开始吊牌人手 一部分人留在酒店 负责把住宿的客人 统统叫醒 来一楼大堂集合 另外十几人 包括孙薇在内 在酒店找到了一些挖掘工具 与黄小龙一起 来到了酒店 斜对面的一个路灯下面 路灯下面 铺垫着大理石板 灯光惨淡 天上星月无光 黄小龙夺了几步 然后指着一块区域 对拿着铁锹和锄头的孙家人命令道 来 赶紧挖 就从这里开始挖 说完 黄小龙看向了嘉年华大酒店 只见酒店上方阴气翻涌 四面八方 死气蠢蠢欲动 小龙大师 您这是让我们挖什么啊 孙虎狐疑道 不要多问了 赶紧挖 黄小龙催促道 挖鹰师 第415章 九英万邪阵开启 在黄小龙的强烈要求下 孙虎等人也没奈何 只好动手挖掘起来 不过心中 对于黄小龙这半夜三更 近乎疯癫的举动 也有些不以为然 孙薇倒是干活卖力 拿了个枣子 首先就把几块大理石板给掀开了 那个 大家伙听小龙大师的 挖吧 孙虎手握铁锹 咬牙挖掘 孙家的人 都自有习武 干点粗活挖点坑洞 自然是不在话下 好在时间是凌晨 也没有人来阻止他们搞破坏 挖着挖着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 在挖掘的那一块 地底竟然不断地向上涌出 鲜红色的浆液 将泥土都染红了 这红色液体 弥散出来血腥的味道 明显就是鲜血 哎呦喂 小龙大师 这 这是啥玩意儿 一名孙家第二代成员 吓得差点把手里的锄头 都扔掉了 纵然是胆大如孙虎之流 现在也是头皮一阵阵发麻 哇 挖出血来了 孙虎站立说道 这块地儿 土质坚硬 上面还盖了大理石板 怎么可能冒血出来 这一点也不科学啊 今晚孙薇和黄小龙在一起 早就见识了许多不科学 非自然的灵异现象 他的胆子倒是大得很 刚才小龙不是说过吗 是挖鹰尸 六个月大的鹰尸 别怕 继续挖 有我在这里 保管你们安然无恙 快 继续挖 马上就要挖出来了 黄小龙连忙说道 孙家的人不敢忤逆黄小龙 只好抖着手 继续挖掘 终于 绝地三尺 泥土中 出现了一块血迹斑斑的果实布 这时 白色的果实布 已然是浸透了鲜血 依稀可以看到 果实布上面写了一些歪歪扭扭的符文传子 小龙 小龙大师 您 您赶紧看看 这 这究竟是什么 太邪门了 这玩意儿太邪门了 孙虎口干舌燥 也是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心不在焉 现在手心发潮 鸡皮疙瘩爆起 只觉得毕生之中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等荒谬诡异之事 就在这时 哄 极强的怨气 从果实布中冲了起来 那果实布里面 包着一团物质 竟开始蠕动了起来 与之同时 哇 婴儿啼哭声响起 说吃吃哪吃快 不吃 果实布撕裂爆碎 一个血肉模糊的婴孩 像蛤蟆一样跳了起来 直接咬向孙虎的脖子 这一下太过突然 孙虎魂飞魄散 竟然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眼看就要被婴孩那血喷大口 咬断脖子 小龙大师 救我 孙虎哭喊道 旁边的人 方寸大乱 黄小龙右掌微微一抬 掌心金光暴闪 一道掌心雷顺发而至 骤然劈在婴师身上 炸得爆碎 化为一缕缕青烟 哼 孙虎全身虚脱 瘫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鬼东西是什么 太吓人了 太恐怖了 险些 险些就 就被他给咬死了 旁边站立的孙家之人 尽数用惶恐的眼神 看向黄小龙 至此 他们对于黄小龙今晚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深信不疑 孙薇却是松了口气 小龙 你已经消灭了一个婴师 那么 这个邪恶的阵法 应该是被破掉了吧 黄小龙看着地下依旧在冒泡的血水 微微摇头 有点麻烦 鹰鞋已经入地了 挖是挖不干净的 就算是把九个婴师全部杀死 也难以破阵 不知这个九婴万邪阵的家伙 道法还凑合 道士 黄小龙接触过好几个 譬如周济阳娃娃店制作人皮娃娃的周大师 大老婆家 城中村的首富胡一全 夜来相会所的那个感识人 可是呢 这些人的倒数 应该都弱于这个嘉年华大酒店的老板 看来 九婴万邪阵的开启 是难以避免了 我们回酒店布置一下 黄小龙静止朝酒店方向跑去 孙薇等人 忙不迭地跟上 江南市 富人区 一个豪华的私人别墅 此时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可这个别墅内 依旧是灯火辉煌 一楼客厅 几人坐着品茶 喝咖啡 其中有一个人 如果黄小龙在场 也是认的 那便是江南市陈家的少爷 陈子环 坐在陈子环身旁的 是一名气度沉稳的中年男子 样貌于陈子环有些笑似 不过气场要强大很多倍 此人 便是陈子环之父 江南市陈家当代的家主 陈雄 坐在陈雄对面的 是一个两病微白 满脸邪气的男子 大约五十来岁 眼睛里面 饮满了阴冷之色 他的身上 甚至酝酿着一些邪恶滔天的力量 乔大师 今晚 大事能成吧 陈雄 客客气气地道 看得出来 作为江南市第一家族的画室人 大豪陈雄 竟然对这个两病斑白的男子 乔大师 十分地崇拜和敬畏 有惊无险 乔大师的声音 十分冷漠 没想到嘉年华大酒店 居然住了个道士进去 把我的鬼遮掩都破掉了 不过无妨 方方已经将第九个英诗 埋入阵眼 应血入地 大罗金仙也无法阻止九英万邪阵的开启了 节节节 乔大师笑了起来 笑声宛如魔鬼 眼神之中 尽数都是疯狂与残忍的表情 今晚 鬼王就会诞生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 我乔三观 有生之年 竟然能够养出一尊鬼王 想必师父知道了 都会对我刮目相看 哈哈哈哈 鬼王出世 千里流血 以后 江南这一亩三分地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不 不只是江南 包括滨海 扬州 江北 等地 也会向我们俯首称臣 老臣 你根本不明白 一尊鬼王 意味着什么 哈哈哈哈 酒店里那个道士 自以为有点倒数 就想破坏本人的大计 我会亲手把他的魂魄抽出来 哈哈哈哈 恭喜 恭喜乔大师 陈雄站起身来 双手一拱 极为的尊敬 陈子环也是站起来 唯唯诺诺地道 恭喜乔大师 顿了一下 陈雄笑道 乔大师 我们在滨海 发现了一个能够练制 曾高丸的家伙 这可是富可敌国的商机啊 不过 我们派过去的人 似乎被他干掉了 看来这家伙不简单 不如 请乔大师出马 让鬼王去把那家伙绑架过来 杀鸡烟用牛刀 乔大师冷笑了一下 罢了 这件事 我会帮你们摆平 说话间 乔大师从怀中取出一张符传 抖手自然 九英万邪阵 开启吧 鬼王献世 嘉年华大酒店 此时此刻 一楼大堂 已经挤满了人 甚至 有的人都无法在大堂落脚 站在了外面 所有人都极端地不满 大声咒骂着 孙家的人 几乎是不择手段 将住宿在酒店里的大多数客人 都强行叫醒了 让他们来到一楼大堂集合 场面有些混乱 黄小龙等人 也是返回了大堂 就在这时 轰 雷声响起 酒店外面 莫名地下起 稀稀利利的小雨 黄小龙看向夜空 只见一片片死气 正朝酒店这边聚拢 四周的孤魂野鬼 也像是受到了召唤 正朝嘉年华大酒店 蜂拥而至 第四百一十六章 紫衣利鬼来了 妈的 你们这酒店是不想做了对吧 你们看看这几点了 凌晨三点 居然把我们叫起来 不行 老子要换酒店 绝必投诉你们 值班经理呢 马上过来 今天 一定要给一个说法 一楼大堂 拥挤的人群 发出各种骚乱的声音 哎 这些家伙呀 死到临头了 还在锅躁 黄小龙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白了 他完全可以甩手不理 只把孙家的人护住就好 其他人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成为紫衣鬼 晋升鬼王的养料 不过呢 黄小龙终究还是 狠不下这个心 黄小龙让孙虎稳定住 大堂里这些家伙的情绪 然后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大把符转 交给孙薇等人 这些都是辟邪符 你们赶紧把这些符贴在酒店各处 黄小龙叮嘱道 什么大门上啊 窗户上 电梯上 都贴上 孙薇等人拿了辟邪符 就好像粘贴小广告一样 马不停蹄地忙碌去了 旋即 黄小龙又跑出酒店 来到了外面一块草坪里 哎 终究还是让这个阵法开启了 不过无所谓了 等会儿那个紫衣鬼芳芳出现 把它灭掉的了 很快 黄小龙就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大把铜钱 这个是五帝钱 现在说的五帝钱 一般是指 清代五帝钱 是清朝最兴盛的五位帝王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和嘉庆 在位期间所铸造的古钱 这五位帝王相继在位一百八十年 是清朝最辉煌的时期 在位期间国事强盛 出现了历史上着明的 康乾盛世 五帝钱距今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 材质属于黄铜 呈现颜色为黄色 广为传世 经万人之首 大量流传下来 一共是八八六十四枚五帝钱 黄小龙按照方位 将这些五帝钱 尽数埋入草坪中 然后又烧了几张符传 就此布置下来一个阵法 金光护身阵 这个阵法属于防御性阵法 攻击力不行 但是人站在阵法里 就好像是金钟罩铁布山护体 金光四溢 道力熏天 即便是漫山遍野的历归永来 也休想进大阵半步 黄小龙亲手布置的阵法 自然是可以抵挡九英万邪阵的 阴气和煞气 即便是这个邪阵已经开启了 但只要站在黄小龙布置的 金光护身阵里边 基本上屁事没有 布置好阵法 黄小龙回到酒店一楼大堂 大声道 都听好了 我不解释什么 不过 等会儿有很凶险的事情发生 如今 四周的孤魂野鬼 都已经围拢过来了 想活命的 立刻出去 站在外面的草坪里 半步也不许离开 一听这话 大堂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嘲笑谩骂声 很显然 许多人都对黄小龙的话 极为的不屑 只有一小部分对鬼神之说 有些相信的人 或者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人 才按照黄小龙的话 跑出酒店 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那块草坪里 金光护身阵之中 算了 明天再投诉这个酒店 回去睡觉了 许多人都准备返回自己的房间 继续睡觉了 孙虎等人 大声吼叫道 的确有阴魂作祟 我们是亲眼所见 大家请听小龙大师的话 否则 小命不保 孙薇也是急得直跺脚 这时 黄小龙却是无所谓的道 算了 不管他们了 我已经人质易尽了 最后他们是死是活 跟我关系不大了 白虎妹妹 你们跟着我就好 反正保管你们毫发无损 等会儿我再把那只紫衣鬼虐杀了 说完 黄小龙目光在大堂里扫了一圈 已经有孤魂野鬼进来了 虽然说 黄小龙让孙薇等人去酒店各处贴了辟邪服 但这个嘉年华大酒店 毕竟太大了 黄小龙的辟邪服 数量也有限 难以做到滴水不漏 就在这时 一个穿黑衬衣的男子 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桶汽油 直接冲到酒店的大门口 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 脸上布满了疯狂而扭曲的笑容 拿出打火机 把自己给点燃了 这男子浑身是火 发了疯似地冲向酒店大堂 不但不喊疼 还哈哈哈哈地大笑 试图去抱住别人 同归于尽 大堂里的人尖叫着躲避起来 咯 已经有人被鬼上身了 黄小龙玩耳一笑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大堂里的一些人 心惊肉跳 一咬牙 就都朝黄小龙所说的 那块草坪跑去 下一秒 砰砰砰 整个酒店的所有照明 全部断电了 顿时 酒店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恐慌迅速蔓延 啊 真 真的有鬼 天哪 真的有鬼 快跑啊 快跑 这时候 人群才一窝蜂地 朝酒店外面的草坪跑去 不多时 酒店大堂里 就只剩下黄小龙和孙家的人 其余的人 包括酒店的服务员 前台 工作人员 统统都跑到草坪里 淋着雨站着 草坪里 挤满了人 黑压压的一大片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充满了难以描述的恐惧 惊慌 无助 担心 焦虑 小龙大师 我们也 也赶紧跑出去吧 这酒店里黑咕隆咚的 而且 好像有一些阴森森的眼睛 在盯着我们 孙虎走到黄小龙身旁 颤声说道 我们 来不及了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不过无所谓 你们只要跟在我身旁 就没有一点问题 比躲在金光护身阵里还安全呢 就在这时 呼 呼 呼 外面阴风狂起 然后就是杂乱的脚步声 以及一些嘶吼的声音 就好像 有很多的 东西 正准备朝酒店里冲 张贴在酒店大门上的辟邪符 燃烧了起来 黑暗中 响起一声声 尖利而痛苦的丝毫声 孙薇吓得缩在黄小龙怀里 留在大堂里的孙家之人 也一个个全身发软 过了一会儿 酒店大门口的动静 才掩齐息鼓 黄小龙带人出去一瞧 惨淡的月光下 只见酒店大门口的大理石板上 布满了一个个脚印 有大人的 有小孩子的 酒店的玻璃门上 也出横七竖八地出现了不少血手印 大小不一 另外 空气中还弥漫着恶臭的气味 刚才我的辟邪符 灭杀了不少 想要冲进酒店的孤魂野鬼 黄小龙解释了一句 就在这时 一大片黑色的煞气 从天上飘了过来 将酒店上空 彻底地笼罩住了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 在这片煞气中 有一个女人的身影 哦 紫衣鬼来了 黄小龙咧嘴一笑 与之同时 酒店外面 有八个方位 忽然都发出轰然爆炸的声音 这八个方位的大理石板碎裂开来 一股股鲜血净喷出来 有八个鹰狮 又像是在跑 又像是在跳跃 从八个方位 一起朝酒店冲了过来 疯狗一般 哇哇哇哇哇哇 令人毛骨悚然的婴儿 提哭声 此起彼伏 第417章 火龙咒 足足八只形象极为恐怖的鹰狮 以猎豹般的速度 冲向了酒店的区域 这些鹰狮的怨气 都是极强的 毕竟胎死腹中 而且鹰狮是一种 非人非鬼非魔的东西 相比一般的鬼魂 它的怨力和怨念 都更加强烈 这个时候 八只鹰狮 张大了血喷大嘴 哇哇嚎叫着 竟然都没有冲进酒店里面的一次 而是冲向了草坪 草坪里面 挤满了人 这个时候 看到如此猙獰恐怖的鹰狮扑了过来 这特么可比什么老虎狮子豹子扑上来 更恐怖了不知道多少倍 幸好 黄小龙布置的金光护身阵 散发出一道道宛如实质的金光 将那八只鹰狮挡在了大阵之外 光光光 鹰狮撞击在金光之上 迸发出刺耳的响声 一边撞击 鹰狮还一边发出节节冷笑 这声音就好像要把人的耳膜刺穿一样 但他们难以撞开金光护身阵 只撞得全身骨骼卡擦卡擦的碎裂 眼珠子脑浆都蹦出来了 鲜血不断地喷溅 但仍然没有放弃 这种触目惊心的场面 吓得处于金光护身阵里面的人 嚎啕大哭起来 有的被吓破了胆 竟然发疯似地朝阵法外面跑去 这下子就等于是送死了 那几个跑出草坪的人 直接被鹰狮咬死了 一块块的血肉 被鹰狮咬掉吞噬 连骨头都被咬碎了 死掉的人 其魂体刚刚浮出体外 便是被头顶上方 那团黑色煞气给吸收了 变成了紫衣厉鬼 晋级鬼王的养料 想活命的都不准乱动 黄小龙站在酒店里 冲着外面大吼了一声 目睹了惨状之后 草坪里的人 哪里还敢挪动脚步 一个个都是纹丝不动 双手合十 做祈祷状 有的拿出手机 想要拨打报警电话 可哪里还会有信号 下一秒 四周的孤魂野鬼 也是如潮水一般的涌来了 也都没有向酒店里冲 而是帮着八只鹰狮 围攻草坪 试图破掉金光护身阵 鬼影闪烁 阴风肆虐 酒店区域那稀稀利利的小雨 已经变成了狂风暴雨 就好像要把躲在阵法里面的人 统统吞没一半 如果是一般道士布置的阵法 早就被这些鹰狮和鬼魂给攻破了 但这是黄小龙亲手布置的 简直就是固若金汤 哈哈哈哈 黄小龙忍不住发出计较的声音 真以为开启了九鹰万邪阵 就能成鬼王了 白痴 此一厉鬼的计划 就是在开启九鹰万邪阵之后 把这个酒店内的所有生灵 屠杀殆尽 然后利用阵法对怨气的增幅 惊吞这片区域的心生魂体与滔天怨念 从而铸造鬼王之躯 可现在 黄小龙的金光护身阵 把绝大多数生灵都庇护了 死的就是少数灵星几个 这导致此一厉鬼 根本就吸不了怨气 他怒了 晋升鬼王的完美计划 居然遭受到了巨大的阻挠 哼 一把幽冷的女子嗓音传来 天空中 那团黑色煞气散去 显现出来了一条女子的身影 惨淡月光与瓢泼大雨之中 只见这女子身穿一袭紫色的 清朝刺绣女官服 面如腹粉 样貌称不上俊美 反而眉毛树立 给人一种很是灵力的感觉 小龙 这 这真是鬼 感觉就好像是活人一样 不像是鬼 孙薇惊诧不已 与之同时 紫衣女鬼一现身 那些围攻精光护身阵的 英尸和孤魂野鬼 就朝着她跪拜了下去 显得十分惊恐 就好像是在朝圣 朝拜女王 哦 原来是一只清朝女鬼啊 黄小龙不懈地笑了笑 黄小龙收过两只女鬼 做贴身丫鬟 一个是唐朝女鬼梦瑶 一个是秦朝鬼王迎可心 黄小龙的两只女鬼 论样貌 是要远远超过眼前 这只清朝女鬼的 而且年头也比这只清朝女鬼长 俗话说 活得久的鬼不一定厉害 但厉害的鬼一定活得久 虽然同为紫衣鬼 但黄小龙的丫鬟梦瑶 战斗力肯定是要比这清朝女鬼强的 鬼王迎可心就更不消说了 你这么丑 做我的丫鬟也不配 黄小龙朝着夜空中的清朝女鬼 笑了笑 算了 把你灭掉再说吧 对了 你是不是叫做芳芳 你的老板倒是个狠人 不惜害死这么多人 为你铺垫道路 成就鬼王之身 可惜 遇到我 她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 你 是你 小道士 你破坏了我和主人的计划 你要死 我要把你的魂魄抽出来 我要把你的血肉吃掉 清朝女鬼芳芳 用怨毒至深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把你的魂魄抽出来 带回去 交给主人柔虐 处之 看到清朝女鬼芳芳 马上就要发飙的样子 那些围攻金光护身阵的英尸与孤魂野鬼 也都是全部猙瘟 看向黄小龙 就好像要把黄小龙活活撕裂了一半 先杀了这个小道士 只要他一死 那个阵法就会不攻而破 杀了他 清朝女鬼芳芳 一声号令 群鬼莫敢不从 哄哄哄 把这英尸 以及密密麻麻潮水般的孤魂野鬼 汉不畏死地朝黄小龙冲来了 这阵仗 还真是有点害人 就好像是古时候两军交战 千军万马奔腾厮杀一半 孙虎等人 也是吓得赶紧往后面缩 小龙 小龙 孙薇咬着牙 关心到了极点 紧张到了极点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今天无论黄小龙能否击败群鬼 他都会与黄小龙共同进退 同生共死 找此 黄小龙冷笑了一声 双手结印 默念咒语 火龙咒 黄小龙张嘴一吐 一个巨大的金色转字 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这个转字为龙字 转字一出 聚火聊天 金色光芒刺眼 下一秒 转字化为一条树杖长的火龙 火龙身体火焰 利爪张扬 自虚舞动 迸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之声 朝前方扑了上去 火龙猙獰 口吐火焰 直接就把一片片的孤魂野鬼 烧成虚无 魂飞魄散 此时此刻 无论是草坪里的人 还是酒店里面的孙家之人 看见火龙 便如见到真龙 心神俱阵 不由自主地跪拜了下去 不断地对着火龙磕头 龙本就是华夏之图腾 腾云驾雾 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岂有此理 天空中 清朝女鬼芳芳 那鬼眼之中 也是暴闪出经济之色 不过她并没有立刻逃顿 双手一挥 密密麻麻的舔文出现 每一个舔文上面 都散发出来了 滔天的死气与煞气 给我死 芳芳厉吼一声 漫天的舔文 就好像鱼网一样 洒向火龙 第418章 暴怒的乔大师 清朝女鬼芳芳 洒落漫天的舔文 欲要轰灭火龙 其每一个舔文 都蕴含了强大的鬼力 普通人 哪怕被一个舔文给打中 几乎都要瞬间被抽出灵魂 死得不能再死 这紫衣鬼的手段 果然是强势 远非一般的厉鬼 可以比你 黄小龙魂不在意 眼神之中 反而浮现出刺激的表情 他当机立断 咬破舌尖 从口中吐出一滴精血 这一滴精血 极为不凡 乃是金色 是神血 人的舌尖 喷吐出来的 是人体的精血 人体阳血无尽 乃是精血数量有限 更何况是黄小龙这种鬼柴的精血 轰 精血喷在了火龙的躯体上 骤然之间 火龙暴涨 变得有十几丈长 隐隐散发出王者威严 君临天下 漫天来势汹汹的铁闻 尽数都被净化成虚无 那些什么英尸 孤魂野鬼 更是在惨叫声中 焚成道道清烟 不好 空中 那清朝女鬼方方 鬼脸惊骇扭曲 涌起一种难以严肃的恐惧之色 她再也不敢恋战不去了 也学着黄小龙的样子 口中喷吐出来一大片浓稠的鬼血 鬼血飞溅 清朝女鬼方方的鬼体之上 开始剧烈燃烧 然后她化为一团火球 以极快的速度 朝天边顿走 鬼血顿 作为子依厉鬼 方方也有一些神通 不弱于一般的道法 这鬼血顿 以自残鬼体为代价 换来的是堪称恐怖的速度 说是迟那时快 火龙吼叫了一声 也是拖拽出一道残影 急向方方追去 吐吃 半空中 火龙直接将方方的下半截鬼体咬断了 顷刻间就焚成虚无 你不得好死 我记住你了 你不得好死 主人会找你算账的 天空中 传来方方凄惨而怨毒的尖叫声 不过 火龙最终没有留下它 它只剩下上半截身体 极其狼狈地逃之夭夭 酒店区域的暴风暴雨 顿时停住 很快就显现出来月亮星稀的天气状况 营绕酒店的阴气和死去 也渐渐地消散了 先后诛杀了九只鹰尸 加上重创方方 让得这个邪恶的 九鹰万邪阵 终于失去了效力 无论是躲藏在草坪中的人 还是酒店中 孙家的人都不由地感觉到 心头的郁节和压抑感 减轻了不少 火龙也在夜空中 暴散成星星点点的火苗 与符文传字 最终也无影无踪 小龙 孙薇第一个冲上来 抱住黄小龙的腰 眼睛里又是崇拜又是惊奇 太太炫了 刚才那是法术还是魔术啊 我的天 小龙 你真的是超级无敌耶 嘿 小意思而已 黄小龙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刚才 他并没有动用鬼柴真正的手段与威压 也就是一个火龙咒加上一滴精血而已 否则 方方根本逃不掉 但方方已经遭到了重创 全身鬼力实不存无 而且 这一下子敲山震虎 想必这个嘉年华大酒店的幕后老板 也会收敛一些 更何况 他还得想办法善后 因为明天一大早 发生在嘉年华大酒店的事情 就会被好事者天言加醋地传播出去 嘉年华大酒店幕后的老板 也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你们今晚侥幸逃过一劫 还不赶紧各走各路 还想留下来等死 黄小龙对着草坪中 跪成一片的人群 发生恐吓道 下一秒 这些人坐鸟受散 他们这辈子也不可能再来嘉年华大酒店住宿了 甚至于 连酒店的工作人员 都尽数跑路了 白虎妹妹 我们也走吧 黄小龙搂着孙薇的小蛮腰 换个酒店住 嗯 孙薇点了点头 玄机压抑道 小龙 那个紫衣鬼重伤逃走了 他会不会跑出来继续害人啊 还有嘉年华大酒店的幕后老板 如果不把他消灭掉 迟早是一个祸胎啊 这个无所谓 黄小龙满不在乎的道 那清朝女鬼记住我的气味了 现在 我就是他的大仇人 也是嘉年华大酒店幕后老板 那个妖道的大仇人 毕竟我让他的好吃功亏一篑 所以 那个妖道 迟早都会来主动找我的 我就不必浪费精力去找他了 坐等他来报仇就好 到时候斩草除根 哦哦 孙威连连点头 那 小龙我们马上换酒店吧 孙家的人 很快就收拾好气软 一群人开着车 转移地方 临走的时候 黄小龙把嘉年华大酒店第二十九楼的鬼遮掩给抹掉了 这样一来 神秘的二十九楼 多出的楼层 天色一亮 就会展现在世人眼中 警方一定会介入调查 而二十九楼上 堆积如山的各种尸体 干尸 残骸 一定会在江南市 引起轰动 这也够警方忙一阵子了 江南市 妇人区 豪华的私人别墅 骂的 黄豹愤怒的吼叫声响起 紧接着是砸东西的声音 大厅里 乔大师蹊跷生烟 拿着薄骨架上 那架之不菲的花瓶 就往地下猛砸 陈雄和陈子环父子二人 色缩在一旁 脑门上满是冷汗 想要劝几句 但又不敢开口 唯恐成为乔大师泄愤的对象 紫衣鬼芳芳 已经逃回到了乔大师的身边 只见 此时此刻的芳芳 简直就是满目疮痍 她的下半身已经不见了 全身血淋淋的 散发出烧焦般的臭味 并且显得极为虚弱 形象恐怖到了极点 主人 那小道士真的太强了 他 他不但阻止了我成为鬼王 布置阵法 将酒店的人统统庇护起来 而且 还用道法伤了我 请主人为芳芳做主啊 紫衣鬼芳芳气不成声的 音音音哭道 乔大师砸了一会儿东西 终于冷静了下来 他的脸色 胸利残暴 眼神之中 尽数都是变态之意 眼角肌肉 不停地抽搐 我耗费了无穷的代价 不惜灭杀千人万人 要养出一尊鬼王 居然被一个小道士 给坏了好事 好 好 我发誓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灭杀那小道士 不但要杀他 而且还要杀死他全家 把他全家人的魂魄都抽出来 活活炼化 芳芳 你记住那小道士的气味了吧 乔大师忧冷道 是 是 主人 就算是他化成灰 我也能找到他 芳芳那滴血的鬼眼中 也充斥满了无穷无尽的怨毒 乔大师 既然 既然那道士连芳芳小姐都伤了 恐怕 还是有些能耐的 不如 不如从长计议 陈雄在一旁唯唯唯诺诺地道 我自有分寸 乔大师宁笑道 在江南市 我还有几位师兄弟 到时候 我请他们出马 联手和那小道士斗一斗法 我还不信 他能上天 说完 乔大师抓出一大把符转 直接扔给芳芳 这些都是补魂符 你统统吃下去 就能重塑鬼体了 嗯 不要急 芳芳 我迟早会把你养成鬼王的 第419章 魏飞扬的挑战 黄小龙和孙家的人 连夜开车赶到了一个远离 嘉年华大酒店 的五星级酒店 开好房间 众人都是疲累至极 抓紧时间休息 击退紫衣鬼芳芳 让黄小龙消耗了一滴精血 虽然身为鬼差 他身上的精血极多 还能将亏损的自行弥补回来 但总归还时有点累 当下也倒头睡去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孙家的人也没敢来打扰 经过了昨晚上发生的事情 孙家的人对黄小龙的膜拜 更是五体投地 仿佛静神一般 就连孙丰这种 对黄小龙心怀怨恨的人 现在也完全转变了态度 时时刻刻恨不得 给黄小龙跪下去一般 下午一点多 孙薇才打电话过来 把黄小龙给叫醒 让黄小龙去酒店的顶楼 旋转餐厅吃饭 黄小龙也有些饿了 笑嘻嘻地答应下来 酒店顶楼 旋转餐厅 豪华包间 黄小龙坐在餐桌旁大嚼 孙家的人围坐在一旁 殷勤伺候着 孙薇更是坐在黄小龙身旁 含情脉墨地给黄小龙夹菜倒茶 小龙大师 孙薇陪着笑脸道 这可有两件事要向您汇报一下 啊 什么事 黄小龙抬头迷惘道 说吧 是 小龙大师 孙虎手中拿着一张烫金帖子 第一件事 是 是这张挑战书 挑战书 给我的 黄小龙有些惊奇 对 小龙大师 这是有人向您发起了挑战 孙虎神色有些尴尬 是魏家的人 黄小龙恍然 哦 那时啊 在绿柳山庄见过面的那个什么魏飞扬 是 小龙大师 正是魏飞扬 孙虎的眼中 也是有些忌惮 小龙大师 在挑战书上 直接写明 魏飞扬已是半部宗师 这是一个下马威 如果小龙大师不敢接受挑战 那 那恐怕 魏家的人 会大肆嘲讽 现在 是一个半部宗师 指明典性 要主动挑战黄小龙 让他在座孙家之人 都有些紧张 昨晚 孙家的人 见识过黄小龙 屈神弄鬼的超凡手段 的确各个拜扶 敬黄小龙如敬神 可是 屈神弄鬼和鼓舞搏击 这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领域 这次挑战黄小龙的不是道士 而是鼓舞半部宗师 挑战的内容 自然是擂台上的搏斗了 可以说 黄小龙的道法 在鼓舞领域的搏击方面 是派不用场 甚至是不能够 不允许使用的 否则就是亵渡鼓舞 就是犯规 半部宗师很强 拳脚之上 附着真气 随手一击 轻松打出上千斤力量 况且 还能将这股佩然俱力 打进人的身体内部 催枯拉朽地破坏内脏器官 啥子都知道 被上千斤力量轰入体内 是什么下场 那绝对是个死字 就算是铁打的人都要死 更别说肉体烦胎了 孙家的人 尽数都是担心黄小龙有失 哈哈哈哈 有趣 真是有趣 黄小龙竟是爽朗大笑起来 江南市每年一度的全赛 不是还没开打吗 那个什么魏飞扬 怎么就迫不及待地 要挑战我了 这可 小龙大师 这是私人性质的挑战 就相当于打黑拳 孙虎解释起来 自古以来 修炼鼓舞的人 都喜欢用赌拳的方式 来解决纠纷 江南市民风彪悍 武道盛行 地下格斗市场 更是火爆到了极点 我们孙家 在江南市 开设了一些武馆 其中也有弟子 参与地下赌拳 因此 对于江南市的地下格斗市场 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 孙虎详细解释道 我们孙家在江南市的武馆 每年的净利润 也就是不到一千万 可是 地下格斗市场 每年的纯利润 那 那就有些害人了 小龙大师 您知道有多少吗 呃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黄小龙摇了摇头 至少能有50亿以上的净利润 是净利润 孙虎颤声说道 显然是连他自己都震惊不已 这一块的利润 可比什么 什么会所 要高出不少了 毕竟 地下格斗 是最为惊险刺激的一种娱乐方式 江南市每天晚上 大大小小的地下格斗 难以计数 特别是一些高级别的格斗 场场都是爆满 门票收费很吓人 比一些一线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还贵 赌权的资金更是恐怖 据说去年 创造过一场格斗 5亿的赌持资金 哦 黄小龙点了点头 他只是有些好奇 但对于地下格斗 还有什么赌持资金 什么净利润 兴趣并不大 小龙大师 魏飞扬的意思 就是想在今晚 约您在地下格斗擂台上 一决胜负 孙虎小心翼翼地道 是在江南市最高级别的地下格斗场 这家伙牙子必报 上次您在绿柳山庄 与魏飞扬发声的口角 并且在秦记上挫败了他 还和盈澳山小姐共进午餐 这让他妒忌心发狂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报复你了 今天一大早 魏家的人就找到了我们 送上了挑战书 这是魏飞扬私下向黄小龙发起的挑战 属于地下格斗 打黑拳 和今年鼓舞家族的拳赛没有关系 现在就看黄小龙接不接了 魏飞扬这家伙 很是阴险 他除了想找小龙大师报仇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立威 孙风也开口道 今年的鼓舞拳赛 魏飞扬的野心很大 在拳赛开始之前 他也准备树立起威严 因此就私下约战小龙大师 到时候也会有很多孤舞家族的人 到场观战 魏飞扬想展现手段 杀 杀 杀鸡儆猴 哦 拿我立威 黄小龙手指头微微一动 小龙 这种私底下的挑战 你完全可以不理会的 孙威在一旁撅着嘴道 根本不需要去搭理他 魏飞扬就是个小人 那个 在挑战之前 还要签生死文书 麻烦得很 是的 小龙大师 一般这种地下格斗 双方都要事先签下生死文书 公平较量 生死误论 孙虎也有些担心的道 地下格斗场 每天都会打死人的 对于魏飞扬这个惠青般崛起的半部宗师 孙家的人都忌惮得很 甚至畏惧 哦 挑战时间是今晚 黄小龙慢调思理地道 对 小龙大师 今晚十点半 孙虎点头 行 替我答应下来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既然想拿我立威 我就满足他 半部宗师吗 呵呵 顿了一下 黄小龙继续道 还有一件事是什么 小龙大师 刚才 刚才 赢家的人 还 还来过 孙虎经济颤抖道 魏家还没什么 赢家那就了不得了 对于孙家来说 古五十大家族中的赢家 那简直就是巨无霸的存在嘛 第四百二十章 再见陈子环 关于赢家的人来找 黄小龙心中大概有数 无非 便是他对迎奥山说的话 说准了 迎奥山担心自己的小命 因此来找黄小龙协商 赢家的人又怎么说 黄小龙慢条思理地道 来的是 是迎奥山小姐的一位老仆 云伯 也就是在绿柳山庄 主持琴记比拼的那一位老人 孙虎舔了舔嘴唇道 云伯倒是很客气 找到我们 要见小龙大师您 我们告知云伯 您正在休息 云伯也没有抢人所难 把话说完便走了 云伯邀请小龙大师您 以及我们孙家的人 去参加一个晚宴 说话见 孙虎的神色 变得有些激动 脸皮潮红 是一位大人物的生辰寿宴 哦 黄小龙愣政了一下 小龙大师 是金仔山金老爷子的生辰寿宴 孙虎眼中显现出来 受宠若惊的表情 金老爷子今年百岁高龄 非同小可 他老人家 是江南市本地大豪 身份极为尊贵 表面上 金老爷子是德高望重的 书画大家 逃离满天下 而其实 他也是一位鼓舞修者 在江南市本地 金家 算是第一大鼓舞家族了 门人过千 金家的人低调 甚至连一年一度的江南市 鼓舞家族全赛都不参加 若是金家弟子或门人参赛 那其他鼓舞家族 就只能俯首称臣了 就连魏家 在金家面前 也就如蝼蚁一般 人们都说 江南市第一大家族 是陈家 可论底蕴 陈家是比不过金家的 只是金家低调 与世无争 孙虎眼中的受宠若惊的表情更浓 而且 金家还和赢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消息说 金老爷子的夫人 就是姓赢 换言之 金老爷子 是赢家的女婿 今晚 金老爷子百岁寿宴 邀请的宾客并不多 而能够接受到邀请的 都是江南市最顶级的权贵 还有诸如赢家这种大家族 就连魏家 都没有受到邀请呢 我们孙家 无论如何 万万都是没有资格的 却没想到 这次沾光了 沾了小龙大师您的光 以家族利益而论 孙家如果能够巴结上江南市金家 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呵呵 看来 赢澳山是准备对我怀柔了 他没有直接让我给他治疗恶疾 而是先给一点甜头 破格让孙家的人 去结交江南市大豪金老爷子 嗯 赢澳山果然是鼓舞大家族 培养出来的才俊 长袖善武 八面玲珑 黄小龙心念闪烁 小龙大师 您说 我们去还是不去呢 孙虎颤声问道 眼睛里面 却是浮现起来了浓浓的期待 看来你们都很想去 那就去吧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晚上先去参加那个什么金老爷子的百岁寿宴 然后再去和魏飞扬打拳 这两件事 你们安排吧 下午我带白虎妹妹出去玩 是 小龙大师 您放心 我们会安排妥当 孙虎毕恭毕敬道 吃完饭 黄小龙就带着孙薇离开酒店 在附近的旅游景点唱玩 看来 嘉年华大酒店的幕后老板 能量深得可怕 凌晨发生的事情 竟然没有在街头巷尾传播开来 官方更是没有报道此事 不过无所谓 黄小龙迟早会把那个妖道灭杀 为民除害的 一直玩到傍晚时分 孙虎才开着车 过来接了黄小龙和孙薇 孙家车队 浩浩荡荡地开往金老爷子的府邸 参加这一场顶级盛宴 车上 孙虎 孙薇 等孙家族人 都紧张期待亢奋 还隐隐约约有些自残行贿 毕竟他们的身份 与江南市金家 相差太过悬殊 今天能够去拜寿 也完全是沾黄小龙的光 黄小龙却是一如往常 老臣在在的样子 浑然不把一切都放在心上似的 金家府邸 这是建筑在一片山上 红墙绿瓦 古色古香的私人庄园 衣衫傍水 风水宝地 极有意境 孙家的人 把车停在山脚下 众星拱月般 簇拥着黄小龙 步行上山 众人很快来到一片园林之中 此时 园林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宾客 一个个都是头脚蒸笼 显然非富极贵 一举一动 散发出社会上层的气息 树梢上 屋檐下挂满了喜庆的大红灯笼 灯笼上面写着大大的寿字 黄小龙就看到 负责招待宾客的人 都是统一的练功服 或是金家的族人 或是金老爷子的学生和弟子 一个个都不卑不亢 显现出来了大家风范 其中有一些太阳学鼓起 明显是鼓舞强者 黄小龙看到好几个半部宗师 甚至还有体内凝炼出真气 或真价实的鼓舞宗师 呵呵 盛名无虚 这个金家 实力不错 至少滨海四大家族 和金家没法比 就算是滨海四大家族联手 也比不过金家 黄小龙淡然一笑 孙虎等孙家之人 更是有些畏首畏尾的 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放 啰啰啰 黄公子 你来了 相风袭来 并伴随一把出尘脱俗的少女嗓音 黄小龙寻声望去 就看到盈澳山 偏偏走来 在他身后 跟随着云伯 今天的盈澳山 并没有穿琴服 而是一身现代装束 手如柔体 夫如宁枝 领如球棋 齿如护膝 琴手峨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太美了 太惊艳了 孙薇和其他孙家的人 眼睛都看直了 园林中 其他的宾客 也都各自将目光转移了过来 停留在盈澳山的倾国倾城的俏脸上 黄公子 那天中午 你可是一点面子都没有留给人家呢 盈澳山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 显得十分从容大度 哈哈哈哈 黄公子 你很有性格 云伯也是在一旁笑道 哦 我这个人素来就是这样的 黄小龙笑了笑 咦 盈澳山小姐 你不是一直不以真面目示人 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吗 怎么 今天却如此落落大方 黄公子取笑了 盈澳山奄然一笑道 今天是金老爷子 金前辈的百岁寿宴 盈澳山又怎敢故弄玄虚 说起来 盈澳山和金老爷子 还是亲戚关系呢 黄小龙笑了笑 心想 盈家和金家 果然关系密切 有盈家撑腰 金家自然在江南市 无人敢惹 哪怕就是陈家 不是陈子环又是谁 啊 哈哈哈哈 黄小龙眼中杀鸡微微闪烁 旋即便是大笑起来 主动朝陈子环走了过去 陈少 别来无恙啊 哈哈哈哈 那天 你找来的三个人 想把我请到江南市来 不过那时我并不想来 所以 我把他们给 哈哈 那啥了 陈少 你很想我来江南市吧 你看 我现在不是来了 你 陈子环眼中 傻机狂闪 子环 这位是 陈子环之父 陈雄 手中握着酒杯 走了过来 第421章 你还能活一个礼拜 黄小龙 从没想到 在这个场合 居然和陈子环碰面了 呃 不过也难怪 作为江南市的大家族 陈家肯定是受到金老爷子邀请的 陈家是江南市的地头蛇 不来就等于是不给金老爷子面子嘛 这一下和陈子环相遇 对于黄小龙来说 不耻于仇人见面 陈子环请杀手绑架黄小龙 那一幕幕 黄小龙是历历在目 双方已经结仇 嘿嘿嘿 既然你陈家寄予我的东西 那我就只好让你们付出一些代价了 这次 我来江南市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你们 陈家 黄小龙用玩味的眼神 看着陈子环 还有他身边的陈雄 黄小龙也是一眼辨认出来 这是父子二人 此时 陈子环已经飞快地把黄小龙的来历 告诉了其父陈雄 赫然 陈雄看向黄小龙的眼神也变了 变得宛如豺狼一般 充满了血腥的掠夺 哦 原来就是他 陈雄冷笑了一下 带着陈子环 带着陈子环朝黄小龙走了过来 陈雄的眼珠子 不停地转动 明显是在酝酿阴谋毒计 能够让停止发育的侏儒 变成身材高调的女神 这样的古药 和仙丹没有什么区别 一旦陈家拿到此药秘方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那是必须的 几年时间 就能屹立于世界之巅了 陈雄是有野心的人 并不满足于江南市 这一余之地 眼看崛起的机会就在眼前 说什么也不能错过 陈家父子走到了黄小龙身前 表面上面带微笑 就好像是老朋友见面 在叙旧 实则 言辞犀利 气势汹汹 你就是黄小龙吧 上次让人来请你 你很不识台句啊 陈雄对黄小龙似笑非笑 得到 我们调查过 你来自农村 不过才华横溢 跻身了滨海上流圈子 被滨海四大家族看中 不过 这里是江南市 再说了 你再优秀 底蕴毕竟差了 我阅人无数 曾经见过无数优秀的人 慷慨激昂 但最终还不是落个 头破血流的下场 嘿嘿嘿 你就是陈少的父亲吧 怎么 当面威胁我 黄小龙嬉嬉一笑 面容十分的淡定 一点也没生气 对 我就是在威胁你 陈雄森然一笑 你把我派去冰海 请你的人灭杀了 你胆子可真大 这件事 你就已经得罪了我陈家 不过 现在给你一次机会 把古药的秘方交出来 可以和我陈家 化干戈为玉帛 而且还能得到一些好处 两千万 两千万 买你的古药秘方 噗 两千万 我那古药秘方 可是金钱无法衡量的仙丹啊 两千万 你是打发叫花子吗 黄小龙细血一笑 闭嘴 到了江南市 你还敢撒野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陈子环脸色阴沉 眼皮子微微一现 舒青蓝和舒青汉 都是我陈子环看上的女人 你最好离他们远一点 当然 这次你要是不交出古药秘方 你是回不了滨海了 小龙 怎么回事 孙薇看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立马走了过来 嗯 孙家的人 陈子环和孙薇有过一面之缘 这时 看到孙薇与黄小龙貌似关系不浅 他眼中的渡火 更是疯狂 对黄小龙咬牙切齿地诅咒着 似乎恨不得黄小龙 立刻就死无苍身之地 滨海孙家 哦 也没什么 这里是江南市 陈雄森然一笑 丝毫没有把孙家的人放在眼里 黄公子 你和陈家父子相熟吗 迎傲山不动声色地走了过来 他是乌武宗师 耳目聪明 早就听到了陈雄和陈子环威胁黄小龙的话 这时走过来 就是要按住黄小龙一把 陈雄和陈子环 可以视孙家如无物 但绝对不敢藐视赢家这个庞然大物 这 赢 赢 赢奥山小姐 您 您认识他 陈雄颤声问道 作为江南市的头面人物 陈雄也是见过赢奥山的 不过谈不上交情 他也没有资格去和赢家的人论交 赢奥山非常仰慕黄公子的才华呢 赢奥山摆明了立场 这 一下子 陈雄和陈子环的脸色 都变得极为难看 他们以为 黄小龙之所以能够参加今天金老爷子的百岁寿宴 多半是孙家联系到的人脉关系 可万万没想到 赢奥山还和黄小龙关系不错 哦 没有什么 赢奥山小姐 犬子去过滨海 在一个宴会上 认识了黄小龙 黄公子 陈雄目光闪烁了几下 然后毕恭毕敬地道 黄公子 我们去那边吧 寿性欧就要出场了 赢奥山笑道 哦 好的 黄小龙人畜无害地笑了笑 不过 临走的时候 他忽然仔仔细细地看着陈子环 陈少 你患了绝症啊 你最多还有一个礼拜的寿命 妈的 你胡说什么 陈子环勃然大怒 陈雄的脸色 也是一片冰冷 黄小龙 黄公子 做人可不能太下作了 你这样皱犬子 未免太没有风度了 陈子环就是陈雄的宝贝儿子心头肉 一向溺爱得很 黄小龙竟然当面诅咒 他心头如何不怒 如果不是看在赢奥山的份上 陈雄早就翻脸了 绝症 陈子环每年都会去医院全面体检一次 今年是上个月刚去的 别说什么绝症了 就连一点小毛病都没有 医生都说 陈子环的身体状况 非常的优良 生机比绝大多数人都强 真的 相信我 陈少 你顶多只能活一个礼拜了 哎 太可怜了 年纪轻轻就要死了 黄小龙哀声叹气道 还有 这位 陈少的父亲对吧 你也怪可怜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人间悲剧啊 说完 黄小龙轻轻吹了一口气 呼 这一口气 恰好就吹在陈子环的脖子上 一下子 陈子环就感觉到脖子上痒了一下 全身有点发酸 但这种感觉 很快就消失了 陈子环也 没当回事 甚至 就连站在黄小龙身旁的鼓舞宗师 迎奥山 都没发现任何端倪 好了 迎奥山小姐 我们过去吧 陈少快死了 和死人待久了 容易沾染晦气 黄小龙笑嘻嘻地跟着迎奥山一起走了 孙薇一步一驱地跟在黄小龙身旁 杂种 陈子环凶狠地瞪着黄小龙的背影 没想到这杂种 还巴结上了迎奥山小姐 无妨 陈雄的瞳孔 收缩如针芒 迎家固然厉害 万万得罪不起 不过 我们也不是没有医障 黄小龙 狗杂种 狗杖人士 子环 我们请乔大师出马 对对对 乔大师一出马 这个小杂种还不乖乖地把古药秘方献出来 哈哈哈哈 陈子环大笑道 旋即 看着孙薇那无限美好的身材 舔了舔嘴唇 爸 也请乔大师 把孙薇给迷住 孙薇长相 身材 都无可挑剔 我 我想好好玩它几天 你小子 陈雄宠 逼得笑了笑 行 就请乔大师 驱鬼把孙薇给迷住了 送到你床上 让你好好玩 黄公子 陈家家主之子陈子环 真的患有绝症 迎傲山好奇地问道 真的 绝对是真的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他顶多还能活一个星期 相信我 他马上就要死了 神仙都救不活他的命 事实上 黄小龙对着陈子环 吹的一口气 已然是在他身上 动了手脚 陈子环以前是绝对没有患病 身体比谁都健康 可黄小龙这一口气 让他患上了 绝症 就在这时 梯里啪啦 梯里啪啦 鞭炮声响起 十分的喜庆 紧接着 有金家的族人 兴高采烈地搬了张太师衣过来 并大声道 有请咱们今天的寿性光登场 百岁寿性金老爷子 粉墨登场 第四百二十二章 少年 你真这么厉害 在鞭炮声中 园林中朦胧的灯光之下 今天的寿性 金老爷子 隆重登场 黄小龙一看 只见金老爷子 一点也不像是百岁老人 还须发皆白 但眼睛炯炯有神 尤其是在脸上 竟然找不到一根皱纹 也没有一点老年般 颇有点先锋道骨的味道 在黄小龙看来 金老爷子的体内 有着十道真气 在自行运转大小周天 滋养五脏六腑 俨然就是一位古武宗师 怪不得能够轻轻松松活到百岁 而且一点衰老的迹象都没有 看来 再活个一二十年 问题不大 金老爷子的气势 一点也不伶俐 与人一种非常和蔼 非常慈祥的感觉 他一出场 便是双手一拱 对着宾客们连连行礼 声若红中 哈哈哈哈 今天 多谢各位赏脸 来吃老头子我的寿酒 哈哈哈哈 谢了 宾客们都欢笑了起来 给寿性送上最真诚的贺词 金老爷子四平八稳地坐在了太师椅上 目光逐一扫向重宾 当他看到迎奥山和云伯的时候 脸上笑容更盛了 呦 奥山之女儿 老云 你们也来了 哈哈哈哈 这是给老头子我脸上贴金啊 老爷子言重了 迎奥山笑了笑 祝老爷子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金老爷子目光又看向了黄小龙和孙家的人 祈祷 这几位是 迎奥山连忙介绍道 老爷子 这是滨海孙家的人 还有 这位是黄先生 都是奥山擅自邀请他们来的 他们也极为尊崇老爷子 老爷子可不许责怪奥山自作主张啊 哈哈哈哈 来者是客 来者是客 金老爷子大笑道 不过明显对黄小龙和孙家的人 并不怎么看重 倒是孙虎等人 简直就是受宠若惊 他们心说 要是和金家攀上哪怕一丁点关系 恐怕 这次扬言要灭掉孙家的仇人 也得掂量掂量 不至于将事情做绝 接下来呢 就是宾客向寿卿送上生日礼物了 黄小龙没有准备什么生日礼物 全部都是孙虎操办的 孙家送的礼物也颇花了一些心思 都是野生的千年人参 黄金等物 当然 其他宾客送的礼也不轻 可金老爷子何等身份 活到了这个岁数 什么礼物没见过 什么宝物没见过 可以这样说 世俗的东西 这位保利沧桑的老人 基本上也都看不上眼了 因此 所有的礼物 金老爷子他是看都没看一眼 便吩咐下人拿走了 哈哈哈哈 多谢各位 费心了 费心了 金老爷子拱手一笑 旋即 朗生说道 老头子我妈 毕生之中 最爱的是书法 其次国画 再其次 才是古武 跟着老头子学武的弟子 大多数也都受到了熏陶 对书画很感兴趣 文言 黄小龙心里好笑 好吗 看来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对于古武宗师来说 都是好东西 深得他们的喜爱 比如 赢奥山喜欢音律 眼前这个金老爷子 喜欢字画 附庸风雅啊 今天热闹 老头子有个想法 金老爷子亢奋道 今天 就请老头子 最得意的几个弟子 还有我金家的一些后人 现场写字 送给老头子我 老头子当个裁判 看看谁写的字好 最好的 可是有彩头的 哈哈哈哈 如何 看来 金老爷子是爱字成痴了 或许他最想要的生日礼物 就是一幅写得很漂亮的字 众人自然附和 其一生叫好 金老爷子继续道 其他人也别闲着 会写字的都来 哈哈哈哈 谁要是能写出老头子喜欢字 忧赏 忧赏 此言一出 宾客之中 有的人就眼睛发亮 这是搞成小情的书法比赛了 黄小龙啼笑皆非地看了看孙薇 白虎妹妹 你会书法吗 啊 小龙 写毛笔字啊 以前爷爷教过我 可我写得不太好 我就不敢跑出来现丑了 孙薇吐了吐舌头 这时 宾客中 许多人都跃跃欲试 要知道 金老爷子毕生最爱搜集字画 一旦写出让他老人家喜欢的字 就有赏赐 嘖嘖 金老爷子赏赐的东西 乃是一般的东西 肯定是好东西啊 就连陈子环都有些怦然心动了 不过 摇了摇头 苦笑道 爸 我的毛笔字不行 很快 金老爷子一声令响 就有许多的下人 搬了一张张书桌出来 摆放成一排 每张桌子上都放着宣纸 笔墨只验文房四宝 金老爷子涌起一种心仰难挠的味道 大笑道 开始写吧 来来来 开始写 当下 金老爷子的几名弟子 还有金家的一些后人 都走到了书桌前 铺开宣纸 在笔筒里选毛笔 宾客中 也有一些书法练得不错的人 自告奋勇地走了上去 就在这时 那陈子环眼角余光 看向了黄小龙 他眼中浮现出一抹戏谑的表情 拿枪捏条地说道 咦 黄小龙 你不是说你书画双绝吗 怎么 今天金老爷子百岁兽淡 你不上去写字 你就不要藏桌了 赶紧去写一幅字给老爷子 作为受理吧 说完 陈子环就幸灾乐祸地看着黄小龙 很明显 他就是要借机摆黄小龙一道 让黄小龙出囚 文言 金老爷子目光看向黄小龙 少年 你书画双绝 啊 黄小龙愣了一下 噗 陈子环忍不住喷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 少年 老头子我最喜欢在书法和画迹方面 拥有天赋的年轻人 来来来 不要藏桌 给老头子写一幅字 金老爷子明显对黄小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真是爱字如痴啊 小龙 那家伙在印尼 孙微气鼓鼓地道 迎奥山和云伯 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动声色 似乎是想看看 黄小龙会如何化解 写字 谁写得最好 就能拿到奖品 黄小龙反问道 那是 金老爷子乐呵呵地道 哦 那我不写了 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吧 黄小龙脸上表情认真的不行 因为我一写 其他人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写字 没有人能写得过我 此言一出 哈哈哈哈哈哈 园林中 许多的宾客 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他们已经把黄小龙 当成逗逼了 你嘛 你还没写 你就稳拿第一了 你把机会留给其他人 你还能再无耻点吗 要知道 金老爷子叫出来的弟子 学生 书法和话记 那可都是顶呱呱的 放在国内 都能拿奖的存在 就算是国内顶尖的书法大家过来 都不敢说稳迎金老爷子这些弟子和学生 还有金家的一些擅长写话的后人 孙家的人 一听黄小龙这话 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如果黄小龙是信口胡周 再吹牛逼 那可就要得罪金老爷子了 与之同时 那些要卧笔写字的人 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黄小龙 充满了敌意 少年 你真这么厉害 金老爷子胡疑不定 那可不行 今天 你必须给老头子写一幅字 老头子今天生日 你可不许光说不练 黄小龙 上去写 陈子环狂声大笑道 不用把机会留给别人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不敢写 才找这种别角的借口啊 哈哈哈哈 还书画双绝 你是不是吹牛的呀 书画双绝这话 黄小龙自己是根本没有说过的 陈子环这是完全在栽赃啊 哦 那好 我写吧 黄小龙无奈地耸了耸肩 然后对孙薇道 白虎妹妹 我对奖品什么都没兴趣 不过我可以把迎来的奖品送给你 说不定是你需要的东西呢 这话说的 就好像板上钉钉拿到第一似的 哈哈哈哈 上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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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兵开始起哄 黄小龙慢条斯理地走了上去 找了张没人的书桌 伸手摸了摸桌上铺开的宣纸 好 开始写吧 金老爷子眉飞色舞地宣布道 记住 都认真点 这是比赛 哈哈哈哈 这是有彩头的比赛 第423章 黄小龙的字 一群人站在书桌面前 提笔写字 这俨然已经是一场小型的书法比赛 而且有彩头 而金老爷子亲自发放的奖品 恐怕是要比国内任何性质的书法大赛奖品 要珍贵得多吧 宾客们都专注地欣赏起来 期待优秀的书法作品问世 成为金老爷子今天最中意的生日礼物 而黄小龙自然也成为了一大看点 毕竟 黄小龙刚才 把话说得太牛逼了 说什么写字是没人能够写得过他的 着实狂妄到了惹人生艳的一个地步 很多人都请灾乐祸 希望看到黄小龙出囚 话说 小龙大师真的擅长书法 孙虎有点坠坠不安地看着黄小龙 小龙什么都会的 别担心 孙薇倒是对黄小龙信心百倍 迎奥山美眸中闪过琉璃光泽 低声道 黄公子在音律方面堪称学究天人 当是无双无对 他若能够以书法计压群雄 倒真是个哑人了 见识过黄小龙那一局 白鸟嘲讽 之后 迎奥山自然很期待黄小龙此刻的表现 金老爷子也是脸须而笑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黄小龙身上 这个时候 黄小龙提笔 占墨汁 笑嘻嘻地左顾右盼 只见其他人或是气定神闲地 慢慢勾勒书写着 或是摇头晃脑地 像是一边写一边在品位 或是专心致志到了极点 且 写个字而已 何必那么认真 黄小龙不懈地笑了笑 然后 刷刷刷刷 黄小龙飞快地在自己面前的宣纸上 写了起来 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黄小龙把毛笔放下 笑道 好了 我写完了 说完 黄小龙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瞧起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 这一下 园林中的人 炸锅了 这就写完了 这才几分钟 写的是什么 鬼画符吗 这究竟是啥意思 我也学过半年书法 要完成一幅作品 还是比较耗时的 哪怕是下笔如神 也得花半个小时不止吧 是啊 我看过时间了 他也就是三分钟写完 我的天 好的书法作品 酝酿情绪也不止三分钟吧 这家伙还号称什么书画双绝 得了 下垂牛 这就是在敷衍金老爷子了 金老爷子今天百岁大寿 他老人家又爱字成痴 这小子在书法上敷衍戏耍金老爷子 恐怕 会把金老爷子惹怒吧 的确 金老爷子现在有点愤怒 本来 他还对黄小龙的书法 抱有一些期待感 可是 黄小龙上来三分钟就写完 金老爷子是书法大家 深谙此道 三分钟 写个屁啊 呵呵 有意思 少年人 还是贪玩啊 金老爷子冷漠地扫了黄小龙一眼 他也没起身去看黄小龙的作品 而是对其他正在专心写字的人道 你们好好写 慢慢写 不要急 也不要被一些乌气八糟的人干扰了 乌气八糟的人 这就是在暗讽黄小龙啊 小龙 你这么快就写完了呀 孙薇也是一脸好奇 嗯 写完了 黄小龙嘻嘻一笑 我肯定拿第一的 写字 这些人怎么可能写得过我 可是小龙 你这也太快了吧 三五分钟就 就完事了 孙薇都有些半信半疑了 白虎妹妹 你可不能这样说 三五分钟 嘿嘿嘿 晚上来我房间 我要你下不了床 黄小龙一脸怪笑 没个正经 孙薇催了一口 孙家的其他人 心头就像是咬碎了苦胆一样 心说 小龙大师啊 你也太会玩了 居然玩到金老爷子头上了 三分钟啊 你能写出什么旷石佳作 那云伯哑然失笑 小姐 黄公子多半是不会写字的 书法是陶冶情操 要静 要慢 要不急不徐 要云淡风轻 可是黄公子刚才明显就是在应付了事 心境似乎浮躁了一些 几分钟的时间 很难写出好字的 难道他真的只是在吹牛 赢澳山柳梅促及 差不多半个小时过后 站在书桌前的人 陆陆续续地将手中的笔放好 尽数都完成的作品 请老爷子鉴赏 众人齐声道 哈哈哈哈 好 好好 现在 老头子就来做个评委 品鉴一下你们的书法造诣 哈哈 金老爷子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 走到左边第一张书桌前 将桌上的圈纸拿了起来 他摇头晃脑地道 哦 这是颜真卿的陪将军诗 写得好 写得好 字体时而积月 时而静止 厉透纸背 好字 爷爷您又赞了 写这幅字的人 是金老爷子的一个孙子 现在听到老人家的赞赏 脸上也是笑开了花 金老爷子将这幅字展览 给园林中的宾客们看 大家都走上几步 仔细欣赏起来 很快 人群中就爆发出喝彩的声音 就只有黄小龙老神在在地咕弄道 这些是什么玩意儿啊 烂字 就这样 金老爷子挨个鉴赏着书法作品 每欣赏一幅 都会给出中肯的评语 然后把字示众 让大家也好好欣赏几分钟 可以说 这品字的气氛 还是很愉悦的 隐隐约约 就透出一种书香门第的气息来 最后 金老爷子把书桌上 所有的作品都看过了 呃 除了黄小龙那幅字 金老爷子竟然把黄小龙写的字 给无视掉了 好了 后生们写的字 都不错 不过呢 既然说过 要分个胜负 那老头子就得从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中 挑出一幅最好的 颁发奖品 金老爷子朗声大笑道 看他的表情 心里已然是绝选出第一了 现在老头子我宣布 金老爷子郑重道 就在这时 等等 黄小龙悠哉悠哉地站了起来 慢条词里道 你还没看我写的字呢 黄小龙这一句话 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少年 开玩笑 要懂得适可而止 金老爷子冷翘地看着黄小龙 老头子毕生静法 可从来没见过 有人三分钟能写出什么好字 书法 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 修身养性 少年 你的心性太急躁了 你的字 不看也罢 黄小龙 这是什么场合 有你说话的份 丢人现眼的东西 陈子环趁机不应不扬地道 金老爷子 你还是看看吧 否则 你会后悔的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道 老爷子 多看一幅字 也花不了几分钟 不妨就看一眼吧 这时 迎奥山笑了起来 这 金老爷子一致 虽然他现在对黄小龙 这个年轻人 已经厌恶到了极点 可迎奥山的面子 他不能不给 那好吧 金老爷子 点了点头 玄机对身旁的一个仆人道 去把那少年的字拿过来 我看一眼 第424章 金老爷子拜师 是 老爷 那老仆恭敬点头 玄机静止走到了 黄小龙刚才写字的那张书桌前 哼 这少年人真是不懂尊卑 刚才老爷已经给足他脸面了 他还不知进退 硬要老爷看他的字 老仆心头 对黄小龙也有颇深的怨气 这时 老仆略为有些粗鲁地将黄小龙的作品一把抓了起来 首先看了一眼 然后 脸上的嘲讽之色更浓 忍不住讨 果然就是鬼话符 老仆双手捧着黄小龙的作品 高高一举 让得园林中的宾客们 都能够看个清楚 只见 黄小龙的作品很奇怪 写的并不是诗歌 也不是词 而是 瘦字 宣纸上 密密麻麻写满了瘦字 差不多能够几十上百个 几个呼吸之后 啊哈哈哈哈 这写的什么玩意儿 同样的一个字 居然密密麻麻写了好几排 怪不得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爆笑声响起 整个园林 一片哗然 狗屁作品 还书画双绝呢 写瘦字 写了几十上百个 切 这个我也会啊 我十分钟能写一千个瘦字 有个屁用 你看看别人写的字 都是古诗词 字迹潇洒 文风斐然 再看看这家伙的 就和小学生初学毛笔字一样 一个字写得再好 也比不上一篇文章通篇都写得好啊 况且 我看他这些瘦字 歪歪扭扭的 不成规律 还站出来让老爷子看他的字 这真的就是自取其辱啊 无数的嘲笑声 讥讽声 甚至谩骂的声音 此起彼伏 孙家的人 一个个都低着头 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迎澳山也是无奈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眼珠子转动了一下 前台词就是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这时最得意的 莫过于陈雄和陈子桓父子 陈子桓朝着黄小龙怒声一吼 黄小龙 你公然细刷老爷子 胆大包天 赶紧滚出去吧 呵呵呵 算了 既然没有一个识货的人 那我也不多说了 黄小龙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嘴角却也是浮显出来了一抹不屑之色 就在这时 安静 都给我闭嘴 金老爷子骤然爆发出一声厉吼 这声音之中 蕴含了一丝真气 简直就如同黄中大吕般响亮 震慑人心 一时间 园林中的嘈杂声 戛然而止 这 这 金老爷子失魂落魄地走向那位举着黄小龙作品的老仆 眼睛直勾勾看着那些瘦子 我的天哪 太完美了 完美如丝 这 这简直就是奇迹 人世间 怎么可能有人 写出这等鬼斧神功的作品 这就是书法记忆的极致啊 此时此刻 金老爷子如痴如醉 走路的时候摇头晃脑的脸色最红 像是薄饮的唇酒 熏熏然 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品味 目光中 时而流露出惊喜的表情 时而流露出膜拜的表情 时而流露出惊艳的表情 健壮 园林里的人都大惑不解 一脸懵逼 金老爷子这是怎么了 呵呵 你能看懂 算是不错了 黄小龙笑了笑 就在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金老爷子终于是走到了老仆的身前 眼睛一瞪 把 把这幅字给我 小心点 这是国宝 你要是弄坏了一点点 你的命都不够赔的 老爷 这 老仆傻眼了 玄机如履薄冰地将这幅字交给金老爷子 金老爷子格外小心地接了过来 如获至宝 把眼睛瞪大了 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些大小不一 不成规律的寿字 赫然 他的眼眶都红润了起来 像是要落泪 金老爷子疯了 哈哈哈哈 百寿图 这是一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百寿图 金老爷子突然仰天大笑 泪流满面 激动到了极点 老头子有生之年 能够欣赏到这等神作 死了也甘心了 哈哈哈哈 顿了一下 金老爷子目光一扫 看向了那些满脸惊讶质疑的人 你们根本不懂 这是一幅神作 百寿图 不多不少 刚好一百个寿字 用了一百种不同风格的字体 有李斯的传书 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 有张旭的草书 有柳公权的楷书 一百个寿字 每一个都不相同 不带重样的 每一个寿字 都代表了一种书法艺术的巅峰造诣 你们看 这第一个寿字 是用李斯的传书写出来的 真的就是得到了九成九的神韵 和李斯的真迹 几乎是真假难辨 形似神似 就好像 这个寿字 是李斯死而重生 亲自写下的 这么一说 园林里的所有人 尽数都是张大嘴巴 惊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包括满身仙气的荫傲山 现在也都是神色癫狂 宛如仙女掉落凡尘 金老爷子的话 说得太明白不过了 黄小龙这一百个寿字 就是用一百位历史上 最杰出的书法家的手法写出来的 而且每一个寿字 都达到了该书法家 九成九的神韵 以假乱真 一个人的书法造诣 汇催了历史上一百位书法 大家九成九的水准 这是什么概念 练过书法的人都知道 往往学习某一位大家的字 都得穷尽一生时间和精力 千百次的临摹 才能够得到一些皮毛 可现在 黄小龙一个人 就掌握了一百位历史书法 大家的神韵 这都不是什么书法天才能够形容他了 只能够是 妖孽 是书法领域的 神 听到了金老爷子的解释 现场的宾客 再度凝聚目光 看向老爷子手中颤颤微微捧着的作品 就看出一些门道来了 果然 每一个瘦子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境 有的柔和 有的刚直不阿 有的潇洒不羁 有的狂野 有的如行云流水 有的如虎聚龙盘 太强了 这幅作品 越看越有味道 越看越精彩啊 斯 大家 大家安静 他 他好像只用了三分钟 我的天 三分钟时间 写出一百位大家的字体 细思恐极 全场鸭雀无声 这时 金老爷子捧着黄小龙的作品 颤抖着朝着黄小龙走了过来 百兽图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每一个兽子 都足以让老头子品位一个月 不 三个月 金老爷子走到了黄小龙面前 这 这幅字 真 真 真是送给老头子我的 你 你不后悔 这 这可是西式国宝 万金难换的字啊 当然是送给你的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写这个 没什么大不了 我一天能写几百幅 金老爷子深吸一口气 像是做出某种决定 赫然 他朝着黄小龙一个鞠躬 能否 能否收我为徒 第四百二十五章 大拳 不吹不黑 黄小龙这幅百兽图 的确已经代表了人类书法艺术的一个极致 说一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确毫不夸张 说是国宝 也的确是国宝 可以说 这幅作品 在现场 制造了震惊 可是 接下来的事情 更加的让人震惊 金老爷子 要拜师 百岁老人 朝着一个二十出头的青葱少年鞠躬 要拜师 江南市隐士大豪 鼓舞宗师 要拜师 疯了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一时间 园林里的人 都纷纷出言劝阻 尤其是金老爷子的弟子和学生 乃至于后人 更是惊恐欲绝起来 这一拜师 辈分就乱套了呀 譬如 金老爷子的学生 年龄小的 二三十岁 年龄大一些的 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了 一旦黄小龙点一点头 那这些人 就得叫黄小龙失业了 我的天 还有比这个更离谱的吗 不可 老爷子 不可拜师 老爷子 您何必愚尊相贵呢 这个少年 何德何能啊 老师 请收回成命 爷爷 您不要这样 场面有些乱糟糟起来 孙家的人 心脏都悬掉了起来 黄小龙只需要点一点头 从今以后 在江南市 黄小龙就可以像螃蟹一样 横着走了 陈雄和陈子环 这时激进崩溃 本来是准备让黄小龙出糗的 没想到事情来了个神转折 假若金老爷子真的拜黄小龙为师 那陈家就绝对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黄小龙了 都闭嘴 金老爷子脸色铁青 怒目扫向锅躁的人群 老头子毕生痴心于书画 最尊敬的 就是书画大家 眼前这位 这位少年 精通历史上一百位书画大家的记忆 炉火纯青 这就是神一般的人物 学无先后 达者为师 我拜在他门下 学习书画 有什么不可 今天 谁要是阻止我拜师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金老爷子是动了真怒了 在书画这个领域 他已经对黄小龙敬之如神 这种人 一辈子能碰到一个 已经是浮原不浅 若不能抓住机会拜师 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在这个节骨眼上 自然没有人敢再劝说了 否则就会真的得罪金老爷子 安静 园林中 一片安静 请务必收下老头子为徒 金老爷子颤声哀求 这个 黄小龙心念闪烁 金老爷子是鼓舞宗师 金家是江南市的地头蛇 虽然黄小龙是无敌的 但在世俗中 能够收一个这种 颇有身份的徒弟 至少一些刨腿打杂的事 不用黄小龙亲力亲为了 黄小龙嘴角一挑 笑了笑 并用戏谑的目光 看了看脸色苍白的 陈雄和陈子环父子 旋即 对着金老爷子道 好 我收你为徒 哈哈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金老爷子喜极而弃 孙家的人 尽数都感觉到一种飞天的爽快 而园林之中 唏嘘一片 有的人仍然惊恶 有的人羡慕 有的人妒忌 有的人就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 金老爷子的学生弟子 还有后人 自然对黄小龙非常不满 甚至怨恨不已 但爱着金老爷子的面 都隐忍不发 不过 事后肯定要想办法对付黄小龙 甚至不惜直接弄死 堂堂鼓舞宗师 金家画世人 德高望重的金老爷子 拜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师父 这传出去 恐怕会成为天下一大笑柄 金家的一些人 都用蕴满了杀鸡的眼神 盯着黄小龙 黄小龙生出感应 心头却是不以为意 只是笑了笑 现在 时间已经不早了 黄小龙还要去擂台上 与魏飞扬打一架 因此也不耽误 将微信号和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 交给金老爷子之后 便带着孙家的人离开 黄公子 你的琴记和书法 都堪称旷古绝金 人家都很崇拜你呢 迎奥山一脸笑盈盈地 朝着黄小龙走来 黄公子何不多留片刻 奥山想向黄公子请教秦记呢 其实迎奥山倒是想让黄小龙帮他治疗一番 毕竟 他现在也怀疑自己是患上了什么隐疾 嘿嘿 迎奥山小姐 你一时片刻还死不了 放心吧 有时间我会给你治的 黄小龙咧嘴一笑 旋即带着孙家的人 马不停蹄地走了 迎奥山站在原地 目送黄小龙离开 俏脸之上 颇有些怅然若失 难难自语 黄公子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不知道多少男子 对奥山趋之若鹜 你却不屑一顾 一刻也不愿意地多留 难道 你是奥山为普流之姿 黄小龙与孙家人 开着车 静止前往今晚打拳的地方 小龙大师 您可真是神通广大 孙虎开着车 脸上放光 这才来到江南市几天 赢家和金家 都已经被小龙大师折服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赢家和金家 在我看来 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黄小龙随意笑了笑 对了 等会儿打拳的事情 安排得如何了 小龙大师请放心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我们孙家在江南市 也有武馆 对于江南市的地下格斗市场 并不陌生 孙虎快速说道 不过 小龙大师 千万不要轻敌 魏飞扬此子 不是善茬 半步宗师 举手投足千井之力 况且 规格越高的格斗 打死人的概率就越大 对 越是高手交锋 就越容易死人 毕竟 高手 随手一击 都能置人于此地 你要是稍微留守 就会被对手打死在擂台上 坐在副驾驶的 另一名孙家第二代人物 这时也是插嘴道 是的 小龙大师 我们孙家武馆 也有弟子 混迹于江南市的地下格斗场 他们有一句座右铭 上了擂台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最好是把对手打死 否则 自己就会被打死 哦 黄小龙不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等层次的格斗 黄小龙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魏飞扬太讨厌了 还色眯眯地看着自己的老婆孙薇 黄小龙今晚也不屑于应战的 既然那个魏飞扬想死 今晚我就成全他 黄小龙语气平淡地说道 孙薇坐在黄小龙身旁 牵牵玉手挽住黄小龙的胳膊 温情迈迈地笑了笑 将唇凑到黄小龙耳边 低声道 小龙既然你不嫌麻烦 那就好好打吧 不 虎叔叔他们还担心你呢 其实 你只需要一个狮子吼什么的 就能把那个凹张跋扈的魏飞扬 震成白痴 咯咯咯 孙薇吐气如蓝 弄得黄小龙有些把持不住 当下直接就用嘴把孙薇的方唇堵住了 开车的孙虎和副驾驶的一名孙家第二代人物 装作没看见 不多时 孙家车队 抵达了一个篮球馆式的地方 下车 这时 只见许多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 正满脸兴奋地朝篮球馆里面走去 口中议论纷纷 今晚的拳赛一定会很精彩的 听说是魏佳的高手出战 你们是怎么压住的 我压了魏佳高手一万块钱 切 踩压一万块钱 听说魏佳高手的对手 就是个无名小卒 就算是一赔一的赔率 也能赚很多呀 我压了五万 哈哈哈哈 我独冷门 听说和魏佳高手打低 也有来头 是滨海孙佳的高手 我压孙佳高手五千块钱 一旦暴冷 我就赚好几倍 暴个屁的冷 怎么可能暴冷 不要拿钱去打水漂 距离全赛正式开始 还有一个多小时 如今 篮球馆外面 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全赛了 格斗的气氛 赌博的气氛 非常狂热 这个时候 在篮球馆的一个通道外面 站着几名骨节粗大的男子 一看到孙虎 便是赢了上来 虎哥 你们来了 小龙大师 这几位是我们孙家 在江南市武馆的负责人 孙虎赶紧给黄小龙引荐 这位便是小龙大师吧 那几名男子 都朝黄小龙拱了拱手 不过看着黄小龙一脸轻松的少年模样 心头都浮起一些质疑 虎哥 小龙大师 巍巍小姐 咱们进去吧 魏飞扬已经到场了 一名男子赶紧说道 小龙大师 我们进去 孙虎对着黄小龙笑道 嗯 黄小龙点了点头 一群人簇拥着黄小龙 由那个通道进入篮球馆内 第四百二十六章 黄小龙 魏飞扬 这家篮球馆的确是挂羊头卖狗肉 外面的广告牌子上分明写着某某篮球队 某某篮球队 然后门票也分为各种档次 最贵的是一千八百八十八块钱一张 实际上是打黑拳 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据说江南市的地下格斗市场 最大的股东 就是陈家 反正地下格斗市场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陈家方方面面又打点好了 所以也没人管 沿着一条通道 黄小龙等人进入了篮球馆内部 刚刚一进去 便是感觉到了热火朝天的气氛 以及喧嚣的嘈杂声 小龙大师 以前打过拳 领着黄小龙等人进来的 其中一个是孙家在江南市几个武馆的负责人 名叫孙音 论辈分是孙虎的烫地 是个八面玲珑的家伙 呵呵 我指的是这种黑拳 没打过 黄小龙实话实说道 档次太低了 呃 孙音治了一下 玄机甘笑道 这个 这个 黑拳是不入流 不过江南市道搞得很有规模 成了气候 每天都会有不少富豪来观战 许多外地游客也都慕名而来 不光看 还花钱下注赌博 这年头啊 人们厌倦了歌厅舞厅酒吧赌场等娱乐方式 更喜欢这种拳拳到肉的刺激和血腥 可以释放各种压力 不过呢 据说最顶级的格斗 是在公海的游轮上举行 那种载着数千游客的豪华游轮 白天游山玩水 晚上看全赛 赌钱 别提多刺激多好玩了 这时 黄小龙站在篮球馆里一看 四面都是看台 足可容纳数千人的看台 尽数坐满了人 有脑满非常的大亨 有上班族 甚至还有白领利人 还有衣冠楚楚的富二代 一个个的 手中挥舞着压住的票据 眼神亢奋得不可思议 场馆内 最中间是一个 标准的篮球场 不过篮球架拆除了 四周用麻绳围了起来 只留两个进出口 这便是擂台了 嘖嘖 挺热闹啊 黄小龙咧嘴一笑 小龙大师 这可是江南市地下格斗场 最顶级的擂台了 场场爆满的 孙殷煞有介事地道 有时候更是一票难求 最离谱的时候 黄牛票炒到了三千多亿张呢 小龙大师 十点半开打 现在还有四十来分钟 孙虎脸色凝重道 魏飞扬是半部宗师 去年在古武家族拳赛上 是最耀眼的天才 他的特点是身法灵活 腿弓非常了得 据说他一记鞭腿 抽碎过一块磨盘 他出腿的速度非常快 有个外号叫做闪电腿 这些不用啰嗦了 黄小龙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管他什么闪电腿 还是闪电手 垃圾一个 今天我就要他断手断脚 见黄小龙如此拖大 除了孙薇之外 其他心头都有些不以为然 还真当半部宗师 是路边大白菜 对了 可以赌钱 你们都去押我赢 我的赔率是多少 黄小龙忽然眼睛一亮 想赚钱的都去押 能押多少押多少 嗨嗨 孙英甘笑了一下 小龙大师 您获胜的话 赔率 赔率是一赔五 事实上 庄家能够开出这样的赔率 已经是极其藐视黄小龙了 但黄小龙却是大笑起来 好 赚钱 赶紧押住 我把所有存款 还有我的嫁妆钱 统统压了 孙薇一脸兴奋地拿出一张银行卡 呃 白虎妹妹 你还有嫁妆钱 黄小龙嬉笑道 有啊 都是我自己攒下来的 孙薇抿嘴一笑 多少钱 黄小龙好奇道 不多呀 就五千多万 孙薇腼腆地笑了笑 我现在去押 全部押小龙 你胜 咱们也押点吧 孙家的人自然是支持黄小龙的 不过不敢像孙薇那样一把梭哈 毕竟魏飞扬威名太胜了 而孙家的人 除了孙薇之外 还没亲眼见过黄小龙的真功夫 上次在四大家族慈善拍卖晚宴上 黄小龙是打断了孙峰的双手 可孙峰也不是魏飞扬的对手 再说今年的魏飞扬 半步宗师 比去年厉害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 我就押个五十万吧 孙峰黑黑黑地笑道 别怪我不带你发财 五十万你拿得出手 黄小龙鄙视道 你他妈还是富二代 滨海四少 丢人不 孙峰红着脸没理睬黄小龙 他可不敢豪赌 孙英陪着孙家的人去下注 黄小龙身上没多少现金 存款基本上也没有 他给指人高老爷子打了个电话 指人高老爷子立刻就给了一个银行卡账号 还有密码 不说多 几十亿随便黄小龙动用 不过在这里压住 一张单距封顶是两亿 黄小龙也没动太多脑筋 直接就压了两亿自己胜 拿好压住单距 孙英领着黄小龙等人 来到了距离擂台最近的一排座位上坐好 这个时候黄小龙就看到魏飞扬一身练功夫 四平八稳地坐在前排 在他身旁有几名魏家的族人 在魏飞扬身旁还有一个漂亮女人 那女人二十六七岁 是玉姐风格 极为的官贵 有一种让人不敢去亵渎的高高在上 漂亮女人表情很冷淡 手中握着一个酒杯 眼神犀利 仿佛看人一眼 就像是用刀子在割肉 哇 鼓舞宗师 黄小龙看着那漂亮女人 咧嘴一笑 不过没什么大不了 体内刚刚凝练出二道真气 比燕翩翩还弱小 不过不是魏飞扬之流可以比拟 此时的魏飞扬 脸上表情 十分的殷勤讨好 对着那漂亮女人笑道 夏小姐 等会打完拳 请务必赏脸 在下想请夏小姐吃个宵夜 顺便请教一些武学方面的问题 魏飞扬 鼓舞家族擂台拳赛 过不了几日就要开打了 你今天跑来打黑拳 有什么意思 漂亮女人夏小姐 眉头一簇 声音冰冷 啊哈 夏小姐 我妈也是想实战一下 积累点经验吗 再说 今晚见一见血 等于是冲冲洗 为今年的鼓舞家族拳赛 讨个好兆头 魏飞扬笑嘻嘻地道 地下格斗 打黑拳 能积累什么经验 我看你是想光明正大地把什么仇家 置于此地吧 夏小姐冷笑了一下 还有 你想要立威 对吧 说着 夏小姐看了看附近坐着的一些人 其中有好些人 都是即将参加今年鼓舞家族拳赛的高手 专程过来摸魏飞扬的底 魏飞扬 你现在是半部宗师 以你的年龄来说 也很是不俗了 不过 如果你不把内心中 那一份傲气抹去 也很难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踏入宗师之境 半部宗师和真正的宗师 那可是天人之格 夏小姐语重心长地道 夏小姐说的是 魏飞扬敷衍了一句 然后 他目光一抬 便是看到了黄小龙 瞬间 魏飞扬的眼睛里面 就充满了戏血和残忍 阴阴发笑 小子 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居然真的敢来 哈哈哈哈 当日 在绿柳山庄 你不是很嘚瑟吗 不过 今天我就要用拳头告诉你 什么叫做差距 这就是你今天的对手 夏小姐也是抬眼看了黄小龙一下 然后将目光转开 眼睛里面 分明就全部都是不屑 这人看起来很弱小 你何必与他一般见识 就算赢了 也胜之不武 你要想立威 也得找个像样的对手 夏小姐有所不知 这小杂种当初羞辱过我 我不杀他 心头一口恶气 叶不下去 魏飞扬 啰啰啰地笑道 这个时候 有主持全赛的人 拿来两份合同 分别交给黄小龙和魏飞扬 两位 这是生死文书 签上你们的姓名 盖手印 今天的全赛 生死有命 就算是有一方被打死了 也不准寻仇 这种合同 基本上不具备法律效力 但是在鼓舞圈子 在道上 还是必须遵守的 魏飞扬看也没看合同 拿起笔刷刷刷就签上了大名 然后大拇指在印衣上一戳 又在合同上按了手印 黄小龙也是无所谓的签名 画呀 一切手续都妥当了 结结结 魏飞扬看着黄小龙 发出诡异的笑声 然后又看了看孙薇 你放心 把你打死了 你的女人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 结结结 孙薇勃然大怒 今天死的人 只会是你 汤哥 生死文书都签了 现在你可以放手干了 哈哈 把他的骨头全部打断 内脏打碎 再一脚把他的脑袋踢爆 坐在魏飞扬旁边的一名少年 舔了舔嘴唇道 我自有分寸 魏飞扬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扭了扭脖子 爆发出咔嚓的可怕式声音 黄先生 比赛快要开始了 请先去换一身衣裳吧 主持比赛的人 对黄小龙说道 不过他在看着黄小龙的时候 宛如在看一个死人似的 衣服不用换了 这就上场开打吧 黄小龙也是站了起来 他也懒得去换什么练功服 反正对付魏飞扬这种渣渣 汗都不用出 一下子就了 那好 两位 请入场 主持全赛的人 朝着黄小龙和魏飞扬点了点头 两人直接朝中间的篮球场走去 第427章 一拳打爆 篮球场上 也就是擂台上 闪亮的聚光灯下 黄小龙和魏飞扬 面面相对 两者相聚十步 魏飞扬一身月白色练功夫 年少轻狂 英俊帅气 站在擂台上 整个人都洋溢出来了 难以描述的自信和锐气 黄小龙 则是一身略想寒酸的变装 脚下甚至穿着一双休闲皮鞋 他都不像是来打拳的 就好像是一个青色的大学生 从校园里走出来一样 况且 黄小龙身上 没有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 单单看形象 的确是魏飞扬更值得期待 也更值得被看好 哈哈哈哈 这时魏飞扬对着黄小龙 发出了残忍的笑声 眼睛里面全部都是嗜血之意 你有没有很后悔 当初在绿柳山庄顶撞我 有没有很后悔 在琴记上压我一头 我这个人 就是牙字必报 琴记什么的 都是虚的 今天我会让你知道 我们之间 一个是天上的浩月 另一个则是地上的萤火虫 萤火虫 是无法与浩月争辉的 哪怕你琴弹得再好 今天 我会 打死你 托 要打就打 何必那么多废话呢 黄小龙玩耳一笑 这个时候 台下观战的一些鼓舞高手 也都是纷纷发表言论 魏飞扬今年野心很大 估摸着要在鼓舞家族拳赛中 计压群雄 今天这个对手 没有意义 一拳就打死了 半步宗师 拳脚之上 附着真气 力量早就超越了人体极限 厉害非凡 是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半步宗师都是超人了 一下子可以蹦出十米 就和老虎跳剑差不多 行指坐卧 机灵一动 就能随时扑杀十米以内的敌人 那夏小姐 用怜悯的眼神 看了看擂台上的黄小龙 微微摇头 便不再看 而是自顾自的品着杯中的红酒 孙家那边 紧张得很 万一黄小龙今天有什么闪失 那位前辈 怪则下来 恐怕孙家吃不了兜着走 倒是孙薇看了看 手中压住的赌博票据 笑竹言开道 发财了 今天发财了 这个时候 看两人还迟迟没有动手 看台上的观众都是扯开喉咙 嘶吼了起来 快打 怎么还不打呀 快点打 骂的 摸蹭什么 打 打死他 我要见血 我要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 一招秒杀 直接 看着最过瘾 快点动手 骂的 快点 老子压了欣慰的十万块钱 这些道貌黯然的人 都撕掉了白天的温情卖卖的面纱 暴露出来了阴暗视线的一面 擂台上 好了 结束了 下地狱去掺悔吧 魏飞扬猙獰的笑了笑 然后 身形一动 十步距离 一抢就到了 快 真的太快了 快到人的眼睛都难以捕捉了 下一秒 魏飞扬腾空而起 右脚在空中滑过270度的弧线 借助冲力和腰腹力量 如神龙白尾一般 抽向了黄小龙的脑袋 这一脚 进风撕裂 把空气抽得 噼啪一声乍响 就好像鞭子在空中抽了一击 整个篮球馆 那沸腾嘈杂的声音 都骤然像是被剪刀剪断了一样 几乎所有人 都被魏飞扬这一剂鞭腿给震慑住了心灵 很多人都感觉到 脸上有一种隐约的刺痛感 就好像魏飞扬这一鞭腿的腿风 扫在了自己脸上一般 这一脚 至少有接近2000斤的力量 而且 还附着了真气 一旦黄小龙的脑袋被抽中 真气会瞬间冲入黄小龙的身体内部 如洪水猛兽般破坏 由内而外 将黄小龙抽成一团肉酱 面对这一脚 黄小龙脚下纹丝不动 他的瞳孔收缩 为飞扬的鞭腿 在他的视觉中 不断地放慢 放慢 再放慢 就好像是慢动作一般 呵呵 15处破绽 最大的一个破绽 是把胸口的空档暴露了出来 中门打开 太弱了 这样的对手实在太弱了 这就是所谓的鼓舞家族高手 简直不堪一击 黄小龙一拳打了出去 这是直直的一拳 没有任何花哨 没有任何变化的一拳 同样 这也是定格的一拳 哼 一声巨响 空气直接被拳头打爆 拳头如怒龙 要将前方所有阻拦的障碍 统统打爆 黄小龙这一拳 甚至都没有动用真气 完全就是肉身的力量 是超过了人体极限的一种 纯粹的力量 空 空气在黄小龙这一拳的压力之下 汇聚成一团 然后发生了空气爆炸 气压产生的狂风 席卷了整个擂台 吹得擂台四周的麻绳 不停地摇晃 这一拳 直接印在了魏飞扬的胸口 呃 魏飞扬至了一下 他忽然感觉 自己全身的力量都在流失 然后一股佩然俱力 从他的胸口爆发出来 接下来 他开始飞了出去 真的是飞了出去 他感觉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视线中 都在倒退 他就好像是坐在一辆 高速行驶的跑车上面 咔嚓咔嚓咔嚓 半空中 魏飞扬的全身骨骼 爆发出噼里啪啦可怕的破碎声 下一秒 魏飞扬的身体被打飞出去 撞在了二十几米外的一块灯箱上 扑斥一声爆响 灯箱完全碎裂 魏飞扬的身体 依旧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直到 最后生生撞在篮球馆的一面墙壁上 砸出一个人形凹坑 整个身体挤压成扭曲的一团 血肉模糊 死得不能再死了 一拳 就是一拳 直接打爆 打飞出了擂台 秒杀 魏飞扬这样一个半步宗师 在黄小龙手底下 竟然没有支撑哪怕半分钟 不 哪怕十秒钟 他就好像气泡一样被戳破了 黄小龙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脸上是一种无所谓的表情 就好像刚才并不是打死了一个人 而是随手拍死了一只苍蝇 真是不惊打呀 安静 整个篮球馆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 哼 夏小姐手中的酒杯 一下子被震碎 玻璃碎片和酒水 飞溅而起 洒了一身 她丝毫没有察觉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黄小龙 声音发颤 这 这是什么怪物 不过也不能怪你了 刚才我还是用了很大力气的 毕竟半步宗师嘛 如果我不多用点力气 显得是不尊重你 嘻嘻 练拳的人 死在擂台上 是不是一种荣耀啊 哼 黄小龙发出阳光般的欢笑声 有点天真浪漫的味道 然后 直接朝擂台外面走去 在篮球馆里 看台上的每一位观众 被击鼓都在发寒 黄小龙打死了魏飞扬之后 没有一点激动 没有庆祝 也没有欢呼 他 简直就是个末世生命的魔鬼 下一秒 不 堂哥被打死了 堂哥被打死了 少爷 少爷竟然 不不不 老爷会发疯的 不 魏家的几名族人 发出如丧考彼的惨豪声 第428章 师兄弟三人 联手 黄小龙一拳 乐半步宗师 魏家的天才 魏飞扬 整个篮球馆 在保持了十几秒钟的 沉闷寂静之后 就爆炸了 看台之上 观众们发出了轰然的声响 有的在亢奋尖叫 有的则是被黄小龙那一拳之微 吓得瑟瑟发抖 有的则是因为魏飞扬被打成肉酱 这残酷的死法 而感到惊奇刺激 还拿出手机卡擦卡擦地对着他的尸体拍照 当然也有压住赌博的人 或是血本乌龟 或是赚到盆满钵满 各种的情绪 在篮球馆的上空徜徉着 几名魏家的人 眼睛里面闪烁着疯狂的仇恨和怨毒 就要冲过来找黄小龙拼命 被负责主持拳赛的人赶紧阻拦住 孙虎手里拿着黄小龙签的那份生死文书 历声道 怎么 还想报复 打拳之前 双方签了生死文书 拳脚无眼 生死各安天命 难道你们魏家连脸都不要了 来观战的鼓舞高手们 纷纷交头接耳 脸上全部都是震惊 魏飞扬死了 完全没有想到 居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滨海孙家那个少年 这次是出名了 一鸣惊人 看来 今年的鼓舞家族拳赛 滨海孙家要发力了 能够一拳打此半步宗师 今年的拳赛 肯定扬名立万 不知道孙家去哪找到这种高手 还是个生念孔 去年都没见过 魏飞扬是魏家最依重的少年天才 是魏家家主最疼爱的一个儿子 现在死了 整个魏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个事情闹大了 魏家也有鼓舞宗师 恐怕滨海孙家要倒霉 黄小龙回到孙薇等人身边 孙虎赶紧说道 小龙大师 我们赶快走 快 虽然魏飞扬是在擂台上被您打死的 双方公平较量 但他的身份非同小可 死了就会留下巨大的后遗症 我们赶快走 孙虎的表情 又是惧怕 又是兴奋 惧怕的是魏家 如果孙家不赶快撤退 说不定一出篮球馆 就会遭到魏家安排的围攻砍杀 毕竟在篮球馆里 魏家会忌惮规则 但是一出去 负责主持全赛的人也不会再庇护孙家和黄小龙了 这个时候 篮球馆里的几个魏家的人 肯定已经打电话通知了相关人等 说不定现在魏家在暴怒之下 已经在安排人手了 兴奋的是黄小龙的身手 一直以来 孙家除孙威之外 都认为黄小龙本人没什么 厉害的是他的师尊 可今日亲见 黄小龙秒杀半部宗师 杀法果决 雷霆手段 应该可以帮助孙家 抵挡仇家 急什么急 黄小龙却是老神在在地道 我还怕魏家的人 要是他们今晚赶来寻仇 我他们恰好可以一网打尽 你惹大祸了 那夏小姐收敛了震惊的情绪 直接走向黄小龙 魏飞扬是魏家当代的骄傲 你把他打死了 整个魏家都要杀你而后快 嘿嘿 黄小龙无所谓的笑了笑 然后竟然肆无忌惮地 扫描着夏小姐那性感妩媚的玉姐身体 无礼 夏小姐运怒不已 但她明显对黄小龙的功夫很好奇 你不要自以为是魏家有鼓舞宗师 而且 鸣枪一躲暗箭难防 你功夫再厉害 也躲不过火气的暗杀 哈哈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该不会是对我一见钟情了吧 黄小龙嬉嬉一笑 看着黄小龙当面撩妹 孙薇竟然是扑齿一笑 心说 小龙你真潇洒啊 在这个时候 还有闲情意志撩妹 这就是一高人胆大吗 我好意提醒你 你居然梦浪无礼 罢了 你就等待魏家最疯狂的报复吧 夏小姐本来是想摸摸黄小龙的底 但看起来这家伙太背懒了 细皮笑脸的 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人其实最难打交道 小龙大师 我们走吧 孙虎急忙催促 哦 好的 不过先去后台把赌博单据兑换了 这回 你们要我赢 是赚大了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倒 当下 孙家的人簇拥着黄小龙 去后台领钱 孙薇把价状都压了 一共五千多万的本金 按照一赔五的赔率 这一波赚了两亿都不止 黄小龙的两亿本金 现在变成了十亿 孙家其他人 包括孙丰 现在都是懊悔不已 早知道刚才就学孙薇 一把梭哈了 夏小姐目送着黄小龙离开 冷淡的美眸之中 浮现出来了难以遏制的好奇 这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刚才那一拳 阳刚爆裂到了极致 不过 好像没有运用真气的迹象 我看他的样子 也不是修炼出来了真气的鼓舞宗师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天生神力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就算是天生神力 也不可能打出那么强横的一拳 江南市 妇人区 陈家别墅区 陈雄的独栋别墅 此时 陈雄 陈子环 父子二人 正在殷勤陪着三个男子 这三个男子 其中一个是乔大师 另外还有两个 与乔大师年龄相仿 都是一脸先锋盗骨 出臣的气质 左大师 赵大师 久仰了 久仰了 两位的大名 真是如雷贯耳 陈雄客客气气地道 陈老板 你也不要客气 左师弟和赵师弟 与我同门修行 情义很深 虽然我们是兄弟三人 平时联系并不多 但遇到劲敌 打一个招呼 就会同气连之 乔大师 阴瑟瑟地笑道 原来 这两名男子 都是乔大师的师弟 也都在江南市扎根 威名也都很大 乔大师一个电话 把他们请了过来 乔师哥 你的九英万邪阵 都被破掉了 紫衣鬼方方 差点被打得魂飞魄散 不知道你是惹了哪路神仙 那留着山羊湖的寿子 是左大师 这时便是面带讥讽地笑了笑 左师弟 卫兄让你和赵师弟看笑话了 乔大师冷笑了一下 不过 落井下石的话就不要说了 今天卫兄请你们过来 就是要联手把那小道士给废了 他能够重创方方 想必手中也有一些上乘的法器 把他废掉 他身上的宝物 我就不要了 任凭两位师弟处置 哦 左大师和赵大师 眼睛一亮 目露贪婪之色 赵大师道 好 乔师哥 我们师兄弟三人联手 应该没有对付不了的人 具体怎么搞 你说吧 这是陈雄说道 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我这里有一些监控录像的视频 其中就有那晚上 那个小道士的一部分影像资料 不如 我们先看看再说 这个时候 一名黑衣保镖 神色匆匆地从别墅外面跑了进来 老板 不好了 出事了 今晚的地下格斗 卫 卫家的卫飞扬少爷 被人打死了 他 他在我们的场子里 被人打死了 什么 陈雄眉头一跳 心神里面 卫家的势力很庞大 影响力也很大 卫家的少爷被人打死 还是在我的场子里 这 妈的 卫家家主 牙字必报 又喜欢迁怒于人 是谁干的 谁特么把卫飞扬少爷打死了 是谁 陈雄简直就是有些毛娇火辣了 老板 我把今晚卫飞扬少爷 在擂台上打拳的视频带了过来 要不 您亲自看看 黑衣保镖颤声说道 第429章 斗法 三局两胜 在别处大厅的一面墙上 那宽大的投影屏幕上 播放着极为清晰的画面 在作无虚习的篮球馆内 魏飞扬敖张跋扈 满脸杀气地站在擂台上面 他的对手 是黄小龙 是他 陈子环尖叫了起来 眼睛顾大 居然是他 是黄小龙 没错 是黄小龙 陈雄的眼角肌肉 不停地抽搐 接下来 就是黄小龙一拳秒杀魏飞扬 打成肉酱的画面了 哼 这一拳的声音 简直让陈雄 陈子环 还有乔大师等人 心灵都震撼了一下 就好像这一拳是硬生生打在了他们的身上 很厉害 乔大师 乔大师点了点头 这个少年的身手 非常了得啊 陈子环的喉咙 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捏住了 发出一种猫头鹰叫似的声音 没想到 这小杂种 居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陈子环也有些后怕 当初在滨海 书家别墅 他数次当面羞辱黄小龙 也幸好黄小龙没有动怒 要不然 这么一拳砸过来 陈子环反都反应不过来 就会惨死 怪不得能够把我们派到滨海的三个杀手 无声无息地干掉 陈雄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 爸 这人留不得 留下就是个祸患 把古药秘方搞到手之后 一定要想尽办法弄死他 陈子环宁笑了起来 他是很能打 不过 多找点枪手 打黑枪 我就不信打不死他 练武就是健身和表演 当今社会 武功再高 也怕枪炮 乔大师 不屑地笑了笑 显然 他这个道士 对于鼓舞 十分的鄙视 好了 魏家家主 如今也在江南市 把这段视频给他送过去 陈雄眼中 闪过一抹角块之色 先让魏家去试试黄小龙的水吧 接下来 投影屏幕上 开始播放嘉年华大酒店的一部分监控录像 黄小龙 黄小龙在酒店外面的影像资料 以及重创紫衣鬼方方的视频 已经找不到了 但从目前所掌握的监控录像来看 那晚出手破掉九鹰万邪阵的赫然正是黄小龙 同一个人 居然是同一个人 乔大师 赵大师 左大师 师兄弟三人 异口同声地惊叫了起来 打死魏飞扬 破掉九鹰万邪阵 并重创方方的 是同一个人 黄小龙 骂了 这家伙 陈雄和陈子环脸上的表情 也是惊恶震撼 无以复加 三位大师 看来 这个黄小龙真的很不简单 陈雄现在也有些慌乱了 听见他的实力 恐怕难以对抗黄小龙呢 况且 黄小龙如今又是金老爷子的师父 又和赢家的赢澳山小姐交好 天时地利人和 黄小龙都占据了 让陈家这个江南市的地头蛇 也有些束手束脚了 陈雄只能够借刀杀人 借助魏家 还有乔大师 赵大师 左大师 这师兄弟三人 把黄小龙扳倒 三位大师 现在怎么搞 陈雄颤声问道 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都从彼此的眼神中 看到了浓浓的忌惮 左师弟 你一向足智多谋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小道士 如果是莱茵的 这家伙战斗力很强 恐怕也不容易对付 乔大师感觉到了棘手 那流着山羊胡子的左大师 眼睛微微眯缝 不断地在思考酝酿着阴谋 毒计 足足半分钟之后 才说道 莱茵的不稳妥 那就直接光明正大的搞 光明正大的搞 那怎么搞 赵大师祈祷 左大师摇头晃脑 脸上浮现出来一抹蜘蛛在握的表情 和他斗法 直接发战帖 邀请他斗法 我们三兄弟出马 和他斗 既然是斗法 就不能使用鼓舞和暴力了 就是在斗法上 一较高下 哦 斗法怎么斗 乔大师胡疑不定 此人斗法也很厉害的 不可小事 哈哈哈哈 左大师大笑了起来 山人自有妙计 乔师哥 你擅长养鬼和招魂 对吧 呃 这个是 我们师兄弟三人 各有所长 乔大师点头 赵师哥擅长的是斩鬼灭邪 左大师表情愈发 怡然自得 显然就是成竹在胸 而小弟不才 擅长的是辨别法器 给各种法器开光 那么 我们就与这小道士 斗法三场 第一场开光 第二场斩鬼 第三场招鬼招魂 三举两胜 由我们师兄弟三人 依次出场 在各自最擅长的领域 与这小道士斗一斗 我还真不相信了 他能够三场都胜 好 好一个三举两胜 此计大妙 可以扬长必短 乔大师猛拍了一下桌子 不过 就怕那小道士不答应 无妨 给他发帖子 挑衅一番 他年少气盛 多半受不了激将 左大师眼睛眯封 阴笑道 既然是斗法 就要有些彩头 到时候 我们生了小道士 让他交出身上的宝物 并且拜我们为师 这样 我们就能够驾驭住他 让他为我们卖命 哈哈哈哈 赵大师和乔大师 都狂笑了起来 哈哈 好好 发站帖的事情 交给我来办 陈雄也是一脸灿烂的笑意 另外 黄小龙那小杂种书了 还得把那个古药的秘方 给交出来 陈老板 事不宜迟 这件事 你赶紧去办 最好马上就办 一定要抢在魏家动手之前 把那个小道士 约出来斗法 他身上一定有宝物 我们要得到 而且 让他成为我们的弟子 为我们效命 也有很大的好处 至少也是多了一个打手 这家伙挺能打的 乔大师摇头晃脑的道 斗法的时间 就约在明天晚上 另外 把江南市赌信鬼神之说的富豪老板 名流 都邀请过来 观摩斗法 这样可以威慑住这些富豪 让他们心甘情愿 花钱 才供奉我们师兄弟三人 让我们名利双收 这就叫做双管齐下 一石二鸟 好好 三位大师 这件事 我马上去办 很容易就能查出孙家的人 在什么酒店落脚 陈雄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 忽然 乔大师看了看陈子环 醋眉道 陈家少爷 我关你节恶功有青丝缠绕 看来 你最近身体健康方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时间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 第四百三十章 谈判 孙家的人 众星拱跃地簇拥着黄小龙 从篮球馆里出来 然后逃难式地开着车 速速离开 他们都怕一出篮球馆 就有埋伏在暗中的枪手 突失冷剑 进行暗杀 不过魏家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这些 开着车远离了篮球馆 孙虎才如是重负地吐了口浊气 胡说 没必要这么害怕吧 江南市好歹也是繁华大都市 魏家的人纵然再凶再狠 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当街砍人吧 再说了 他们来再多的人 小龙也能应付的 孙薇认为孙虎完全就是小题大做了 魏魏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孙虎苦口婆心地道 以前听说 有高手打黑拳 把对手打死了 结果一出门 就被枪手暗杀掉了 拳脚功夫再厉害 防不住火气的 小青为妙 小青为妙 真是烦 黄小龙无语地道 要是魏家敢来报复我 我就把整个魏家连根拔起 让他们灭族 这轻描淡写的话 听得孙虎倒抽凉气 小祖宗啊 您可真是敢说 魏家根深蒂固 是名副其实的古武大家族 也就是比传说中的古武十大世家弱 这种庞然大物 您说灭就给灭了 孙威则是完全被 黄小龙的王八之气 给震慑住了 胶躯一软 倒在了黄小龙的怀中 好吗 孙威也完全是放开了 当着别人的面 也主动和黄小龙亲热了 孙家的人 开着车在市区了 兜了几个大圈子 确定没有尾巴之后 才回到下榻的酒店 不过也是在考虑 换酒店的问题了 刚刚一踏入酒店大堂 前台一位小姐便笑道 黄先生 这里有您的一封帖子 啊 黄小龙愣了一下 尼玛 又有帖子 请帖还是席帖啊 什么帖子 黄小龙上前将前台小姐 恭恭敬敬递过来的帖子接了 小龙 这是 又是挑战书 孙威站在黄小龙身旁 目瞪口呆地看着黄小龙 手中的烫金大红贴 上书三个大字 挑战书 黄小龙将帖子撕开 取出里面的信件 展开一看 数字黄小龙 小人得志 小小之辈 可敢在天下人之面一战 啊 这个帖子有点夸张啊 黄小龙一看就感觉有些啼笑皆非 在天下人面前一战 这口气 够狂的 仔细一看信件 黄小龙就明白了 原来是道士约自己斗法 三举两胜 开光 斩鬼灭邪 招魂招鬼 斗法的时间是明天晚上11点 斗法的地点是在江南市国家森林公园内的一座山上 具体斗法的条款 明晚到了森林公园 双方会签订合同 合同上有细节 小龙 好奇怪耶 居然有道士要挑战你 喝你斗法 孙薇一脸惊奇 道士 哦 貌似我还真是得罪过江南市的道士 黄小龙忽然一笑 小龙 你说 你说的是 贾年华大酒店幕后的老板 那个丧尽天良的禽兽 养出了清朝女鬼的大变态 孙薇恍然大悟 希希 不是他又会是谁 黄小龙淡然一笑 白虎妹妹 我就说过 我不去找这家伙 这家伙自然会主动来找我 他对我可是恨之入骨的 嗯 小龙你去不去啊 不过 看起来 对方是有备而来啊 孙薇一脸担忧的道 而且 单从挑战书的内容来看 很多细节都含糊不清 没有交代清楚 去 怎么不去 黄小龙笑道 我才不管他们耍什么手段 明晚就过去把这畜生干掉 还想和我斗法 真是有趣 开光 斩鬼 招魂招鬼 都是些雕虫小技 无论想斗什么 都是我赢 嘿嘿 一想到明晚又有可玩的 黄小龙整个人便是有些兴奋了起来 孙薇在一旁 感受到了黄小龙的 军临天下般的霸气与信心 他的担心也被一扫而空 眼泛花痴的道 小龙 明晚我要和你一起去 斗法 听起来很好玩呢 我都没见过道士斗法 哈哈哈哈 白虎妹妹 你想去就去吧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然后将挑战书交给孙虎 诺 这挑战书下面留了一个手机号码 你帮我打电话过去确定一下 告诉他们 明晚小爷我准时赴约 小爷我何惧之友 哈哈哈哈 好 小龙大师 我 我马上给对方打电话 孙虎毕恭毕敬地道 走 白虎妹妹 我们去休息 黄小龙摟着孙薇的小蛮腰 就朝电梯口走去 白虎妹妹 今晚来我房间 孙薇眼波如水 整个人显现出来了一些妩媚 小龙 你想干嘛呢 嗯 白虎妹妹 我们第一次见面呢 是在滨海大学的女生宿舍 厕所里 说实话 当时灯光有点暗 我没看清楚 希希 等会来我房间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再看一遍 呼 孙薇娇羞不已 就只看看 不做其他的 是啊 就只看看 黄小龙坏笑道 小龙你好坏哦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 孙薇白了黄小龙风情万种的一眼 旋即低声道 小龙 明天你还要去斗法呢 我可不想因为那个 那个 影响到你的状态 这样 明天晚上 你赢了 我 我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香喷喷的 然后主动来你房间 让你好好看 好好的 那个 哪个呀 黄小龙几眉弄眼的道 孙薇将方唇凑到黄小龙耳边 娇声道 就是 我让你啪啪啪 当晚 孙薇果然没有来黄小龙房间 他准备把自己当成奖品 在黄小龙明晚斗法 大获全胜之后 把纯洁无瑕的身体 奖励给黄小龙 任君采摘 这是不是一种激励呢 对于这个奖品 黄小龙自然是确之不公了 明晚的斗法 有难度吗 另外 这一晚 孙家的人也相安无事 魏家并没有连夜报复 第二天 黄小龙睡到了中午 刚刚起床 便是接到了一个电话 拿起手机 一看来电显示 居然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黄小龙咕弄了一声 接听电话 黄小龙 电话那边 传来一把富有磁性的女人声音 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少女的声音 这声音非常的性感 就好像是午夜电台 那种很好听的女人的声音 呃 比声优的声音还好听 一听这声音 黄小龙便是有些亢奋 他可以确定 自己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声音 啊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黄小龙 你听着 我是金孟奇 金家的人 这女人的声音里 竟然充斥着很明显的敌意 昨天 我爷爷他 嗯 这件事 我代表我们金家 约你谈判一次 金孟奇 微怒道 我们金家 是江南市的名门望族 我爷爷 更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家 他一时冲动 拜你为师 这件事情 我们整个金家 都极为的不满 因此 由我出面 约你谈判 不过 这件事 你不能告诉我爷爷 知道吗 哦 黄小龙 黄小龙恍然大悟 原来啊 金家的人不服气 因为黄小龙 做了金老爷子的师父 那金家的人 统统都矮了 黄小龙好几倍 关键 关键黄小龙 还是个轻松少年 这让金家很憋屈啊 我现在就过来接你 金孟奇的声音 极为强势 似乎是不容黄小龙 忤逆 不要说拒绝之类的话 因为 如果你冥顽不灵 那么 你会付出一些代价 而这些代价 是你 承受不起的 嗯 金孟奇 很强势 第四百三十一章 直接打脸 说完要说的话之后 金孟奇直接挂了电话 黄小龙有些啼笑皆非 不是吧 输了个百岁老人当徒弟 他家里人帽子很不满啊 哼 好了 出去瞧瞧 如果金家的后人 都是一匹匹脱缰的野马 那么 我就是驯马人 我会把这些野马 统统都驯服的 对于金孟奇的威胁 黄小龙就压根没放在心上 一个正常人 会在意一只小蚂蚁的威胁吗 稍微一抬脚就踩死掉了 当下 黄小龙简单地洗漱之后 换好衣服 直接出门 站在了酒店的大门口 笑嘻嘻地等待起来 那个什么金孟奇的声音这么好听 不知道人长得怎么样 希望不要是一个丑八怪才好 黄小龙脸上也是浮现出来了一丝期待之色 很快 一辆劳斯来斯幻影就停在了黄小龙面前 驾驶式的车窗玻璃摇了下来 你就是黄小龙吧 昨天在爷爷的百岁寿宴上 我见过你 开车的是一个少女 年龄与孙微相弱 那近乎招牌是优美动听的声音 不是刚才打来电话的金孟奇又是谁 只见她一袭白裙 美不胜收 三分冷漠两分妖娆 剩下无分是绝品 坐在驾驶室里 就好像一朵雪莲花 有风吹过 迷嘴无数人心 讲道理 这样貌不输给黄小龙的白虎妹妹孙微 不过鼓舞方面的修为 比孙微强上许多 这金孟奇和昨天晚上被黄小龙打死的魏飞扬一样 都是半步宗师的境界 一个念头 就能扑杀人在十米之内 上车 金孟奇淡然道 黄小龙也没说什么 咧嘴一笑 便是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钻了上去 车内 乡风习习 颇有点醉人的风情 找个地方吧 我代表金家 和你开城布公地谈一谈 金孟奇解明恶药地说道 然后开着车走了 呃 金老头是你的爷爷 黄小龙细血一笑 他叫我师父 论辈粉 你应该叫我一声师爷 哦 不对 应该是师祖 闭嘴 金孟奇的脸色 骤然变得铁青 简直就是气机败坏 狠狠瞪的黄小龙一眼 那眼神 恨不得杀死黄小龙似的 这件事 不准再提了 哼 你 你 你何得何能 这件事 就是我们金家满门的奇耻大辱 呃 不得不说 哪怕是发怒 金孟奇的声音也很好听 黄小龙心中微微一动 如果 这个金孟奇像骗子里那些小姐姐一样叫唤 那能让男人上天呢 不 恰恰相反 这应该是你们金家的荣耀 你们应该受宠若惊才对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你 你 你 金孟奇气得全身发抖 他竭力稳定住情绪 苦口婆心地道 黄小龙 你算是有才华之人 在书法领域 不光是爷爷 就算是我们 都是很佩服你的 可是 仅仅凭这个 是不够的 我们金家 有许多骄傲的人 你 希望你不要自悟 放心吧 我们会给予你足够补偿的 我今天 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嘿嘿 黄小龙只是笑了笑 不多时 金孟奇将车开到了一个格调极高的咖啡厅 停车 跟我来 金孟奇老马 持足地将黄小龙带到了咖啡厅的二楼 一个包间里 点了两杯咖啡 然后让服务员不许进来打扰 这个二楼的包间 外面有一个极大的露台 在露台下面 是一红碧波淋淋的湖水 客人可以舒服窝在角落里聊天 也可以找靠露台的位置坐下 欣赏湖光美景 湖上微风徐徐 尽管是喝咖啡 也会微醺 金孟奇目光看向的外面那如镜般光滑的湖面 很多人都认为陈家是江南市的第一大家族 其实不是 我们金家 才是江南市的魁首 金家 在江南市 乃至于在全国 都是一个商业航母 影响着整个江南市的经济和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 在江南市 这座繁荣的沿海大城市 一百个工作岗位之中 至少有三十个 都是我们金家提供的 就好像 这个咖啡厅 只不过是我金家第三代中 一个不得宠的庞系成员 明显着其中一个产业 黄小龙 你根本难以和我们金家相提并论 哪怕扯上一点关系都不可能 你懂吗 你和我们姓金的人 就是两个世界 两个阶层的人 明白吗 今天我找你出来谈判 只是要用最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这件事 金孟奇用一种施舍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说完了吗 黄小龙就算再心不再焉 听到如此诛心之言 他也有些恼怒 你是有才华 可我们金家 不仅仅只是商业家族 我们的底蕴 你根本难以想象 说着 金孟奇从包里 拿出一张现金支票 这是一张五千万的现金支票 你拿好 然后 马上从江南市消失 以后 永远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爷爷面前 扑 黄小龙扑哧一笑 怎么 嫌少了 金孟奇冷笑了一下 对 你的书法记忆 会催重家之长 或许 五千万对于你来说 并不是一笔渴望而不可及的财富 那么 金孟奇又从包包里 拿出一张准备好的现金支票 这一张现金支票 是两亿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价 诺 一共是两亿五千万 应该足够买你了 就算你才华横溢 这一生 也无法赚到这么多钱 现在 只要你点一点头 这一笔财富 就是你的了 两亿五千万 也是我们的底线 不得不说 哪怕就是江南市 这种繁华的大都市 两亿五千万 都是一笔庞大的财富 拥有这笔钱 足以躋身富豪行列 金家之所以拿这么多钱买黄小龙 也是因为金老爷子对于黄小龙是心悦诚服 他不仅仅是崇拜黄小龙 甚至可以说是膜拜 要杀黄小龙灭口 风险很大 一旦被金老爷子查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 只能让黄小龙自己滚蛋 金家的后人经过商议和评估 认为两亿五千万 是黄小龙无法拒绝的条件 两亿五千万啊 黄小龙愣证了一下 对 你按照我说的做 这笔钱就是你的 金梦奇从包里取出一包女士香烟 点燃一支 淡定地抽了起来 她抽烟的姿势 非常的优雅 竟然展现出来了一种知性美 不得不说 这女人 是个油物 极品油物 金梦奇心中已经百分之百确定 两亿五千万 一定可以收买黄小龙的心 把她买死 噗 黄小龙喷笑了一下 然后伸手从裤兜里摸索了几下 也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现金支票 然后随手往桌上一扔 诺 这里是十亿 今晚开个房间 你躺在床上 像骗子里那些小姐姐那样 叫唤一簇给我听 钱就是你的 卡 金梦奇脸色骤然僵用 十亿 就是黄小龙昨晚赌拳迎来的 下一秒 金梦奇简直就是老羞成怒 并且 脸上火辣辣的 有一种被抽了一耳光的感觉 她拿两亿五千万打黄小龙的脸 没想到 黄小龙直接甩了十亿出来 要打她的脸 就在这时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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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门声响起 金梦奇正自怒不可遏 头也不回地冷赤道 我说过 不准进来打扰我们 门开 一把运满了仙气的女生飘了进来 梦奇妹子 你这是在生什么气呢 黄小龙抬眼一看 只见赢澳山俏丽包间门口 目光却是在看着黄小龙 赢 赢 赢澳山姐姐 金梦奇赶紧收敛了暴怒的情绪 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不敢怠慢 站起来欠身套 澳山姐姐 您 您 您找我有事 金家固然是江南市豪门 可是 和古武十大世家的赢家相比 那就是小虾们一致 金老爷子 也只不过是赢家一个旁戏之脉的女婿 甚至可以说 金家是赢家的附庸 因此 赢澳山的地位 自然是远远高过诸如金梦奇这一类金家后人 哪怕是金老爷子亲临 见了赢澳山 都得低头讨好 打个比喻 如果说赢澳山是千金大小姐 那金梦奇在她面前 就只能够是丫鬟 况且 赢澳山是鼓舞宗师 这时 赢澳山亲自来到包间 金梦奇顿时感觉到了一种受宠若惊的味道 身体都激动得略微发抖 澳山小姐 她 她来找我 太 太不可思议了 平时 澳山小姐根本就不会多看我一眼 今天 居然来找我 亲自来找我 金梦奇抬起感激涕铃的目光 看着赢澳山 起料 赢澳山根本就没有用正眼看金梦奇 她一脸笑意地朝着黄小龙走了过去 黄公子 之前在咖啡厅外面看到你 澳山脸皮厚 一路跟了进来 问了赤影生 知道你在这个包间 黄公子不会怪澳山不请自来吧 呃 来了就来了 你坐啊 黄小龙笑嘻嘻嘻地道 黄公子 你几次三番都舍澳山而去 你是不是很厌恶澳山啊 迎澳山顺势坐下 眼寒忧远地看着黄小龙 哈 金梦奇就好像木桩子似的站在旁边 脸上更像是被狂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她是自作多情了 人家迎澳山根本不是来找她的 第四百三十二章 一杯脏水 此时的迎澳山对黄小龙的确很看重 其一 黄小龙的白鸟嘲讽 千真万确是打动了她 触动了她的心弦 从秦记这个角度来说 她称黄小龙一生老师 也并无不可 其二 昨晚 黄小龙的百兽图 旷骨绝巾 再一次将迎澳山折服了 其三 黄小龙说迎澳山命不久矣 此事或许并非危言耸听 因为某些迹象 黄小龙还真说准了 其四 一直以来 迎澳山所接触到的男子 对他都色受魂语 趋之若鹜 巴不得在他身边多留片刻 可黄小龙却数次对他气之如碧履 这让他感觉到 黄小龙与任何男子都不相同 是个有很意思 很是神秘 特立独行之人 还有吗 黄小龙昨晚在擂台上 一拳将魏飞扬打成肉酱 这个消息 金梦奇还不知道 迎澳山却已经得知 不知道这个黄公子身上 还有多少澳山看不出来的秘密啊 迎澳山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然后 他看了看桌上的现金支票 又看了看木桩子一样呆立一旁的金梦奇 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但笑道 孟奇妹子 有的事情 是金老爷子自己做主 你们这些后辈就不必参与了 否则 惹了老爷子不开心 适得其反 这 这 澳山小姐 金梦奇一脸尴尬 当然 金梦奇并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 要金家的所有人 都称黄小龙为前辈 甚至于师爷 师祖 这不可能 太荒唐了 黄公子 今日澳山有闲 不如 就让澳山 陪着黄公子在江南市 好好游玩一番吧 澳山对江南市 倒并不陌生 迎澳山主动请英导 他心说 黄公子 这下 你总该不会拒绝澳山了吧 金梦奇在一旁听得头皮发炸 不是吧 澳山小姐是何等人物 那就是天上的明月 不知道多少豪门公子 古武世家的武学天才 对澳山小姐穷追不舍 澳山小姐却冷若冰霜 丝毫不假辞色 可今天 这一位天骄神女 却淤尊降贵 一脸 一脸倒 倒 倒贴这个黄小龙的样子 难道 这个黄小龙 真的 真的是拥有不可思议背景的人 但根据我们的情报 他只是滨海孙家的人啊 滨海孙家 不入流的古武家族而已 传承都断绝了 难不成 另有隐情 细思恐急 这时 金梦奇背脊微微发凉 按照迎澳山对黄小龙的态度来分析 黄小龙此人 很可能是隐瞒了身份 倘若 他是什么隐世大家族的公子哥 那么 金家羞辱他 势必遭到打击啊 不行 我 我必须将这黄小龙的底细摸清楚 不能够再胡来了 金梦奇深吸一口气 哦 今天啊 今天晚上我有点事 黄小龙有些敷衍地看了看迎澳山 迎澳山小姐 你不必跟着我 你的病 索性我就给你治了吧 说着 黄小龙起身取了一个纸杯 在饮水机中放了半杯水 将纸杯放在桌上 迎澳山小姐 您是鼓舞宗师 百病不生 晚邪不亲 怎么 怎么会 会生病 金梦奇狐疑不定 黄小龙戏谑地看着迎澳山 我说过 你快要死了 并不是恐吓你 这 迎澳山目光微微一闪 黄公子 澳山自幼修炼鼓舞 体内已经养出真气 对于生死危机 有一种奇特的感应 实不相瞒 澳山感觉自己 一切安好 并 并无不妥之处 迎澳山这段时间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修炼方面 都一如往常 实在难以将自己 同将死之人 联系起来 这个黄小龙 该不会是在忽悠澳山小姐吧 金梦奇眼珠子转动了几下 然后也坐了下来 我也不相信澳山小姐会有什么影集 好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看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张符钻 斗手之间 符钻燃烧 并化为灰烬 黄小龙将这些灰洒入纸杯之中 并与水搅拌均匀 迎澳山和金梦奇都瞪大美眸 不知道黄小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喝了它 黄小龙将纸杯递给迎澳山 一脸认真的倒 全部喝光 一滴水也不要剩下 你 黄公子 你 你这是在捉弄澳山吗 迎澳山脸上浮现出一抹韵怒之色 金梦奇都有些佩服黄小龙呢 堂堂迎家直戏衣脉的小姐 你居然要她喝一杯沾满了灰烬的脏水 我的天 这水 恐怕路边的乞丐也不会喝吧 多恶心啊 黄小龙 适可而止 不要惹祸上身 金梦奇 忍不住冷脸斥责道 我看你才是最好给我闭嘴 否则 我要你后悔今天约我出来 黄小龙戏谑地看着金梦奇 眼中掠过一抹忧冷之色 触及黄小龙的眼神 金梦奇竟然心中微微发颤 遍体声寒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迎澳山小姐 反正你快要死了 这杯水 你愿意喝便喝下去 不愿意喝 我绝对不会勉强 反正你死了 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黄小龙背揽一笑 看着黄小龙一脸嫌弃的模样 迎澳山简直就是气苦得很 他在别人眼中 就是公主 就是天上的明月 可在黄小龙这儿 屡次碰壁 黄公子就这么不待见澳山 迎澳山郁闷得要死 其实黄小龙身为地府鬼差 天地间的神 他是没必要去刻意巴结一个女人的 以往遇到的任何一个女孩 都没有迎澳山这份傲气 迎澳山骨子里的傲气 让黄小龙有些不以为然 罢了 澳山喝了便是 迎澳山也是豁出去了 竟无端端生出一种 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忧愿地瞪着黄小龙一眼 旋即直接端起那杯脏兮兮的水 一闭眼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好吗 按照黄小龙所说的 尽数喝干掉了 捐滴不剩 金梦奇在一旁都看一阵恶寒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么脏的水 让他喝 他是打死不喝的 黄公子这下满意了 迎澳山此刻竟像是一个 受了极大委屈的普通女孩子 这杯水 澳山是喝光了 现在 黄公子又要走了吗 嘿嘿嘿 迎澳山小姐 我救了你的命 你也不说声谢谢 貌似还对我诸多不满 你做人 不厚道啊 黄小龙咧嘴一笑 切 一杯脏水而已 还救了澳山小姐的命 金梦奇按捺不住 低声说道 就在这时 我 我 迎澳山骤然花容失色 一只手掩住嘴 慌忙站了起来 欲咬吐 他以淑女自居 本想要跑到洗手间再吐 可杜甫中翻江倒海 实在控制不住 终于挖了一声 吐了一大滩污秽之物 好了 东西吐出来了 你的命算是保住了 黄小龙嘻嘻一笑 你们看 这是什么 因澳山和金梦奇 下意识地看向地上的一摊会晤 这一看 将两人吓得惊声尖叫了起来 就好像是看到了世界上最可怕 最恶心 最邪恶之物 第433章 蜈公骨 此时此刻的一幕 真真是让迎澳山和金梦奇毛骨悚然 吓到了极点 要知道 这两个女人 一个是鼓舞宗师 一个半步宗师 标准的金国不让须眉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他们害怕的东西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吧 只见 迎澳山吐出来的东西 竟然是几十条花色斑斓的蜈公 对 就是蜈公 蜈公这玩意儿 一般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一看就会头皮发麻 而迎澳山吐出来的蜈公 五颜六色的 比一般的蜈公更加吓人 此刻 这几十条蜈公 包裹在一团黄褐色的粘稠液体里 居然是活的 不停在蠕动着 挣扎着 迎澳山脸色苍白到了极致 纵然他是鼓舞宗师 可现在也是全身瑟瑟发抖 鸡皮疙瘩爆起 这些蜈公 不 活蜈公 可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呀 太恐怖了 太惊悚了 太恶心了 太可怕了 西西 迎澳山小姐 你现在亲眼看到肚子里吐出来的蜈公了吧 我告诉你吧 蜈公这玩意儿 很是邪乎 一般蝎子是用尾巴折人 而蜈公却是用嘴撕咬 虽然世界十大毒王榜上 没有一种蜈公上榜 可是呢 千万不要忽略蜈公的毒性哟 世界上最毒的蜈公 是哈士蜈公 哈士蜈公就是蜈公中的毒王 毒性剧烈 还能够通过前置而不用和攻击人 人被咬中之后 会撕心裂肺的疼痛 恨不得把自己扔进油锅里炸 以减轻疼痛 现在你吐出来的 就是哈士蜈公 哟 有几十条呢 黄小龙滔滔不绝地解说起来 你看 这些蜈公都是活的 如果今天我不给你治 用不了半个月 这几十条活蜈公 就会啃噬你的五脏六腑 虽然你是鼓舞宗师 但也无法自救 几天就被痛死毒死了 你说 我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 黄小龙的话 真真就是让迎奥山如坠冰窖 又是恶心又是后怕 哇 下一秒 姚奥山和金梦奇 都忍不住眼嘴冲到洗手间里 嗷嗷嗷地大吐而特吐起来 黄小龙笑嘻嘻地烧了张福 将这些活蜈公焚成灰烬 足足半个小时之后 爷奥山和金梦奇 才算是吐完了 他们脸色苍白地坐在黄小龙对面 花容惨淡 黄 黄公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奥山 奥山肚子里 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剧毒蜈公 迎奥山明显是哭泣过 现在粉嫩嫩的翘脸上 赫然布满了斑斑泪痕 真是我见幽怜啊 黄 黄小龙 你刚才烧的那张符 用符灰抛水给奥山小姐喝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金梦奇也是一脸无法所解的表情 啊 我还没吃午饭呢 黄小龙叫来咖啡厅服务员 点了五份炒饭 五块牛排 五杯可乐 大块朵一起来 我点的是自己的 你们要吃自己点 那个谁 金梦奇 今天你管饭 迎奥山和金梦奇都快把肚子里的酸水吐出来了 现在哪还有胃口 只能看着黄小龙狼吞虎咽了 黄小龙一边大吃 一边胡伦吞早地说道 迎奥山小姐 你是中了骨 蜈公骨 现在我把骨给你逼出来了 不过你记住 从今年开始 每年吃十条壁虎 连吃三年 方可将体内的余毒驱散干净 我 我 我怎么会中骨 迎奥山骇然不已 目光中露出思索的表情 但搜长瓜肚 却始终无法想到 自己是什么时候中的骨 又是被谁下的骨 反正你就是得罪人了 骨术高明的人 对你下了骨 即便是事后当面给你详细解释 你都难以相信 反正这个行当 鬼秘奇特 实在是常理不能测夺 黄小龙随口道 反正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如果有人存心要害你 我救得了你一次 救不了你一辈子 除非你当我的丫鬟或者当我的老婆 每天跟着我 那就没有人能够再害你了 嗨嗨 听到黄小龙的话 迎奥山那苍白的俏脸上 扶起两团微红 干咳几下 眼是尴尬 旋即正刺道 今天多谢黄公子了 若非黄公子出手相救 奥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现在想来 满满都是后怕呀 至此 迎奥山对于黄小龙 千真万确是心存莫大的感激 这是救命之恩啊 不是儿戏 小意思 黄小龙无所谓的笑了笑 然后眼角余光 瞟向金梦奇 我那张符 就是砖破乌公骨的 今日亲眼看到黄小龙的本事 金梦奇也是木讷说不出话来 脑子里的念头白转千回 这家伙真的有点不简单 我们金家的人 还以为他是个只会我闻弄墨的书生 不行 一定要再看看他的底牌 不能够再莽撞行事了 等会儿我吃完饭就要回酒店了 晚上我还有一些事情 你们请自便吧 黄小龙笑道 黄公子 不是晚上才有事吗 下午让澳山陪你逛逛 游览江南市各处名胜古迹 聊表谢意 这不行吗 迎澳山称道 难道黄公子是嫌弃澳山普流之姿 入不了公子的法眼吗 听到迎澳山说这种撒娇发点的话 金孟齐全身起立 他捏如问道 你 你晚上有什么事 告诉你们也没关系啊 有道士约了我斗法 黄小龙满不在乎地说道 啊 道士 你 你还会斗法 游澳山和金孟齐异口同声地惊叫道 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是啊 斗法 我天下无敌 有什么好奇怪的 黄小龙脸上表情 无比认真 啊 太好了 澳山也曾见过一些道士开谈做法 对此很感兴趣 黄公子 不如今晚 澳山陪你一起去 看来迎澳山是缠定的黄小龙 双眼放光的道 既然是斗法 黄公子身边 也该有摇旗呐喊的啦啦队 才能壮大声势吗 金孟齐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探究黄小龙底牌的绝佳机会 他也连忙道 我也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道士斗法 貌似 貌似 还有点意思 顿了一下 金孟齐目光闪烁 既然你懂道士 我倒有件事想要请教 黄小龙之故埋头扫荡着炒饭和牛排 也没有搭理金孟齐 金孟齐被吃紧咬 厚着脸皮道 我有一个闺蜜 最近买了一套别墅 可住进去之后 却是感觉无比拥挤 无比压抑 事实上 别墅是很宽的 不存在拥挤的问题 她所描述的那种拥挤 纯粹就是一种感觉 然后呢 我闺蜜她每天晚上 都感觉被鬼压床 很奇怪 她老公却没有这种感觉 忽然有一天 她 她早上起床 发现 发现放在床边的拖鞋 竟然 竟然被换了位置 虽然只是转述 但金孟齐的神态和语气 也都有些惊恐了 就连迎奥山在一旁听着 心里都略微地咯噔一下 黄小龙依旧只是低头吃东西 理都没理金孟齐 金孟齐吃了个闭门羹 心中不悦 咕弄道 你不是会道法吗 那你说说 我闺蜜是家里的风水出了问题 还是撞见了脏东西 如果你说不出来 那就是在吹牛 你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道法 金孟齐很明显就是在质疑黄小龙 黄小龙抬起头来 看了金孟齐一眼 不嫌不淡地道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 太容易不过了 不过 你想要请教我 就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的是酬金 金孟齐道 黄小龙看了看桌上的 皱巴巴的支票现金 酬金 我不稀罕 那啥 你的声音蛮好听的 如果我出手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你就学骗子里那种小姐姐的叫唤声 叫几声给我听 卡 文言 瑶奥山和金孟齐都呆住了 第434章 上山斗法 赢奥山和金孟齐虽然都是活脱脱的女神 特别是赢奥山 仿佛不识人间烟火似的 可黄小龙说的话 他们也能听懂 学着骗子里的小姐姐那样叫唤 这尼玛不就是叫那刹床吗 金孟齐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哪里这样叫过 她是金家的掌上明珠 江南市上流社交圈子里的名媛 高不可盘的女神 平常任何男性 无论多么的优秀 在她面前 都循规蹈矩 彬彬有礼的 从来不会有半句调气之言 可现在 黄小龙这个悖懒的家伙 居然当面调气 这是她一生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 在羞怒之余 芳心之中 竟然滋生出一种极度怪异的滋味 说不清道不明 而迎傲山听到黄小龙 如此调气金孟齐 她心中危感酸涩 漠然不语 你 你 你无耻 金孟齐怒瞪黄小龙 切 我只是告诉你 要我出手的条件 你不愿意就算了 黄小龙嗤之以鼻 她就是这样一个 玩世不恭的人 不受任何翻文入节的约束 随性而为 也不可能为了谁而改变什么 呃 我知道了 你根本就不会倒数 所以才故意刁难我 金孟齐冷笑道 随你怎么说了 我一生行事 何须向你解释 黄小龙洒脱不羁地道 撞风卖傻 故弄玄虚 金孟齐恨得牙痒痒 今天我就非得试探一下 看看你是否在撒谎 好 我答应你 金孟齐豁出去了 脸蛋骚红 娇艳欲低 你 你如果真的帮我闺蜜 完美解决此事 那 那 那我 那我就叫 叫 叫给你听 说到最后 金孟齐真真是羞耻得不行啊 吃完饭 我带你去见我闺蜜 金孟齐很声道 不用见了 你让她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 黄小龙微微一笑 你闺蜜是不是新婚 咦 你怎么知道 金孟齐亚异 我当然知道 她和她老公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做内修人的事 也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啪啪啪 黄小龙的表情没有一点邪意 反而专注认真 嗨嗨 黄公子 越说越不堪了 澳山还在这儿呢 请 请收敛一二 迎澳山也是首次听到男人当着她的面谈论房市 心里迫不止滋味 如果换成别人 她立马就牵捉走人了 可不知为何 即便黄小龙说的如此猥琐 她却是没有拂袖离去的冲动 却没料到 金孟齐嘴巴张大 骇然道 你连这个都知道 我 我闺蜜 她是我和从小一起玩到大 才会将这种隐私告诉我的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问你 她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和老公啪啪啪 黄小龙不耐烦地道 那 那是 毕竟新婚艳儿 那个 那个不是很正常的吗 金孟齐满脸通红 低声说道 好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 如果是撞了鞋 就不只是每天被鬼压床 醒来发现拖鞋换了位置这么简单了 我分析 一定是有很多孤魂野鬼路过他们家 甚至有孤魂野鬼跑到他们家里面 这样才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拥挤的感觉 屋子里挤满了孤魂野鬼 能不拥挤吗 什么事情会让如此多的孤魂野鬼跑到他家看热闹呢 其实鬼和人是一样的 都喜欢看热闹 但一般的事情 是无法激起孤魂野鬼兴趣 你闺蜜既然是新婚 那啪啪啪应该很频繁 而且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没有拉上窗帘 这就导致 大量的孤魂野鬼 跑来看热闹 男女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造人 这样一来 就会让不少的小鬼 产生一种误会 让他们认为是投胎的时候到了 所以小鬼们半夜就会往你闺蜜肚子上爬 这就是导致你闺蜜每天感觉到被鬼压床的原因了 他老公自然不会被鬼压床 因为小鬼们也知道 男人是不会生孩子的 黄小龙这番分析 思思入寇 合情合理 竟然让迎奥山和金梦奇 听得津津有味 你打电话告诉你闺蜜 以后啪啪啪的时候 一定要拉好窗帘 而且声音不要那么大 黄小龙老神在在地道 然后笑看迎奥山 迎奥山小姐 以后你和你的男人 在干那件事的时候 记得要拉上窗帘哟 切 黄公子 不准取笑奥山 人家 人家还 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迎奥山催了一口 金梦奇第一时间打电话过去 一问 还真是 她闺蜜晚上和老公行雨水之欢的时候 真的从来不拉窗帘的 还说什么在做那件事的时候 看着窗外漫天的繁星 特别有情调 金梦奇大骂道 还讲个屁的情调 一群孤魂野鬼在窗外看热闹 有情调 以后一定要拉上窗帘 那啥 问题解决了 什么时候叫唤给我听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看着金梦奇 金梦奇面红过耳 窘到了极点 不过 她是习武之人 最重要的就是言出必见 亲口答应下来的事情 不能够反悔 否则会影响到武道之心 那 那改天 改天再说吗 金梦奇支支吾吾地道 一个傲山瞪的金梦奇一眼 颇有警告的意味 吃过午饭 黄小龙本来是要回酒店休息 和她的白虎妹妹孙薇谈谈情说说爱 可迎奥山和金梦奇 却如复古之躯一般 紧跟着 黄小龙 铁了心晚上要陪黄小龙去斗法 无法 黄小龙只好带着这两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到处闲逛 倒是惹来了不少男人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晚上八点半 孙薇打电话过来确定了黄小龙的位置 过不多久 孙家车队开来接黄小龙 下车后 孙薇看到黄小龙和迎奥山在一起 旁边还有一个气质出众的少女 她大惑不解 跑过来低声道 小龙 你怎么和迎奥山小姐在一起 站在迎奥山小姐旁边的又是谁 哦 白虎妹妹 纯属邂逅 纯属邂逅 迎奥山旁边的是金梦奇 金家的一位小姐 论辈分 是我的徒孙 黄小龙 孙薇一笑 孙薇摆了黄小龙一眼 然后正色道 小龙 斗法的事情 虎叔已经和对方约好了 据说 这次主持斗法的 竟然是陈家 又是陈家 黄小龙 黄小龙 玩味一笑 眼中分明浮现出来了细血之色 好好好 原来陈家和那灭绝人性的妖道 还有勾搭 今晚 就将所有的事情 一并解决掉吧 上车 黄小龙并没有搭金梦奇的劳慈来斯幻影 他搂着孙薇的小蛮腰 上了孙虎的车 我们跟上去吧 一位澳山淡漠地对金梦奇道 是 迎澳山小姐 您坐我的车吧 金梦奇殷勤道 好 对了 注意你的举止 不要太放浪行骸了 迎澳山警告道 那个 不准叫 叫给黄公子听 知道吗 孙家车队静止开网约定好的斗法之地 江南市国家森林公园 上山 斗法 一决雌雄 第435章 废话都别说了 开始吧 把车开到国家森林公园之时 已是晚上十点 距离约好的斗法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森林公园地势复杂 车已经开不进去 众人只好下了车 选择步行 这森林公园 地处偏僻 一到晚上 根本就是人际不知 显现出一种荒凉的味道 今晚天上星辰寥寥 月亮都躲进的乌云之中 天地之间 一片有黑 孙虎等人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强光手电筒 在前方照明开路 黄小龙牵着孙薇的手 跟在后面 迎奥山和金梦奇 则是行走在黄小龙身侧 此时 偌大的森林公园 笼罩着一层层阴沙之气 就像雾霾一样 那些郁郁汶汶的草丛和树木后面 仿佛躲藏着什么一样 山风洒然 烈烈作响 不但驱走了炎热暑气 还给人带来一种凉嗖嗖的感觉 这个地方阴气比较重 摇岛约我斗法 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段 也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 天地间阴气最重 会有大量阴魂出没 黄小龙玩味一笑 貌似 今晚的三场斗法 其中就有招魂招鬼 嘿嘿 有意思极了 毕竟已经在嘉年华大酒店 经历过一次白鬼夜行的场景了 因此无论是孙薇 还是孙家的其他人 倒不至于太害怕 而迎奥山鼓舞宗师 金梦奇半部宗师 都是有真气护体的人 自然不惧一般的鬼祟 走着走着 四面八方阴气渐浓 途经一个小树林的时候 赫然只看到在树林里 有着十几只惨白兮兮的小鬼 正在节节节地怪笑着 那 那就是 就是鬼吗 金梦奇从来没有见过鬼物 心头略微有些发麻 迎奥山柳梅威树 体内真气加快运转 别他妈在这儿挡路 给小爷滚犊子 黄小龙一声冷哼 身上气息微微一放 那群小鬼立马吓得落荒而逃 小龙你真厉害 孙薇忍不住夸赞晴郎 金梦奇和迎奥山都忍不住 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心中暗倒 他在面对鬼物的时候 还真是微风八面呢 又经过一片湖泊 走在吊桥上 突然四周风大了起来 阴风在水面上一卷 浓得划不开的煞气向上蒸腾 下一秒 密密麻麻的水鬼 从湖里探出脑袋 焦头接耳 窃窃私意 然后一脸痴笑地看着黄小龙等人 脸色很是贪婪 就好像要从湖中窜出来 拉替身下去 小龙大师 这 这森林公园 真是邪门透顶啊 孙虎头皮发麻 那些妖道弄出来吓唬人的玩意儿 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吧 黄小龙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顺手拿出几张符篆 斗手一燃 抛进湖中 刹那间 整个湖泊变成了一片火海 无数的水鬼 不停地浴火挣扎 嘶吼 尖叫 请客间就被焚成虚无 魂飞魄散 这种不入流的玩意儿 就别来丢人现眼了 黄小龙咕弄了一句 看来 看来今晚的斗法 还真是很 很正规的 金梦奇嘀嘀咕咕道 至此 他已经彻底相信 黄小龙会到法了 赢澳山美眸发亮 秦记 书法 道术 还有一拳打死半部宗师的武力 黄公子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瞒着澳山呢 赢澳山对黄小龙的好奇心 骤然扩大数倍不止 终于 众人来到一座山脚之下 只见 这座山海拔并不高 在山顶之上 灯火通明 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 一些人说话的声音 大笑的声音 顺着山风飘了下来 山脚下 站着八个穿黑色西服的保镖 腰间鼓鼓囊囊 像是佩戴了枪械 神色木染 黄小龙 一名保镖头子森然道 你终于来了 我家老板和乔大师等人 在山上恭候大驾 嘿嘿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领着众人 不羁不虚地朝山上走去 山顶 这是一个十基亩大小的平台 修建了一些房舍 此时 灯光大亮 摆放开来了一张张桌子 椅子 桌上摆满了瓜果糕点 饮料酒水 不少江南市的富豪名流 坐在椅子上 兴高采烈地交谈着 这些人 受到陈雄的邀请 特意过来观摩今晚的斗法 他们都是笃信鬼神之说的人 平时也会买些开光的法器 求几张福传 一听今晚有高手斗法 眼巴巴地就过来了 山顶四周 还站满了恐无有力的黑衣保镖 一个个雕像般矗立着 神色英智戒备 几张太师遗上 坐着陈雄 陈子环 陈家另外几名重要人物 还有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就在这时 来了 陈子环叫了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通往山顶的小路 只见 黄小龙前庭信步地走上山来 乔大师第一个站了起来 目光隔空看向的黄小龙 眼神宛如毒蛇 好好好 就是你这小子 将本人精心布置下来的九英万邪阵破掉 还重创了方方 今晚 我就要你有来无回 哈哈哈哈 黄小龙 我们又见面了 陈雄森然发笑 我还以为 你会当缩头乌龟 不敢应战 好 你倒是有几分胆气 忽然 陈雄看到了随黄小龙而来的迎奥山和金梦奇 他心头凛冽 宁笑道 原来是找了帮手过来 没用的东西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 这时 黄小龙感应到了来自乔大师的农烈院独语杀鸡 他目光一抬 看向了乔大师 心中已知此人身份 眯缝眼睛一笑 哦 我知道了 在嘉年华大酒店 布置邪恶阵法 想养出鬼王的妖道 就是你了 好 很好 今晚 我倒要和你好好玩玩 姐姐姐 小子 你坏我好吃 我要你好看 乔大师咬牙切齿 脸上尽是凶利之色 那左大师在旁阴阴阴发笑 乔师哥 不要急 既然他来了 那今晚就是砧板上的一块肉 任由我们宰哥 你还怕他飞上天 那赵大师嘴角琴起一抹残忍的表情 看着黄小龙 似乎在看一件有趣的玩具 眼中闪烁出来贪婪的神色 这小子乳臭未浅 却能重创紫衣鬼 想必身上是有上乘法器 嘿嘿嘿 怀必其罪啊 这个时候 那些来观摩的富商 却都过躁了起来 就这毛头小子 怎么可能会倒法 是啊 毛都没长齐 居然痴心妄想 要和三位大师斗法 这是脑袋被闷挤了吗 早知道就不来了 一点悬念都没有 这种小年轻 他要是会屈臣弄鬼 母猪都会上树了 好了好了 废话都别说了 开始吧 黄小龙却是不耐烦的道 第436章 开光 这时 黄小龙却是玩心大气 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妖道 鄙视一番 陈雄却是笑道 不急 黄小龙 有的是时间让你和三位大师较量 不过 要签签订一份合同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昨天的挑战书上并没有写明 黄小龙是以一斗三 临到斗法之时 那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尽数都站了起来 虎视眈眈的盯着黄小龙 似乎是恨不得将黄小龙吞吃了一门 这 这似乎不合规矩吧 想要以多为胜吗 孙虎直接不满地哼道 车轮站 真够无耻的 就连金梦奇都鄙视着看了看陈雄 啊 哈哈哈哈 斗法 是一场一场的比 怎么能够说是以多为胜呢 陈雄捏蟹看着黄小龙 挑衅道 怎么 黄小龙 你怕了 哈哈哈哈 不用计较我的 什么合同 拿来看看 黄小龙无所谓地道 陈雄打了个响指 有马仔递给黄小龙一份合同 黄小龙展开一看 合同上写明 黄小龙依次与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三人斗法 第一场是开光 第二场是斩鬼灭邪 第三场是招魂招鬼 三局两胜 另外 还富有赌注 黄小龙若败 就得交出增高丸秘方 并奉三位大师为主 成为他们的奴隶 终生攻其驱策 做牛做马 反之 黄小龙胜 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则奉黄小龙为主子 陈家还会奉上十亿的现金支票 怎么样 黄小龙 双方的赌注方面 还算公平吧 陈雄冷笑道 黄小龙耸了耸肩 无所谓公平不公平 反正都是我赢 那就别说废话了 签合同 盖手印 陈雄立声催促道 赢奥山在一旁道 黄公子 合同要看清楚 里面的条条款款 说不定隐藏了陷阱 好 先把合同签了吧 黄小龙倒是痛快 当下 黄小龙与那三位大师 分别签好合同 盖上手印 孙家的人 还有盈奥山 金梦奇 找了一些无人的椅子坐好 观摩了起来 那好 开始第一场斗法吧 陈雄点了点 第一场斗法的内容 便是开光 佛门和道门 都有开光的法门 佛门给法器开光 被称之为赐福 而道门则叫做加持 总而言之 便是令蒙尘的法器 重新焕发各种神妙的功能 抬上来 一声令响 就有马仔小心翼翼地 抬着一个供桌出来了 只见 桌面上摆放了琳琅满目的各种物质 有泛黄的符篆 有破铜烂铁做的钉子枣子 有油灯 还有泛着铜臭的铜钳 锣盘 生锈的刀 等等等等 这些 便是今天要开光的法器了 陈雄笑看黄小龙 一共是大大小小18件法器 已经经过严苛的鉴定 是法器无疑 并不是赝品 只不过年身越久 需要重新开光 黄小龙 这些法器都是在场各位老板的私人藏品 你不用怀疑是我们动了什么手脚 陈雄冷笑连连 黄小龙一眼就看出来了 供桌上摆的18件法器 的确都是真品 无疑赝品 不过 这些法器应该都是盗墨挖出来的 所以被湿器或湿油给玷污了 要重新开光 一般的道士根本没有这样的法力 黄小龙 这第一场 有左大师和你较量 左大师 请 陈雄将那留着山羊胡子的左大师请了出来 左师弟 不要拖大 乔大师神色凝重不已 无妨 左大师淡笑了一下 左大师最拿手的 就是鉴定法器 以及给各种法器开光 他一生之中 不知道开光过多少件法器 名头在国内很响 甚至于还有不少港岛的富商 东南亚的大豪 不惜重金聘请他去给法器开光 小子 一共是18件法器 我们一人选9件 进行开光 谁先完成 耗时最短 谁就算赢 你看如何 左大师走到供桌前 大大咧咧地看着黄小龙 这个时候 在场观摩的富商中 有人便热切道 去年我请左大师帮忙 开光了一尊道家神像 今年我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 左大师开光的技术 那是登峰造极 嘿嘿嘿 告诉你们 请左大师开光 单件法器的价格 都是七位数 不用那么复杂了 你先来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18件法器 你挨个儿开光吧 你不行 我再来 不过我看你多半不行的 这批法器很巧 都是摸金校尉盗墓所得 每一件都运满了诗器 黄小龙根本就不相信 眼前这个什么左大师 能够成功 岂有此理 左大师勃然大怒 黄口小儿 你这是戏耍本道 一人选九件法器 各凭手段开光 看看谁好吃最短 这是公平较量 可黄小龙直接让左大师先来 那就是彻彻底底的藐视 视左大师如无误 一下子 前来观摩的富商 都发出了哗然的声音 孙家的人 还有营奥山 金梦奇 都深深促起眉头 黄小龙这样做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他一高人胆大 看准了左大师不行 所以让他先试 第二 黄小龙根本就不会给法器开光 他把第一场斗法给放弃了 左师弟 既然这小子目中无人 那你就满足他的要求吧 乔大师站起身来 朗声说道 左大师眼珠子转动了几下 然后森然道 哦 我知道了 装疯卖傻 你根本就不会开光 哈哈哈哈 你要做此 我就成全你 这第一场 拿下了 说完 左大师走到了供桌之前 首先拿起一面秀气斑斑的铜镜 此镜为赵妖镜 现在 本道就要对其开光 那边 乔大师也是放放心心地坐了下去 对身旁的赵大师道 赵师弟 第一场斗法 看来左师弟是轻易拿下 第二场是斩鬼灭邪 有你出场 若能够取得连胜 卫兄就偷偷懒 不用出场了 哈哈哈哈 三局两胜嘛 文言 那赵大师也是碾虚而笑 在支持黄小龙的阵营里 几乎所有人都是紧张到了极点 不行 绝对不能输啊 一旦 一旦黄小龙输了 他就会奉这三个道士为主 我爷爷又是黄小龙的弟子 那我们金家 岂非被这三个臭道士给控制了 不行 不行 不能输 金梦齐双手合十 做祈祷状 孙薇满不在乎的道 你们紧张什么 小龙一定赢的 小龙就是无敌 在这当口 仍然坚定不宜看好黄小龙的 就是他亲爱的白虎妹妹了 供桌边 左大师手中握着一张福传 念念有词起来 灵光一闪入神胎 神仙圣佛如神在 天元地方神为尊 入神灵胎通神器 粮食即日入神在 户必弟子全家福自在 神在灵在入神在 开 开光咒一念 左大师手中的开光符咒然自然 一道淡淡的金光 落在了那件法器照妖镜之上 第437章 瞪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 左大师的开光符 是他自己亲手画的 品质要比市面上 其他道师所画的开光符 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一道金光打在法器照妖镜上 荡漾出一阵连衣式的波纹 不过 照妖镜依旧是暗淡无光的样子 丝毫也没有灵气 是 左大师一愣 眼中闪过一抹异色 咕弄道 竟然失败了 这 开门不利啊 左大师显有失守 这一次失败 让得他心头涌起一种 很不舒服的味道 不过倒是不至于让他丧气 本道就不相信了 区区一面照妖镜 都开不了光 再来 左大师又取出一张开光符 念诵开光咒 然后燃烧符传 金光又一次落在照妖镜上 照妖镜如一潭死水 金光泥牛入海 音信渺无 第二次开光 仍然是以失败告终 这一下 场边观摩的人 便是有些惊奇了 毕竟左大师声名显赫 谁也没想到 他在第一件法器上面 就连栽两个跟头 孙家的人 还有盈奥山 金梦奇 则是如释重负地吐了口灼气 不过 紧张的悬念还存在着 至少 还有十七件法器 等待着左大师去开光 那乔大师和赵大师 一点也没慌 毕竟主动权 完全是掌握在左大师手中 黄小龙找了张椅子坐下 瞧着二郎腿 老神在在地抽起烟来 根本连看都没有看左大师一眼 他咕弄着 就你这点水平 还开光 丢人现眼呢 左大师重振旗鼓 将赵妖镜放在一旁 开始对第二件法器开光 这面赵妖镜 他是放弃了 尼玛 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起料 天不遂人愿 开光第二件法器 失败 第三件法器 失败 第四件法器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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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左大师注定与成功无缘 最后 十八件法器 左大师统统试过了 尽数都以失败告终 不但如此 他这一番开光 消耗的道理也极为严重 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似的 额头上面 汗水层层 场边观摩的富豪们 尽数都是错愕不已的交流起来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左师弟 他 他连一件法器都没有开光成功 这真是邪门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乔大师慌了 乔师哥 不用着急 这第一场斗法 应该就是个平局 赵大师连忙安慰道 就连左师弟都拿这批法器没办法 那个乳臭喂钱的小子 又能如何 乔大师心想也是 当下便是松了口气 孙家那边 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就告诉过你们 根本不需要紧张的 孙薇没心没肺地笑着 如今主动拳掌握到黄公子手中了 第一场斗法 最坏的结果 也就是握手言和 赢澳山展颜一笑 不 赢的概率很大 刚才那个臭道士 连一件法器都没有开光成功 如今 黄小龙只需要成功一次 哪怕就一次 他都能够齐开得胜 金梦奇振奋起来了精神 哼 这第一场 还需要比吗 平局收场吧 便宜你小子了 左大师怨恨地瞪着黄小龙 今天他丢脸是丢到老老家了 啊 为什么不比了 为什么是平局收场啊 你脑袋是不是坏掉了 黄小龙站了起来 活动一下筋骨 朝贡桌走去 就连本道都无法开光的法器 天下见 也就没几个人能成功了 除非是本道的师尊 亲自出马 小子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左大师不耐烦地道 那杀 你滚一边去 少说废话 黄小龙挥了挥手 你 左大师怒目圆灯 不过 他总不可能强行剥夺黄小龙 对这批法器开光的机会 只好阴着一张脸 愤恨地退到一旁 冷笑道 你要是成功了 哪怕一件 本道就把这些法器给吃了 白痴 黄小龙不懈地笑了笑 开光法器嘛 有两种玩法 一种叫做单开 就是一次只给一件法器开光 另一种玩法叫做裙开 顾名思义 就是一次性给一批法器开光 黄小龙慢条斯理地说道 诺 今天在场的人 运气好 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裙开 此言一出 全场轰动了 我乐个去 听黄小龙的意思 是要一次性给足足 十八件法器开光 这牛吹得也太大了吧 足足十八件法器 同时开光 这种事 不要说见过 就算是听都没听过呀 这小子太狂了 刚才左大师竭尽全力 连汗水都给泪出来了 脸都白了 连一件法器都没搞定 这家伙想要通吃 我看病得不轻啊 不可能的 天方夜谈 也就是成口舌之快罢了 黄小龙这么一说 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反而都放下心来 如果一件一件地开光 黄小龙有十八次机会 侥幸成功一次 那第一局斗法 他都赢了 可现在他要裙开 这个分明就是在说梦话 哪怕是这三位大师的师尊清灵 都不可能做到对足足十八件法器群开 啊哈哈哈哈 黄小龙忽然大笑了起来 刚才那个什么大师 简直就是不知所谓 这十八件法器 都是从墓穴中倒出来的 沾染了不少的湿气 污秽 他想要直接开光 那就是外形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窜出来的假道士 欺世道明 首先呢 要洗净这些法器上面积压的阴碎之气 黄小龙从随身帆布包包中 取出一张净水符 一符在手 黄小龙整个人散发出来了一种悠然的气息 口中念诵道 先天真水 净喜灵台 阳之一滴洒尘埃 樊静及蓬莱 敌会消灾 相邻法界开 归命当摩解会大天尊 三称相赞相焚保顶 喜 净水符自然 化为无边无际的洒然清风 水气蒸腾缭绕 形成一条肉眼可见的水龙 这条水龙 绕着供桌上的十八件法器 盘旋了几圈 这才爆碎成漫天的水珠 刹那间 在这山顶上的每一个人 都感觉到了一阵清爽之意 如沐春风 心旷神怡 供桌上的十八件法器 其腐朽之气 湿气 污秽之气 阴碎之气 统统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焕发出一种淡淡的光泽 黄小龙笑了笑 又拿出另一张符传 只见 这张符传上面 倒立充沛 意义生辉 一看就不是凡物 那左大师 乔大师 赵大师 眼镜直勾勾地 看着黄小龙手中符传 心头顿时涌起不祥预感 诺 这是我亲手画的开光符 一张符传 裙开 瞪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 黄小龙潇洒一笑 斗手之间 开光符自然 哄 一道黄黄如注的金光 暴闪而出 略向供桌上整齐摆放的十八件法器 刹那间 一整张供桌 都被笼罩在了一片金光之中 神圣辉煌 庄严地不像画 第四百三十八章 一个人单挑全部 很快 供桌上 阴晕在金光之中的十八件法器 其表面的污秽 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 随之变得光洁如新 焕发出来了近乎神圣的灰芒 且有悠然古运异散 这样的变故 看得人眼花缭乱 不过很快 法器之上的光芒 便收敛到了内部 就好像一口锋芒毕露的宝剑 配上了剑鞘 而真正的宝物 的确是神光内敛的 就好像人 沉不住气的 终究难成大气 成功了 可以了 黄小龙气定神贤地笑了笑 这一刻 黄小龙身上 还在闪烁着金光的鱼韵 整个人十分地出尘 如百年老道 肌肤生辉 宝像庄严 让人一看就想要膜拜式 安静 整个山顶 一片安静 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被震撼住了 左大师束手无策的十八件法器 被黄小龙群开成功 一次性开光十八件法器 这已经不是凡人的手段了 鬼斧神功 小龙好帅 赢了呀 孙薇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黄小龙 那眼眸之中的深情 完全地满意而出 傻子都看得出来 他对黄小龙的爱情 已经是至死不渝了 一想到 今晚黄小龙大获全胜 自己就将用年轻芳香的身体 作为奖品 让他自意地采摘 孙薇心里的幸福感 更是爆棚 身份超然的营傲山 这时看着黄小龙 也破天荒地露出了一些花痴的表情 心中对于黄小龙的钦佩 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都说人力有失而穷 一个人再有天赋 但若太过分心 最终也会一事无成 就算是专注做一件事 也不一定就能真达完美境界 可是 黄公子精于琴 精于书法 精于道术 真真就是学究天人了 还有 他除了这些 应该还有秘而不宣的手段 太厉害了 完全不会输给我们家族中的顶级才俊 金梦奇心中 更是五味杂陈 他是看不起黄小龙的 认为黄小龙做了爷爷的师父 是金家的奇耻大乳 可现在看来 这件事未必就是这样 难道 爷爷败给他当弟子 真的是我们金家满门的福气 金梦奇脑中 闪过一个极为荒唐的念头 来到现场观摩的这些富豪们 本来都是那三位大师的拥顿 可现在 至少第一场斗法来说 高下立判 许多人心里都倒戈了 开始默默地支持和崇拜黄小龙 只是碍于情面 没有说出来罢了 噗 左大师气得直接喷了一口鲜血 他用无比怨毒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恨不得将黄小龙千刀万剐 今天 在他最擅长的领域 竟是被一个青葱少年 活生生地打脸 让他大败亏输 左师弟 你回来吧 乔大师脸色有些发青 这第一场斗法 是完败了 不过 三局两胜 他们还有机会 小子 看来 你还是有一点本事的 不过 接下来两场 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 乔大师恶毒地看着黄小龙 黄小龙嬉嬉一笑 不要耽误时间 第二场斗法是斩鬼队吧 怎么比 赵大师 请 陈雄满嘴苦涩地邀请第二场出战的赵大师 赵大师稳定了一下情绪 直接站了起来 出列 赵师弟 不要给他机会 好好教训这小子 乔大师慎重道 这第二场斗法 要是输了 那可就玩大了呀 三局两胜 最后一场都不用斗了 我有把握 赵大师冷声道 接下来 有一群壮汉 小心翼翼地抬着一些物件 来到黄小龙和赵大师中间 被抬上来的 是一种类似水缸的容器 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 一共是六个 只见 这些容器上面 贴满了黄纸符传 一丝丝难以描述的 阴沙之气 从里面渗了出来 隐隐约约 凝神倾听 似乎都能够听到 容器内传出来 凄惨豪哭的声音 就好像 贴在容器表面的黄纸符传 是在镇压着什么邪物 哦 原来是魂翁 黄小龙咧嘴一笑 所谓的魂翁 就是用制阴之土制作的 什么是制阴之土 也就是常年暴露在阴气之下 受到鬼气 湿气 煞气 滋养的土壤 譬如坟地里面的土 用这种阴土制作的容器 是养鬼的绝佳法器 因为鬼魂阴雾 在里面可以得到滋养 慢慢地进化 那么 毫无疑问 眼前这六个魂梦里面 一定是装满了鬼碎 赵大师宁笑着看向黄小龙 听好了 第二场 必是斩鬼驱邪 哼 我们修行到处的人 最根本的还是枪腰除魔 给法器开光 只不过是锦上添花 道士如果不能够斩鬼 也就是废物 赵大师将废物二字 说得极为响亮 就好像是在骂黄小龙似的 这些魂梦 里面装满了厉鬼 是我的师尊 当初赐给我 让我磨练道书的 一共有十二口魂梦 这些年 我先后打开其中六口的封印 将其中镇压的厉鬼 统统消灭 我一生之中 斩鬼上千 你这黄口小儿 拿什么和我比 听好了 这六口魂物 每一口中 养鬼二十 并用二十张符传镇压 每撕开一张符传 便会放出一只厉鬼 今天 就看看 我们两人 谁斩的鬼 数量更多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赵大师目光阴森 一共六口魂物 每一口里面装了二十只鬼 并用二十张符传镇压 每撕掉一张符传 便会释放出一只厉鬼 厉鬼的总数 就是一百二十只了 而这第二场斗法的危险性 不言而喻 第一场 给法器开光 这个是没有风险的 就算是失败 对人是没有伤害的 可是斩鬼就不一样了 和厉鬼搏杀 一旦落了下风 就会被厉鬼上身 这是要死人的 一点都不好玩 在场观摩的人 心都绷紧了 嘿嘿 你一次能单挑几只厉鬼 黄小龙忽然笑看赵大师 哼 臭小子 你废话太多了 赵大师不懈地看着黄小龙 这些魂梦里养的 都是成衣厉鬼 赵大师在法器 倒数 浮转的配合下 最高记录 是一次性放出八只厉鬼 与其搏杀 最后将这八只厉鬼 尽数地消灭掉 这已经是相当了不得的手段了 八只成衣厉鬼 为功啊 今天 赵大师还将师尊赐给他的一些高阶攻击符传带来了 一共是三张符传 每一张可以秒杀十只成衣厉鬼 也就是说 三张符传就能帮助赵大师 轻而易举灭掉三十只成衣厉鬼 再加上他自己的极限手段 说白了 一次性就能干掉三十八只成衣厉鬼 一挑三十八 这基本上确保了赵大师立于不败之地 哈哈哈哈 你还等不及了 好了 这次换我前来吧 黄小龙眼睛微微一眯 我要一个人单挑这些浑雾里面的所有厉鬼 什么 你在说什么 赵大师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黄小龙并不多说 一挥手 风吹过 咻咻咻 六口浑雾表面 粘贴的总共一百二十张浮转 尽数飞了起来 燃成灰烬 下一秒 这六口浑雾 竟是整齐滑衣地晃动了起来 越来越剧烈 就好像被镇压了五百年的孙猴子 要托福而出了 这家伙疯子 疯子 他是个疯子 赵大师的脸色 刹那间就吓得苍白无血色 黄小龙竟然将全部的成衣厉鬼放了出来 一百二十只成衣厉鬼 接下来 碰碰碰碰碰碰 六口浑雾 尽数报碎 第四百三十九章 招鬼 快退开 这家伙是个疯子 赵大师私生惨叫 在他看来 黄小龙这样的行为 不但是疯子 而且是在作死 一瞬间就会有足足一百二十只成衣厉鬼冲出来 就算是到处再厉害 在群鬼围攻之下 都会殒命 哪怕你身上有攻击力很强 法器或扶转 也极有可能 在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就被上百只厉鬼吞噬掉 这些魂翁里养的厉鬼 还不是一般的成衣厉鬼 而是因时因厉出生的人 又在因时因厉亡死 这种鬼的怨气 那可是恐怖到了极点的 山顶之上乱成一片 但众人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 往山下逃命了 赫然之间 足足一百二十只成衣厉鬼 已然是冲天而起 结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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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仿若能够刺破人耳膜的 尖锐鬼嚎声 此起彼伏 恐怖的阴气 台风一样在山顶上刮着 那枪鼻的血腥味以及煞气 在地上一吹 就会有一层层的血雾冒出来 空气冷地让人打哆嗦 半空中 一只只血淋淋的成衣厉鬼 鬼眼里充斥满了怨毒 猙獰恐怖 冲着黄小龙发出嗜泻的叫声 四面八方 恐怖幻想丛生 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鼓舞宗师迎奥山 高速运转真气 能够抵挡鬼邪的干扰 其他人都已经被恐惧和绝望绝住 血液冻结 就连半部宗师金梦奇都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只蚂蚁 随时都会被踩死 那乔大师 赵大师 左大师 基本上也都慌乱了 不要急 乔大师强行稳定住情绪 这家伙自己作死 我们不必奉陪 等会儿 一旦局面失控 我会让方方现身 方方足以保护我们这些人的安全 哼 可惜了 本来想要让这个臭小子奉我们为主 现在他要死了 哎 那个 那个古药的秘方 终究是拿不到了 陈雄父子二人 锤兄顿租 爸 算了 这家伙死了也好 不死就是个祸患 陈子环勉强地笑了笑 在这个时候 黄小龙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 他仍然在淡淡地笑着 笑得那么的从容 那么的淡定 那么的丸实不恭 我最喜欢抓鬼杀鬼了 切 也就是一百二十只成一厉鬼 杀起来一点也不过瘾嘛 黄小龙嘻嘻一笑 说是迟哪是快 半空中的一百二十只成一厉鬼 忽然像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般 奇奇地朝黄小龙扑了下来 乍一看 就好像是有一大片橙色的浪潮 以席卷九天十地之势 覆盖下来 要将黄小龙淹没掉 黄小龙轻轻念了一声咒语 下一秒 他身上三把火变得无比炙热 并熊熊燃烧了起来 很快便是大日如轮 耀眼生辉 在这三把阳火的照耀之下 黄小龙通体闪流离光 万邪不亲 万法不破 万劫不磨 那些成一厉鬼 竟然整齐滑衣地停滞住了扑杀之态 面露惊恐之色 黄小龙念咒不停 夜空中 一道道金光刺破云层 利剑一般 斩杀了下来 金光划过天地 烈日炎炎 天地惶惶 金光四剑 一斩而下 让得这一片山头 都隐隐颤抖了起来 这本是月黑风高的夜晚 可现在的情况 就好像是黄小龙引动的烈日之光来攻 这是何等的一种奇观 何等的一种神迹啊 哄 金光将山顶的阴气 尽数地扑灭 并罩在那些成一厉鬼的鬼体之上 啊 成一厉鬼们 全身扑哧扑哧地作响 烟雾蒸腾 爆发出惨绝人寰的痛苦哀嚎声 竟然是被烤焦焚化 转眼间就爆成一蓬蓬的飞灰 也就是十个呼吸不到 一百二十只成一厉鬼 灰飞烟灭 那如烈日一般的黄黄之光 也很快消失了 天地间又恢复了一片宁静的夜色 黄小龙静静站立着 脸上表情 宠辱不惊 他一人之威 十方鬼神俱灭 这是何等的霸觉 这是何等的闭腻 天神下凡 时间都仿佛凝固住了 山顶之上 所有人的眼珠子 都是一动不动地看着黄小龙 这一刻 仿佛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尊神指 膜拜之心 油然而生 哈哈哈哈 第二场 我也赢了 黄小龙这没心没肺的笑声 却是打破了山头的躯迹 这个时候 黄小龙的对手 那乔大师 赵大师 左大师 心中又是慌乱 又是悔恨 又是惊恐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黄小龙会厉害到这种程度 这手段 已经不输给他们的师尊了 引天地烈日惊破 强行颠倒日夜 逆转阴阳 这是神仙手段 第三场是不是不用比了 你们三个妖道 是不是要奉我为主 当我身边的走狗 一声攻我驱策呢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看着那三位大师 其实刚才黄小龙要灭掉120只成一厉鬼 不必弄出这种异象 略失小计便可 他之所以搞出大阵仗 一方面是为了好玩 另一方面则是要狠狠震慑这三个妖道一番 不过呢 他不会让三个妖道 做自己的奴隶 他们心思如鬼 丧尽天良 比畜生都不如 黄小龙要做的 是消灭他们 而不是给他们做走狗的机会 他们根本不配 呵呵 想做地府唯一鬼才的走狗 这是一份荣耀 一般人是不配拥有这份荣耀的 等等 乔大师脸色阴沉得像是要滴出水来 要他们认输 这不可能 要他们奉一个青葱少年为主 这更不可能 这一局 顶多算是个平局 乔大师冷冷一笑 呼 停决 黄小龙啼笑皆非 在场观摩之人 则都是被这乔大师的无耻给震惊住了 对 平局 因为 你一个人就抢着将所有的成一厉鬼灭杀了 根本没有给赵师弟出手的机会 乔大师侃侃而谈起来 你是剥夺了赵师弟斩鬼的机会 说不定 赵师弟能灭杀一百三十只成一厉鬼 一百四十只成一厉鬼呢 如果你不服气 认为平局不合理 那也可以 你现在找了一百二十只成一厉鬼 让赵师弟消灭 他如果消灭不了 自然算是输给你了 这番话 纯粹就是强词夺理 无耻之忧 赵师弟 赵师弟 就好像是在看三个玩具 一或者 三个死人 很简单 三局两胜 第一场你赢了 第二场平局 第三场 有我亲自出马 和你一决刺雄 乔大师的眼眸之中 闪烁出来了一种 孤注一掷的味道 如果第三场 我赢了你 那么 我们就必须加赛一场 决出最终的胜负了 当然 第三场你也赢了 我们自然无话可说 哈哈哈哈 黄小龙戏血发酵 第三场 比什么 招鬼 对 招鬼 乔大师的情绪 完全地恢复了 一如往常的淡定从容 蜘蛛在握 一炷香的时间 不管用什么方法 谁招出来的鬼等级高 谁就赢 芳芳 这次 全靠你替我攀回一局了 哼 我就不相信 你能够招到 比紫衣鬼等级更高的英魂 难不成 你还能招鬼王 哈哈哈哈 第三局 我赢定了 第四百四十章 鬼王赢可心 乔大师还有一张底牌 也就是他的最后一张底牌 那就是紫衣鬼 清朝女鬼芳芳 虽然说 这张底牌 黄小龙曾经见过 但这丝毫不影响 乔大师的如意算盘 倒是招鬼 那是很难的 特别是等级高的鬼 不要说轻易招不来了 就算是侥幸招来 也有可能被上身 芳芳 是乔大师养了几十年的鬼 一开始也并不是紫衣厉鬼 也就是绿衣厉鬼罢了 被乔大师谋财害命 至千人亡死 才养出了这么一只紫衣鬼 可以说 芳芳就好像是乔大师的孩子 被他亲手养大 再加上另外一些手段 因此可以完美地驾驭 如果是要乔大师现场招鬼 那以他的道行 充其量也就是招来四周的孤魂野鬼 运气好能招过来红衣厉鬼 成衣厉鬼这一档子 他所谓的招鬼 也就是个幌子 无非就是让芳芳过来救场罢了 同样 乔大师也相信 黄小龙在一炷香的时间内 很难很难招到等级高的鬼 扑 既然你还想继续被打脸 那我成全你 黄小龙并没有拒绝 他用一种猫系老鼠的目光 看着乔大师 行 那就招鬼吧 黄小龙心知肚明 乔大师要招来紫衣鬼方方 那正好一举歼灭 好 那我们同时招鬼吧 乔大师精神振奋 没关系 你先来吧 我要招鬼 分分钟的事 黄小龙咧嘴一笑 哼 嘴硬 等会儿 我要你好看 乔大师胸利地看着黄小龙一眼 然后让人抬来一张供桌 上面插了一根供箱 点燃 开始计时 下一秒 乔大师装模作样的念起咒语来 天长水 地长水 金长水 三水并一 水叫大鬼 请二鬼 四个小鬼把墨推 正推正转 倒推倒转 如若不转压在阴山下面 祭古千年不许出世 南斗六郎 北斗七星 太上老君 积积赤令 赤赤赤 念咒完毕 乔大师手中粘一符传 抖手自然 找鬼符 鬼来 其实这是一张召唤方方的符传 并不是找鬼符 随着符传的燃尽 大概过了半分钟左右 这片山头的天空中 阴气逐渐地聚拢 翻滚 冷冽无比 哈哈哈哈 乔大师忍不住得意狂笑了起来 阴气暴散开来 显现出来一个清朝女鬼的身形 悬浮在夜空之中 用那充满了仇恨与怨毒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方方来了 啊哈 乔师哥 恭喜 恭喜 这女鬼穿紫衣 乃是厉鬼中最凶之物 紫衣厉鬼 这一局 我们赢了 那左大师在一旁 装腔作势地叫了起来 紫衣鬼 方方 散发出一道道鬼气 让得山上的气氛 变得无比压抑 仿佛这一片山头 都随时有可能被压塌 上次 被黄小龙中创之后 方方吞吃了 巫术的补魂符 这才修复了鬼体 他已经把黄小龙视为最大的仇人 不死不休 不过 他对黄小龙也忌惮得很 没有乔大师的命令 他也不敢擅自攻击黄小龙 这个时候 紫衣鬼 方方的现身 让迎奥山这个鼓舞宗师 都感觉到了一阵阵的窒息 这 这鬼屋很厉害 倘若要我去消灭他 恐怕 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 根本就是作弊嘛 孙微嘟囔着嘴道 这个紫衣鬼 叫做方方 本来就是那个妖道痒的鬼 根本就不是他哨出来的 他这是作弊 太过分了 不过 小龙上次差点就把紫衣鬼方方给灭了 这次 他居然好了伤疤忘了疼 又跑来小龙面前蹦打 我相信 小龙不会再放过他了 一定会让他魂飞魄散的 哈哈哈哈 臭小子 你还不认输 乔大师意气风发地看着黄小龙 认输 我为什么要认输 黄小龙眼中 那猫系老鼠的表情更浓 还嘴硬 冥顽不灵 乔大师冷笑一下 看了看供桌上的香火 你根本无法少出比紫衣鬼更高等级的鬼物 再则 一炷香的时间就要到了 你要招鬼 恐怕也没有时间了 原来 刚才乔大师故意念咒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迟迟才把方方召唤过来 宫香已经燃了一半 留给黄小龙的时间 也是所剩无几 一般来说 招的鬼等级越高 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 比如有的道士连招三天三夜 才能招来诸如黄衣历鬼 绿衣历鬼这种档次的 这还是道横很深的道士 半根相的时间 黄小龙难以逆袭了 呼 一旁紧张观战的左大师 赵大师 陈家父子等人 常常松了口气 如是重负 现在的战局 就应该是 第一场 黄小龙胜 第二场 平局 第三场 乔大师胜 总比分打成个平手 接下来就是临时 加赛一场 决出最后的胜负 没想到 乔大师居然发起了 绝地反击 啊 惊险 真是惊险啊 陈雄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水 不过 要临时加赛一场 这个就要好好斟酌了 那边孙家的人 都在切齿痛骂 乔大师等人的无耻了 没想到 黄小龙还是把 好局葬送了 金梦奇扼腕叹息 切 我告诉过你们 不要轻视小龙的 小龙的底牌 你们永远都不可能看清 也不可能猜透的 孙薇啰啰啰娇笑道 你们走着瞧吧 我相信小龙还是会赢的 现在 我要和两位师弟商议一番 看看我们第四场斗法 到底比什么好 乔大师也在考虑等会儿的加赛了 不急 黄小龙笑了笑 像你那样招鬼 我也会的 说完 黄小龙取出了阴魂筒 将盖子掀开 懒洋洋地倒 殷可亲 你出来透透气吧 话音刚落 哄 一道剑气冲天而起 这一道剑气 蕴含着不可思议的伟力 仿佛可以削破一切 而这剑气之中 又蕴含着长江大河般 滚滚沸沸的阴气和煞气 天地之间 弥漫出来一种让人窒息的威压 那悬浮在半空中的紫衣鬼芳芳 竟然全身颤抖起来 猙獰的鬼眼之中 弥散出来了无比惊恐之色 下一秒 在那阴气和剑气的萦绕之中 凌空走来一名女子 这女子黑发轻舞 也就是不到二十岁的光景 一身琴石装束 白衣如雪 随风飘舞 好似是乘风而去的仙子一般 极其的美丽 又如空谷幽兰一般 非常出尘 有一种宁静的美 与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景物 完全地融合一体 仿佛是这天地灵秀的一部分 它绝不像是鬼 长长的睫毛颤动着 精致的五官 绝色的容颜 曲线朦胧的玉体 让人感觉无瑕无垢 它背着一口古剑 锋芒之盛 合展天地 鬼王 乔大师疯狂地尖叫了起来 神经都错乱了 鬼王 其实已经相当于神了 不 鬼王大人 您 您怎么可能被一个 乳臭未前的小子招来 一定是出了什么错 鬼王大人 这小子对您不敬 您应该立刻诛杀他才对呀 把他打得魂飞魄散 他是在亵渎您的 乔大师发出语无伦次的叫声 而在这个时候 迎奥山灵魂剧烈颤抖 他在看着鬼王迎可心的时候 涌起一种难以描述的情感 那是一种近乎有着血脉相连感觉的情愫 迎奥山知道 这个折迁一般的鬼王 一定一定与自己 有莫大的关联 下一秒 迎奥山无法遏制的 泪流满面 竟是朝着空中的迎可心 跪拜了下去 大人 迎可心拜见大人 夜空中 鬼王迎可心 对着黄小龙 直接双膝下跪 恭敬拜祷 他 所有人 都感觉自己的脖子 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死死绝住了 第441章 拜见老祖宗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迎可心拜黄小龙为主 是因为黄小龙替他化解了数千年积累的怨气 使得他折服了 可后来 迎可心 迎可心与唐桃紫衣鬼梦瑶一样 明白了黄小龙的真实身份 鬼差 唯一鬼差 阴天子 当是阎罗王一般的存在 这下子 迎可心就感觉到了受宠若惊 鬼王终究也只是鬼 能够追随阴天子 那就是莫大的机缘 黄小龙掌控地府 鬼王虽然难得 但也仅仅是在阳间难得 在地府中 鬼王不稀罕 比鬼王更强大的存在都比比皆是 迎可心能够当黄小龙的贴身丫鬟 未来必然会得到许多好处 甚至有可能重塑肉身 这个时候 天地简 一片的安静 山顶之上 所有人都在颤抖 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每个人心头 都有不同的心思 譬如 金梦奇此时此刻 世界观都完全颠覆了 愚蠢 愚蠢啊 我居然 居然想要 想要花钱 埋死黄小龙 我们金家的人 太短视了 以为黄小龙只是个五文弄墨的书生 没想到 他就是一条真龙 翱翔九天的真龙 他要灭亡我们金家 谈指尖的事情罢了 如此看来 爷爷拜他为老师 得却是沾光了 是一份荣耀 我们金家应该受宠若惊才对 不行 这件事情 我要立马通知族人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黄小龙的徒子徒孙 是他的晚辈 哦 颖可欣 你把那只讨人厌的紫衣鬼干掉吧 我不想看到他了 黄小龙随意笑道 下一秒 扑 剑光一闪 一剑光寒十九周 也没有看到颖可欣如何拔剑 紫衣鬼方方的鬼体 便是完全地崩碎掉了 化为了漫天的鸡粉 魂飞魄散 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鬼王本就强大无匹 凌驾于一切厉鬼 更何况是颖可欣这种携带着生前无上剑术的鬼王 大秦第一剑客的称号 也不是白叫的 不 这个时候 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爆发出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无比的震惊 无比的绝望 他们终于明白 自己是招惹了多么恐怖的一个存在 鬼王啊 鬼王都称他为大人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赫然 乔大师心头 竟然涌起一阵难言的欣喜 这小子太强大了 甚至比师尊还强 如果能够跟随他 恐怕会得到难以想象的好处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次算是因祸得福了 得到了这种靠山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难事 随便什么地方 都能够横着走啊 天下间的财富和权势 予取予夺 砰砰砰 乔大师 赵大师 左大师 整齐华一地朝着黄小龙跪了下去 异口同声 如同宣誓一般的吼叫道 我等师兄弟三人 在此立下誓言 愿意奉黄小龙大师为尊 为主 从今以后 任由黄小龙大师驱策 做牛做马 这师兄弟三人 开始歌功颂德 不停地对黄小龙说出肉麻之话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看了看他们 眼中杀鸡掠过 好了 莹可欣 你回阴魂筒里休息吧 黄小龙笑了笑 这个时候 莹可欣看了看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的莹傲山 忽然道 大人 我有一些事情 想对那个女子说 哦 我忘了 你们的关系 黄小龙玩味一笑 大人 她体内 有可欣的血脉 应该是可欣一脉的后人 莹可欣十分肯定地说道 鬼王通天彻地 一见莹傲山 便是察觉到 莹傲山的血脉之中 流淌着自己这一脉后人的血液 果真如此 你原来真的是当今古武十大世家中 莹家的老祖宗 黄小龙笑了笑 去吧 多谢大人 可欣去去就回 莹可欣从空中飘落下来 静止朝着莹傲山走去 人们看着她 自残行贿 仿佛觉得多看一眼都是亵渎 看着她不像是在见鬼 而像是拜神 你起来 跟我过来 莹可欣走到了莹傲山的身旁 淡然道 是 是 是 莹傲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连连给莹可欣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才站了起来 跟随莹可欣 走到了山上一个无人角落 这边 黄小龙笑嘻嘻地走向乔大师等人 你们 想奉我为主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是 是 黄小龙大师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我们的主人 乔大师等三位大师 喜极而泣 靠山 大大的靠山啊 硬的不能再硬的靠山啊 嗨嗨 黄小龙干咳了一声 那啥 你们配吗 他 你们配吗 这话一出 乔大师等三人 惊恐欲绝 不过 黄小龙说的没错 就连鬼王 都是黄小龙的贴身丫鬟 这三个道士 何德何能 能够当黄小龙的狗腿子 有什么资格 就在这时 黄小龙微微一笑 口中默念咒语 下一秒 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三人的舌眼耳鼻嘴 五十都被封了 他们不能听 不能见 不能说 不能闻 接下来 黄小龙从阴魂筒中 放出几只厉鬼 上了这三个妖道的身 就算是道士 五灵师都被封了 连咒语都念不出来 那也只好被厉鬼身上了 旋即 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三个妖道 首先是伸手 活生生将自己的眼珠子戳爆了 他们不但没有痛苦嚎叫 反而发出甚人的节节笑声 最后 便是直接冲到了一面墙壁面前 疯了似的用头去撞墙 哐 哐 哐 撞得头破血流 脑浆都涂在了墙面上 触目惊心 哟哟哟 被厉鬼上身了 这就叫做坏事坐镜中有报 黄小龙夸张地笑了起来 就此 三名罪恶滔天的妖道 在众目睽睽之下 自残自杀而死 他们的魂体刚刚出窍 就被黄小龙收入阴魂筒 不知道这江南市的三名妖道 和黄小龙在滨海斩灭的几个道士 有没有瓜葛 此事 黄小龙有空的时候 还得拷问几句 另一边 迎可欣淡然看着迎奥山 迎奥山心情澎湃 哽咽不能雨 哎 迎可欣忽然叹了口气 沧海桑田 事实变幻无常 没想到 我迎可欣还有一脉后人 流传于世 至此 迎奥山再也没有丝毫怀疑 再度跪倒 奥山拜见老祖宗 拜见老祖宗 不用了 你起来吧 人鬼殊途 你们的事情 我也不会再管 迎可欣略微有一丝感触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 深潭般的宁静 当初我传下来的花落断肠剑 幽冥邪火剑 逐日落影剑 这三门剑法 如今族人修炼得如何 老祖宗 幽冥邪火剑缺失 花落断肠剑和逐日落影剑 各残存半骨 迎奥山连忙岛 传承几乎断绝 罢了 我会将三步完整的剑法 交给大人 以后 我赢家后人 以大人马首是瞻 迎可欣眼神闪烁 不过 此事你暂且保密 大人自有分寸 迎可欣终究也不知道 黄小龙的心思 说不定 黄小龙对控制赢家 丝毫没有兴趣呢 顿了一下 迎可欣忽然打亮着 迎奥山的玲珑曼妙的身段 以及七双赛雪的俏脸 似笑非笑道 你继承了我的资荣 嗯 以后嫁给大人吧 好好服侍 千一百顺 不能争宠 这是你的福气 额 迎奥山一致 旋即焚脸通红 低声道 是 老祖宗 奥山明白了 第四百四十二章 为家之怒 迎可欣交代了几句 便回到黄小龙身边 他乃是鬼王至尊 早已经了却尘缘 今天见到了自己这一脉的后人 虽然情绪略显波动 但很快就平复下来 宛如清风过耳 不盈于怀 大人 若 在回到阴魂筒之前 颖可欣忽然看向黄小龙 美眸中浮现出来一抹囚肯之色 哦 你有什么想说的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问道 这个 大人 若赢家有难 可否 可否失以援手 迎可欣低声哀求 他是鬼 终究不能够太过插手阳间的事 否则有为天道 要遭到天前的 而且 如果赢家真的有难 黄小龙出手 要比他出手稳妥 毕竟 黄小龙比他强 强太多了 嘿嘿嘿 没问题 黄小龙爽快地答应道 小吃一桩 你做我的丫鬟 就是我的人 哦 不 就是我的鬼 你的后人有难 我自然不会坐持不理 而且 以后我找到天才地宝 就会让你重塑肉身 死而复生 多谢大人 迎可欣拜倒下去 玄机美目流盼道 大人 我这个后人 姿容还算不差 不如 大人就收了做妾 让他俯使您的饮食起居 暖床侍寝 哦 哈哈哈哈 这个可以有 黄小龙自已发笑 然后将迎可欣 收入阴魂筒 今晚的斗法 就此结束 三明妖道 皆已扶诛 黄小龙大获全胜 来到山上观摩的富商 此时对黄小龙 敬之若神 一个个都不敢再坐立了 纷纷站起 对着黄小龙 勾搂着腰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黄小龙的目光 却是看向了陈家的人 呃 陈雄和陈子环父子 汗如雨下 他们会啊 本以为 黄小龙只不过是个一鸣不闻的草根 结果今晚 却是牵扯出来了这么多事情 就连乔大师这种高人 都被黄小龙轻而易举地抹杀了 黄小龙要杀陈雄和陈子环 甚至于灭掉陈家 那还不是洞洞念头 况且 乔大师一死 陈家的后台就到他一半 这些年 陈家就是靠着乔大师 狼狈为奸 干了许多无法无天的事 现在乔大师被灭 陈家以后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了 再说 以后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 黄小龙不一定就会放过陈家 黄 黄大师 陈雄双膝酸软 颤声道 哦 不是叫我小杂种的吗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怎么改口了 你们还觊予我的古药秘方吗 不敢 我们不敢了 听黄小龙这么说话 陈雄吓得直接跪在了黄小龙面前 下一秒 陈子环 以及陈家几名高层 也是对着黄小龙跪道 嘖嘖 江南市豪门陈家 给黄小龙跪了 事实上 我要灭你们陈家 只在动念之间 黄小龙笑道 只不过 我才不会这么便宜你们呢 哈哈哈哈 走着瞧吧 黄小龙看了看陈子环 陈少 记得准备后事 你活不了几天了 哈哈哈哈 黄小龙一声长笑 扬长而去 孙家的人 还有盈澳山 金梦奇 赶紧跟在后面 天要枉我陈家呀 陈雄双手高举 无语问苍天 话音刚落 直接昏厥了过去 山顶上 那些素来与陈家 交好的富豪们 却是一言不发 甚至有些 还幸灾乐祸 陈家一倒 江南市的其他家族 就可以瓜分利益了 此时 陈家已经树倒 湖村散 黄小龙被众星拱跃地 簇拥着下了山 黄 黄公子 迎澳山叫住 黄小龙 他那绝品仙姿的脸蛋上 红韵未消 看着黄小龙的眼神 充满了异样 黄小龙一脸笑意地 走了过去 迎澳山小姐 你有什么事情 这 这个呢 黄公子 多谢你今晚 让澳山知道了 世间竟然有你 这种奇人异事 真是大开眼界 尤为精彩 迎澳山激赞到 旋即压低嗓音 更加没有想到 我们赢家的老祖宗 竟然和黄公子 你有这种关系 不过 黄公子放心 老祖宗交代了 这件事 万万不能说出去 也不能告诉族人 顿了一下 迎澳山的声音更低 黄公子 以后 以后你要找澳山 无论什么时候 澳山在什么地方 只要你一句话 澳山都会 都会来到你身边 陪 陪 陪你 迎澳山说这种话 吴赤鱼是在当面表白了 吴他 刚才老祖宗 迎可心交代过了 要迎澳山去做 黄小龙的小老婆 迎澳山自然不敢 违背老祖宗的意思 再则 自古英雄爱美人 黄小龙威风凛凛 天神一般 还救过他的命 迎澳山怎能不爱 哈哈哈哈 那好啊 黄小龙乐呵呵地倒 不过今天太晚了 我要回酒店睡觉了 拜拜 说完 黄小龙酷酷地转身走了 经过金梦奇身旁时 金梦奇涅如道 对 对不起 你说什么 黄小龙停下脚步 金梦奇深吸一口气 我说 黄小龙 对不起 我为今天发生的事情 向你道歉 我们金家 以后 以后 以后都 都任由你拆遣 金梦奇也是做出了某个重要的决定 依附于黄小龙 既然金老爷子是黄小龙的弟子 那金家依附黄小龙 名正言顺 哦 黄小龙随意地点了点头 旋即干咳了一声 对了 你答应过我的事 会办到吧 啊 什么事 金梦奇一愣 就是学骗子里那些小姐姐一样叫唤啊 黄小龙理所当然的道 你答应过的 难道想反悔 呃 金梦奇愣在原地 一脸懵逼 黄小龙哈哈一笑 走到孙薇身边 露着她的小蛮腰 白虎妹妹 还记得给我的奖励吗 孙薇眼波如梦 娇滴滴地道 那 那赶快回酒店啊 夜已深 江南市 某别墅区 独栋别墅 大厅灯火通明 在大厅的中间 摆放着一口冰棺 冰棺 冰棺里 躺着一具尸体 不过 这不是完整的尸体 而是一具残碎不成样子 牛曲的尸体 整个身体已经麻花一样搅乱成一团了 是魏飞扬的尸体 是魏飞扬的尸体 此时 在大厅里面 站立着数十名穿着练功服的男女 一个个都佩戴着黑纱 表情悲伤 肃母 并且充满了仇恨和怨毒 甚至有的人还在低声地抽烟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脸上也没有老人般和皱纹 五官刚硬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味道 她的样貌 与魏飞扬有些相似 此人 乃是魏飞扬之父 魏家当代的家主 魏天鹏 这个时候 魏天鹏脸上的表情 看不出来明显的悲伤 他只是保持着安静 他不说话 大厅里 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气氛阴沉地能够滴出水来 魏天鹏 只是盯着冰棺里 魏飞扬那破碎的尸体看 今晚 他的目光 就一直没有离开过 魏飞扬的尸体 终于 飞扬 飞扬 他 他走了 他 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不会 不会再 再 说着 魏天鹏终于流下了眼泪 下一秒 哄 魏天鹏全身涌起一股 狂暴的气流 是真气 飞扬是我最小的一个儿子 也是天赋最高的一个儿子 他被人打死了 魏天鹏五官彻底扭曲 眼睛里面的怨毒 实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此时的他 就好像是一头狂躁的野兽 想要抓着人来撕咬 此仇不共戴天 魏天鹏怒致癫狂 大伯 一名戴着金边眼镜的少年 轻声说道 我们仔细检查过飞扬的尸体 他的内脏和骨骼 还有经脉 都被距离直接打爆 不是被真气所伤 由此看来 对手并不是鼓舞宗师 而是肉身的力量 异于常人 或许是通过某种 古老的修炼方法 把肉身锤炼的 飞人一般离谱 比野兽还要可怕 我已经打电话 通知海外的飞龙 飞虎 飞豹 魏天鹏立声道 最迟三天之后 他们就会赶回来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不管他是什么来头 不管他有什么身份背景 我都要他死 我要杀光他的全家 诛灭他的九族 为我的宝贝儿子陪葬 不管他是谁 不惜一切代价 魏天鹏的怒火 简直要将这栋别墅都摧毁了 手掌一拍 一张坚硬的石木茶几 被镇成木屑碎片 飞卷而起 杀杀杀杀 魏家族人同仇敌忾 第四百四十三章 风起云涌 黄小龙自然没有想到 魏家正在针对他 展开种种抱负的计谋 不过 就算是他知道了 大不了就是一笑了之 今晚 他还有奖品要接收呢 正所谓春宵 一刻值千金 呃 现在已经凌晨二 三点了 时间更是珍贵啊 和孙薇约好 各自回房间先洗澡 等孙薇洗完了 就会过来敲黄小龙的门 黄小龙是三下午 除二兴机火燎的 把澡洗好了 裹着浴巾就坐在床上等孙薇 虽然已经在柳飞里那尝过签了 但毕竟是个新司机 心情也难免忐忑紧张 激动难耐 毕竟 白虎妹妹孙薇 是他心头所爱嘛 堂堂地府唯一鬼差 殷天子 在这种时候 却是和普通的少年一样 这种事情 要是被地府里那些鬼王鬼仙知晓 肯定会偷偷笑掉大牙的 再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终于 咚咚咚 咚咚咚 轻轻地敲门声响起 黄小龙一个箭步冲过去 开门 借着屋里的灯光一看 就见孙薇长发披肩 发烧还湿漉漉的 散发着高级洗发水的淡淡香味 很是撩人 她的脸比三月的浇花还粉嫩烟红 裹着浴袍 暴露出来的每一寸肌肤 都如穷枝一般 嫩得仿佛能过挤出水来 而孙薇从小习武 肌肤却又充满紧绷绷的弹性 简直就是人间的极品 女人重的女神 完美 太完美了 那少女的体香 肆无忌惮地在黄小龙 黄小龙鼻端萦绕 黄小龙简直都快要醉倒了 还不让我进去啊 孙薇咕弄道 黄小龙一把将孙薇拉了进来 关门 白虎妹妹 今晚 你是我的 你是我一个人的 黄小龙激动道 不 你说什么呢 孙薇扬起那吹弹可破的俏脸 一本正经的道 人家才不是今晚属于你 人家是一辈子 永远永远都是你的小女人 情到农时吻字来 两人已经贴在了一起 孙薇本来就是个大美女 今晚又是这么的柔情 任君采摘 就算是清心寡欲的道士 也会动心吧 而黄小龙的气息 打在孙薇脸上 让她的芳心 彻底为黄小龙打开 脑子里面 闪烁的全部都是 关于黄小龙的一幕幕 啊 我太幸福了 我 我终于可以真正成为 她的小女人了 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这一夜 浅浅缠绵 黄小龙让孙薇 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 而孙薇也为她流下了幸福而疼痛的眼泪 白虎妹妹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也不会让任何人惹你不高兴 你会是全世界最尊贵 最幸福 最开心的女人 同样是在这个夜晚 这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夜晚 除了魏家的滔天怒火与疾风暴雨之外 金家 也不平静 金家的议事大厅 金家第二代 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的骨干 齐聚一堂 这些后人 并没有打扰金老爷子休息 而是紧急烧开了一个临时会议 这个会议 由金孟琪主持 孟琪 今天让你去收买黄小龙 让他滚出江南市 永远不要在爷爷面前出现 这件事 应该没有问题吧 黄小龙那种人 舍得拒绝两亿五千万 一名年龄比金孟琪大了几岁的俊俏男子 嘴角擒着一抹不屑的冷笑 哼 一个五文弄墨的书生 居然敢答应下来 做爷爷的老师 简直就是自不量力 这件事要是我们不去阻止 就是家族的奇耻大辱 从今以后 咱们金家在江南市 就抬不起头来了 此事细思恐急 该不会是那黄小龙 算准了老爷子爱字成痴 所以才故意来投其所好 趁机控制老爷子吧 此人不能留 心机太深了 都安静 金孟琪俏脸冷冽 美丽的脸庞 比平时任何时候都要认真 意识听理 顿时安静地下来 金家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看向了金孟琪 今天 从中午一直到凌晨 我都与黄小龙 黄大师在一起 金孟琪宁重道 事情根本不是你们想象那样 黄大师 那是 一位神人 他手段通天 深不可测 远远不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能够去揣测的 虚神弄鬼 斩妖除魔 颠倒日夜乾坤 欲识鬼神 总而言之 从今天开始 爷爷就是黄大师的弟子 我们这些后人 统统都是黄大师的晚辈 谁要是触犯了黄大师的威严 我金家必将覆灭 这话 说得就太严重了 一时间 一时听理 响起许多质疑和嘲笑的声音 的确 仅仅是金梦奇的一面之词 根本难以说服族人 梦奇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 你对黄小龙这少年的看法 居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知道 你一直对那少年 是切齿痛恨的 一名气势沉稳如山的中年男子 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三叔 至于发生过什么 抱歉 我还不敢全无保留地说出来 金梦奇脑中 飞快闪过今晚发生的事 那实在是做梦一般 不过 我可以告诉大家 江南市的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都已经被黄大师诛杀 陈家即将灭亡 赢家赢澳山小姐 几度向黄大师表白心计 愿做黄大师的女人 而黄大师 似乎对赢澳山小姐 有些不屑一顾 黄大师高冷无比 赢澳山小姐是在倒追她 思 此言一出 所有人尽数都是骇然欲死 什么 孟奇 你 你说的 都是真的 那沉稳睿智的中年男子 脸容也是巨变 眼镜珠子飞快地转动着 乔大师 左大师 赵大师 乃是我们江南市玄学方面的宗师级人物 各自都有着绝学 在江南市上流社交圈子中 都是备受瞩目与尊崇的存在 如今 却是死在了那位少年手中 还有 还有 还有赢澳山小姐 罢了 今天开始 我们金家 至少不能够再去招惹黄小龙这位奇人 沉稳睿智中年男子 看向了金孟奇 孟奇 你负责与黄小龙接触 再探一探他的底 说着 沉稳睿智中年男子 目光看向窗外夜空 一直以来 我们金家 都是赢家的附庸 而赢家 并不十分看重我金家 如果 我们能够重新找到一座靠山 那就不必仰仗赢家的鼻息了 接下来的几天 对于黄小龙来说 就相对悠闲自在了 每天都是和孙薇一起逛街吃饭 到商场里疯狂购物 晚上则是解锁各种修人的姿势 这日子 过得真是畅快 而与之同时 在江南市举办的一年一度 鼓舞家族全赛 也已经临近 整个江南市 涌入了大量外地富商名流 甚至还有海外的一些重要人士 更有将要参加全赛的鼓舞家族人员 入住了江南市各个酒店 整个代单 如今的江南市 风起云涌 各路豪强粉末登场 即将要演绎一场龙争虎斗 全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孙虎的精神状态 也是完全紧绷了起来 我们孙家的仇人 或许已经悄然抵达江南市 爸 你担心什么 有小龙的大师在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谁也奈何不了我们孙家 孙风笑嘻嘻地道 第444章 夏小姐 对于即将迎来的江南市鼓舞家族擂台拳赛 黄小龙也听孙虎提及过了 但他是没心没肺的 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孙虎略显焦虑地道 小龙大师 我总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您亲手将魏家的少爷魏飞扬打死 这已经过去好几天 魏家居然没有丝毫反应 据说魏家当代家主人旧在江南市 素文他是个牙字必报之人 他保持沉默 一定是在酝酿什么鬼欲伎俩 而且扬言要灭我孙家满门的仇敌 也没有动静 不知道是否已经抵达江南市 黄小龙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 无所谓 到时候我替孙家打拳 我现在也是孙家的遗分子了 嘿嘿嘿 说着 黄小龙看了看身旁温情默默 羞人哒哒的孙薇 这几天 被黄小龙滋润之后 孙薇更是人如娇花 美艳欲滴 黄小龙和孙薇之间的关系 孙家的人无不知晓 的确 黄小龙已经是孙家的一份子了 孙家的女婿 有了这层关系 不吃鱼给孙家的人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下午 金梦奇主动给黄小龙打来电话 咦 你打电话给我做什么 黄小龙嬉皮笑脸地道 是不是想好了 要叫唤给我听啊 那你快叫吧 你声音那么好听 叫起来一定很销魂的 呃 金梦奇在电话那头 极为尴尬地治了一下 旋即轻声道 黄大师 你说笑了 哦 你答应过的事情 现在想反悔了 黄小龙语气不悦 这个 这个 黄大师 银傲山小姐 警告过孟奇 金梦奇诉苦道 哦 你不用管他 他的警告没用 你叫唤吧 黄小龙兴为盎然地道 金梦奇还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 如此调气过 但他却是丝毫生不出气 甚至心中还浮出一抹难以解释的怪异感觉 黄大师 这件事情 能否缓一下 给 给孟奇一些时间 好好准备 酝酿 你还要酝酿 那 好吧 黄小龙无语得很 那些骗子里的小姐姐们 也没有酝酿 就叫唤出来了呀 黄大师 今晚 能否约你吃个便饭 金梦奇殷勤讨好道 顿了一下 他怕黄小龙一口拒绝 因此补充道 黄大师 据说你要代表孙家 参加今年的古武家族拳赛 关于拳赛的细节 以及种种规则 不知道你是否清楚 不如 晚上吃饭的时候 让梦奇当面讲解 还有 黄大师 如今 江南市已经涌入大量古武修炼者 我们金家 有许多一手情报 岂是我对这些统统都不关心 黄小龙笑道 不过金老爷子是我的弟子 你请我吃饭 我就给你个面子吧 多谢黄大师 多谢黄大师 金梦奇受宠若惊道 他曾两次打电话约黄小龙 这一前一后的态度 可谓是天壤之别 傍晚 黄小龙独自一人 打了个车 来到与金梦奇约定的见面地点 金梦奇早早就等候多时了 今天的金梦奇 刻意打扮过 穿着一身裁剪合体的职业套裙 带眉穷鼻 凤眼英唇 一张瓜子翘脸精致无比 配上白瓷一样的肌肤 说实话 这颜值 已经抱了许多所谓的 当红女星几条街了 而且 金梦奇还有一招杀手锏 声音 比声忧还优美动听 充满了雌性的性感声音 黄大师 一见黄小龙 金梦奇便是踩着小碎步 赢了上来 黄大师 今天梦奇选了一家颇有古风的餐厅 不知道黄大师是否中意 哦 我无所谓了 黄小龙抬眼一看 就看到一座两层楼高的木质结构防鼓餐厅 倒还颇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 两人并肩走入鼓楼一般的餐厅 餐厅的装潢 谈不上奢侈 但干净整洁 布置得极为雅致 还徜徉着月儿的鼓曲 似乎是鼓争弹奏的 这让整个餐厅的格调 多了几分高贵风雅 黄小龙目光一扫 只见餐厅里吃饭的 大多数都是气息沉稳 目光凌厉 甚至有的两边太阳穴还微微凸起 显然就是鼓舞修炼者 看到黄小龙目光微动 金梦奇连忙解释道 黄大师 全赛临近 越来越多的全市涌入江南市 恰好这个餐厅又古朴 所以啊 倒是成了这些全市钟爱的聚会场所 来 黄大师 我已经定好位子了 这个餐厅没有包间 所以两人来到了二楼靠窗的位置坐下 黄小龙随意点了几个菜 金梦奇十分殷勤地伺候着 给黄小龙夹菜倒酒 倒让黄小龙感觉这顿晚饭的确是一种享受 黄大师 你应该没有参加过江南市的古武家族全赛吧 金梦奇艳笑道 哦 没有 黄小龙一边品尝着美味真修 一边胡伦吞早道 今年的全赛 规模应该是最盛大的一次 这些年 全国古武家族人才积极 隐隐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金梦奇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其中最被看好的 有魏家 红家 夏家 说到这里 一把清冷的女生 从侧边的楼梯口传来 多谢金梦奇小姐 看得起我夏家 黄小龙和金梦奇寻声望去 只见一名玉姐风格的漂亮女人 二十六七岁 气质冷傲 缓缓走了上来 这人 黄小龙倒是见过 便是打死魏飞扬那天晚上 魏飞扬竭力讨好的夏小姐 她是个鼓舞宗师 比金梦奇强很多 不过也只是在体内凝练出来了二道真气 比不得迎傲山之流 夏英 夏小姐 金梦奇见到那夏小姐 眼中浮现出一抹忌惮之色 不过一闪而逝 很快恢复了过来 礼貌性地笑了笑 夏小姐 真巧 的确很巧 那夏小姐夏英 并没有多看金梦奇一眼 身痰一般的美眸 凝视着黄小龙 似乎是想要将黄小龙身上的秘密 全部看透 她甚至还直接走了过来 坐在了黄小龙身旁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吃饭 你难道不知道 魏家的魏飞龙 魏飞虎 魏飞豹 今晚就将从海外归来 抵达江南是吗 你打死了魏飞羊 魏家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他们有可能马上动手 也有可能在全赛当天 名正言顺地挑战你 总而言之 你已经和魏家 结下不死不休之仇 哦 黄小龙随口道 我才不管魏家什么时候动手呢 魏飞龙 魏飞虎 魏飞豹 这么恶俗的名字 哈哈哈哈 看来魏家死一个魏飞羊 还不够 还得多死几个人呢 你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魏氏三雄的名口 夏小姐惊倒 第四百四十五章 掌嘴 魏氏三雄 黄小龙一脸认真地看着夏英 然后摇了摇头 没听说过 夏英极度无语 金梦奇在一旁解释起来 黄大师 所谓的魏氏三雄 就是指魏飞龙 魏飞虎 魏飞豹三兄弟 他们也是魏飞羊的亲哥哥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天 江南市的地头蛇金家 自然也知道黄小龙 打死魏飞羊的事情了 但金梦奇并不显得多么吃惊 也对 亲眼目睹了那晚的 斗法 召唤鬼王 杀乔大师 赵大师 左大师如土狗 这些都是凡人只能仰望之事 所以 打死一个魏飞羊 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金梦奇整理了一下头绪 这才继续说道 黄大师 在国内鼓舞圈子里 金字塔顶端 自然就是遥不可及的 鼓舞十大世家 他们代表了华夏鼓舞的传承 高不可攀 似我们这种人 终其一生 也只能够仰望 在十大鼓舞世家之下 次一级的 就是所谓的第二梯队 这便有魏家 夏家 红家 我们金家勉勉强强 也算是第二梯队 不过 如果爷爷嫁鹤西去 那我们金家就将被挤出第二梯队 能排到第三梯队的前列吧 第二梯队之下 那就太多了 金梦奇笑了笑 哦 那滨海孙家呢 黄小龙好奇道 哼 滨海孙家 至少排列到第四梯队了 而且还是靠后那一档 夏英语气清淡地道 这么弱小啊 不过没关系 今年的全赛打完 滨海孙家就是第一梯队了 黄小龙咧嘴一笑 好大的口气 夏英语气不屑 金梦奇赶紧把话接了过来 黄大师 魏家是大家族 仅在古武十大世家之下的存在 近年来 魏家诞生的天才 也是一茬接一茬 首先就是魏飞龙 魏飞虎 魏飞豹三人 并称三雄 他们是古武天才 当年以弱冠之灵 便都踏足古武宗师境界 非同小可 魏氏三雄 在国内古武圈子里 成名已久 当年也曾经横扫过拳赛擂台 古武十大世家的弟子不出手 他们三人 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令对手温风丧胆 后来 魏氏三雄 被家族派到海外发展 据说也已经创下了弱大基业 继承三雄荣光的 便是魏飞扬 此子去年开始展露头角 今年更已经是半步宗师 有人断言 如果魏飞扬磨掉心中那一丝傲气 迟早跨入真正宗师的境界 可惜夭折了 重要的是 魏氏三雄 都已经赶来江南市了 他们不会参加今年的全赛 但一定会杀你 为魏飞扬报仇 夏英宁是黄小龙 不知道你会如何应付 对于黄小龙 夏英乃至于整个夏家 都产生了兴趣 毕竟 黄小龙一拳打此半步宗师魏飞扬 这在国内鼓舞圈子的年轻一代中 极为难得 况且 黄小龙攻击的方式 并不是真气 而是纯粹的力量 纯粹的肉身力量 这种打法 是所罕见 夏家分析 黄小龙肯定掌握了 什么古老的炼体之术 可以把人的肉身 金刚百炼 爆发出超人一般的力量 所以 夏家也想要窥辞黄小龙的隐秘 如果黄小龙真的有那种炼体秘法 说不得 夏家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 很简单 这种秘法 落到夏家手中 毫无疑问 夏家将会成为国内鼓舞圈子中 第二梯队最强的存在 我怎么应付 黄小龙一脸懵逼 我还能够怎么应付 统统打死拜 你 黄小龙的话 直接把夏英呛住了 你太狂妄了 还真以为 打死了魏飞扬 你就天下无敌了 我本来就是天下无敌啊 黄小龙脸色一本正经的不行 魏飞扬是有潜力 但他的潜力还没有兑换 而魏氏三雄 近数都是鼓舞宗师 体内凝练出来的真气 都已经超过十道了 举手投足 撕裂虎豹 数千斤力量 收放自如 隔空碎人 捕风为刀 种种手段 根本就是你难以想象的 你的肉身再强横 也扛不住鼓舞宗师的一击 夏英怒气冲冲地道 他本身也是鼓舞宗师 只不过凝练了二道真气出来 还不成气候 用现代热武器 譬如手枪什么的 虽然一枪打不死他 但也能够令其负伤 隔空放真气攻击 也就是几步距离 但卫视三雄明显强横太多 好了 金梦齐怕黄小龙不高兴 赶紧岔开话题 夏小姐 黄大师自有分寸 你也不必说太多 金梦齐心中冷笑不已 夏小姐 你还真以为 黄大师的手段被你看透了 那天黄大师斗法 你若在场 恐怕当场就得给他跪下来 再说了 鹰澳山这种冰雪公主般的天骄神女 都在倒贴黄大师 区区为家 恐怕黄大师还真不会放在眼里 金梦齐认为 哪怕再不济 黄小龙还有鹰家这个靠山 再说金家也不是吃素的 黄大师 真是搞笑 大师 夏英冷笑了一下 金梦齐继续道 黄大师 一般来说 鼓舞家族全赛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便是各大家族争夺利益 瓜分国内污管的份额 第二个部分 就是 报仇 解决家族之间的纷争 如果为家想要名正言顺地报复你 那么 将会在全赛当天 直接挑战你 全赛当天的顺序 首先是第一部分 鼓舞家族比武 然后才是第二部分 解决纷争仇怨 在第一部分 今年是不允许鼓舞宗师上场的 顶多就是半步宗师 第二部分 则是无限制格斗 不管是什么境界 都可以上擂台报仇 黄小龙微微点头 表示明白 这时 夏英神色平静道 既然魏飞扬这个劲敌遭遇了意外 魏家在今年的鼓舞家族全赛上 竞争力也会削弱 我们夏甲 将可能拿到更多的利益 也对 虽然魏氏三雄来到了江南市 但他们是来找黄小龙报仇的 而且以他们鼓舞宗师的身份 也不允许参加第一部分的全赛 那么 失去了魏飞扬的魏家 自然若了同位第二梯队 鼓舞家族的夏甲一筹 这么说来 夏甲还应该感谢黄大师才对 金梦奇似笑非笑的道 就在这时 一把协议的男子嗓音响起 我说 你们几个 能不能闭上臭嘴 本少在这里喝杯酒 你们过躁不已 扰了本少清静 该当何罪 这突兀的话语 充满了敌意 让得黄小龙 夏英 金梦奇 都寻声望去 只见 说话的 是坐在不远处一张桌边的少年 也就是二十出头 神色巨傲 就好像是什么清差大臣 来到了乡下的小地方 这少年双目深邃 渐眉扬起 十分骄傲 在他的肌肤下面 就好像是有几团旋风在呼啸 是一名年轻的鼓舞宗师 或许夏英和金梦奇 还看不透少年的底 但黄小龙一眼就看出来了 此子体内已经凝练出来了四道真气 修为要超过同为宗师的夏英 另外 在少年的身后 站立着两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背脊如镖枪般挺立 眼神漠然 嘴角擒着残酷的冷笑 这两人 也都是鼓舞宗师 而且 体内都凝练出来了七道真气 呵呵 有意思 两名凝练出七道真气的鼓舞宗师 看样子是这个少年的保镖 鼓舞宗师当保镖 恐怕来头不小 至少都是迎奥山这种身份 黄小龙饶有兴致地笑了笑 哼 我们在这里聊天 关你什么事 莫非 这餐厅是你家开的 夏英不悦地哼了一声 她作为鼓舞宗师 也不可能被人一句话就吓住 哈哈哈哈 居然敢顶嘴 少年戏谑地看了看夏英 又看了看金梦奇 忽然道 我看你们长得还马马虎虎凑合 这样 过来陪本少喝酒 本少高兴呢 自然会原谅你们今天的无礼 放肆 夏英和金梦奇 异口同声地娇齿道 这里是江南市 我是金家的人 阁下最好不要太过分 金梦奇警告道 哈哈哈哈 金家 哈哈哈哈 少年就好像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 我是夏家的人 现在 够资格让你闭嘴了吗 夏英对着轻薄少年 十分厌恶 找此少年眼神凛冽 本来 只是想让你们陪本少爷喝酒的 现在本少爷改变主意了 你们两个贱人 今晚 陪秦 如果是厨子 本少爷明早放你们走 如果是破鞋 本少便废了你们 这话太过猖獗 让得夏英和金梦奇都呆着住了 金家 夏家 不入流的家族 本少是厌家的 够不够让你们乖乖脱了裤子 爬到本少床上去 不知好歹 给我长嘴 少年盛气凌人 凝笑了一下 站在他身后的一名中年男子 嘴角一捏 便是阴笑着朝这边走来 燕家 顷刻之间 夏英和金梦奇两人的心 就跌落到了谷底 他们脸上 充满了惊恐震撼的表情 第四百四十六章 我比你强 燕家 是哪个燕家 一看这少年凹张跋扈 盛起凌人的气势 夏英和金梦奇 哪还有不明白的 十大鼓舞世家之 燕家 华夏古屋顶级传承之一 毅历数千年不倒的庞然大物 哦 燕家 我有个贴身小丫鬟 燕翩翩 就是燕家的人吗 没想到 燕家也有人 跑到江南市看热闹了 不知道燕翩翩翩有没有来 黄小龙却是玩味一笑 眯缝着眼睛看着那个少年 这餐厅的二楼 其他桌位上的客人 大多数也都是鼓舞家族的人 这时 一听少年爆出燕家的名头 也都是悚然心惊 吓得不敢看热闹了 气滚尿流地跑下了楼 眨眼间 整个餐厅的二楼 就只剩下黄小龙 以及夏傻了的夏英与金梦奇 另外 就是那少年和两位保镖 安静 餐厅二楼 安静地吓人 此时 一名中年保镖 踏步走向夏英和金梦奇 抬起右手 音笑道 少爷让我掌你们的嘴 你们都别动 放心 不会打死你们的 否则 少爷晚上就没得玩了 哈哈哈哈 不知好歹的贱人 笨少说过了 晚上就玩你们 如果不是厨子 直接废了 少年得意洋洋地倒 夏英和金梦奇 情绪已然快要崩溃掉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招惹上了燕家的人 现在 燕家这位少爷 扬言要玩弄他们的身体 而最终的结局 恐怕也只能认命了 要知道 在古武这个世界 十大世家是金字塔顶端 属于皇帝一般的地位 十大世家的少爷小姐出来 就是太子 公主 其他的古武家族 就算是强如夏家和金家 也不敢有丝毫忤逆 说白了 今天就算是燕家这位少爷 把夏英和金梦奇给糟蹋了 然后抛弃掉 夏家和金家也绝对不敢有丝毫怨言 甚至于 还有可能感到荣幸 事实上 在一般的古武家族 大多数女性成员 都梦想着能够和古武十大世家的少爷们 发生点什么 哪怕是一夜的露水夫妻 都甘之若移 受宠若惊 这就是典型的不以为持 反以为荣 或者说是奴性 因此 古武十大世家的少爷们 也都是十分看清其他古武小家族的女子 认为可以随意地采摘 就好像皇帝去临兴民间的女子一样 不过夏英和金梦奇两人 恰好都不是那种 不以为持反以为荣的女孩 不 不 欲解犯的夏英 这时脸色苍白 连声道 我 我不知道 燕家少爷 我 我道歉 他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但被持紧咬下唇 依然是生生咬出血来 他内心有极大的愤怒 可偏偏只能隐忍 因为他不敢反抗 一旦反抗 今天被杀死在这里 也就是死了 这位燕家的少爷 也根本不会承担丝毫责任 甚至有可能牵连到家族 让家族遭到打击 只能忍 祈求不要被玩弄身体 玷污清白 放 放过我们 金梦奇也是手足无措 他吃不准身旁坐着的黄小龙 是否愿意为他出头 毕竟燕家太强大了 底蕴深不可测 黄小龙固然厉害 但也没必要把事情揽到头上 况且 眼前这局面 黄小龙还不一定能够扛下来 对方是三位鼓舞宗师呢 闭嘴巴你们 燕家少年猫起老鼠般地笑道 没有用的 今天 奔少玩你们 玩定了 就算是你们家族的家主过来 无非也就是把你们亲自送到本少的床上 省省力气吧 好好在床上服侍本少 才是你们的出路 哼 本少肯玩你们 是你们的荣幸 文言 夏英和金梦奇 都知道无法摆脱这厄运了 他们心碎欲死 特别是夏英 乃是极为要强的女人 一旦被玷污了身子 唯有意思了 这时 那名鼓舞宗师保镖 也已经走到了这张桌子前面 园鱼一笑 就要扇夏英和金梦奇两人的耳光 呵呵呵 黄小龙笑了 哦 你在笑我 那保镖置了一下 旋即胸利地看着黄小龙 我说 他们也没什么过错吧 犯得着又要长嘴又要羞辱他们吗 黄小龙笑嘻嘻地倒 哦 燕家少爷戏谑地看着黄小龙一眼 他们嘴巴臭 本少掌他们的嘴 难道不应该 本少是燕家的人 让他们事情 难道不应该 你是什么东西 你有资格在本少面前说话 趁本少没有发火之前 跪下来 自己抽自己的耳光 抽到本少叫停为止 这燕家少爷 将这种以示压人的话 说得大义凛然 理所当然 就好像天经地义一般 呵呵 黄小龙心中杀鸡微闪 咕弄道 每个人都有装逼的权利 不过 在我面前装逼 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真是想不通 你为什么会这样 理所当然地羞辱人 就因为 你来自燕家 黄小龙摇了摇头 对 没想到 那燕家少爷 居然点了点头 就是因为本少来自燕家 而燕家 比他们的家族强 强太多了 所以本少可以随心所欲 无法无天 你 又还有什么话说 你是不是还想和本少讲道理 哈哈哈哈 一个人 想要受人尊敬 不被欺辱 唯有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与背景才行 否则 别说是掌嘴事情了 就算是杀了他们 也是活该 哦 我明白了 那换言之 我比你强大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打你的耳光 把你踩在脚下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看着燕家少爷 放肆 竟敢在我家少爷面前大言不惭 废了你 燕家少爷还没说话 站在黄小龙这张桌子旁边的鼓舞宗师保镖 却是一声怒吼 面容猙獰 一掌朝着黄小龙拍来 这一掌尽到内敛 掌心蕴含真气 一旦拍在黄小龙身上 真气就会无孔不入地钻到黄小龙体内 将他的经脉全部震碎 这样一来 黄小龙死是不会死 但一辈子就是个残废了 江南市是繁华大城市 直接这样杀人 即便是燕家也会有一点顾虑 但废掉一个人 那就太简单了 无非就是事后随意善后便可 不要 不 夏英和金梦奇 都是惊声叫了出来 但以他们的实力 已经无法阻止神门了 滚 黄小龙站了起来 右手随意一抓 也没有使用真气 却魔术般地抓住了 那位鼓舞宗师保镖的手腕 一扭 咔嚓 一声鼓爆的声音 下一秒 黄小龙就好像是扔垃圾一样 随手一扔 将那右手已经断折的鼓舞宗师保镖 扔到了一边 然后 黄小龙脸上擒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朝燕家那位少爷走去 你 燕家少爷的目光 完全地凝固了 脸上布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的保镖 乃是凝练出来了足足七道真气的鼓舞宗师 可没想到 居然被黄小龙轻描淡写就废掉一手 换言之 黄小龙的实力 凌驾于燕家这位少爷 你竟敢废本少的人 你 你 你 天打罪 燕家少爷的脸色 已经不能够用阴沉来形容了 完全都已经扭曲变形了 你刚才不是说 谁的实力强 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打人 踩人吗 那我的实力比你强 我就要扇你 打你 废你 甚至 杀了你 黄小龙眼中 浮现出一抹魔鬼般的表情 凶残得令人血液都要冻结 鬼差的威眼 怎能轻易触犯 夏英和金梦奇 那惊吓的眼神 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黄小龙 金梦奇还好 尤其是夏英 此时方心俱阵 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黄小龙 他怎么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还愣着干什么 给本少宰了这小子 燕家少爷朝着另一名保镖怒吼道 小子 死 这名保镖 也是凝练了七道真气的鼓舞宗师 这时 不敢拖大 人如旋风一般 直接冲向黄小龙 体内七道真气 尽数凝聚在了右掌之上 一掌拍向黄小龙的头部 进风肆虐 并迅速分化出足足八道掌意 燕家古舞学 八荒掌 黄小龙双瞳收缩 刹那间看出了这一掌中 至少十三个破绽 你们燕家的舞学真是好奇怪 老是爱把真气分散 不知道宁而不散 才能爆发出最强威力的道理 呵呵 黄小龙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又是一伸手 将这名鼓舞宗师保镖的手腕也抓住了 咔嚓 折断 然后随手扔到一边 黄小龙脚步不停 闲停信步地走向了燕家少爷 你现在应该知道 我比你强了吧 那我可以扇你 打你 废你 杀你了吗 我有这个资格了吗 你 燕家少爷又惊又怒 面孔如厉鬼 你 今天你要是感动本少 本少发誓 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 托 那你就看看 我敢不敢动你 黄小龙已是走到了燕家少爷身前 右手轻轻扬起 第447章 如此 你满意吗 我就不相信你敢打本少 你吃了雄鸡豹子胆 燕家少爷惊恐万壮 同时 眼睛里面 充满了争鸣与怨毒 虽然 他也是个鼓舞宗师 凝炼出来了四道真迹 可不知道为什么 站在黄小龙面前 黄小龙身上有一种气场 将他压制得完全不能够反抗 好似只能够被黄小龙揉虐抽打 呃 其实说起来还真是巧 我和燕家 真是有缘 黄小龙抬起手 一时间并没有立刻善向燕家少爷 呼 健壮 燕家少爷却是误会了黄小龙的意思 以为黄小龙真的不敢动手打他 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哈哈哈哈 本少就说过了 本少是燕家的人 难不成 你还敢打本少 真是 燕家少爷极为嘚瑟地笑了出来 话没说完 哈 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 直接抽在了燕家少爷的脸上 这截耳光力大无比 宛如雄壮 将燕家少爷抽飞了出去 陆陆续续撞翻了几张桌子 这才跌落在地 扑了一声 吐出了几颗混淆着鲜血与口水的牙齿 燕家少爷被抽蒙了 黄小龙喃喃道 缘分 真是缘分 当初在滨海 高老头子八十大寿前夕 我打了一个给林子聪戴绿帽子的燕家少爷 还有他身边的仆人 今天居然又打了燕家的另一位少爷 以及身边的狗腿子 难道我和燕家就这么有缘 也对 应该是有缘 不然我也不会收一个燕家的小姐当贴身丫鬟 这时 夏英和金梦奇 终于回过神来 燕家少爷被打了 被抽耳光了 这 这是在做梦吗 高高在上的古武世家 燕家 一位修炼出真气的宗师 在家族中一定很得宠的少爷 千金之躯 被抽了耳光 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这个世界简直太疯狂了 夏英不得不重新评估黄小龙的实力 当然了 他对黄小龙 也满心感激 今天如果不是黄小龙出手 他保留了26年的清白之躯 就要葬送在燕家这位顽固少爷的手中了 金梦奇则是欣喜不已 太好了 看来 爷爷败给黄大师当徒弟 这步骑士走对了 的确是一个大靠山 硬的不能再硬的靠山 就连燕家的少爷都敢打 太强势了 强得一塌糊涂 你 你真敢打我 你 你还把我的仆人废掉了 你 你 那燕家少爷 捂着自己被扇得红肿的一边脸颊 怨毒至深地看着黄小龙 身体因为愤怒和仇恨而微微颤抖 刚才那一巴掌呢 也就是一个见面礼仪 接下来 我再考虑 要不要直接把你废了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哈哈哈哈 敢废我燕家的少爷 还真是不知者无畏呢 一把苍凉雄浑的男子嗓音响起 紧接着 从下面 走上来两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 两病斑白 目光深邃 稳重如山 仅仅是站在这里 便会给人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感 这两名老者 也都是鼓舞宗师 而且 各自体内凝练出来了十二道真气 修为和迎奥山的老仆云伯相当 同为鼓舞宗师 体内多凝练出来一道真气 武力都不可同日而语 能够凝练出十道以上的真气 那可就是高手了 显然 这两名老者 这两名老者是高手 比刚才被黄小龙凹断手臂的艳家保镖 强了一大截 你 打了我家少爷 是你打的 其中一名老者 用嗜血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一股澎湃的威压知识 席卷而出 就好像 这个餐厅 都无法承受住这股威压 要被压垮了似的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什么家族 我想 你的家族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打我艳家少爷 结局只有株连九族 你难道不知道 在鼓舞的世界 艳家 十大世家 都是不容忤逆的吗 哈哈哈哈 落伯 喝伯 给我抓住这小子 我要亲手捏碎 他全身骨骼 这时 那艳家少爷 不停地凝笑 不 是 是 是这位少爷 欺人太甚 我们 我们不得不反抗 夏英麻着胆子 叫了一嗓子 闭嘴 那老者眼神之中 像是酝酿着闪电 怒瞪夏英 我家少爷 就算是欺辱了你们 你们也只能够承受 万万不能够反抗 现在 你们反抗了 就要承受后果 就在这时 一把缥缈的少女嗓音 从楼下传来 欲堂地 你又在惹事生非了 不过 哪怕是你惹事 也轮不到外人来教训你 这 就是践踏我们厌家的威严 随着这声音 一个身材曼妙的少女 便是闲停信步般从楼下走了上来 她极为漂亮 脸淡精致 身材高挑曼妙 如羊之美玉般的肌肤 盈盈声光 尤其是那双眼睛 清澈如水 勾人魂魄 一袭简单单的白色连衣裙 风姿如鲜 她也是鼓舞宗师 体内有六道真气在运转 天偏堂姐 这小子打了我 请堂姐做主 那厌家的羽少爷 一看到少女 便是开口告状 少女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然后 整个人就傻掉了 眼睛里面 一片的慌乱 这少女 并不是别人 赫然便是厌翩翩 稀稀 黄小龙看到厌翩翩 眼睛微微一亮 哟 真巧 你 你 艳翩翩大脑一片混乱 当初在滨海 黄小龙是亲手教训过艳翩翩的 将她的血臀都打肿了 而且 艳翩翩知道 黄小龙在鼓舞方面 已然是一位强大不可思议的存在 后来 在高老爷子八世大寿上 黄小龙杀人如麻 一人图千人 各种神出鬼没的手段 层出不穷 整个高家 基本上都被黄小龙连根拔起了 高家邀请过来的佣兵 杀手 尽数余命 那一战 黄小龙 辟逼你天下 霸道无敌 深不可测 而更为诡异的是 事后 黄小龙完美善后 将所有宾客的技艺 都强行抹出一部分 还用指人作为替身 鱼目混珠 控制了整个高家 这人 就是个魔鬼 绝对不能去招惹的魔鬼 这就是艳翩翩对黄小龙的评价 按照两人的约定 艳翩翩 应该做黄小龙的贴身丫鬟才对 只是黄小龙没有强迫她 才让她得以脱身 可以说 现在艳翩翩最怕见到 最怕去面对的人 就是黄小龙 好嘛 没想到 今天在江南市 艳翩翩又和黄小龙 狭路相逢 翩翩小姐 让我们出手 废掉此子吧 两名老者 躬身道 看来 艳翩翩在整个艳家的地位 都十分的超然 或许 因为她是鼓舞太子 轩缘霸的未婚妻吧 等等 艳翩翩眼角肌肉 抽搐了一下 心中暗道 废了她 你们不知道 这家伙就是恶魔 魔王 废她 这就是找死 我会处理 艳翩翩强行稳定住情绪 然后用目光看向黄小龙 这句话 她似乎是对黄小龙说的 黄小龙笑而不语 这时 夏英和金梦奇 都已经遍体生寒了 没想到 艳家还有人在江南市 而且 眼前这两位老者 一看就是实力深不可测之辈 形势陡然逆转 艳翩翩身吸一口气 朝内宇少爷走去 翩翩堂姐 你一定要为小弟做主啊 羽少爷哭嗓着脸 艳翩翩却是紧咬背齿 心中早就将这羽少爷咒骂得体无完肤了 顽酷 祸害 你知不知道 你惹上了怎样的一个人 这家伙看似玩世不恭 但骨子里却是魔王一般的存在 他打了你 他没有杀你都算你运气好了 你还想报复我们艳家 若是惹上这种人 家族中不得安宁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艳翩翩评估过 就算艳家倾尽全力 拼了几千年的底蕴 能够把黄小龙灭杀 但也一定会元气大伤 血流成河 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能够树立这样一个强敌的 他打你耳光 艳翩翩走到羽少爷身前 冷淡地问道 是啊 翩翩唐姐 他打我 羽少爷捂着脸道 你该打 赫然 艳翩翩直接仰手 啪的一声 一耳光将羽少爷扇飞了出去 好吗 他的拎一边脸颊 也完全红肿了 这一下 餐厅二楼的人 尽数都变成了泥塑木雕 这样处置 你满意吗 艳翩翩弱弱地看着黄小龙 这次回到京城 我会让父亲 对艳雨禁足的 惊悚 艳翩翩居然是在征寻黄小龙的意见 呵呵 随便你了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艳翩翩如是重负 那 我先走了 说完 艳翩翩不容分说地对那两名老者道 带上艳雨和她的仆人 我们走 可是 翩翩小姐 这 其中一名老者匪夷所思地道 没有什么可是 我们走 还有 艳家谁都不准找她的麻烦 否则 家法处置 艳翩翩颇有气场 交代几句之后 两名老者果然不再有意义 满脸狐疑地掺着艳雨 以及那两名断腕的仆人 朝楼下走去 艳翩翩刚刚走到楼梯口 黄小龙忽然一笑 对了 你还没给我请安呢 就这么走了 这句话 差点弄得艳翩翩立足不稳 从楼梯上滚下去 夏英和金梦奇 更是瞪大眼睛 如见厉鬼一般地看着黄小龙 你 你让艳家的一位小姐 而且明显身份地位极高的一位小姐 给你请安 你确定 你是认真的 第四百四十八章 你们永远也猜不透我 黄小龙羽太轻挑 让艳翩翩给他请安 这让局面又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气氛之中 艳家的小姐啊 千金之躯 古武宗师 更遑论 乃是古武太子轩辕霸的未婚妻 竟然是被眼前这个青葱少年 当成丫鬟一般使欢 太可怕了 艳翩翩那两位老仆 脸皮都因为暴怒而子轻一片 天天小姐 此此欺人太甚 就让我们出手 将其诛杀吧 小姐不必有什么顾虑 两名老仆语气中满满都是怨毒 你们先下去 艳翩翩咬了咬牙 小姐 好了 下去 本小姐自有分寸 艳翩翩面露不悦之色 无可奈何 两名老仆只好掺着艳雨等人 愤愤不平地下了楼 哎 艳翩翩叹了口气 重新走到了黄小龙身边 一脸委屈地道 你 你 你真不打算放过我 黄小龙嘻嘻一笑 放过你 放过你 那个 你亲口答应的好不好 愿赌服输吗 不过 我说了不会勉强你 所以你放心好了 可是呢 既然见到了我 为什么不给我请安呢 你 艳翩翩顿时泪眼汪汪 她身份如明月 从来都只有丫鬟下人给她请安的 她可从来没有给谁请过安 但行事比人强 黄小龙的手段 她打心里是心计惧怕的 在黄小龙面前 她感觉自己渺小得可怕 再说了 当初的确是输给了黄小龙 理应给她当小丫鬟的 艳翩翩也理亏 赶紧的呀 黄小龙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如果你连请安都不会 对那我 好了 我 我 艳翩翩渲然欲涕 旋即一咬牙 声音细如闻啊 翩翩给 给 给黄少爷请安了 黄少爷吉祥 嗯 不错 黄小龙一脸讨然 旁边的夏英和金梦奇 简直都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现在 你满意了 我可以走了吗 艳翩翩幽怨道 嗯 你走吧 黄小龙笑道 艳翩翩立马转身 就要朝楼下飞奔逃去 不过在临走时 却是用警告的眼神 看着夏英和金梦奇 今天的事情 你们要是敢乱嚼舌根 泄露出去 我艳翩翩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哼 说完 艳翩翩逃难似的跑掉了 餐厅二楼 就只剩下夏英和金梦奇 这时 艳家的人散尽 夏英和金梦奇 皆涌起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两人齐齐松了口气 然后 用一种震惊的 无以复加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今天 无论是黄小龙表现出来的实力 还是艳翩翩翩对于她的态度 都足以把人吓成白痴 金梦奇还好 毕竟亲眼见过黄小龙斗法时的神通广大 夏英则是完全被颠覆了世界观 你 你 你 夏英嘴唇不断地孽如 好半天也说不出话 我怎么了 我救了你啊 如果不是我 你都成了那个家伙的盘中餐了 是不是想感谢我 是不是想以身相许 黄小龙调侃地看着夏英 是 多谢你了 夏英立刻点了点头 她是个爱恨分明的女人 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心中发誓 今天黄小龙的恩德 她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回报 你点头的意思是 还真要以身相许啊 黄小龙压抑不已 夏英又赶紧摇了摇头 不 不是要以身相许 不过 我会报恩的 金梦奇在旁边说道 夏小姐 黄大师也会参加今年的全赛 所以 她今天暴露出来的实力 希望你守口如瓶 不要泄露出去 这个我自然知道 夏英一口答应道 夏家还企图谋夺黄小龙的炼体秘法 但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夏英知道 夏家若是继续心存济鱼 那终究将招致灭亡 因此 夏英打定主意 以后一定要旁敲侧击地阻止家族 却窥死黄小龙的隐秘 难道你也是鼓舞宗师 刚才 你轻描淡写 击败两名鼓舞宗师 我想 你至少都应该是宗师 但很奇怪 我没有察觉到你使用丝毫真气 夏英困惑不已 哈哈 我懒得告诉你太多 你又不是我的老婆 也不是我的丫鬟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总而言之 不要去猜我 你们永远也猜不透我 黄小龙咧嘴一笑 有时候呢 好奇心是会害死人的 这话 就有些警告的味道了 夏英心头一震 咀嚼着黄小龙的话 好奇心 是会害死人的 夏英越想越怕 连忙说道 我明白了 那我就告辞了 全赛那天 我们再见面吧 我说过 我一定会报答今天之恩 我夏英说话算话 说完 夏英转身便走 等等 黄小龙懒洋洋地叫道 得 夏英脚步一顿 转身 你 你还有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从小运气就很差 而且经常做噩梦 还有 凡是喜欢你的男人 若是对你表白心计 都会倒霉 黄小龙笑道 夏英花容失色 颤声道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黄小龙 黄小龙 就 就只有那个加拿大籍的学长 他 他摔死了 这种事情 发生过好几次 追求我的男人 非死即伤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夏英眼中又是困惑 又是惊怕 而且 我 我从小到大 运气的确都不怎么好 也会经常做噩梦 说到这里 就连金梦奇都一脸骇然地看着黄小龙 黄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 哦 夏小姐 你的姻缘八字太硬了 一般的男人拿不下你 如果强行要出手 追你 自然会遭罪 黄小龙笑道 如果你不找到能够降服你姻缘八字的男人 你这辈子就只能孤劳一生了 至于你为什么从小就倒霉 还做噩梦 你手腕上戴的手镯有问题 黄小龙笑道 第449章 魏使三雄 夏英浩雪一般的欲望上 佩戴的是一个菩提子手镯 这是她小时候 家里人为她求来的 还在骨刹里开过光 能够必有她成长 一直佩戴至今 这 这手镯有问题 夏英胡怡道 呵呵 这个手镯问题很大 你以为是菩提子手镯吗 其实不是 它是用百年棺木做成的 是樱木手镯 附着了棺材上的孽气 长期待着 肯定影响气韵 黄小龙玩味一笑 看来 要么是送你这个手镯的人不识货 要么 就是故意想害你 听到黄小龙这么说 旁边的金梦奇恍然点头 旋即 美眸中流露出对黄小龙 更深层次的钦佩 他对黄小龙的话 肯定深信不疑的 原来是这样 夏英潜意识里 对黄小龙的话 也是不疑有他 他将手镯取了下来 目光闪烁了几下 难道家族中 真的有人想害我 好了 你不是要走吗 那拜拜吧 黄小龙咧嘴一笑 夏英深深地凝视了黄小龙一眼 这才转身告辞 黄大师 夏英的姻缘八字 真的那么硬 无论什么男人想和他在一起 都会惨遭横祸 那他岂非就是个天煞孤星 无半中老 孤独一生 金梦奇一脸八卦地道 嗯 我又没有吓唬他 理论上是这样的呀 不过呢 如果他嫁给我 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的姻缘八字再硬也无所谓的 黄小龙一本正经地道 嗯 金梦奇一致 旋即咕弄道 原来黄大师你是看上了夏英啊 我们也走吧 我要回酒店找我白虎妹妹玩了 黄小龙笑道 顿了一下 黄小龙又提醒道 不要忘了 你得叫唤给我听 金梦奇大炯 但不知为何 心头除了那种难言的异样之外 还无端端浮显出一次窃喜 他低头道 可 可 可我真的不会叫 我 我也没有这样叫过 黄大师 不瞒你说 我 我并没有谈过男朋友 这个简单啊 我传几部教学资料给你 你慢慢学就好了 黄小龙把手机拿了出来 柳飞蕾是剑皇师 手头上资源很多 经常传一些绝版资源给黄小龙 当下 黄小龙加了金梦奇的微信 传了几部经典视频给他 两人像是完成了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 分岛扬镳 深夜 江南市 靠海的岸边 一群人站在沙滩上 岸边停了好几辆越野车和顶级豪车 只见 魏家当代家主 魏天鹏 如众星拱月般被簇拥着 站在魏天鹏身旁的 尽数都是魏家当代的精锐 老爷 时间差不多了 三位少爷很快就要到了 一名老仆攻身道 嗯 魏天鹏点了点头 眼中尽数都是仇恨之色 飞龙 飞虎 飞豹 三兄弟是我魏家的脊梁 他们一起回来 没有解决不了的麻烦 顿了一下 魏天鹏又道 对方是什么来头 查出来了吗 老仆禀告道 老爷 杀害飞扬少爷的凶手 名叫黄小龙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 此此 有些 有些背景 哦 什么背景 说 魏天鹏眼角的肌肉 抽出了几下 此子是同滨海孙家一起来到江南市的 今年会代表孙家打拳 我们调查过他在滨海市的背景 此子与滨海四大家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其本身 似乎还是一个道士 另外 赢家的赢澳山小姐 似乎 和着黄小龙 交情匪浅 什么 赢澳山小姐 魏天鹏的神色 变得无比英致 竟然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不过无妨 就算这小杂种和赢家有关系 但他打死飞扬是事实 我魏家报仇 天经第一 只是犯不着来因的 明正言顺地在全赛当天挑战小杂种 擂台之上 刀剑无眼 赢家也无话可说 魏天鹏已经拿定主意 既然黄小龙和赢家有关系 那就不必搞什么阴谋暗杀了 直接在全赛当天替魏飞扬报仇 就在这时 老爷 来了 三位少爷来了 远处的海面上 有灯光闪烁 一艘快艇 乘风破浪而来 机器马达声 隆隆而鸣 月光下 三名铁塔一般的男子 副手傲立在船头 背脊挺拔如箭 任凭浪花和海风冲击 依旧微然不动 岸边 魏家的人 一阵欢呼 在快艇距离海岸 还有十几米的时候 赫然 船头上的三人 竟然像是大鸟一般 扑上岸来 请客之间 三人便是稳稳当当地 站在了魏飞扬身前 这三人 都是三 四十岁的年龄 五官棱角分明 不怒自威 气势宛如一方枭雄 尤其是中间站立的那人 脸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刀疤 仿佛无公虫一般 争鸣恐怖 但此人气势最为恐怖 黑夜中 全身都散发出来了危险的气息 八 三人齐齐地朝魏天鹏 单膝下跪 啊哈哈哈哈 好 好 我的好儿子 飞龙 飞虎 飞豹 哈哈哈哈 我的好儿子 你们回来 魏父就有主心骨了 魏天鹏一扫丧子的颓气 脸上布满了欣慰的笑容 这气势不俗的三人 便是在国内鼓舞圈子中 名声颇大的魏氏三雄 他们在弱管之岭 就以踏足鼓舞宗师致敬 可以说是天纵其才 在国内打出名头之后 奉命去海外发展 如今 都已经是海外一方肖雄 与各国总统谈笑风声 甚至控制了非洲一些小国家的皇室 拜见三位少爷 三位堂哥 多年不见了 三位少爷 如今可真是羽翼丰满了 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大人物 岸上 魏家的人 纷纷缠媚地打起招呼来 魏氏三雄站了起来 目不挟视 飞龙 飞虎 飞豹 你们神光内敛 这些年魔力得很好 就连魏父都看不透你们的修为了 哈哈哈哈 魏父真是老怀大胃啊 魏天鹏大笑道 今天来的 都是自己人 说说你们如今的修为 爸 儿子马马虎虎 凝练出来了十四道真气 魏飞宝咧嘴一笑 神情骄傲得很 爸 儿子凝练出来了十五道真气 魏飞虎也是笑了笑 十八道真气 魏飞龙目无表情地道 斯 十八道真气 飞龙 你 你竟然凝练出来了足足十八道真气 不输给十大世家一般的才俊了 魏天鹏狂喜不已 爸 打死飞扬的人 究竟是什么情况 魏飞龙手指头动了动 眼神之中 弥漫出来了恐怖的杀气 骤然间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周围十丈之内 去计无声 杀气肆虐 令人胆寒 那小杂种 似乎并没有使用真气 只是依靠强大的肉身力量 硬生生将你们的弟弟 飞扬 全身打抱 而且 那家伙 是个道士 魏天鹏也怨气冲天 咬牙切齿 哼 不修炼出真气就是废物 三十步之内 我杀他如杀鸡 魏飞龙宁笑了一下 第四百五十章 撒旦大人 魏飞龙显现出来了诛杀黄小龙的强烈自信 这股自信宛如实质 影响着沙滩上的每一个人 那魏飞虎也道 居然敢杀飞扬 看来 对方的整个家族 所有的亲人 朋友 都应该要铲除掉了 都杀了吧 让他们给飞扬陪葬 他说出这种株连他人九族的话 轻描淡写 就好像是在叙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此人 杀性之凶猛 宛如恶魔 魏飞豹则是没有说话 但眼睛里酝酿着残暴的表情 这魏氏三雄 一个个 都是猛人 凶人 好 替飞扬报仇的事情 暂时不急 今年的古武家族全赛 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在全赛当天 再虐杀此子 魏天鹏誓然一笑 好了 你们多年没有回国了 趁着全赛来临前的时间 好好玩一玩吧 父亲 不急 我们还要等一个人 魏飞龙忽然说道 说话见 眼神之中 也是充满了一些忌惮 什么人 魏天鹏 察言观色 发现魏飞龙在提及这人的时候 居然满眼忌惮 魏天鹏只觉得不可思议 要知道 他这个大儿子 魏飞龙 最是天才 已经凝练出十八道真迹 人中龙凤 霸绝无双 就算是十大古武世家出来的才俊 也不可能轻视他 可如今 他在提到某人的时候 居然流露出经济忌惮之色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谁会让魏飞龙这样一个 在体内凝练出十八道真迹 三十步之内 取人性命弹指之间的古武宗师 产生忌惮呢 父亲 这人 你不必多问 魏飞龙眼中的忌惮之色更浓 此人 在海外 被称之为 撒旦 撒旦 在西方世界 那是被看作与上帝的力量相对的邪恶 黑暗之源 在海外 被称为撒旦的存在 一定是非常非常邪恶 也非常非常强大的 我曾经亲眼见过 撒旦屠杀一个庞大的雇佣兵团 在枪林弹雨中 优雅如跳舞 收割生命如血诗 他也是华夏人 当然 也是古武宗师 魏飞龙颤声道 那 那 那此人 与飞龙你相比呢 魏天鹏的表情也有些凝重了 父亲 魏飞龙自嘲一笑 我不是撒旦的对手 我完全看不透他的修为 如果他想杀我 只需要三招 最多三招 呃 魏飞龙的喉咙里 迸发出来了奇怪的声音 三招杀死一名 明练出十八道真气的鼓舞宗师 这 尼玛这该是多么恐怖的存在啊 这么厉害的人 来江南市做什么 有什么企图 魏天鹏 惊声道 父亲 他来江南市 也是参加鼓舞家族全赛 不过 并没有其他企图 据说 他是回来报仇的 当年 他家族的长辈 在擂台上 被对手打死 这次撒旦回国 要灭掉仇家满门 谢债谢偿 魏飞龙嘲弄地笑了笑 不知道 撒旦的仇家是哪个家族 呵呵 真够倒霉的 撒旦虐杀生灵的手段 是极其残忍的 就在这时 那 那 那是什么 魏家的一名族人 惊恐欲绝地伸手指着远处的海面 月光下 只见一个模糊的人影 竟然是踏着海浪 在海面上奔跑而来 如履屏蔽 一下子 魏家的人 进阶是呆傻了 撒旦来了 魏飞龙也是口干舌燥了起来 这情形 太过诡异了 踏海而来 要知道 这片海域的礁石密布 情况很是复杂 加上海浪汹涌 就算是驾驶着快艇 也必须要顶级的老手 才敢登陆 如今 一个人 血肉之躯的人 居然在海面上奔跑 这简直已经超越了想象的极限了 就算是以魏天鹏和魏飞扬这种鼓舞宗师来说 对于这种情况 都表现出来了难以遏制的震撼 终于 那人奔到近处 让魏天鹏等人 看清楚了他的样貌 只见 他在海面奔跑时之清零迅快 笔墨难以描述 但他却绝不肯多浪费一丝气力 他身子看来并不强壮 但由头至脚 绝无一分多余的肌肉 手足面目皮肤 尽数以晒成的古铜颜色 皱眼望去 恰似一尊钢铁雕成的人像 双肩沉重 鼻齿如霄 年纪看来四在三十左右 穿着一身普通的练功服 他的眼神 最为可怕 仿佛是野兽 又仿佛是恶魔 充斥满了血腥的气息 就算是魏天鹏 这国内鼓舞圈子 执掌一大家族的老一辈鼓舞宗师 在接触到他的目光之后 都会心惨 那人上了岸 闲庭信步般地 朝着魏飞龙等人走来 他在沙滩上留下一行 长长足印 诡异的是 每只足印之间 相隔都是一尺七寸 不多不少 不偏不倚 便是用尺来量 也无这般准确 撒旦 这便是连魏飞龙都 深深忌惮的恐怖存在 撒旦大人 魏氏三雄 都是对着来者 微微欠身 魏天鹏等魏家之人 也都不敢喘一口大气 压抑 撒旦身上散发的气场 让他们感觉到了压抑 撒旦对着魏飞龙 微微点头 魏飞龙顿时涌起一种 受宠若惊的感觉 撒旦大人 你这是第一次回国吧 出来乍到江南市 也有很多不方便 不如 让我们魏家 替你打电一切 魏飞龙殷勤说道 好的 撒旦淡笑了一下 他的声音很冷 就好像是来自九幽地狱 冷得似乎都能冻结人的灵魂 说话间 撒旦脚步停步 已然是静止朝前方走去 来到了一辆越野车旁边 魏家的人 赶紧跟了上去 撒旦大人 不知道这次 你回国报仇 是要灭掉哪一个家族 魏飞龙不由地问道 滨海孙家 撒旦咧嘴一笑 不知道滨海孙家 今年有没有来到江南市 参加全赛 我已经发了一张帖子 送到滨海孙家的祖屋祠堂 就看他们敢不敢来江南市了 如果他们不敢来 我就只好亲自登门 灭他满门老小了 鸡犬不留 滨海孙家 魏天鹏眼中掠过一抹回忆的表情 然后眼睛一亮 我知道了 你 你是皇甫家族的人 四十年前 滨海孙家的一名拳尸 在古武家族拳塞擂台上 击毙了皇甫家族的拳尸 后来 皇甫家族 全员迁徙到了海外 在离开前 全族发誓 要报此仇 嗯 我是皇甫徒孙 我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报仇 屠杀孙家满门 撒旦微微一笑 第451章 鼓舞拳赛开始 这时 得知了撒旦皇甫徒孙的仇家 居然是滨海孙家 魏天鹏更是惊喜若狂 打死魏飞扬的凶手 黄小龙 不就是滨海孙家的人吗 如此一来 黄小龙 也是皇甫徒孙的仇人 魏氏三雄 加上一个更为恐怖厉害的人物 皇甫徒孙 看来 孙家必然灭绝 黄小龙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件事情 也已经没有了丝毫全念 就算黄小龙和盈澳山 有一些瓜葛 恐怕 赢家也不愿意为了他 与魏家 以及皇甫徒孙为敌吧 这不是说赢家就处了 而是 赢家根本没这个必要 权衡利弊之下 不可能为区区一个黄小龙出头的 此日 江南市最权威的医院 第三人民医院 VIP病房 这时 病房里的气氛 极为的沉闷 江南市豪门陈家的家主 陈雄 以及陈家一群骨干成员 泥塑木雕一般站立在病房里 病床上 陈子环完全地失去了知觉 陷入了一种昏迷的状态 在她的全身上下 插满了各种的管子 病床旁边的心电仪上 发出了轻微的波动 表明陈子环还活着 但这种波动 就好像风中残烛一样 随时有可能熄灭 为什么会这样 我儿子的身体 一向是很健康的 为什么 陈雄迸发出 撕心裂肺的质吻声 一名白大褂满脸惋惜之色 陈老板 轻轻轻冷静 陈子环少爷 他是全身内脏器官 都 都已经衰竭坏死掉了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 这个 话没说完 赫然 心电图上 波动戛然而止 陈子环停止了心跳 他死了 陈老板 节哀顺变 白大褂无奈地摇了摇头 波 为什么会这样 子环 儿子 为什么 陈雄如丧考比 直接扑了上去 趴在陈子环的尸体上 垂胸痛哭 下一秒 我知道了 是他 黄 黄小龙 一定是他 我儿子身体一向健康 从来没有什么病 是他说我儿子患了绝症 一定是他动了手脚 好 好 好 这个人手段通天 连乔大师都死在他手中 现在 他又把我儿子害死了 他是不会放过我陈家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耗尽家产 我要请孤雾宗师 在全赛擂台上 挑战黄小龙 我要他死 他想灭我陈家 难道我还不能反抗了 死 我要替子环报仇 陈雄的眼睛里 就好像是要滴出血来 终于 江南市一年一度的鼓舞家族拳赛来临了 这是在国内鼓舞圈子里 备受瞩目的一天 一大早 孙家的全体成员 便是换上了练功服 带着黄小龙 驱车静止赶往全赛举办之地 江南市足球场 黄小龙倒是一身变装 也没穿什么练功服 他和平常一样 玩世不公 浑然也没有把今天的全赛放在心上 轻轻松松 就好像是去参加一个普通的茶花会 车上 小龙 今天我有点紧张耶 孙薇的郊躯 依偎在了黄小龙的怀里 自从和黄小龙有了夫妻之时 啪啪过之后 孙薇就很是黏人 似乎一刻也不想离开黄小龙似的 一个英姿萨爽 女侠般的人 就和陷入爱河的普通女孩子 没有任何区别 不要紧张啊 黄小龙嘻嘻一笑 我说过了 今天打拳 我代表孙家 你们都不用出手 我就一个人出手好了 我也很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希望今天的对手 不要让我太失望才好 小龙 你就是无敌的 不过 还是得小心一点点 今天卫家的人 肯定会找你报仇 还有 我们孙家的那个仇人 应该是个厉害的鼓舞宗师 也会现身 孙薇一脸关心地看着黄小龙 他可不想看到黄小龙有一丁点的损伤 现在 黄小龙已经填满了孙薇的身体和心 他就是孙薇的全部 是孙薇的宝贝疙瘩心头肉 江南市足球场外 此时 车位上 已经停了无可计数的顶级豪车 有许多 并不是江南市本地牌照 小龙大师 我们进场吧 孙虎恭敬请黄小龙下车 然后 孙家的人 众心拱跃地簇拥着黄小龙 进入了足球场内 今天 这足球场已经被征用了 闲杂人等 不得入内 在这里 将举办极为盛大的全国鼓舞家族全赛 能够进场的 除了参赛的各个鼓舞家族之外 就是与鼓舞有关的一些人 另外就是一些对鼓舞感兴趣的上流社会富豪 官员 这是属于鼓舞的一天 这是辉煌的一天 也是快意恩仇的一天 入场 首先映入黄小龙眼帘的 是一块标准尺寸的足球场 此时 在足球场内搭建起来了足足几十个擂台 每一个擂台上 都插着一面棋子 棋子上写着各个鼓舞家族的名号 长海是罗家 自宫是白家 东海是夏家 花是魏家 一眼扫去 黄小龙就找到了插着 滨海是孙家 棋子的擂台 走 我们孙家的擂台在那边 我们现在就过去 孙虎招呼道 黄小龙一边走 目光一边四顾 这个足球场 可容纳的观众 大概是四万人左右 而这个时候 探台上面 大约已经做了七成观众 也就是说 少说也有接近三万人 坐在场边观摩着一场鼓舞的滔踢盛会 接下来 肯定还会有观众陆陆续续的入场 看来 这个足球场会爆满的 而且 每一名观众 都不是一般的人 一般人今天是没有资格进入这个足球场的 看来这个鼓舞拳赛 举办了这么多年 已经形成气候了 而且一切井然有序 不会有丝毫的混乱 不错呀 黄小龙还没有参加过这种规模的盛会 也没有在几万人眼皮子底下打拳 现场人生鼎沸 这让黄小龙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 也对 习武之人 能够站在这样的场地内 在万众瞩目中 擂台一站 的确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雄心万丈 在这里 实力强的人 能够获得名语力 鼓舞圈子 实际上也是个名利场 一个高级的名利场 很快 黄小龙和孙家的人 就踏上了属于孙家的擂台 这是一个大约一亩地建方的擂台 小龙大师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 就在这个擂台上守着 有其他鼓舞家族派人来挑战 我们就接着 然后 一决胜负 输家 就要将家族名下的无管份额 割让一部分给赢家 当然 我们孙家也可以选择目标去挑战 孙虎解释道 这次 老爷子的意思 是尽量不要扩张了 我们就守护好自己的利益 不让其他鼓舞家族侵略瓜分就行了 哦 黄小龙点了点头 旋即 就看到足球场边缘 有着一排贵宾席位 此时 在贵宾席位上 也是坐着一些气息沉稳 神光内敛的高手 其中有些人 黄小龙还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